《西游记》第三部作者 吴承恩 第四十一回 心缘遭火败 慕慕被磨沁 善恶亦是妄念 荣枯都不关心 慧明引现任福尘 随分积残可饮 神境湛然长寂 昏明便有磨沁 五行蹭蹬破禅林 风洞必然寒脸 却说那孙大圣引八戒别的沙僧 跳过枯松剑 竟来到那怪石崖前 果剑有一座洞府 真个也景致非凡 淡剑 回鸾古道幽还静 风月也听玄鹤弄 白云透出满川光 流水过侨仙一醒 元孝鸟提花木齐 腾罗石灯之蓝盛 苍瑶牙喝散烟霞 脆染松黄昭采凤 远列巅峰似插平 山朝剑绕针仙洞 昆仑地脉发来龙 有愤有缘方受用 将进行道门前 剑有一座石节 上捐八个大字 乃是昊山枯松剑火云洞 那碧香一群小妖 在那里轮枪舞剑的 跳风玩耍 孙大圣立声高叫道 那小的们 趁早去报与洞主知道 叫他送出我唐僧师父来 免你这一栋精灵的性命 牙蹦半个不字 我就掀翻了你的山场 平了你的洞府 那些小妖 闻得此言 慌忙即转身个龟洞里 关了两扇石门 到里边来报 大王 获释了 却说那怪子把三藏拿到洞中 选包了衣服 四马全体捆在后院里 这小妖打干净水刷洗 要上龙征吃礼 急听的报声或事 且不刷洗 便来前庭上问 有何或事 小妖道 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带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 在门前要什么唐僧师父里 但若牙蹦半个不字 就要先翻山场 平洞府 魔王微微冷笑道 这是孙行者与猪八戒 他却也会寻礼 我拿他师父 自半山中到此 有百五十里 却怎么就寻上门来 叫 小的们把管车的推出车去 那一般几个小妖 推出五辆小车而来 开了前门 八戒望见道 哥哥 这妖精想是怕我们 推出车子往那乡搬离 行者道 不是 且看他放在那里 只见那小妖将车子按进 木 水 火 吐安下 这五个看着 五个进去通报 那魔王问 停荡了 答应 停荡了 叫 取过枪来 有那一伙管兵器的小妖 这两个抬出一杆杖八长的火尖枪 地与妖王 妖王轮枪拽步 也无什么盔甲 只是腰间竖一条锦绣战裙 赤着脚走出门前 行者与八戒抬头观看 弹见那怪物 面如腹粉三分白 纯若图诸一表才 遍碗青云七电染 没分心悦四刀才 战群巧袖盘龙凤 行比哪吒更富胎 双手戳枪微凛冽 降光护体出门来 根声响若春雷吼 抱眼明如彻点怪 要使此魔真姓氏 明阳千古换红海 那红孩怪 出的门来高呼道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行者进前笑道 我贤侄 莫弄虚头 你今早在山路旁 高调在松树烧头 是那般一个受窃窃的黄病孩 哄了我师父 我倒好意拖着你 你就弄风 把我师父射将来 你如今又弄这个样子 我岂不认得你 趁早送出我师父 不要白了面皮 使了亲情 恐你令尊之道 怪我老孙一长七幼 不像模样 那怪文言 心中大怒 多得一声喝道 那破猴头 我与你有甚亲情 你在这里满口胡柴 绰甚生惊儿 那个是你贤知 行者道 哥哥 是你也不晓得 当年我与你令尊座弟兄时 你还不知在那里里 那怪道 这猴子一发胡说 你是那里人 我是那里人 怎么得与我父亲做兄弟 行者道 你是不知 我乃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也 我当初未闹天宫时 便有海角天涯 四大不周 无方不倒 那十节专母豪杰 你令尊叫做牛魔王 称为平天大圣 与我老孙结为七弟兄 让他做了大哥 还有个焦魔王 称为富海大圣 做了二哥 又有个大鹏魔王 称为混天大圣 做了三哥 又有个狮王 称为宜山大圣 做了四哥 又有个弥猴王 称为通风大圣 做了五哥 又有个荣王 称为屈神大圣 做了六哥 唯有老孙身小 称为齐天大圣 排行第七 我老弟兄们 那十节耍子时 还不曾生你礼 那怪物文言 那礼肯信 举起火尖枪九次 行者正是那会家不忙 又使了一个身法 闪过枪头 轮起铁棒骂道 你这小畜生 不识高低 看官 那妖精也使身法 让过铁棒道 破狐孙 不达实物 看家 他两个也不论亲情 一起变脸 各使神通 跳在云端里 好杀 行者名声 大魔王手段强 一个横举金箍棒 一个直挺火尖枪 土物遮三界 喷云照四方 一天杀气凶声吼 日月星辰不见光 语言无训让 情意两乖章 那一个七心十里义 这一个变脸梅刚长 棒架微风长 枪来也性狂 一个是混元真大圣 一个是正果善才狼 二人努力争强胜 只为唐僧拜法王 那妖魔与孙大圣战金二十和 不分胜败 猪八戒在旁边看得明白 妖精虽不败阵 却只是遮拦阁架 全无公杀之能 行者纵不赢他 棒法精强 来往只在那妖精头上 不离了左右 八戒暗想到 不好啊 行者溜洒 一时间丢个破绽 哄那妖魔钻进来 一铁棒打倒 就没了我的功劳 你看他抖擞精神 举着九尺把 在空里 望妖精劈头救助 那怪见了心惊 急拖枪败下阵来 行者喝叫八戒 赶上 赶上 二人赶到他洞门前 只见妖精一只手 举着火尖枪 站在那中间 一辆小车而上 一只手捏着拳头 往自家鼻子上 垂了两拳 八戒笑道 这丝放赖不休 你好到垂破鼻子 躺出些血来 茶红了脸 往那里告我们去耶 那妖魔垂了两拳 念个咒语 口里喷出火来 鼻子里浓烟蹦出 眨眨眼火焰其声 那五辆车子上 火光涌出 连喷了几口 只见那红艳艳 大火烧空 把一座火云洞 被那烟火弥漫 真个是旱天赤地 八戒慌了道 哥哥 不停当 这一钻在火里 默想地活 把老猪 弄作个烧熟的 加上香料 尽他受用力 快走 快走 说声走 他也不顾行者 跑过剑去了 这行者神通广大 捏着壁火绝 撞入火中 寻那妖怪 那妖怪 见行者来 又吐上几口 那火比钱更盛 好火 炎炎烈烈迎空辽 赫赫微微遍地红 却似火轮飞上下 犹如探谢五西东 这火不是碎人钻木 又不是老子炮丹 非天火 非野火 乃是妖魔修炼成真三昧火 五亮车儿和五行 五行生化火兼成 干木能生心火旺 心火至令皮土平 皮土生津津化水 水能生木彻通灵 生生化化 皆因火 火便长空万物容 妖邪久悟呼三昧 涌震西方低鸣 行者 被他烟火飞腾 不能寻怪 看不见他洞门前路径 抽身跳出火中 那妖精在门守 看得明白 他见行者走了 却才收了火炬 率群妖 转于洞内 闭了石门 以为得胜 这小的排焰奏乐 欢笑不提 却说行者 跳过枯松剑 暗下云头 只听得八戒 与沙僧朗朗的 在松肩讲话 行者上前喝八戒道 你这呆子 全无人气 你就惧怕 妖火 败走逃生 却把老孙丢下 早是我有些南北里 八戒笑道 哥呀 你被那妖精说着了 果然不达石物 古人云 石的石物者 忽为俊杰 那妖精不与你亲 你强要认亲 既与你赌道 放出那般无情的火来 又不走 还要与他练战礼 行者道 那怪物的手段 比我何如 八戒道 不计 枪法比我何如 八戒道 也不计 老猪见他撑吃不住 却来住你一把 不欺他不识耍 就败下阵来 没天理 就放火了 行者道 正是你不该来 我在与他斗几何 我取巧而捞他一棒 却不是好 他两个只管论 那妖精的手段 讲那妖精的火毒 沙河上以着松根 笑的 行者看见道 兄弟 你笑怎么 你好到有肾手段 擒得那妖魔 破得那火战 这桩事也是大家有益的事 常言道 众毛传求 你若拿的妖魔 救了师父 也是你的一件大功绩 沙僧道 我也没甚手段 也不能降妖 我笑你两个都着了盲眼 行者道 我怎么着盲 沙僧道 那妖精手段不如你 枪法不如你 只是多了些伙事 故不能取胜 若一小弟说 以相生相克拿他 有甚难处 行者闻言 呵呵笑道 兄弟说得有理 果然我们着盲了 忘了这事 若以相生相克之理论之 须是以水克火 却往那里寻些水来 泼灭这妖火 可不救了师父 沙僧道 正是这般 不必迟疑 行者道 你两个只在此间 莫与他所战 带老孙去东阳大海 求借龙兵 将些水来 破溪妖火 捉着泼怪 八戒道 哥哥放心前去 我等理会的 好大圣 纵云离此地 请客到东阳 却也无心看完海景 使个逼水法 分开波浪 正行时 见一个寻海夜叉相撞 看见是孙大圣 急回到水晶宫里 抱之那老龙王 敖广 急帅龙子 龙孙 虾兵 谢族 一起出门迎接 请里面坐 坐定礼毕 告茶 行者道 不劳茶 有一事相反 我因师父唐僧 往西天拜佛取经 经过浩山枯松 见火云洞 有个红孩妖精 浩圣英大王 把我师父拿了去 是老孙寻到洞边 与他交战 他却放出火来 我们禁不得他 想着水能克火 特来向你求些水去 与我下场大雨 泼灭了妖火 就唐僧一难 那龙王道 大圣拆来 若要求取水 不该来问我 行者道 你是四海龙王 主思雨则 不来问你 却去问谁 龙王道 我虽思雨 不敢善专 须得玉帝旨意 吩咐在那地方 要几尺几寸 甚么时辰起注 还要三观举笔 太乙遗文 会令了雷公 殿母 风波 云童 苏语云 龙无云 而不行礼 行者道 我也不用着风云雷电 只是要些雨水灭火 龙王道 大圣不用风云雷电 但我一人也不能助力 周涉地们同助大圣 义功如何 行者道 令地何在 龙王道 南海龙王敖亲 北海龙王敖润 西海龙王敖顺 行者笑道 我若再游过三海 不如上界去求玉帝旨意了 龙王道 不消大圣去 指我这里撞动铁骨 今中他自请客而至 行者温其言道 老龙王 快撞忠骨 须遇间 三海龙王雍智 问 大哥 有何是命地的 敖广道 孙大圣在这里 借语助力降妖 三弟即引进剑壁 行者备言借水之事 众神各个欢从 几点请 鲨鱼骁勇为前部 互吃口大做先锋 李元帅翻波跳浪 提督土喷风 清太尉为东方打哨 伯都斯西路崔征 红颜马郎南面武 黑甲将军北下冲 把总中军掌号 五方兵处处英雄 纵横及巧缘疏密 妙算玄威归相公 有某有智陀丞相 多便多能憋总容 横行谢氏轮长剑 直跳虾婆扯阴弓 年外郎查明文部 点龙兵出离波中 有诗为证 诗悦 四海龙王喜助攻 齐天大圣请相从 只因三藏途中南 借水前来灭火红 那行者领着龙兵 不多时 早到昊山枯松剑上 行者道 熬氏昆玉 有樊远部 此间乃妖魔之处 汝等且停于空中 不要出头露面 让老孙与他赌斗 若赢了他 不需列位捉拿 若疏与他 也不用列位助阵 只是他但放火时 可听我呼唤 一起喷雨 龙王拒如号令 行者却按云头 入松林里见了八戒 沙僧叫声兄弟 八戒道 个个来得快啊 可曾请的龙王来 行者道 聚来了 你两个切须仔细 只怕雨大 漠视了行礼 带老孙与他打去 沙僧道 师兄放心前去 我等聚礼会得了 行者跳过剑 到了门首 叫声开门 那些小妖又去报道 孙行者又来了 红海仰面笑道 那猴子想是火中 不曾烧了他 故此又来 这一来切莫饶他 断然烧个皮胶肉烂才罢 急纵身 挺着长枪 叫小的们 推出火车子来 他出门前对行者道 你又来怎的 行者道 还我师父来 那怪道 你这猴头 推不通便 那唐僧与你做的师父 也与我做的暗酒 你还思量要塌里 莫想 莫想 行者文言十分恼怒 彻金孤棒 劈头就打 那妖精石火尖枪 极价相迎 这一场赌斗 比钱不同 好杀 怒发泼妖魔 脑脊猴亡将 这一个专就取经僧 那一个要赤唐三藏 心便没亲情 情书无意让 这个恨不得捉住活包皮 那个恨不得拿来升战将 真个推英雄 果然多猛壮 棒来枪架赌输赢 枪去棒赢上下 举手相轮二十回 两家本是一般样 那妖王与行者 战经二十回合 见得不能取胜 虚晃一枪 急抽身 捏着拳套 又将鼻子捶了两下 却就喷出火来 那门前车子上 烟火蹦起 口眼中 赤眼飞腾 孙大圣回头叫道 龙王何在 那龙王兄弟 率中水族 望妖镜火光里 喷下雨来 后雨 真个是 潇潇洒洒 秘密沉沉 潇潇洒洒 如天边坠落星辰 秘密沉沉 似海口道悬浪滚 其出石如泉大小 此后来瓮坡盆青 满地交流鸭顶绿 高山洗出佛头青 沟壑水飞千丈语 剑拳波涨万条银 三叉路口看看满 九屈西中渐渐平 这个是唐僧 有难神龙柱 扳倒天河往下清 那雨从从大小 莫能止息那妖精的火势 原来龙王思雨 只好泼的反火 妖精的三昧真火 如何泼的 好一寺火上浇油 越泼越灼 大圣道 等我碾着绝 钻入火中 轮铁棒寻妖要打 那妖见他来到 将一口烟 劈脸喷来 行者急回头 吵得眼花雀乱 忍不住泪落如雨 原来这大圣不怕火 只怕烟 当年因大闹天宫时 被老君放在八卦炉中 断过一番 他幸在那迅味安身 不曾烧坏 只是风角的烟来 把他炒作火眼金睛 故至今只是怕烟 那妖又喷一口 行者荡不得 纵云头走了 那妖王却又收了火炬 回归洞府 这大圣一身烟火 泡澡难尽 镜头于溅水内救火 怎知被冷水一逼 弄得火气攻心 三魂出射 可怜气赛 胸膛侯舌冷 魂飞魄散丧残生 慌得那四海龙王 在半空里 收了雨泽 高声大叫 天鹏元帅 卷帘将军 休在林中藏饮 且寻你师兄出来 八戒与沙僧 听得呼他圣号 急忙解了马 跳着淡奔出林来 也不顾泥泞 瞬间边找寻 只见那上溜头 翻波滚浪 急流中躺下一个人来 沙僧剑 连衣跳下水中 抱上岸来 却是孙大圣身躯 逼 你看他全 四肢深不得 浑身上下冷如冰 沙和尚满眼垂泪道 师兄 可惜了你 一万年不老长生客 如今化作个中途短命人 八戒笑道 兄弟莫哭 这猴子推养死 下我们里 你摸他摸 胸前还有一点热气没有 沙僧道 浑身都冷了 就有一点热气 怎的就得回升 八戒道 他有七十二般变化 就有七十二条性命 你扯着脚 等我摆布他 真哥那沙僧扯着脚 八戒扶着头 把他拽个直 推上脚来 盘膝坐定 八戒将两手搓热 捂住他的蹊跷 使一个按摩缠法 原来那行者被冷水逼了 弃足丹田 不能出声 却幸得八戒按摩柔擦 须于剑气透三观 转明堂 冲开孔翘 叫了一声 师父贺 沙僧道 哥呀 你生为师父 死也还在口里 且苏醒 我们在这里里 行者睁开眼道 兄弟们在这里 老孙吃了亏眼 八戒笑道 你才子发昏的 若不是老猪救你呀 已此了仗了 还不屑我礼 行者却才起身 仰面道 敖世弟兄何在 那四海龙王在半空中答应道 小龙在此伺候 行者道 累你远劳 不曾承得公果 且请回去 改日再谢 龙王率水族 泱泱而回 不在话下 沙僧掺着行者 一同到松林之下坐定 少时间却定神顺气 止不住泪滴塞便 又叫师父啊 一夕当年出大堂 眼前救我脱灾殃 三山六水遭魔障 万苦千辛割寸长 脱拨朝餐随厚薄 参禅目宿或林庄 一心指望成功果 今日安之痛受伤 沙僧道 哥哥且休烦恼 我们早安计策 去那里请兵助力 搭救师父业 行者道 那里请救吗 沙僧道 当初菩萨吩咐 这我等保护唐僧 他曾许我们叫天天应 叫地的应 那里请就去 行者道 想老孙大闹天宫时 那些神兵都禁不得我 这要精神通不小 须是比老孙手段大些的 才降得塌里 天神不济 地煞不能 若要拿此妖魔 须是去请观音菩萨才好 奈何我皮肉酸麻 腰膝疼痛 架不起金斗云 怎生请得 八戒道 有甚话吩咐 等我去请 行者笑道 也罢 你是去得 若见了菩萨 切修仰视 只可低头礼拜 等他问时 你却将地名 妖明朔与他 再请就师父这事 他若肯来 定取勤了怪物 八戒文言 即便架了云雾 向南而去 却说那个妖王 在洞里欢喜道 小的们 孙行者吃了亏去了 这一阵虽不得他死 好到也发个大婚 咦 只怕他又请救兵来也 快开门 等我去看他请谁 中妖开了门 妖精就跳在空里观看 只见八戒往南去了 妖精想着 南边在无他处 断然是请观音菩萨 急暗下云 叫 小的们 把我拿皮带寻出来 多事不用 只恐口声不老 与我换上一条 放在二门之下 等我去把八戒 转江回来 庄于带内 争得稀烂 犒劳你们 原来那妖精 有一个如意的皮带 众小妖拿出来 换了口声 安于洞门内不提 却说那妖王 久居于此 据是熟游之地 他晓得 那条路上南海去近 那条去远 他从那近路上 一架云头 赶过了八戒 端坐在碧炎之上 变作一个假观世音模样 等候着八戒 那呆子正纵云行处 忽然望见菩萨 他那里识得真假 这才是见相做佛 呆子听云下拜道 菩萨 弟子诸物能叩头 妖精道 你不保唐僧去取经 却见我有何事干 八戒道 弟子因与师父行至中途 遇着浩山枯松 见火云洞 有个红孩妖精 他把我师父射了去 是弟子与师兄等 寻上他门 与他交战 他原来会放火 头一阵 不曾得营 第二阵 请龙王助雨 也不能灭火 师兄被他烧坏了 不能行动 这弟子来请菩萨 万望垂慈 救我师父一难 妖精道 那火云洞洞主 不是个伤生的 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也 八戒道 我不曾冲撞他 是师兄悟空冲撞他的 他变作一个小孩子 吊在树上是我师父 师父甚有善心 教我解下来 逐师兄驮胎一程 是师兄灌了他一贯 他就弄疯 把师父射去了 妖精道 你起来 跟我进那洞里 见洞主 与你说个人情 你赔一个礼 把你师父讨出来 吧 八戒道 菩萨呀 若肯还我师父 就磕他一个头也罢 妖王道 你跟来 那呆子不知好歹 就跟着他 静回旧路 却不向南洋海 随附火云门 请客间到了门首 妖精进去道 你修一计 她是我的故人 你进来 袋子只得举步入门 中妖一起呐喊 将八戒捉到 庄于袋内 竖紧了口绳 高吊在驼梁之上 妖精献了本相 坐在当中道 诸八戒 你有什么手段 就敢保唐僧取经 就敢请菩萨降我 你大睁着两个眼 还不认得 我是圣鹰大王李 如今拿你 调的三五日 征熟了赏赐 小妖犬为暗酒 八戒听言 在里面骂道 扑怪物 十分无礼 若论你百计千方 骗了我吃 管叫你一个个 遭肿头添温 呆子骂了又骂 嚷了又嚷 不提 却说孙大圣 与沙僧正坐 只见一阵兴风 刮冕而过 他就打了一个喷嚏道 不好 不好 这阵风 凶多吉少 像是猪八戒 走错路也 沙僧道 他错了路 不会问人 行者道 想必撞见妖精了 沙僧道 撞见妖精 他不会跑回 行者道 不停当 你坐在这里看守 等我跑过剑去 打听打听 沙僧道 师兄腰疼 只恐诱着他手 等小弟去罢 行者道 你不计事 还让我去 好行者 咬着牙 忍着疼 撵着铁棒 走过剑 到那火云洞前叫声 颇怪 那把门的小妖 又急入礼报 孙行者又在门首叫 那妖王传令叫拿 那火小妖 枪刀簇拥 齐声大喊 急开门 兜道 拿住 拿住 行者果然疲倦 不敢响应 将身钻在路旁 念个咒语叫 便 即便做一个 销金包袱 小妖看见报道 大王 孙行者怕了 只见说一声拿字 慌得把包袱丢下 走了 妖王笑道 那包袱 也无什么值钱之物 左右 是河上的破扁衫 就帽子 背进来 拆洗做补衬 一个小妖果 将包袱背进 不知是行者变的 行者道 好了 这个销金包袱 背着了 那妖精不以为是丢在门内 好行者 甲中又甲 须里还须 急把一根毫毛 吹口仙气 便做个包袱一样 他的真身 却又变做一个苍蝇 钉在门书上 只听得八戒 在那里哼里哼的 声音不清 却似一个温珠 行者应得飞了去寻食 原来他吊在皮带里也 行者定在皮带 又听得他恶言恶语骂道 妖怪长 妖怪短 你怎么假便做个观音菩萨 哄我回来 吊我在此 还说要吃我 有一日我师兄 大展其天无量法 满山泼怪灯事情 解开皮带放我出 助你千把方衬线 行者文言暗笑道 这呆子 虽然在这里面受闷气 却还不到了骑枪 老孙一定要拿了此怪 若不如此 怎生血恨 正欲设法拯救八戒出来 只听那妖王教导 六剑将何在 十有六个小妖 是他知己的精灵 封为剑将 都有名字 一个叫做云里雾 一个叫做物里云 一个叫做吉如火 一个叫做快如风 一个叫做姓鸿仙 一个叫做仙鸿杏 六剑将上前跪下 妖王道 你们认得老大王家吗 六剑将道 认得 妖王道 你与我星夜 去请老大王来 说我这里 捉唐僧 争与他吃 寿言千计 六怪领命 一个个撕脱撕扯 竟出门去了 行者应的一声 飞下带来 跟定那六怪 躲离洞中 毕竟不知怎地请来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大圣殷勤拜南海 观音慈善赴红海 话说那六剑将出洞门 竟往西南上一路而走 行者心中暗想道 他要请老大王 吃我师父 老大王断是牛魔王 我老孙当年与他相会 真各一和情投 交由甚后 至如今我归正道 他还是邪魔 虽则久别 还记得他模样 且等老孙变作牛魔王 哄他一哄 看是何如 好行者 躲离了六个小妖 展开赤飞向前面 离小妖有十数里远近 摇身一变 便做个牛魔王 拔下几根毫毛 脚变 即变作几个小妖 在那山凹里 驾鹰千拳 大弩张弓 冲作打围的样子 等候那六剑将 那一伙斯托斯扯 正行时 忽然看见牛魔王坐在中间 慌得姓鸿仙 仙鸿星扑地跪下道 老大王爷爷在这里也 那云礼物 雾礼云 急如火 快如风 都是肉眼凡胎 那里认得真假 也就一同跪道 磕头道 爷爷 小的们是火云洞圣英大王处差来 请老大王爷爷去吃唐僧肉 寿言千计礼 行者借口答道 孩儿们起来 同我回家去 换了衣服来也 小妖叩头道 望爷爷方便 不销毁腐坝 路程遥远 恐我大王见责 小的们就此请行 行者笑道 好乖儿女 也罢 也罢 向前开路 我和你去来 六怪斗走精神 向前喝路 大圣随后而来 不多时 早到了本处 快如风 急如火 撞进洞里 报 大王 老大王爷爷来了 妖王欢喜道 你们却忠用 这等来得快 即便叫 各路头目 摆队伍 开起鼓 迎接老大王爷爷 满洞群妖 遵依指令 齐齐整整百疆出去 这行者昂昂烈烈 挺着胸脯 把身子抖了一抖 却将那架 鹰犬的豪毛 都收回身上 拽开大步 径走入门里 坐在南面当中 红孩儿当面跪下 朝上叩头道 父王 孩儿拜一 行者道 孩儿免礼 那妖王四大白白臂 立于下手 行者道 我儿 请我来有何事 妖王攻身道 孩儿不踩 昨日获得义人 乃东土大唐和尚 常听的人讲 他是一个实事修行之人 有人吃他一块肉 寿似鹏银不老先 于南不敢自食 特警父王 同享唐僧之肉 寿言千计 行者文言 打了个诗经道 我儿 是那个唐僧 妖王道 是往西天取经的人也 行者道 我儿 可是孙行者师父吗 妖王道 正是 行者白手摇头道 莫惹他 莫惹他 别的还好惹 孙行者是那样人里 我贤狼 你不曾会他 那猴子神通广大 变化多端 他曾大闹天宫 与皇上帝拆十万天兵 布下天罗地网 也不曾捉的他 你怎么敢吃他师父 快早送出去还他 不要惹那猴子 他若打听着你 吃了他师父 他也不来和你打 他只把那金箍棒 往山腰里 说个窟窿 连山都拘了去 我儿 弄得你何处安身 教我倚靠何人养老 妖王道 父王说那里话 长他人稚气 灭孩儿的威风 那孙行者 共有兄弟三人 领唐僧在我半山之中 被我使个变化 将他师父射来 他与那猪八戒 当时寻到我的门前 讲什么攀亲脱熟之言 被我怒发冲天 与他交战几何 也只如此 不见什么高作 那猪八戒自协里 就来助战 是孩儿吐出三妹真火 把他烧败了一阵 慌得他去请四海龙王助语 又不能灭得我三妹真火 被我烧了一个小发昏 连忙着猪八戒 去请南海观音菩萨 是我假辩观音 把猪八戒转来 剑吊在如意带中 也要争他与众小的们吃礼 那行者今早又来 我的门首吆喝 我传令交拿他 慌得他把包袱都丢下 走了 却才去请父王 来看看唐僧活像 方可争与你吃 严寿长生不劳也 行者笑道 我贤狼啊 你只知有三妹火赢得他 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力 妖王道 凭他怎么变化 我也认得 让他绝不敢进我门来 行者道 我儿 你虽然认得他 他却不变大的 如狼亢大象 恐尽不得你们 他若变作小的 你却难认 妖王道 凭他变身小的 我这里每一层门上 有四五个小妖把手 他怎生的入 行者道 你是不知 他会变苍蝇 蚊子 隔 或是蜜蜂 蝴蝶 并交疗虫等象 又会变我模样 你去那里认的 妖王道 物虑 他就是铁胆童心 也不敢进我门来也 行者道 既如此说 贤狼甚有手段 食事敌的他过 方来请我吃唐僧的肉 奈何 我今日还不吃礼 妖王道 如何不吃 行者道 我近来年老 你母亲常劝我做些善事 我想无甚做善 且吃些斋戒 妖王道 不知父王是长斋 是月斋 行者道 也不是长斋 也不是月斋 换作雷斋 每月只该四日 妖王问 是那四日 行者道 三心逢出六 今朝是心有日 一则荡斋 二来有不惠客 且等明日 我去亲自刷洗争他 与儿等同享罢 那妖王闻言 心中暗想道 我父王平日吃人为生 今活够有一千余岁 怎么如今又吃起斋来了 想当初作恶多端 这三四日斋戒 那里就击得过来 此言有假 可疑 可疑 急抽身走出二门之下 叫六剑将来问 你们老大王是那里请来的 小妖道 是半路请来的 妖王道 我说你们来得快 不曾到家吗 小妖道 是不曾到家 妖王道 不好了 着了他假眼 这不是老大王 小妖一起跪下道 大王 自家父亲也认不得 妖王道 观其形容动静都像 只是言语不像 只怕着了他架 吃了人亏 你们都要仔细 会使刀的 刀要出鞘 会使枪的 枪要磨鸣 会使棍的 使棍 会使绳的 使绳 待我再去问他 看他言语如何 如果是老大王 莫说今日不吃 明日不吃 便持个月何妨 假若言语不对 只听我哽的一声 就一起下手 群魔各个领命气 这妖王 复转身到于里面 对行者当面又拜 行者道 孩儿 家无常理 不须拜 但有甚话 只管说来 妖王 浮于地下道 于南一则 请来奉献 唐僧之肉 二来有句话上请 我前日闲行 驾祥光 直至九霄空内 呼逢着祖庭 道灵张先生 行者道 可是坐天师的 张道灵吗 妖王道 正是 行者问曰 有甚话说 妖王道 他见孩儿生的 五官周正 三庭平等 他问我是几年 那月 那日 那时出世 而阴年又 记得不真 先生此凭经熟 要与我推看五星 今请父王 正欲问此 倘或下次再得会他 好烦他推算 行者闻言 坐在上面暗笑道 好妖怪啊 老孙自归佛果 宝堂师父 一路上也捉了几个妖精 不似这四颗包 他问我 什么家长里短 少米无柴的话说 我也好信口捏弄打他 他如今问我生年月日 我却怎么知道 好猴王 也十分乖巧 微微端坐中间 也无一些聚色 面上烦喜盈盈地笑道 贤郎请起 我一年老 连日有事不遂心怀 把你生识过偶然忘了 且等到明日回家 问你母亲便知 妖王道 父王把我八个字 时常不理口论说 说我有同天不老之寿 怎么今日一旦忘了 岂有此理 必是假的 跟得一声 群妖枪刀簇拥 忘形者眉头眉脸地扎来 这大圣使今孤棒架住了 献出本相 对妖精道 贤郎 你却没理 那里儿子好打爷的 那妖王满面羞残 不敢回事 行者化金光 走出他的洞府 小妖道 大王 孙行者走了 妖王道 罢 罢 罢 让他走了罢 我吃他这一场亏也 且关了门 莫与他打话 只来刷洗唐僧 争斥便罢 却说那行者牵着铁棒 呵呵大笑 自见那边而来 沙僧听见 急出临迎着道 哥呀 这半日方回 如何这等沈孝 想救出师父来也 行者道 兄弟 虽不曾救得师父 老孙却得个上风来了 沙僧道 什么上风 行者道 原来猪八戒 被那怪甲便观音哄将回来 掉于皮带之内 我欲设法救援 不欺他这什么六箭 将去请老大王来吃尸腹肉 是老孙想着 他老大王必是牛魔王 就变了他的模样 冲将进去坐在中间 他叫父王 我就应他 他便叩头 我就直受 着实快活 果然得了上风 沙僧道 哥呀 你便图这般小便宜 恐师父性命难保 行者道 不虚虑 等我去请菩萨来 沙僧道 你还腰疼里 行者道 我不疼了 古人云 人逢喜事精神爽 你看着行李 马匹 等我去 沙僧道 你治下愁了 恐他害我师父 你需快去快来 行者道 我来得快 只削顿饭时 就回来已 好大圣 说话间躲离了沙僧 纵金抖云 镜头南海 在那半空里 那削半个时辰 望见普陀山景 须于 按下云头 直至洛家崖上 端速正行 只见二十四路 诸天迎着道 大圣 那里去 行者坐礼壁 道 要见菩萨 诸天道 少庭 荣通报 时有鬼子母诸天来 朝阴洞外报道 菩萨得知 孙悟空特来参见 菩萨闻报 急命进去 大圣脸衣归命 捉定步 进入里边 见菩萨导身下拜 菩萨道 悟空 你不领金蝉子西方求经去 却来此何干 行者道 上告菩萨 弟子保护唐僧前行 至一方 乃昊山枯松 见火云洞 有一个红孩妖精 换作圣婴大王 把我师父射去 是弟子与祝能等 寻至门前 与他交战 他放出三昧火来 我等不能取圣 就不出师父 急上东洋大海 请到四海龙王 施雨水 又不能胜 或把弟子都熏坏了 几乎丧了残生 菩萨道 既他是三昧火神通广大 怎么去请龙王 不来请我 行者道 本欲来的 只是弟子被烟熏了 不能嫁云 却叫猪八戒来请菩萨 菩萨道 物能不曾来呀 行者道 正是 未曾道德宝山 被那妖精甲 变作菩萨模样 把猪八戒 又转人洞中 陷掉在一个皮带里 也要争吃力 菩萨听说 心中大怒道 那扑腰 敢变我的模样 恨了一声 将手中 宝珠敬平 往海星里扑得一贯 唬得那行者 毛骨悚然 急起身 势力下面 道 这菩萨火性不退 好是怪老孙说的话不好 坏了他的德行 就把镜瓶灌了 可惜 可惜 早知送了我老孙 却不是一件大人事 说不了 只见那海当中 翻波跳浪 钻出个瓶来 原来是一个怪物 拖着出来 行者仔细看那 拖瓶的怪物 怎生模样 根源出处号邦尼 水底增光独显微 试隐能知天地性 安藏偏小鬼神机 藏身一缩无头尾 斩足能行快似飞 文王画挂增元补 长纳亭台半幅系 云龙透出千斑翘 耗水推波把浪吹 条条金线穿成甲 点点装成彩带帽 九宫八卦袍披定 散碎铺遮缕灿衣 生前好永龙王姓 死后还托佛祖碑 要知此物名何姓 兴风作浪恶无归 纳龟拖着镜瓶 爬上崖边 对菩萨点头二十四点 圈为二十四百 行者见了暗笑道 原来是看瓶的 想是不见瓶 就问他要 菩萨道 悟空 你在下面说甚吗 行者道 没说甚吗 菩萨交拿上瓶来 这行者急去拿瓶 以 莫想拿得他动 好便似蜻蜓汉石柱 怎生摇得半分毫 行者上前跪下道 菩萨 弟子拿不动 菩萨道 你这猴头 只会说嘴 瓶你也拿不动 怎么去降妖富怪 行者道 不瞒菩萨说 平日拿得动 今日拿不动 想是吃了妖精亏 尽力弱了 菩萨道 常识是个空瓶 如今是净瓶抛下海去 这一时间 转过了三江五湖 八海四渡 西元潭洞之间 共建了一海水在里面 你那里有架海的金量 此所以拿不动也 行者和长道 是弟子不知 那菩萨走上前 将右手轻轻地提起镜瓶 拖在左手掌上 只见那龟点点头 钻下水去了 行者道 原来是个养家看瓶的笨货 菩萨作定道 悟空 我这瓶中 我这瓶中甘露水浆 比那龙王的私语不同 能灭那妖精的三昧火 带药与你拿了去 你却拿不动 带药这善财 龙女与你同去 你却又不是好心 专意只会骗人 你见我这龙女貌美 竟凭又是个宝物 你假若骗了去 却那有功夫又来寻你 你须是留些什么东西作当 行者道 可怜 菩萨这等多心 我弟子自禀沙门 一向不干那样事了 你教我留些当头 却将何物 我身上这件棉布直多 还是你老人家赐的 这条虎皮裙子 能值几个铜钱 这根铁棒 早晚却要护身 但只是头上这个孤 是个金的 却又被你弄了个方法 长在我头上 取不下来 你竟要当头 情愿将此为当 你念个松姑咒 将此除去罢 不然将何物为当 菩萨道 你好自在啊 我也不要你的衣服 铁棒 金姑 只将你那脑后 救命的毫毛把 一根与我作当罢 行者道 这毫毛也是你老人家 与我的 但恐拔下一根 就拆破裙了 又不能救我性命 菩萨骂道 你这猴子 你便一毛也不拔 教我这善财也难舍 行者笑道 菩萨 你却也多疑 正是不看僧面 看佛面 千万救我师父一难罢 那菩萨 逍遥欣喜下连台 云不相飘上施雅 只为圣僧遭障碍 要降妖怪救回来 孙大圣十分欢喜 请观音出了朝音仙动 诸天大神都列在普陀岩上 菩萨道 悟空 过海 行者恭身道 请菩萨先行 菩萨道 你先过去 行者磕头道 弟子不敢在菩萨面前施展 若驾金斗云啊 先露身体 恐菩萨怪我不静 菩萨闻言 急着善财龙女去莲花池里 披一半莲花 放在石岩下边水上 叫行者 你上那莲花瓣 我渡你过海 行者见了道 菩萨 这花瓣 又轻又薄 如何在的我起 这一翻跌下水去 却布施了虎皮裙 走了消 天冷怎穿 菩萨喝道 你且上去看 行者不敢推辞 舍命往上跳 果然先见清晓 道上面比海船还大三分 行者欢喜道 菩萨 在的我了 菩萨道 既在的 如何不过去 行者道 又没个高 讲 鹏 为 怎生的过 菩萨道 不用 只把他一口气 吹开西龙 又着实一口气 吹过南洋苦海 得登彼岸 行者 却讲 实地 笑道 这菩萨 卖弄神通 把老孙这等呼来喝去 全部费力也 那菩萨吩咐盖中诸天各首仙境 逐善才龙女 闭了洞门 他却纵 他却纵 躲离 普陀岩 到那边叫 慧岸何在 慧岸乃托塔里天王第二个太子 苏名穆叉士也 乃菩萨亲传授的徒弟 不理左右 称为护法 慧岸行者 即对菩萨和长伺候 菩萨道 你快上戒去 见你父王 问他 戒天罡刀来一用 慧岸道 师父用着几何 菩萨道 全父都要 慧岸领命 即驾云头 进入南天门里 到云楼宫殿 见父王下拜 天王见了 问 而从何来 慧岸道 师父是孙悟空请来降妖 这儿拜上我王 将天罡刀戒了一用 天王急患哪吒 将刀取三十六把 地狱木叉 木叉对哪吒说 兄弟 你回去多拜上母亲 我是紧急 等送刀来再磕头吧 茫茫相别 暗落降光 静至南海 将刀棚与菩萨 菩萨接在手里 抛将去 念个咒语 只见那刀化作一座千叶连台 菩萨纵身上去 端坐在中间 行者在旁岸笑道 这菩萨绳实俭用 那莲花池里有五色宝莲台 舍不得坐将来 却又问别人去见 菩萨道 悟空 修言语 跟我来也 却才都架着云头 离了海上 白银歌展翅前飞 孙大圣与会暗随后 顷刻间 早见一座山头 行者道 这山就是号山了 从此出道那妖精门首 约莫有四百余里 菩萨闻言 急命驻下祥云 在那山头上念一声 喊自咒语 只见那山左山右 走出许多神鬼 却乃是本山土地众神 都到菩萨宝莲坐下磕头 菩萨道 如等巨末经章 我近来寝此魔王 你与我把这团围 打扫干净 要三百里远近地方 不许一个生灵在地 将那窝中小兽 窟内除虫 都送在巅峰之上安生 众神遵一而退 续间又来回复 菩萨道 既然干净 巨个回此 遂把镜屏扳倒 呼喇喇清出水来 就如雷响 真个事 漫过山头 冲开石壁 漫过山头如海事 冲开石壁似亡羊 黑雾掌天泉水气 苍波影日晃寒光 遍崖冲玉浪 满海长金脸 菩萨大斩祥魔法 秀中取出定身禅 画坐落嘉仙景界 真如南海一斑斑 秀朴挺出昙花嫩 香草疏开背夜仙 紫竹挤甘鹦鸥蝎 轻松竖簇 这孤轩 万蝶波涛连四野 指纹风喉水漫天 孙大圣见了 暗中赞叹道 果然是一个大慈大悲的菩萨 若老孙有此法力 将凭望山一道 管什么禽兽蛇重礼 菩萨叫悟空伸手过来 行者急忙脸秀 将左手伸出 菩萨把杨柳枝 占甘鹿 把他手心里 写一个谜字 教他 捏着拳头 快去与那妖精所战 许败不许胜 败将来我这跟前 我自有法力收他 行者领命 反云光 竟来至洞口 一只手使拳 一只手使棒 高叫道 妖怪开门 那些小妖又进去报道 孙行者又来了 妖王道 紧关了门 莫采他 行者叫道 好儿子 把老子赶在门外 还不开门 小妖又报道 孙行者骂出 那话来了 妖王只叫 莫采他 行者叫两次 箭不开门 心中大怒 举铁棒 将门一下打了一个窟窿 慌得那小妖 爹将进去道 孙行者打破门了 妖王剑爆几次 又听说打破前门 急纵身跳江出去 挺长枪 对行者骂道 这猴子 老大不识祈祷 我让你得些便宜 你还不识禁足 又来欺我 打破我门 你该个什么罪名 行者道 我儿 你敢老子出门 你该个什么罪名 那妖王羞怒 缠长枪 劈胸辩刺 这行者举铁棒 价格向还 一番搭上手 斗经四五个回合 行者捏着拳头 拖着棒 败将下来 那妖王立在山前道 我要刷洗唐僧去礼 行者道 好儿子 天看着你礼 你来 那妖精文言 欲加 称怒 喝一声 赶到面前 挺枪又刺 这行者 轮棒又站几何 败阵又走 那妖王骂道 猴子 你在前有二三十和的本事 你怎么如今 正斗时就要走了 何也 行者笑道 贤狼 老子怕你放火 妖精道 我不放火了 你上来 行者道 既不放火 走开些 好汉子 莫在家门前打人 那妖精不知是诈 真个举枪又敢 行者拖了棒 放了拳头 那妖王着了迷乱 知情追赶 前走得如流星过渡 后走得如弩剑离弦 不一时 望见那菩萨了 行者道 妖精 我怕你了 你饶我吧 你如今赶至南海 观音菩萨处 怎么还不回去 那妖王不信 咬着牙 只管赶来 行者将身一晃 藏在那菩萨的神光影里 这要经见没了行者 走进前 睁远眼 对菩萨道 你是孙行者 请来的救兵吗 菩萨不答应 妖王碾转长枪 贺道 多 你是孙行者 请来的救兵吗 菩萨也不答应 妖精望菩萨 披心赐一枪来 那菩萨化到金光 竟走上九霄空内 行者跟定道 菩萨 你好欺负我罢了 那妖精再三问你 你怎么推龙庄雅 不敢作声 被他一枪朔走了 却把那个连台都丢下也 菩萨只叫 莫言语 看他再要怎的 此时行者与目叉聚在空中 并肩同看 只见那妖呵呵冷笑道 泼猴头 错认了我也 他不知把我圣鹰当作个圣人 几番家战我不过 又去请个圣门农包菩萨来 却被我一枪 朔得无形无影去了 又把个宝莲台儿丢了 且等我上去坐坐 好妖精 他也学菩萨 盘手盘脚地坐在当中 行者看见道 好好好 莲花台儿好送人了 菩萨道 悟空 你又说甚吗 行者道 说甚 说甚 连台送了人了 那妖精坐放屯下 中部的你还要礼 菩萨道 正要他坐礼 行者道 他的身躯小巧 比你还坐得稳当 菩萨叫 莫言语 且看法力 他将杨柳枝往下指定 叫一声退 只见那莲台花彩巨舞 祥光尽散 原来那妖王坐在刀尖之上 急命木叉 是祥妖储 把刀饼打打去来 那木叉按下云头 将祥魔储 如筑墙一般 筑了有千百余下 那妖精 穿通两腿刀尖出 血流成汪皮肉开 好怪物 你看他咬着牙 忍着痛 且丢了长枪 用手将刀乱拔 行者却道 菩萨啊 那怪物不怕痛 还拔刀里 菩萨见了 患上木叉 且莫伤他生命 却又把杨柳枝锤下 念生鞍字咒语 那天纲刀都便坐倒须钩 狼牙一般 莫能退得 那妖精却踩荒了 搬着刀尖痛生苦告道 菩萨 我弟子有眼无珠 不使你广大法力 牵起锤子 饶我性命 再不敢施恶 愿入法门戒行也 菩萨闻言 却与二行者 白银歌 低下金光 到了妖精面前问道 你可受无戒行吗 妖王点头低泪道 若饶性命 愿受戒行 菩萨道 你可入我门吗 妖王道 果饶性命 愿入法门 菩萨道 既如此 我与你摩顶受戒 就袖中取出一把金剃头刀 进前去 把那怪分顶剃了几刀 剃作一个泰山鸭顶 与它留下三个顶搭 挽起三个窝角揪 行者在旁笑道 这妖精大晦气 弄得不男不女 不知像个什么东西 菩萨道 你金剂受我戒 我却也不慢你 称你做善财童子 如何 那妖点头受持 指望饶命 菩萨却用手一指 叫声退 撞得一声 天罡刀都脱落尘埃 那童子身躯不损 菩萨叫 慧安 你将刀送上天宫 还你父王 莫来接我 先到普陀岩 慧众诸天等候 那目差领命 送刀上戒 回海不提 却说那童子也信不定 见那腿腾处不腾 臀破处不破 头挖了三个咎 他走去戳起长枪 望菩萨道 那里有甚真法力想我 原来是个掩样术法 不受圣剑 看枪 望菩萨劈脸刺来 恨得个行者轮铁棒要打 菩萨指教 莫达 我自有诚挚 却又袖中 取出一个金姑而来道 这宝贝 原是我佛如来自我 往东土寻取 惊人的金 锦 锦三个姑 锦姑 先与你带了 锦姑 收了守山大神 这个金姑 未曾舍得与人 金官此怪无礼 与他罢 好菩萨 江姑迎风一晃 叫声变 即变作五个姑 望童子身上 抛了去 赫声着 一个套在他头顶上 两个套在他左右手上 两个套在他左右脚上 菩萨道 悟空 走开些 等我念念金姑而咒 行者慌了道 菩萨啊 请你来此降妖 如何去要咒我 菩萨道 这篇咒 不是金姑咒 咒你的 是金姑而咒 咒那童子的 行者却才放心 紧随左右 听得他念咒 菩萨念着诀 默默地念了几遍 那妖精 措耳揉腮 传体打滚 正是 一句能通遍沙界 广大无边法力身 毕竟不知那童子怎地皈依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黑河妖孽秦僧去 西洋龙子捉驼回 却说那菩萨念了几遍 却才住口 那妖精就不疼了 有正性起身看出 景象里与手足上都是金姑 勒得疼痛 便就除那姑时 莫想退得洞分毫 这宝贝 以此是剑肉生根 越抹越痛 行者笑道 我那乖乖 菩萨恐你养不大 与你带个景圈灼头里 那童子闻此言 又生烦恼 就此戳起腔来 望行者乱刺 行者极闪身 立在菩萨后面 叫念咒 念咒 那菩萨将杨柳汁 蘸了一点甘露 撒浆去 叫生河 只见他丢了枪 一双手和掌当胸 再也不能开放 至今留了一个观音钮 及此一眼 那童子开不得手 拿不得枪 方知是法力深微 没奈何 才那头下拜 菩萨念动真言 把静平七道 将那一海水 依然收去 更无半点存留 对行者道 悟空 这妖精已是降了 却只是野心不定 等我教他一步一拜 只拜到洛家山 方才收法 你如今快早去洞中 救你师父去来 行者转身叩头道 有劳菩萨远舍 弟子当诵一成 菩萨道 你不消诵 恐怕误了你师父性命 行者闻言 欢喜叩别 那妖精早归了正果 五十三参 参拜观音 且不提善菩萨收了筒子 却说那沙僧久坐临间 盼望行者不到 将行礼烧在马上 一只手执着降妖宝杖 一只手牵着缰绳 出松林向南观看 只见行者欣喜而来 沙僧迎着道 哥哥 你怎么去请菩萨 此时才来 教杀我也 行者道 你还做梦里 老孙仪请了菩萨 想了妖怪 行者却将菩萨的法力 被沉了一遍 沙僧十分欢喜道 救师父去也 他两个才跳过箭去 撞到门前 拴下马匹 举兵器 其打入洞里 绞尽了裙腰 解下皮带 放出八戒来 那呆子谢了行者道 哥哥 那妖精在那里 等我去助他几把 处处气来 行者道 且寻师父去 三人静至后边 只见师父赤条条 捆在院中枯里 沙僧连忙解绳 行者挤取衣服穿上 三人跪在面前道 师父吃苦了 三藏谢道 贤徒啊 多累你等 怎生祥的妖魔也 行者又将请菩萨 收童子之言 背沉一遍 三藏听得 急忙跪下朝南礼拜 行者道 不消谢他 转世我们与他作福 收了一个童子 如今说童子拜观音 五十三餐 三三见佛 及此事也 教沙僧 将洞内宝物收了 且寻米粮 安排斋饭 管呆了师父 那长老的性命 全亏孙大圣 去真经 只靠美侯经 师徒们出洞来 攀安上马 找大路 堵至头膝 行经一个多月 呼听得水声震耳 三藏大惊道 徒弟啊 又是那里水声 行者笑道 你这老师父 推也多疑 做不得和尚 我们一同四众 偏你听见什么水声 你把那多心经 又忘了也 唐僧道 多心经 乃浮屠山屋 朝禅师口寿 共五十四句 二百七十个字 我当时耳传 至今常念 你知我忘了那句 行者道 老师父 你忘了无言耳鼻舌身意 我等出家人 眼不适色 耳不听声 鼻不嗅香 舌不肠胃 身不知寒暑 意不存妄想 如此为之驱退六贼 你如今为囚经 念念在意 怕妖魔 不肯舍身 要摘吃 动舌 洗香甜 嗅鼻 闻声音 惊耳 赌事物 明谋 招来这六贼纷纷 怎生的西天见佛 三藏文言 漠然沉律道 徒弟喝 我 疑自当年别圣君 奔波昼夜甚殷勤 盲邪踏破山头雾 逐力冲开岭上云 叶静元提书可叹 月明秒造不堪文 何时满足三三行 得取如来妙法文 行者听弊 忍不住鼓掌大笑道 这师父原来只是思乡难惜 若要那三三行满 有何难在 常言道 公道 自然成礼 八戒回头道 哥呀 若赵一这般魔障胸高 就走上一千年也不得成功 沙僧道 二哥 你和我一般 捉口蹲塞 不要惹大哥惹擦 且只挨肩莫淡 终须有日成功也 师徒们正话间 脚走不停 马蹄正急 见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 马不能进 四众亭立岸边 仔细观看 但见哪 层层浓浪 叠叠浑波 层层浓浪翻无聊 叠叠浑波卷黑油 静观不照人身影 远望南巡树木行 滚滚一地墨 滔滔千里灰 水墨浮来如鸡探 浪花飘起四番美 牛羊不饮 鸭雀难飞 牛羊不饮咸身黑 鸭雀难飞怕渺迷 只是岸上炉 知节令 滩头花草 斗青起 湖泊江河天下有 西原则洞世间多 人生皆有相逢处 谁见西方黑水河 唐僧下马道 徒弟 这谁怎么如此浑黑 八戒道 是那家泼了电缸了 沙僧道 不然 是谁家洗笔艳里 行者道 你们且修湖菜乱到 且设法保师父过去 八戒道 这河若是老猪过去不难 或是架了云头 或是下河附水 不消炖饭时 我就过去了 沙僧道 若教我老沙 也只消纵云 水请客而过 行者道 我等容易 只是师父难理 三藏道 徒弟啊 这河有多少宽吗 八戒道 约莫有十来里宽 三藏道 你三个计较 这那个驮我过去罢 行者道 八戒驮得 八戒道 不好驮 若是驮着腾云 三尺也不能离地 常言道 悲凡人重入秋山 若是驮着覆水 转连我坠下水去了 师徒们在河边 正都上议 只见那上溜头 有一人照下一只小船来 唐僧喜道 徒弟 有船来了 叫他渡我们过去 沙僧历声高叫道 照船的 来渡人 来渡人 船上人道 我不是渡船 如何渡人 沙僧道 天上人间 方便第一 你虽不是渡船 我们也不是常来 打搅你的 我等是东土钦差 取经的佛子 你可方便方便 渡我们过去 谢你 那人闻言 却把船召接岸边 扶着讲道 师父啊 我这船小 你们人多 怎能全渡 三藏进前看了 那船原来 是一段木头刻的 中间只有一个舱口 只好坐下两个人 三藏道 怎生是好 沙僧道 这般啊 两遭而渡罢 八戒就是心术 要夺兰讨乖 道 悟静 你与大哥在这边 看着行李 马匹 等我保师父先过去 却再来渡马 焦大哥跳过去罢 行者点头道 你说的是 那呆子扶着唐僧 那烧工程开船 举照冲流 一直而去 方才行道中间 只听得一声响亮 卷浪翻波 遮天迷目 那阵狂风 十分厉害 好风 当空一片泡云起 中流千层黑浪高 两岸飞沙迷日色 四边树道震天号 翻江角海龙神帕 波土阳尘 花木雕 呼呼响若春雷吼 阵阵凶如恶虎笑 谢别鱼虾朝上拜 飞禽走寿师窝草 五湖船户皆遭难 四海人家命不老 西内渔翁南把沟 河间梢子怎撑高 接瓦翻砖房屋道 惊天动地太山摇 这阵风原来就是 那赵船人弄的 他本是黑水河中怪物 眼看着那唐僧与猪八戒 连船催在水里 无影无形 不知射了那方去也 这岸上 沙僧与行者心慌道 怎么好 老师傅步步逢栽 才拖了魔杖 幸得这一路平安 又遇着黑水尊瞻 沙僧道 末世翻了船 我们往下溜头找寻去 行者道 不是帆船 若帆船 八戒会水 他必然保师父 附水而出 我才见那个照船的 有些不正气 想必就是这丝弄风 把师父拖下水去了 沙僧闻言道 哥哥何不早说 你看这马雨行李 等我下水找寻去来 行者道 这水色不正 恐你不能去 沙僧道 这水比我那流沙河如何 去得 去得 好和尚 拖了扁衫 着抹了手脚 轮着降妖宝障 扑的一声 分开水路 钻入坡中 大踏步行将进去 正走处 只听得有人言语 沙僧闪在旁边 偷经观看 那碧箱有一座亭台 台门外横锋了八个大字 乃是衡阳玉 黑水和神府 又听得那怪物坐在上面道 一向辛苦 今日方能得物 这和尚乃时事修行的好人 但得吃他一块肉 便做长生不老人 我为他也等够多时 今朝却不负我治 叫 小的们 快把铁龙抬出来 将这两个和尚 胡伦争熟 拒检去请二舅爷来 与他暖寿 沙僧闻言 按不住心头火起 撤宝杖 将门乱打 口中骂道 那坡物 快送我唐僧师父 与八戒师兄出来 虎得那门内 妖邪机跑去报 获释了 老怪问 什么获释 小妖道 外面有一个晦气色脸的和尚 打着前门骂 要人理 那怪闻言 即换取披挂 小妖抬出披挂 老妖结束整齐 手提一根竹节钢鞭 走出门来 真个是凶丸独相 弹剑 方面环京 狭采亮 卷唇巨口血盆红 几根铁线 昔然摆 两鬓朱砂乱发棚 形似显灵真太碎 冒如发怒狠雷攻 身披铁甲团花灿 头戴金盔欠宝农 竹节钢鞭提手内 行驶滚滚拽狂风 生来本是波中物 脱去原流便化凶 要问 要挟真性子 前身换作小驼龙 那怪盒道 是圣人 在此打我门里 沙僧道 我把你个无知的破怪 你怎么弄玄虚变作烧工 驾船将我师父射来 快早送还 饶你性命 那怪呵呵笑道 这和尚不知死活 你师父是我拿了 如今要征熟了请人礼 你上来 与我见个雌雄 三和敌的我呀 还你师父 如三和敌不得 连你一发都争吃了 休想西天去也 沙僧闻言大怒 伦宝杖劈头就打 那怪举钢鞭 极架向环 两个在水底下 这场好杀 降妖杖 竹节鞭 二人怒发个争先 一个是黑水河中千载怪 一个是灵霄殿外 就失先 那个阴滩三藏肉中吃 这个未饱 唐僧命可怜 都来水底相争斗 各要功成两不然 沙的虾鱼 对对摇头躲 解憋双双缩手前 只听水浮群 妖旗雷鼓 门前众怪乱争宣 好个沙门真悟静 单身独立斩威权 月浪翻波 无胜败 边迎仗架两千连 算来只为唐和尚 欲取真经拜佛天 他二人战经三十回合 不见高地 沙僧暗想到 这怪物是我的对手 枉次不能取胜 且引他出去 叫师兄打他 这沙僧须丢了个架子 拖着宝杖就走 那妖精更不敢来 道 你去吧 我不与你斗了 我且具简铁去请客里 沙僧气呼呼跳出水来 见了行者道 哥哥 这怪物无礼 行者问 你下去许多时才出来 端地使慎要挟 可曾寻见师父 沙僧道 他这里边 有一座亭台 台门外横梳八个大字 换作横阳玉 黑水和神府 我闪在旁边 听着他在里面说话 娇小的门刷洗铁笼 待要把师父与八戒争熟了 去请他舅爷来暖寿 是我发起怒来 就去打门 那怪物提一条竹节钢鞭走出来 与我斗了这半日 约有三十盒 不分胜负 我却使个阳书法 要引他出来 这你助阵 那怪物乖得紧 他不来赶我 只要回去聚简请客 我才上来了 行者道 不知是个什么要挟 沙僧道 那模样像一个大鳖 不然便是个驼龙也 行者道 不知那个是他舅爷 说不了 只见那下湾里走出一个老人 远远地跪下 叫大圣 黑水和和神叩头 行者道 你莫是那赵传的妖邪 又来骗我吗 那老人磕头低垒道 大圣 我不是妖邪 我是这河内真神 那妖精就年五月间 从西洋海 趁大潮来与此处 就与小神交斗 奈我年迈身摔敌 他不过 把我做的那衡阳玉 黑水和神府 就占夺去住了 又伤了我许多水族 我却没奈何 竟往海内告他 原来西海龙王 是他的母舅 不准我的状子 叫我让与他住 我欲起奏上天 奈何神威直晓 不能得见玉帝 金文德大圣到此 特来参拜投生 万望大圣与我 出力抱冤 行者闻言道 这等说 西海龙王都该有罪 他如今设了我师父与师弟 扬言要争熟了 去请他就严暖寿 我正要拿他 幸得你来报信 这等啊 你陪着沙僧在此看守 等我去海中 先把那龙王捉来 叫他擒此怪物 何神道 深感大圣大安 行者急驾云 静至西洋大海 按金斗 碾了碧水绝 分开波浪 正然走出 撞见一个 黑鱼精捧着一个 浑金的请书线 从下流头 似箭如梭钻浆上来 背行者扑个满面 彻铁棒分顶一下 可怜就打得脑浆蹦出 赛骨茶开 挖兜的一声 飘出水面 他却揭开匣看出 里边有一张剪帖 上写着 余生脱节 顿手百败 起上二舅爷 熬老大人台下 向成家会 赶赶 金阴获得二物 乃东土僧人 实为世间之罕恶 生不敢自用 因念旧爷 圣诞在尔 特赦非言 御主谦授 万望车架速临 适合 行者笑道 这次却把贡状 先递于老孙爷 正才绣了帖子 往前再行 早有一个探海的夜叉 望见行者 急抽身撞上水晶公报大王 齐天大圣孙爷爷来了 那龙王熬瞬即领重水族 出宫迎接道 大圣 请入小宫少座 献茶 行者道 我还不曾吃你的茶 你倒先吃了我的酒也 龙王笑道 大圣一向归一佛门 不懂荤酒 却几时请我吃酒来 行者道 你便不曾去吃酒 只是惹下一个吃酒的罪名了 敖顺大经道 小龙为何有罪 行者秀中取出简铁 帝与龙王 龙王见了 魂飞魄散 慌忙跪下叩头道 大圣恕罪 那斯是舍妹第九个儿子 因妹夫错行了风雨 克检了雨树 被天曹降旨 这人曹官未争丞相 梦里斩了 舍妹无处安身 是小龙带她到此 恩养成人 前年不幸 舍妹吉顾 为她无妨居住 我这她在黑水河养兴修真 不期她做此恶孽 小龙及差人去擒她来也 行者道 你令妹共有几个贤狼 都在那里作怪 龙王道 舍妹有九个儿子 那八个都是好的 第一个小黄龙 建居怀毒 第二个小骊龙 建筑忌毒 第三个青背龙 占了疆毒 第四个赤然龙 镇守和毒 第五个徒劳龙 与佛祖私中 第六个稳兽龙 与神功阵脊 第七个敬重龙 与玉帝守情天花表 第八个慎龙在大家凶处抵居太阳 此乃第九个陀龙 因年又无慎之事 自旧年踩着她居黑水和养性 戴成名别迁调用 谁知她不遵无止 冲撞大圣也 行者闻言 笑道 你妹妹有几个媚障 欧顺道 只嫁得一个媚障 乃京和龙王 向年以此备展 赦美双距于此 前年极固了 行者道 一夫一妻 如何生这几个杂种 敖顺道 此正位龙生九种 九种各别 行者道 我才心中烦恼 欲将捡铁为证 上奏天庭 问你个通通作怪 抢夺人口之罪 据你所言 是那斯不遵教诲 我且饶你这次 一则是看你昆玉份上 二来只该怪 那斯年幼无知 你也不慎之情 你快差人勤来 救我师父 再作屈处 敖顺即换 太子摩昂 快点五百虾鱼 撞兵 将小驼捉来问罪 一臂相安排 九席 与大圣陪礼 行者道 龙王再无多心 既讲开饶了你便罢 又何须半久 我今须与你令郎同回 一则老师父遭遷 二则我实底盼望 那老龙苦留不住 又见龙女捧茶来献 行者利引他一盏香茶 别了老龙 随与摩昂领兵 离了西海 遭到黑水河中 行者道 贤太子 好生捉怪 我上岸去也 摩昂道 大圣宽心 小龙子将他拿上来 先见了大圣 惩治了他罪名 把师父送上来 才敢带回海内 见我家父 行者欣然相别 捏了碧水绝 跳出波金 竟到了东边崖上 沙僧与那河神迎着道 师兄 你去时从空而去 怎么回来 却自河内而回 行者 把那打死于惊 得捡铁 见龙王 与太子 统领兵来之事 被沉了一遍 沙僧十分欢喜 都立在岸边 后接师父不提 却说那魔王太子 这戒士 先到他水府门前 抱与妖怪道 西海老龙王太子 魔王来也 那怪正作 呼闻魔王来 心中疑惑道 我差黑于精头 捡铁 拜请二舅爷 这早晚不见回话 怎么舅爷不来 却是表兄来业 正说间 只见那巡河的小怪 又来报 大王 河内有一只兵 屯于水府之溪 其号上书着 西海储君 魔王小帅 妖怪道 这表兄 却也狂妄 想是舅爷不得来 命他来赴宴 既是赴宴 如何又领兵劳事 可 但恐其间有过 叫 小的们将我的披挂 钢鞭刺好 恐一世辩报 带我且出去迎他 看是何如 中邀领命 一个个擦掌魔拳准备 这驼龙出的门来 真个见一只海兵 扎营在右 只见 蒸其飘袖带 画戟列明侠 宝剑宁光彩 长枪鹰绕画 宫弯如月小 剑插似狼牙 大刀光灿灿 短棍硬沙沙 经牢并哈棒 谢别贡语下 大小七七百 干戈似密码 不是袁戎令 谁敢乱爬炸 驼怪见了 竟至那营门前 立声高叫 大表兄 小弟在此拱后 有请 有一个寻营的罗罗 急至中军帐报 千岁殿下 外有陀龙教请礼 太子按一按 顶上金盔 竖一竖腰间宝带 手提一根三棱茧 拽开步跑出营去道 你来请我怎么 陀龙进礼道 小弟今早 有剑铁拜请旧爷 想是旧爷剑气 这表兄来的 兄长寄来复习 如何又劳师动众 不入水府 扎营在此 又灌甲提兵 何也 太子道 你请旧爷做甚 妖怪道 小弟一向蒙恩 次居于此 久别尊严 未得孝顺 昨日捉得一个东土僧人 我闻 他是实事修行的元体 人吃了他 可以严寿 欲请旧爷看过 上铁龙蒸熟与旧爷暖寿礼 太子贺道 你这次十分懵懂 你道 僧人是谁 妖怪道 他是唐朝来的僧人 往西天取经的和尚 太子道 你只知他是唐僧 不知他手下徒弟利害力 妖怪道 他有一个长嘴的和尚 换作个猪八戒 我也把他捉住了 要与唐和尚一同争斥 还有一个徒弟 换作沙和尚 乃是一条黑汉子 晦气色脸 使一根宝杖 昨日在这门外 与我讨师父 被我率出河冰 一顿钢鞭 站得他败阵逃生 也不见怎的厉害 太子道 原来是你不知 他还有一个大徒弟 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上方 太乙金仙齐天大圣 如今保护唐僧 往西天拜佛求经 是普陀岩大慈大悲观 因菩萨劝善 与他改名 换作孙悟空行者 你怎么没得做 撞出这件货来 他又在我海内 遇着你的差人 夺了情帖 进入水晶宫 拿捏我父子们 有接连要挟 抢夺人口之罪 你快把唐僧 八戒送上河边 交还了孙大圣 凭着我与他陪礼 你还好的性命 若有半个不字 休想得全生居于此也 那怪托文此言 心中大怒道 我与你嫡亲的孤表 你倒反护他人 听你所言 就叫把唐僧送出 天地间那里 有这等荣誉事也 你便怕他 莫成我也怕他 他若有手段 敢来我水府门前 与我交战三合 我才与他师父 若敌不过我 就连他也拿来 一起争赎 也没什么亲人 也不去请客 自家关了门 交小的门 畅畅舞舞 我坐在上面 自自在在 吃他娘不适 太子健说 开口骂道 这泼鞋 果然无状 且不要交孙大圣 与你对敌 你敢与我相持吗 那怪道 要做好汉 怕什么相持 叫 去披挂 呼唤一声 众小妖跟随左右 线上披挂 捧上钢鞭 他两个变了脸 各逞英雄 传号令 一齐雷鼓 这一场 比与沙僧争斗 甚是不同 但见哪 惊奇照耀 各己摇光 这碧香迎盘解散 那碧香门户开张 魔王太子提金简 驮怪轮编辑驾长 一声炮响和兵裂 三棒罗明海士狂 虾与虾争 谢与谢道 经劳吞赤礼 勃起黄肠 沙子痴 轻雨走 牡力勤撑蛤 磅荒 绍阳刺硬如铁棍 思珍力似锋芒 先 追白膳 卢快捉悟昌 一河水怪争高下 两处龙兵定若强 混战多士波浪滚 魔王太子赛金刚 赫生金简当头重 拿住妖驼做怪王 这太子将三棱减闪了一个破绽 那妖精不知试炸 钻将进来 被他使个解术 把妖精右臂 直一剪 打了个龙肿 赶上前 又一拍脚 跌倒在地 众海兵一拥上前 就翻柱 将绳子背绑了双手 将铁锁穿了琵琶鼓 拿上岸来 压至孙行者面前道 大圣 小龙子 捉住妖驼 请大圣定夺 行者与沙僧见了道 你这丝不遵旨令 你舅爷圆着你在此居住 教你养性存身 待你明成之日 别有谦用 你怎么强占水神之宅 以示行凶 七心狂赏 弄玄虚骗我师父 师弟 我代要打你这一棒 奈何老孙 这棒子慎重 略打胆 救了了性命 你将我师父安在何处里 那怪叩头不住道 大圣 小驼不知大圣大名 却才逆了表兄 逞强背里 被表兄把我拿住 今见大圣 姓蒙大圣不杀之恩 感谢不尽 你师父还捆在那水府之间 望大圣解了我的铁锁 放了我手 等我到河中送他出来 魔王在旁道 大圣 这次是个逆怪 他急尖诈 若放了他 恐生恶念 沙河上道 我认得他那里 等我寻尸覆去 他两个跳入水中 静至水府门前 那里门扇大开 更无一个小卒 直入亭台里面 见唐僧 八戒 赤条条都捆在那里 沙僧急忙解了师父 和神一随解了八戒 一家背着一个出水面 静至岸边 猪八戒见那妖精所绑在侧 急撤把上前救助 口里骂道 破邪处 你如今不吃我了 行者扯住道 兄弟 且饶他死罪罢 看敖顺贤父子之情 魔王进里道 大圣 小龙子不敢久停 既然救的你师父 我带这司去见家父 虽大圣饶了他死罪 家父绝不饶他活罪 定有发落处置 仍回复大圣谢罪 行者道 既如此 你领他去罢 多多拜上令尊 上荣面谢 那太子压着那妖驼 头水中率领海滨 静转西洋大海不提 却说那黑水河神 谢了行者道 多蒙大圣赋得水府之恩 唐僧道 徒弟河如今还在东岸 如何渡此河也 河神道 老爷悟虑 骑请上马 小神开路 引老爷过河 那师父踩骑了白马 八戒踩着缰绳 沙河上挑了行李 孙行者扶持左右 只见河神 坐骑祖水的法术 将上流挡住 须于下流撤干 开出一条大路 师徒们行过西边 卸了河神 登崖上路 这正是 禅僧有救来西域 彻底无拨过黑河 毕竟不知怎生的拜佛求经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法身圆运逢车利 心正妖邪度己观 事曰 囚经拖杖向西游 无数名山不尽修 兔走乌飞 催昼夜 鸟踢花落 子春秋 微臣眼底三千戒 西藏头边四百周 修水参风灯子末 为期何日是回头 话说唐三藏 幸亏龙子降妖 黑水河神开路 师徒们过了黑水河 找大路一直熄来 真个是迎风冒雪 带月披行 行够多时 又只早春天气 但见 三阳转运 万物生辉 三阳转运 满天明媚开图画 万物生辉 遍地方飞设秀音 梅蚕树点雪 麦掌一穿云 剑开兵解山全溜 尽放萌芽梅烧痕 正是那 太号城镇 勾芒欲尘 花香风气暖 云淡日光新 道旁杨柳 舒青眼 高宇滋生万象春 师徒们在路上 油观景色 缓马而行 呼听得一声吆喝 好遍似千万人呐喊之声 唐三藏心中害怕 兜驻马不能前进 急回头道 悟空 是那里这能响阵 八戒道 好一四地列山崩 沙僧道 也就如雷声霹雳 三藏道 还是人寒马寺 孙行者笑道 你们都猜不着 且住 待老孙看是何如 好行者 将身一纵 踏云光起在空中 睁眼观看 远见一座城池 又进去 道也降光隐隐 不见什么凶器纷纷 行者暗自沉吟道 好去处 如何有响声震耳 那城中又无惊奇闪灼 割己光明 又不是炮声响阵 何以若人马喧哗 正一间 只见那城门外 有一块沙滩空地 传促了许多和尚 在那里扯车而离 原来是一骑 着力打号 骑喊大力王菩萨 所以惊动唐僧 行者渐渐按下云头 来看处 那车子装的 都是砖瓦 木质 土坯之类 摊头上 坡板最高 又有一道 加急小路 两座大关 关下之路 都是直立碧斗之崖 那车儿怎么拽得上去 虽是天色和暖 那些人却也衣衫褴褛 看似像十分窘迫 行者心一道 想是修盖寺院 他这里五股风灯 寻不出杂工人来 所以这和尚亲自努力 正子猜疑未定 只见那城门里 摇摇摆摆 走出两个少年道士来 你看他怎声打扮 但见他 头戴心官 身披锦绣 头戴心光光耀耀 身披锦绣彩霞飘 足踏云头履 妖记熟思涛 面如满月多聪骏 行似摇天仙客交 那些和尚见到士来 一个个心惊胆战 加倍着力 恨苦地拽那车子 行者就晓得了 咦 想必这和尚们 怕那道士 不然喝 怎么这等着力拽扯 我曾听的人言 西方路上有个 尽到灭僧之处 断呼此间事也 我代要回报师父 奈何是不明白 反惹他怪 感到这等一个灵力之人 就不能探个实性 且等下去问得明白 好回师父话 你到他来问谁 好大圣 按落云头 去郡城脚下摇身一变 便做个游方的云水全真 左臂上挂着一个水火篮 手敲着鱼鼓 口唱着道情词 进城门 迎着两个道士 当面攻身道 道长 贫道起手 那道是海里道 先生那里来的 行者道 我弟子云犹于海角 浪荡在天涯 今朝来此处 欲目善人家 动问二位道长 这城中那条 街上好道 那个巷里好闲 我贫道好去画些摘翅 那道士笑道 你这先生 怎么说这等败姓的话 行者道 何为败姓 道士道 你要画些摘翅 却不是败姓 行者道 出家人 以企画为由 却不画摘翅 怎生有钱买 道士笑道 你是远方来的 不知我这城中之事 我这城中 且修说文武官员好道 负名长者爱贤 大男小女 见我等拜请奉摘 这般都不须挂齿 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 行者道 我贫道一则年幼 二则是远方乍来 实事不知 凡二位道长 将这里地名 君王好道爱贤之事 细说一遍 足见同道之情 道士说 此成名换彻持果 宝殿上君王与我们有切 行者文言 呵呵笑道 想是道士做了皇帝 他道 不是 只因这二十年前 民遭抗旱 天无典雨 地掘古苗 不论君臣梨树 大小人家 家家沐浴焚香 户户拜天求雨 正都在道学挨命之处 忽然天降下三个仙长来 辅救生灵 行者问道 是那三个仙长 道士说 便是我家师父 行者道 尊师甚好 道士云 我大师父 好作虎吏大仙 二师父陆吏大仙 三师父 杨吏大仙 行者问曰 三位尊师 有多少法力 道士云 我那师父 呼风唤雨 只在帆掌之间 止水为油 点尸成金 却如转身之意 所以有这般法力 能夺天地之造化 幻星斗之玄威 君臣向静 与我们结为亲也 行者道 这皇帝十分造化 常言道 树洞公轻 老师父有这般手段 结了亲 其实不亏他 一 不知我频道科有心性缘法 得见那老师父一面里 道士校约 你要见我师父 有何难处 我两个是他靠胸贴肉的徒弟 我师父却又好到爱闲 只听见说个道字 就也接出大门 若是我两个引进你 乃吹灰之力 行者深深地唱个大诺道 多成举荐 就此进去罢 道士说 且少带骗使 你在这里坐下 等我两个把公事干了来 和你进去 行者道 出家人无拘无束 自由自在 有甚功干 道士用手指定那沙滩上僧人 他做的是我家生活 恐他夺懒 我们去点他一毛就来 行者笑道 道长差了 僧道之辈都是出家人 为何他替我们做活 扶我们点毛 道士云 你不知道 因当年求雨之时 僧人在一边拜佛 道士在一边告斗 都请朝廷的粮长 谁知那和尚不忠用 空念空经 不能记事 后来我师父一道 唤雨呼风 拔记了万民涂炭 却才恼了朝廷 说那和尚无用 拆了他的山门 毁了他的佛像 追了他的度蝶 不放他回乡 遇刺于我们家做活 就当小厮一般 我家里烧火的也是他 扫地的也是他 顶门的也是他 因为后边还有住房 未曾完备 折折合上来拽砖瓦 托木直 乞丐防雨 只恐他贪玩夺懒 不肯拽车 所以着我两个去查点查点 行者闻言 扯诸道士低泪道 我说我无缘 真个无缘 不得见老师父遵面 道士云 如何不得见面 行者道 我贫道在方上云游 一则是为性命 二则也为寻亲 道士问 你有什么亲 行者道 我有一个叔父 自幼出家 须法为僧 向日年成积锦 也来外面求起 这几年不见回家 我念祖上之恩 特来顺便寻法 想必是积持在此等地方 不能脱身 未可知也 我怎地寻着他 见一面 才可与你进城 道士云 这般却是容易 我两个且坐下 极烦你去沙滩上 替我一查 指点头目 有五百名树木便罢 看内中那个 是你另说 果若有啊 我们看到钟情分 放他去了 却与你进城好吗 行者顶谢不尽 长一一声 别了道士 敲着鱼骨 竟往沙滩之上 过了双关 转下家籍 那和尚一起跪下磕头道 爷爷 我等不曾夺懒 五百名半个不少 都在此车车里 行者看见暗笑道 这些和尚被道士打怕了 见我这假道士 就这般耸惧 若是个真道士 好道也活不成了 行者又摇手道 不要跪 休怕 我不是监工的 我来此事寻亲的 众僧们听说认亲 就把他圈子振围僵上来 一个个出头露面 咳嗽打响 八步地要认出去 道 不知那个是他亲里 行者认了一会 赫赫笑将起来 众僧道 老爷不认亲 如何发笑 行者道 你们知我孝顺吗 孝你这些和尚 全部常俊 父母生下你来 皆因命饭华盖 房爷克娘 或是不招姊妹 才把你舍断了出家 你怎地不尊三宝 不敬佛法 不去看经拜颤 却怎么与道士拥工 做奴婢使欢 众僧道 老爷 你来修我们礼 你老人家 想是个外边来的 不知我这里厉害 行者道 果是外方来的 其实不知你这里有甚厉害 众僧低泪道 我们这一国君王 偏心无道 只喜的是老爷等辈 恼的是我们佛子 行者道 为何来 众僧道 只因呼风唤雨 三个仙长来此处 灭了我等 哄信君王 把我们寺拆了 杜蝶追了 不放归乡 亦不许补义当差 赐予那仙长家使用 苦楚难当 但有个游方道者至此 急请拜王领赏 若是和尚来 不分远近 就拿来与仙长家拥工 行者道 想必那道士 还有什么巧法术 有了君王 若只是呼风唤雨 也都是傍门小法术儿 安能动的君心 众僧道 他会练杀肝拱 打坐存神 点水为由 点尸成金 如今兴盖三清关羽 对天地昼夜 看经忏悔 其君王万年不老 所以就把君心 祸动了 行者道 原来这般 你们都走了便罢 众僧道 老爷 走不脱 那仙长奏准君王 把我们画了影身图 四下里长穿张卦 他这车持国地界也宽 各府州县 乡村 殿吉之方 都有一张和尚图 上面是玉笔钦体 若有官职的 拿的一个和尚 高升三级 无官职的 拿的一个和尚 就赏白银五十两 所以走不脱 且莫说是和尚 就是简宗 秃子 毛西的 都也难逃 四下里 快手又多 积事的又广 凭你怎么也是难脱 我们没奈何 只得再次苦爱 行者道 既然如此 你们死了便罢 众僧道 老爷 有死的 到处捉来 与本处和尚 也共有二千余众 到此熬不得苦楚 受不得凹奸 忍不得寒冷 服不得水土 死了有六七百 自尽了有七八百 只有我这五百个不得死 行者道 怎么不得死 众僧道 玄梁绳段 刀吻不疼 头盒的飘起不沉 服药的身安不损 行者道 你却造化 天赐如等长寿礼 众僧道 老爷啊 你少了一个字 是掌受罪礼 我等日食三餐 乃是糙米熬的西周 到晚就在沙滩上 冒入安身 才合眼 就有神人拥护 行者道 想是泪苦了 见鬼吗 众僧道 不是鬼 乃是六丁六甲 护叫齐兰 但智业就来保护 但有要死的 就保着不教他死 行者道 这些神阙也没理 只该教你们 早死早升天 却来保护咱的 众僧道 他在梦寐中 劝解我们 叫不要寻死 且苦挨着 等那东土大唐圣僧 往西天取经的罗汉 他手下有个徒弟 乃齐天大圣 神通广大 专禀忠良之心 与人间抱不平之事 祭困福威 蓄孤念寡 只等他来显神通 灭了道士 还敬你们沙门禅交礼 行者闻的此言 心中暗笑道 莫说老孙无手段 欲先神圣早传明 他急抽身 敲着鱼鼓别了众僧 进来城门口 见了道士 那道士迎着道 先生 那一位是另亲 行者道 五百个都与我有亲 两个道士笑道 你怎么就有许多亲 行者道 一百个是我左邻 一百个是我右舍 一百个是我副党 一百个是我母党 一百个是我娇气 你若肯把这五百人都放了 我便与你进去 不放 我不去了 道士云 你想有些封病 一时间就胡说了 那些和尚乃国王遇刺 若放一二名 还要在师父处递了病状 然后补了死状 采了得理 怎么说都放了 此理不通 不通 且不要说 我家没人使欢 就是朝廷也要怪 他那里长要拆棺查看 或食欲架也亲来点闸 怎么敢放 行者道 不放吗 道士说 不放 行者连问三声 就怒江起来 把耳朵里铁棒取出 迎风 碾了一碾 就挽来粗细 晃了一晃 赵道士脸上一刮 可怜就打得 头破血流身倒地 皮开井 折脑江青 那摊上僧人 远远望见他 打杀了两个道士 丢了车 跑江上来道 不好了 不好了 打杀皇亲了 行者道 那个是皇亲 众僧把他 搏几镇围了 道 他师父 上殿不参王 下殿不辞主 朝廷长称 做国师兄长先生 你怎么到这里闯祸 他徒弟出来监工 与你无干 你怎么把他来打死 那仙长不说是 你来打杀 只说是来此监工 我们害了他性命 我等怎了 且与你进城去 毁了人命出来 行者笑道 列位羞让 我不是云水全真 我是来救你们的 众僧道 你倒打杀人 害了我们 添了丹 如何是救我们的 行者道 我是大唐圣僧徒弟 孙悟空行者 特特来此救你们性命 众僧道 不是 不是 那老爷 我们认得他 行者道 又不曾会他 如何认得 众僧道 我们梦中 常见一个老者 自言太白金星 常教会我等 说那孙行者的模样 莫叫错认了 行者道 他和你怎么说来 众僧道 他说那大圣 科额金金黄亮 圆头毛脸无塞 呲牙尖嘴性情乖 冒比雷公古怪 冠使金箍铁棒 曾将天雀公开 如今归正宝僧来 专就人间灾害 行者文言又称又喜 喜道替老孙传名 称道那老贼辈 把我的原身都说与这伙凡人 呼尸声道 列位诚然认我不是孙行者 我是孙行者的门人 来此处学闯祸耍子的 那里不是孙行者来了 用手向东一指 哄得众僧回头 他却献了本相 众僧们方才认得 一个个倒身下拜道 爷爷 我等凡胎肉眼 不知是爷爷显化 望爷爷与我们血恨消灾 早进城降邪从正眼 行者道 你们且跟我来 众僧紧随左右 那大圣竟至沙滩上 使个神通 将车而拽过两关 穿过家戟 提起来摔得粉碎 把那些砖瓦木质 浸泡下坡板 喝叫众僧 散 莫在我手脚边 等我明日见这皇帝 灭纳道士 众僧道 爷爷啊 我等不敢远走 但恐在官人拿住解来 却又吃打发熟 反有生灾 行者道 既如此 我与你个护身法 好大圣 把毫毛拔了一把 脚得粉碎 每一个和尚与他一截 都叫他 撵在无名指甲里 撵着拳头 知情走路 无人敢拿你便罢 若有人拿你 攒紧了拳头 叫一声齐天大圣 我就来护你 众僧道 爷爷 倘若去得远了 看不见你 叫你不应 怎么是好 行者道 你只管放心 就是万里之遥 可保全无事 众僧有胆量大的 撵着拳头 悄悄地叫声 齐天大圣 只见一个雷弓 站在面前 手指铁棒 就是千军万马 也不能进身 此时有百十众 其叫 足有百十个大圣护持 众僧叩头道 爷爷 果然灵险 行者又吩咐 叫声祭字 还你收了 真个是叫声祭 依然还是毫毛 在那指甲缝里 众和尚却才欢喜逃生 一气而散 行者道 不可十分远端 听我城中消息 但有朝僧榜出 就进城 还我毫毛也 五百个和尚 东的东 西的西 走的走 利的利 四散不提 却说那唐僧在路旁 等不得行者回话 叫诸八戒 引马投膝 遇着些僧人奔走 将近城边 见行者 还与十数个 未散的和尚在那里 三藏乐马道 悟空 你怎么来打听个响声 许久不回 行者引了十数个和尚 对唐僧马前失礼 将上相使说了一遍 三藏大惊道 这般啊 我们怎了 那十数个和尚道 老爷放心 孙大圣爷爷乃天神祥的 神通广大 定保老爷无余 我等时这城里 赤剑至渊寺内僧人 因这次是先王太祖遇造的 现有先王太祖神像在内 未曾拆毁 城中寺院 大小进阶拆了 我等请老爷赶早进城 到我荒山安下 待明日早朝 孙大圣必有处置 行者道 如等说的是 也罢 趁早进城去来 那长老却才下马 行到城门之下 此时以太阳息坠 过掉桥 进了三层门里 街上人见至渊寺的和尚 千马挑包 进阶回避 正行使 却到山门前 但见那门上高悬着一面金字大扁 乃赤剑至渊寺 众僧推开门 穿过金刚殿 把正殿门开了 唐僧取家沙劈起 败笔金身 放入 众僧叫 看家的 老和尚走出来 看见行者就拜 道 爷爷 你来了 行者道 你认得我是那个爷爷 就是这等忽败 那和尚道 我认得你是齐天大圣孙爷爷 我们夜夜梦中见你 太白金星常常来托梦 说道只等你来 我们才得性命 今日果见尊严 与梦中无异 爷爷啊 喜得早来 再迟一两日 我等以具作归 行者笑道 请起 请起 明日就有分晓 众僧安排了斋饭 他师徒们吃了 打扫干净方丈 安秦一宿 二更时候 孙大圣心中有事 偏睡不着 只听那里吹打 悄悄地爬起来 穿了衣服 跳在空中观看 原来是正南上 灯烛银黄 低下云头 仔细再看 却乃是三清官 道士阳兴里 但见哪 灵驱高殿 府邸珍堂 灵驱高殿 微微壮似澎湖景 府邸珍堂 隐隐清如画乐宫 两边道士奏声黄 正面高宫情欲见 宣礼 肖灾颤 开讲 道德经 阳臣几度进船服 表白一番皆俯服 昼水发喜 竹燕飘摇 冲上界 茶缸不抖 香烟赋予 透清笑 岸头有宫献新鲜 桌上有摘颜丰盛 店门前挂一连黄陵之棉的对具 绣着二十二个大字 云 雨顺风条 愿助天尊无量法 和清海燕 祈求万岁有余年 行者见三个老道士 批了法衣 想是那虎利 陆利 杨利 大仙 下面有七八百个散众 丝骨丝中 世相表白 尽都视利两边 行者暗自喜道 我遇下去与他混一混 奈何丹丝不限 故障难鸣 且回去照顾八戒 沙僧 一同来耍耍 暗洛祥云 静置方丈中 原来八戒与沙僧通脚睡着 行者先叫悟静 沙和尚醒来道 哥哥 你还不曾睡里 行者道 你且起来 我和你受用些来 沙僧道 半夜三更 口哭眼色 有甚受用 行者道 这城离国有一座三清官 官里道士们修教 三清殿上有许多公养 馒头足有斗大 烧锅有五六十斤一个 衬饭无数 国品新鲜 和你受用去来 那猪八戒睡梦里 听见说吃好东西 就醒了 道 哥哥就不带窃我心 行者道 兄弟 你要吃东西 不要大呼小叫 惊醒了师父 都跟我来 他两个套上衣服 悄悄地走出门前 随行者踏了云头 跳江起去 那呆子看尽灯光 就要下手 行者扯住道 且休忙 待他散了 方可下去 八戒道 他才念到杏头上 却怎么肯散 行者道 等我弄个法 他就散了 好大圣 念着诀 念个咒语 往遜地上吸一口气 呼得吹去 便是一阵狂风 竟只卷进那三清殿上 把他些花瓶竹台 四壁上悬挂的功德 一起刮倒 遂而灯火无光 众道是心惊胆战 狐狸大仙道 徒弟们且散 这阵神风所过 吹灭了灯竹香花 个人归寝 明朝早起 多念几卷 经文补述 众道 事果个退回 这行者 却隐八戒 杀僧 暗落云头 闯上三清殿 呆子不论生熟 拿过烧果来张口就啃 行者彻铁棒 竹手便打 八戒缩手躲过道 还不曾尝着什么滋味 就打 行者道 莫要小家子行 且蓄礼做下受用 八戒道 不休 偷东西吃 还要蓄礼 若是请将来 却要如何 行者道 这上面做的是什么菩萨 八戒笑道 三清也认不得 却认作什么菩萨 行者道 那三清 八戒道 中间的是原始天尊 左边的是灵宝道君 右边的是太上老君 行者道 都要变得这般模样 才吃得安稳里 那呆子急了 闻得那香喷喷公痒 要吃 爬上高台 把老君一嘴拱下去道 老官 你也做得够了 让我老朱做作 八戒便做太上老君 行者便做原始天尊 沙僧便做灵宝道君 把原相都推下去 急坐下时 八戒就抢大馒头吃 行者道 莫忙礼 八戒道 哥哥 变得如此 还不吃等善 行者道 兄弟啊 吃东西是小 泄露天机是大 这圣像都推在地下 堂有起早的道士 来壮中扫地 或办一个跟头 却不走漏消息 你把他藏过一边来 八戒道 此处路生 摸门不着 却那里藏他 行者道 我才进来时 那右手下有一宠小门 那里面会弃出人 想必是个五谷轮回之所 你把他送在那里去罢 这呆子有些夯力量 跳下来把三个圣像 拿在肩膊上 扛将出来 到那乡 用脚灯开门看时 原来是个大东侧 笑道 这个毕马温这人 会弄嘴弄舌 把个毛坑 也与他起个道号 叫做 什么五谷轮回之所 那呆子 扛在肩上 且不丢了去 口里 锅锅浓浓的倒到 三清 三清 我说你听 远方到此 灌灭妖精 欲想公养 无处安宁 借你座位 略略少停 你等坐久 也且暂下毛坑 你平日家受用无穷 做个清静道士 今日里不免想些会晤 也做个受臭气的天尊 住吧 烹得望里一摔 了半一斤臭水 走上殿来 行者道 可藏得好吗 八戒道 藏便藏得好 只是 起些水来 污了衣服 有些烟脏臭气 你休恶心 行者笑道 也罢 你起来受用 但不知 可得个干净身子出门里 那呆子还变做老君 三人坐下 尽情受用 先吃了大馒头 后吃醋盘 衬饭 点心 脱炉 饼定 油炸 蒸酥 那里管这么冷热 任情吃起 原来孙行者不大吃烟火食 只吃几个果子 陪他两个 那一顿如流星赶月 风卷残云 吃得庆尽 以此没得吃了 还不走路 且在那里闲讲 消失耍子 B 有这般事 原来那东廊下有一个小道士 才睡下 忽然起来道 我的守灵忘记在殿上 若失落了 明日师父见责 与那同睡者道 你睡着 等我寻去 急忙中不穿底衣 直扯一领直多 竟到正殿中寻领 摸来摸去 灵摸着了 正欲回头 只听得有呼吸之声 倒是害怕 急拽步往外走时 不知怎跌 这一个荔枝盒子 扑得滑了一跌 哨的一声 把个灵跌的粉碎 猪八戒忍不住 呵呵大笑出来 把个小道士胡走了三魂 惊回了七魄 一步一跌 撞到后方帐外 打着门叫 施功 不好了 获释了 三个老道士还未曾睡 急开门问 有甚或是 他战战兢兢道 弟子忘失了首灵 因去殿上寻灵 只听得有人呵呵大笑 险心儿吓杀我也 老道士文言 急叫掌灯来 看是什么邪恶 医生传令 惊动那两郎道士 大大小小都爬起来点灯着火 往正殿上观看 不知端得何如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三清官大圣流明 车池国侯王贤法 却说孙大圣 左手把沙河上碾一把 右手把猪八戒碾一把 他二人却就醒悟 坐在高处空着脸 不言不语 凭那些道士点灯着火 前后照看 他三个就如泥塑金庄 一般模样 狐狸大仙道 没有歹人 如何把攻陷都吃了 陆立大仙道 却像人吃得够当 有皮的都包了皮 有盒的都吐出盒 却怎么不见人形 杨立大仙道 师兄勿疑 想是我们潜心致意 在此昼夜诵经 前后声闻又是朝廷名号 断然惊动天尊 想是三清爷爷圣驾降临 受用了这些供养 趁金仙从未返 贺驾在司 我等可拜告天尊 恳求些圣水金丹禁与陛下 却不是长生永寿 见我们的公国也 狐狸大仙道 说的是 叫徒弟们动月诵经 一臂香取法衣来 等我不刚拜倒 那些小道士拒尊命 两班百列齐整 当一声庆响 齐念一卷 黄庭道得真经 狐狸大仙批了法衣 请着遇见 对面前舞蹈阳臣 拜扶于帝朝上启奏道 诚皇诚孔 齐首归一 臣等兴教 仰望清虚 聂僧比礼 静道光辉 赤修宝殿 御志亭尾 广尘公养 高挂龙旗 通宵禀 阵日相飞 一城打赏 寸净前规 金猛降价 魏返仙车 望此些金丹圣水 禁语朝廷 寿比南山 八戒文言 心中忐忑 莫对行者道 这是我们的不是 吃了东西且不走路 只等这般捣住 却怎么答应 行者又撵一把 呼得开口叫声 晚辈小仙 且休败助 我等自盘陶会上来的 不曾带的金丹圣水 待改日再来垂次 那些大小道士 听见说出话来 一个个抖一而站倒 爷爷啊 活天尊临凡 是必莫放 好歹求个长生的法 陆立大仙上前 又拜云 阳尘遁守 锦伴丹成 微尘归命 抚养三清 自来此戒 兴到除僧 国王欣喜 敬重玄陵 罗天大叫 彻夜看惊 幸天尊之不弃 将圣驾而临庭 拂求垂念 仰望恩荣 势必流些圣水 与弟子们严寿长生 沙僧撵着行者 默默地道 哥呀 要得紧 又来祷告了 行者道 与他歇吧 八戒记记道 那里有德 行者道 你只看着我 我有识 你们也都有了 那道是吹打以弊 行者开言道 那晚辈小仙 不须腐败 我欲不留些圣水 与你们 孔灭了苗意 若要与你 又忒容易了 众道文言 一起俯伏叩头道 万望天尊念弟子 恭敬之意 千其喜赐些许 我弟子广宣道德 奏国王 普敬悬门 行者道 既如此 取器皿来 那倒是一起 顿手谢恩 狐狸大仙爱强 就抬一口大纲 放在殿上 陆狸大仙 端一纱盆安 在贡桌之上 杨立大仙把花瓶摘了花 移在中间 行者道 你们都出殿前 掩上格子 不可谢了天机 好留于你些圣水 重道一起贵妇丹翅之下 掩了殿门 那行者立将起来 掀着虎皮裙 撒了一花瓶骚腻 猪八戒见了 欢喜道 哥呀 我把你做这几年兄弟 指这些不曾弄我 我才吃了些东西 倒要干这个事里 那呆子接衣服 呼啦啦 就似吕梁红倒下板来 沙沙地腻了一沙盆 沙河上却也撒了半缸 依旧整衣端坐在上道 小仙领圣水 那些道士 推开格子 磕头礼拜谢恩 抬出缸去 将那瓶盆总归一处 交 徒弟 取个中子来尝尝 小道士即便拿了一个茶钟 递于老道士 道士咬出一钟来 喝下口去 只请抹唇砸嘴 陆立大仙道 师兄好吃吗 老道士拂着嘴道 不甚好吃 有些憨 知味 杨立大仙道 等我尝尝 也喝了一口 道 有些猪你骚气 行者坐在上面 听见说出这话来 以此识破了 道 我弄个手段 索性留个名罢 大叫云 道号 道号 你好胡思 那个三清 啃将烦击 无将真性 说予你知 大唐僧众 奉旨来西 凉潮无事 下降恭维 吃了恭养 贤作息息 蒙你叩拜 何以达之 那里是什么圣水 你们吃的都是我一腻之鸟 那倒是闻得此言 拦住门 一起洞叉靶 扫帚 瓦块 石头 没头没脸 往里面乱打 好行者 左手斜了杀僧 右手斜了八戒 闯出门 驾着祥光 静转至冤死方丈 不敢惊动师父 三人又覆睡下 早是五谷三点 那国王涉潮 聚集两班文武 四百朝官 但见将沙灯火光明 宝顶香云 待 此时唐三藏醒来 叫徒弟 徒弟 服侍我捣唤官文去来 行者与沙僧 八戒集起身 穿了衣服 势力左右道 上告师父 这昏君信着那些道士 兴道灭僧 孔言语差错 不肯捣唤官文 我等护持师父 都尽朝去也 唐僧大喜 劈了紧 假煞 行者带了通关文碟 教务竟捧着波鱼 无能拿了膝杖 将行囊 马匹 交与志渊四僧看守 竟到五奉楼前 对黄门关座里 报了性命 严是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 来赐导唤官文 繁围转奏 那阁门大使 晋朝 俯复金街 奏约 外面有四个和尚 说是东土大唐取经的 欲来导唤官文 现在五奉楼前后指 国王闻奏道 这和尚没处寻死 却来这里寻死 那寻补官员 怎么不拿他解来 旁边闪过当驾的太师 启奏道 东土大唐 乃南善不周 号约中华大国 到此 有万里之遥 鲁夺妖怪 这和尚一定有些法力 方敢袭来 望陛下 看中华之远僧 且召来燕碟放行 树不失善缘之意 国王准奏 把唐僧等宣至金鸾殿下 师徒们排列阶前 捧官文帝与国王 国王展开方看 又见皇门官来奏 三位国师来也 慌得国王收了官文 集下龙坐 卓尽势地设了绣墩 躬身迎接 三藏等回头观看 见那大仙摇摇摆摆 后带着一双压迹捧头的小童 往里直进 两班官控被躬身 不敢仰视 他上了金鸾殿 对国王敬步行礼 那国王道 国师 朕未曾奉请 今日如何肯降 老道士云 有一事奉告 故来也 那四个和尚 是那国来的 国王道 是东土大唐 插去西天取经的 来赐导唤官文 那三道是鼓掌大笑道 我说他走了 原来还在这里 国王经道 国师有何话说 他才来报了姓名 正欲拿送国师使用 怎奈当家太师所奏有礼 朕应看远来之意 不灭中华善缘 方才照如燕碟 不欺国师有此问 想是他冒犯尊严 有得罪处也 道士孝云 陛下不知 他昨日来的 在东门外打杀了我两个徒弟 放了五百个仇僧 琢碎车辆 夜间闯进官来 把三清圣像毁坏 偷吃了御子供养 我等被他蒙蔽了 直到是天尊下将 求些圣水金丹 禁与陛下 指望严寿长生 不期他一些小便 哄蛮我等 我等各喝了一口 尝出滋味 正欲下手擒拿 他却走了 今日还在此间 正所谓冤家落尔宅也 那国王闻言发怒 欲诛四重 孙大声和长开言 力声高叫道 陛下暂惜雷霆之怒 荣僧等起奏 国王道 你冲撞了国师 国师之言 岂有柴谬 行者道 他说我昨日到城外 打杀他两个徒弟 是谁知证 我等且屈认了 这两个和尚偿命 还放两个去取经 他又说我 琢碎车辆 放了求僧 此事一无见证 料不该死 在这一个和尚领罪罢了 他说我毁了三清 闹了关羽 这又是灾害我也 国王道 怎见灾害 行者道 我僧乃东土之人 乍来此处 街道尚且不通 如何夜里就知他灌中之事 击一下小便 就该当时捉住 却这早晚做名害人 天下假名脱性的无限 怎么就说是我 望陛下回尘相查 那国王本来昏乱 被行者说了一遍 他就决断不定 正疑惑之间 又见皇门官来揍 陛下 门外有许多乡老听宣 国王道 有何事干 急命宣来 宣之殿前 有三四十名乡老 朝上磕头道 万岁 今年一春无雨 但恐下月干荒 特来起奏 请那位国师爷爷 骑一场干雨 普济黎敏 国王道 乡老且退 就有雨来也 乡老谢安而出 国王道 唐朝僧众 震静到灭僧为何 只为当年求雨 我朝僧人 更未尝求得一点 杏天降国师 整员涂炭 你今远来 冒犯国师 本当及时问罪 姑且恕你 敢与我国师 赌胜求雨吗 若其的一场干雨 嫉妒万民 震即饶你罪名 捣唤官文 放你息去 若赌不过 无雨 就将如等推付沙场 典型示众 行者笑道 小和尚也晓得 些而求道 国王剑说 急命打扫坛场 一臂相叫 百驾 寡人亲上五奉楼观看 当时多官百驾 须于上楼坐了 唐三藏随着行者 沙僧 八戒 势力楼下 那三道是 陪国王坐在楼上 少时间 一元官飞马来报 坛场诸色皆备 请国师爷爷登坛 那虎利大仙 欠身拱手 辞了国王 静下楼来 行者向前拦住道 先生那里去 大仙道 登坛其遇 行者道 你也推字中了 更不让我远乡至僧 也罢 这正是强龙 不压地投舍 先生先去 必须对军前讲开 大仙道 讲什么 行者道 我与你都上谈其语 知语是你的 是我的 不见是谁的功绩了 国王在上听见 心中暗息道 那小和尚说话 道有些金节 沙僧听见 暗笑道 不知一肚子金节 还不曾拿出来里 大仙道 不消讲 陛下自然之之 行者道 虽然之之 奈我远来之僧 未曾与你相会 那是彼此混赖 不成够当 须讲开方好形式 大仙道 这一上谈 只看我的令牌为号 一声令牌响 风来 二声响 云起 三声响 雷闪齐鸣 四声响 雨至 五声响 云散雨收 行者笑道 妙啊 我僧是不曾见 请了 请了 大仙拽开不前进 三藏等随后 进到了坛门外 抬头观看 那里有一座高台 约有三丈多高 台左右 插着二十八秀旗号 顶上放一张桌子 桌上有一个香炉 炉中香叶矮矮 两边有两只烛台 台上风烛黄黄 炉边靠着一个金牌 牌上捐的是雷神名号 底下有五个大缸 兜住着满缸清水 水上浮着杨柳枝 杨柳枝上 拖着一面铁牌 牌上书的是雷霆都斯的符字 左右有五个大桩 庄上写着五方蛮雷使者的名录 每一庄边 立两个道士 各执铁锤 伺候着打庄 台后面有许多道士 在那里写作文书 正中间设一架纸炉 又有几个相声的人物 都是那执服使者 土地 赞教之神 那大仙走进去 更不谦逊 直上高台立定 旁边有个小道士 捧了几张黄纸书旧的符字 一口宝剑 地语大仙 大仙执着宝剑 念声咒语 将一道符在竹上烧了 那底下两三个道士 拿过一个直符的相声 一道文书 一点火焚支 那上面拼的一声令牌响 只见那半空里 悠悠的风色飘来 猪八戒口里作念道 不好了 不好了 这倒是果然有本事 令牌想了一下 果然就刮风 行者道 兄弟悄悄的 你们再默与我说话 只管护持师父 等我干事去来 好大圣 拔下一根毫毛 吹口仙气 叫便 就便做一个假行者 立在唐僧手下 他的真身出了原神 赶到半空中 高叫 那私封的是那个 慌得那封婆婆 碾住布袋 逊二郎 闸住口绳 上前失礼 行者道 我保护唐朝圣僧 西天取经 路过车池国 与那妖道赌圣其语 你怎么不住老孙 反住那道士 我且饶你 把封收了 若有一些封 把那道士的胡子 吹得动动 各打二十铁棒 疯婆婆道 不敢 不敢 碎儿没些风气 八戒忍不住 乱嚷道 那仙儿请退 令牌一想 怎么不见一些风 你下来 让我们上去 那道士又直令牌 烧了福袭 扑得又打了一下 只见那空中云雾遮满 孙大圣又当头叫道 不云的是那个 慌得那推云童子 布郎君 当面失礼 行者又将前世说了一遍 那云童 雾子 也收了云雾 放出太阳星耀耀 一天万里 更无云 八戒笑道 这些儿只好哄这皇帝 堂塞黎民 全没些真实本事 令牌想了两下 如何又不见云生 那道士心中焦躁 杖宝剑 解散了头发 念着咒 烧了符 再一领牌打江下去 只见那南天门里 邓天君领着雷弓 殿母到当空 迎着行者施礼 行者又将前相使说了一遍 道 你们怎么来的制成 是何法制 天君道 那道士五雷法 是个真的 他发了文书 烧了文席 惊动玉帝 玉帝制下旨意 静致九天英元 雷声谱化 天尊府下 我等奉旨前来 祝雷殿下雨 行者道 既如此 且都祝了 同厚老孙行事 果然雷也不明 殿也不拙 那道士 郁家着盲 又天香 烧福 念咒 打下令牌 半空中 又有四海龙王 意其雍至 行者当头贺道 敖广 那里去 那敖广 敖顺 敖亲 敖润 上前失礼 行者又将前相使 说了一遍 道 向日有劳 未曾成功 今日之事 妄为助力 龙王道 遵命 遵命 行者又谢了 敖顺道 前日窥令狼 富怪 搭救师父 龙王道 那丝还锁在海中 未敢善变 正欲请大声发落 行者道 凭你怎么处置了 罢 如今且助我一功 那道是四生令牌已毙 却轮到老孙下去干事了 但我不会发福 稍息 打肾令牌 你列位 却要助我航行 邓天君道 大圣吩咐 谁敢不从 但只是得一个号令 方敢依令而行 不然 雷雨乱了 显得大圣无款也 行者道 我将棍子为号罢 那雷公大惊道 爷爷呀 我们怎吃的这棍子 行者道 不是打你们 但看我这棍子 网上一指 就要刮风 那疯婆婆 逊二郎美口地答应道 就放风 棍子第二指 就要不云 那推云童子 布郎君道 就不云 就不云 棍子第三指 就要雷点皆明 那雷公 殿母道 凤城 凤城 棍子第四指 就要下雨 那龙王道 遵命 遵命 棍子第五指 就要大日天晴 却莫为物 吩咐已毙 遂按下云头 把毫毛一抖 收上身来 那些人肉眼凡胎 那里晓得 行者遂在旁边高叫道 先生请了 四生令牌 巨仪想必 更没有风云雷雨 该让我了 那倒是无奈 不敢久站 只得下了台 让他 弩着嘴镜 往楼上见驾 行者道 等我跟他去 看他说些甚的 只听得那国王问道 寡人这里 汐尔成厅 你那里四生令响 不见风雨 何也 道是云 今日龙神都不在家 行者立声道 陛下 龙神聚在家 只是这国施法不灵 请他不来 等和尚请来你看 国王道 急去登坛 寡人还在此后雨 行者得指 急抽身到坛所 扯着唐僧道 师父请上台 唐僧道 徒弟 我却不会骑雨 八戒笑道 他害你了 若还没雨 拿上柴棚 一把火了杖 行者道 你不会求雨 好的会念经 等我助你 那张老财 举步登坛 道上面端然坐下 定性归神 默念那 密夺心经 正座处 忽见一员官 飞马来问 那和尚 怎么不打令牌 补烧福袭 行者高声答道 不用 不用 我们是进宫祈祷 那官去回奏不提 行者听得老师父 经文念尽 却去耳朵内取出铁棒 迎风晃了一晃 就有丈二长短 晚来粗细 将棍望空一指 那风婆婆见了 急忙扯开皮带 逊二郎 借放口声 只听得呼呼风响 满城中接瓦翻砖 扬沙走时 看起来 真个好风 却比那寻常之风不同也 但见 折柳山花 催林岛树 九重殿 笋壁崩墙 五凤楼 遥凉汉柱 天边红日无光 地下黄沙有赤 言武厅前武将经 惠文革内闻官聚 三宫粉带乱青丝 六院嫔妃彭宝记 后伯金官落秀英 宰相鸟杀飘斩赤 当家有言不敢谈 黄门之本无犹地 金鱼玉带不一般 向简罗山无品叙 采歌翠平尽损伤 绿窗珠虎 皆狼狈 金鸾电瓦走砖飞 锦云塘门歪阁碎 这阵狂风果世兄 刮得那军王父子南相会 六阶三世梅人宗 万户千门皆紧闭 正是那狂风大作 孙行者又显神通 把金箍棒钻一钻 望空又一只 只见那 推云童子 布郎君 推云童子显神威 古兜兜处时遮天 布郎君施法力 浓默默飞阴盖地 茫茫三世岸 冉冉六结婚 阴风离海上 随语出昆仑 请客漫天地 虚语必是尘 宛然如混沌 不见凤楼门 此时昏雾朦胧 浓云 带 孙行者又把金箍棒钻一钻 望空又一只 慌得呢 雷公愤怒 店母声称 雷公愤怒 到齐火授下天官 店母声称 乱彻金蛇 梨豆腐 呼啦啦是霹雳 震碎了铁叉山 犀利利闪 红霄 飞出了东洋海 呼呼隐隐滚车声 夜夜黄黄 飘稻米 万蒙万物 精神改 多少昆虫者已开 君臣楼上心惊骇 商骨闻声 胆怯蒙 那沉雷护闪 乒乒乓乓乓 疑似那的习山崩之士 虎得那满城人 虎虎焚香 家家画志 孙行者高呼 老荡 仔细替我看那 贪赃坏法之官 忤逆不孝至子 多打死几个势众 那雷越发震响起来 行者却又把铁棒望上一指 只见那 龙氏号令 雨漫乾坤 势如银汉 青天茜 急似云流过海门 楼头声滴滴 窗外响消消 天上银河谢 街前白浪涛 从从如瓮简 滚滚似盆交 孤庄江漫屋 也暗欲平桥 真个桑田便沧海 煞石鹿岸滚波涛 神龙借此来相助 抬起长江望下交 这场雨 自尘石下起 只下到五十前后 下得那车驰骋 里里外外 水漫了街去 那国王传指道 雨够了 雨够了 十分再多 又演坏了和苗 反为不美 五峰楼下听 事官策马冒雨来报 圣僧雨够了 行者闻言 将金箍棒往上右一指 只见煞世间 雷收风息 雨散云收 国王满心欢喜 文武进阶称赞道 好和尚 这正是墙中 更有墙中手 就是我国师 求雨虽灵 若要情 细雨而还下半日 便不清爽 怎么这和尚 要情就情 请客间 稿稿日出 万里就无云也 国王交回鸾 导唤观文 打发唐僧过去 正用御宝石 又被那三个道士 上前阻诛道 陛下 这场与权妃和尚之功 还是我道门之力 国王道 你才说龙王不在家 不曾有雨 他走上去 以进宫祈祷 就雨下来 怎么又与他争功 何也 狐独大仙道 我上坛发了文书 烧了福袭 寄了令牌 那龙王谁赶不来 想是别方照请 风 云 雷 雨 五思聚不在 一闻我令 谁赶而来 是遇着我下他上 一时撞着这个机会 所以就雨 从根算来 还是我请的龙 下的雨 怎么算作他的功果 那国王昏乱 听此言 却又疑惑未定 行者进前一步 和掌奏道 陛下 这些报门法术 也不成个功果 算不得我的他的 如今有四海龙王 溅在空中 我僧未曾发放 他还不敢拒退 那国师若能叫的龙王献身 就算他的功劳 国王大喜道 寡人做了二十三年皇帝 更不曾看见 活龙是怎么模样 你两家各显法力 不论僧道 但叫的来的 就是有功 叫不出的 有罪 那倒是怎么有那样本事 就叫 那龙王见大圣在此 也不敢出头 道士云 我被不能 你是叫来 那大圣 仰面朝空 力声高叫 敖广何在 弟兄们都献原身来看 那龙王听唤 急忙献了本身 四条龙 在半空中度 穿云 飞舞向金鸾垫上 但见 飞腾变化 绕舞盘云 欲找垂勾白 银临武静明 燃飘速炼 耿耿爽 脚耸轩昂 挺挺清 科额摧微 元晶晃亮 银显莫能测 飞扬不可平 岛屿随时不语 秋晴 即便天晴 这才是有灵 有圣真龙像 祥瑞 缤纷绕殿亭 那国王在殿上焚香 众公卿在街前礼拜 国王道 有劳贵体降临 请回 寡人改日教谢 行者道 列位众神各自归去 这国王改日教谢礼 那龙王静自归海 众神各个回天 这正是 广大无边真妙法 至真了性皮帮门 毕竟不知怎么出邪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外道弄强七正法 心缘显圣灭诸邪 话说那国王见孙行者 有呼隆使圣之法 即将官文用了宝印 便要帝与唐僧 放行西路 那三个道士 慌得败倒在金鸾殿上起奏 那皇帝 急下龙位 玉手盲掺道 国师今日行此大礼 何也 道士说 陛下 我等至此 匡扶设计 保国安民 苦力二十年来 今日这和尚弄法力 抓了丢去 败了我们生命 陛下以一场之语 就恕杀人之罪 可不清了我等也 望陛下 且留住他的官文 让我兄弟与他再赌一赌 看是何如 那国王着实混乱 东说向东 西说向西 真个收了官文道 国师 你怎么与他赌 狐狸大仙道 我与他赌作禅 国王道 国师诧异 那和尚乃禅教出身 必然先会禅机 才敢奉旨求经 你怎与他赌此 大仙道 我这作禅 比长不同 有一名 叫做云梯显盛 国王道 何为云梯显盛 大仙道 要一百张桌子 五十张坐一禅台 一张一张 叠将起去 不许手帕而上 亦不用梯登而登 各架一朵云头 上台坐下 约定几个时辰不动 国王见此有些难处 就便传指问道 那和尚 我国师要与你赌云梯 显生作禅 那可会吗 行者闻言 沉吟不达 八戒道 哥哥 怎么不言语 行者道 兄弟 实不瞒你说 若是梯天弄井 脚海翻江 淡山赶月 换斗一星 朱班巧事 我都干的 就是砍头堕脑 剖腹弯心 一样疼那 却也不怕 但说坐禅 我就输了 我那里有这坐姓 你就把我锁在铁柱上 我也要上下爬踏 莫想坐得住 三藏呼的开言道 我会坐禅 行者欢喜道 却好 却好 可坐得多少时 三藏道 我幼年御方上禅僧讲道 那性命根本上 定性存神 在死生观里 也坐二三个年头 行者道 师父若坐二三年 我们就不取经罢 多也不上二三个时辰 就下来了 三藏道 徒弟啊 确实不能上去 行者道 你上前答应 我送你上去 那长老果然和长当兄道 贫僧会坐禅 国王教传指 立禅台 国家有岛山之力 不消半个时辰 就设起两座台 在金鸾殿左右 那狐狸大仙 下垫立于街心 将身一纵 踏一朵西云 静上西边台上坐下 行者把一根毫毛 便做假象 陪着八戒 杀僧立于下面 他却坐五色祥云 把唐僧搓起空中 静至东边台上坐下 他又脸降光 便做一个娇辽虫 飞在八戒耳朵边倒 兄弟 仔细看着师父 在墨与老孙 替身说话 那呆子笑道 李慧德 李慧德 却说那陆立大仙 在秀墩上坐看多时 他两个在高台上 不分胜负 这倒是救助他师兄 义工 将脑后短发 拔了一根 撵着一团 弹江上去 静置唐僧头上 便做一个大臭虫 咬住长老 那长老先前绝痒 然后绝疼 原来坐禅的 不许动手 动手算书 一时间疼痛难尽 他缩着头 就着衣襟擦痒 八戒道 不好了 师父眼儿风发了 沙僧道 不是 是头风发了 行者听见道 我师父乃至成君子 他说会坐禅 断然会坐 说不会 只是不会 君子家 岂有谬乎 你两个修言 等我上去看看 好行者 应得一声飞在唐僧头上 只见有斗笠大小 一个臭虫 盯他师父 慌忙用手碾下 替师父 挠挠摸摸 那长老不疼不痒 端坐上面 行者暗想到 和尚头光 狮子也安不得一个 如何有此臭虫 想是那道士弄得玄虚 害我师父 哈哈 网子也不见输赢 等老孙 去弄他一弄 这行者飞将去 金殿兽头上落下 摇身一变 变作一条七寸长的蜈蚣 竟来倒是别凹里 盯了一下 那道士坐不完 一个金斗翻江下去 几乎丧了性命 幸亏大小官员人多就起 国王大惊 急着当驾太师领 他往文华殿里梳洗去了 行者仍驾祥云 将师父拖下街前 已是长老的圣 那国王只交放行 陆立大仙又奏道 陛下 我师兄原有暗风急 因到了高处 冒了天风 就急举发 顾令和尚得胜 且留下他 等我与他赌隔板猜美 国王道 怎么叫做隔板猜美 陆立道 贫道有隔板之物之法 看那和尚可能够 他若猜得过我 让他出去 猜不着 凭陛下问你罪名 学我昆仲之恨 不无了二十年保国之恩也 真个 那国王十分混乱 依此谗言 即传指 将一株红漆的柜子 命内官抬到宫殿 教娘娘放上件宝贝 许台初 放在白玉街前 教僧道 你两家各读法力 猜那柜中是何宝贝 三藏道 徒弟 柜中之物 如何得知 行者脸祥光 还便坐交流虫 定在唐僧头上道 师父放心 等我去看看来 好大圣 轻轻飞到柜上 爬在那柜角之下 箭有一条板凤 他钻将进去 箭一个红漆单盘内 放一套工衣 乃是山河设计要 乾坤的礼裙 用手拿起来抖乱了 咬破舌尖上 一口血少喷浆去 叫声变 即便做一箭破烂流丢一口中 临行又撒上一抛骚腻 却还从板缝里钻出来 废在唐僧耳朵上道 师父 你只猜是破烂流丢一口中 三藏道 他交财宝贝里 流丢事件甚宝贝 行者道 莫管他 只猜这便是 唐僧进前一步 正要猜 那陆立大仙道 我先猜 那柜里是山河设计要 乾坤地理群 唐僧道 不是 不是 柜里是件破烂流丢一口中 国王道 这和尚无礼 敢笑我国中无宝 猜甚们流丢一口中 叫 拿了 那两班校尉就要动手 慌得唐僧和掌高呼 陛下 且设贫僧一时 待打开跪看 端地是宝 贫僧领罪 如不是宝 却不去的贫僧也 国王叫打开看 当驾官急开了 捧出单盘来看 果然是件破烂流丢一口中 国王大怒道 是谁放上此物 龙座后面 闪上三宫皇后道 我主 是子童亲手放的山河社寄药 乾坤地理群 却不知怎么变成此物 国王道 欲期请退 寡人知之 宫中所用之物 无非是断卷零罗 那由此甚么流丢 叫 台上跪来 等朕亲藏一宝贝 再是如何 那皇帝急转后宫 把玉花园里 先桃树上 接的一个大桃子 由碗来大小 摘下放在柜内 又抬下教菜 唐僧道 徒弟喝 又来猜了 行者道 放心 等我再去看看 幼鹰的一声 飞将去 还从板缝钻进去 见是一个桃子 正和他意 极限了原身 坐在柜里 将桃子一顿口 啃得干干净净 连两边塞凹 都啃尽了 将盒安在里面 仍便 叫辽虫飞匠出去 定在唐僧耳朵上道 师父 只猜是个桃盒子 长老道 徒弟喝 休要弄我 先前不是口快 几乎拿去典型 这番须猜宝贝方好 桃盒子是甚宝贝 行者道 休怕 只管赢他变了 三藏正要开言 听得那杨丽大仙道 贫道仙猜 是一颗仙桃 三藏猜道 不是桃 是个光桃盒子 那国王贺道 是阵放的仙桃 如何适合 三国师猜着了 三藏道 陛下 打开来看就是 当驾官又台上去打开 捧出单盘 果然是一个盒子 皮肉巨无 国王见了 心惊道 国师 秀与他赌斗了 让他去罢 寡人亲手藏的仙桃 如今只是一盒子 使圣人吃了 想是有鬼神 按住他也 八戒听说 与沙僧微微冷笑道 还不知 他是会吃桃子的 积年礼 正话间 只见那狐狸大仙 从文华殿梳洗了 走上殿道 陛下 这河上有搬运底物之术 台上跪来 我破他竖法 与他再猜 国王道 国师还要猜善 狐狸道 竖法直抵的物件 却抵不得人身 将这道铜藏在里面 管教他抵换不得 这小铜果藏在柜里 眼上跪盖 台江下去 叫 那和尚再猜 这三番是圣宝贝 三藏道 又来了 行者道 等我再去看看 鹰的又飞去 钻入里面 见识一个小铜 好大圣 他却有见识 果然是疼那天下少 似这灵力时奸细 他就摇身一变 便做个老道士一般容貌 晋柜里叫声 徒弟 童儿道 师父 你从那里来的 行者道 我使顿法来的 童儿道 你来有吗教会 行者道 那和尚看见你晋柜来了 他若猜个道铜 却不又输了 是特来和你计较计较 剃了头 我们猜和尚吧 童儿道 但凭师父处置 只要我们赢他变了 若是再疏于他 不但低了声名 又恐朝廷不敬重了 行者道 说的是 我儿过来 赢了他 我重重赏你 将金箍棒 就便做一把剃头刀 搂抱着纳头 口里叫道 乖乖 忍着疼 莫放声 等我与你剃头 须语 剃下发来 窝作一团 塞在那跪脚河落里 收了胆 摸着他的光头道 我儿 头变像个和尚 只是衣裳不衬 脱下来 我与你变一变 那道同川的一领 葱白色云头 花卷 绣锦岩边的贺场 真个脱下来 背行者吹一口仙气 叫变 即便做一件 土黄色的植多 与他穿了 却又拔下两根毫毛 便做一个木鱼 递在他手里道 徒弟须听着 但叫道童 千万莫出去 若叫和尚 你就与我顶开跪盖 敲着木鱼 念一卷佛经钻出来 放得成功也 童儿道 我只会念三观经 北斗经 肖灾经 不会念佛家经 行者道 你可会念佛 童儿道 阿弥陀佛 那个不会念 行者道 也罢 也罢 就念佛 省得我又教你 切记着 我去也 还便交了虫 钻出去 飞在唐僧尔伦边道 师父 你只猜是个和尚 三藏道 这番他准赢了 行者道 你怎么定的 三藏道 经上有云 佛 法 僧三宝 和尚却也是一宝 正说出 只见那虎利大仙道 陛下 第三番是个道童 只管教 他那里啃出来 三藏和掌道 是个和尚 八戒金利高教道 柜里是个和尚 那童儿乎的顶开柜盖 敲着木鱼 念着佛钻出来 喜得那两班文武 齐声喝彩 虎得那三个道士 浅口无言 国王道 这和尚是有鬼神辅佐 怎么道士入柜 就便做和尚 纵有带赵根进去 也只剃的头变了 如何衣服也能衬体 口里又会念佛 国师喝 让他去罢 狐狸大仙道 陛下 左右士棋逢对手 将与良才 贫道将中南山 幼师学的武艺 索性与他赌一赌 国王道 有什么武艺 狐狸道 弟兄三个都有些神通 会砍下头来 又能安上 剖腹弯心 还在掌弯 滚油锅里 又能洗澡 国王大经道 此三世都是寻死之路 狐狸道 我等有此法力 才敢出此朗言 断要与他赌个才修 那国王教导 东土的和尚 我国师不肯放你 还要与你 独砍头剖腹 下滚油锅洗澡里 行者正便做交疗虫 往来报事 胡听此言 急收了毫毛献出本相 哈哈大笑道 造笔造话 买卖上门了 八戒道 这三件都是丧性命的事 怎么说买卖上门 行者道 你还不值我的本事 八戒道 哥喝 你只向这等变化疼 那也够了 怎么还有这等本事 行者道 我喝 砍下头来能说话 剁了毕驳打的人 扎举腿脚会走路 偷腹还平妙绝伦 就似人家褒贬时 一碾一个就胡伦 油锅洗澡更容易 只当温汤笛构沉 八戒 沙僧闻言 呵呵大笑 行者上前道 陛下 小和尚会砍头 国王道 你怎么会砍头 行者道 我当年在寺里修行 曾遇着一个方上缠盒子 教我一个砍头法 不知好也不好 如今且是是心 国王笑道 那和尚年幼不知事 砍头那里好是心 头乃六阳之手 砍下即便死矣 狐力道 陛下 正要他如此 方才出得我们之气 那昏君信他言语 即传旨 叫舍沙场 一声传旨 即有羽林军三千百列朝门之外 国王叫 和尚先去砍头 行者欣然应道 我先去 我先去 拱着手高呼道 国师 竖大胆 战先了 拽回头 往外就走 唐僧一把扯住道 徒弟呀 仔细些 那里不是耍处 行者道 怕他怎跌 撒了手 等我去了 那大圣静置沙场里面 被刽子手窝住了 捆作一团 按在那土墩高处 只听喊一声 开刀 搜得把个头砍僵下来 又被刽子手一脚踢了去 好似滚西瓜一般 滚有三四十步远近 行者枪子中更不出血 只听得肚里叫声 头来 荒得陆立大仙 见有这般手段 即念咒语 叫本方土地神奇 将人头扯住 带我迎了和尚 揍了国王 与你把小祠堂 盖作大庙语 你塑像改作正今生 原来那些土地神奇 因他有五雷法 也扶他使欢 暗中真个把行者头 按住了 行者又叫声 头来 那头疑似生根 莫想得动 行者心骄 撵着拳正了一正 将捆的绳子就接正断 和声 长 搜的枪子内长出一个头来 虎的那刽子手各个心惊 与林军人人胆战 那间斩官急走入朝奏道 万岁那小和尚砍了头 又长出一颗来了 八戒冷笑道 沙僧 那只哥哥还有这般手段 沙僧道 他有七十二般变化 就有七十二个头里 说不了 行者走来 叫声 师父 三藏大喜道 徒弟 辛苦吗 行者道 不辛苦 倒好耍子 八戒道 哥哥 可用刀疮要吗 行者道 你是摸摸看 可有刀痕 那呆子伸手一摸 就笑得呆呆睁睁道 妙哉 妙哉 却也长得完全 结巴也没馅 兄弟们正都欢喜 又听得国王叫领官文 赦你无罪 快去 快去 行者道 官文虽领 必须国师也付曹侃砍砍头 也当是心去来 国王道 大国师 那和尚也不肯放你里 你与他赌胜 且莫虎了寡人 虎利也指得去 被几个刽子手 也捆翻在地 晃一晃 把头砍下 一脚也踢将去 滚了 有三十余步 他枪子里也不出血 也叫一声 头来 行者急忙拔下一根毫毛 吹一口仙气 叫便 便做一条黄犬 跑入场中 把那道势头 一口咸来 竟跑到玉水河边 丢下不提 却说那道是连叫三声 人头不到 怎似行者的手段 长不出来 枪子中 骨兜都红光蹦出 可怜空有 换羽狐风法 怎比长生果正先 须于 倒在尘埃 众人观看 乃是一只无头的黄毛虎 那奸掌官又来揍 万岁 大国师砍下头来 不能长出 死在尘埃 是一只无头的黄毛虎 国王闻奏 大惊失色 目不转睛 看那两个道士 陆立起身道 我师兄已是命道路绝了 如何是只黄虎 这都是那和尚被使的掩样法 将我师兄变作处类 我今定不饶他 定要与他赌那剖腹弯心 国王听说 方才定性回神 又叫 那和尚 二国师还要与你独立 行者道 小和尚久不吃烟火时 前日息来 呼吁斋公家劝犯 多斥了几个魔魔 这几日腹中作痛 想是生虫 正欲借陛下之刀 剖开肚皮 拿出脏腑 洗净脾胃 方好上西天见佛 国王听说 叫 拿他腹草 那许多人 掺的掺 扯的扯 行者斩脱手道 不用人掺 自家走去 但一见 不许腹手 我好用手洗刷脏腹 国王传指 叫 莫绑他手 行者摇摇摆摆 静置沙场 将身靠着大庄 解开衣带 露出肚腹 那刀子手 将一条绳套在 他脖巷上 一条绳 扎住他腿足 把一口牛耳短 刀晃一晃 这肚皮下一个 烁个窟窿 这行者 双手爬开肚腹 拿出肠脏来 一条条理够多时 依然安在里面 照旧盘取 撵着肚皮 吹口仙气 较肠 依然肠和 国王大惊 将他那观文捧在 手中道 圣僧莫无息行 与你观文去罢 行者笑道 观文小可 也请二国师 扑扑弯弯 何如 国王对陆立说 这是不与寡人相干 是你要与他 做对头的 请去 请去 陆立道 宽心 料我绝不疏于他 你看他也像孙大圣 摇摇摆摆 进入沙场 被刽子手套上绳 将牛耳短刀 呼喇的一声 割开肚腹 他也拿出肝肠 用手里弄 行者急拔一根毫毛 吹口仙气 叫便 即便做一只恶鹰 展开赤掌 搜得 把他五脏心肝 尽情抓去 不知飞向何方受用 这倒是弄作一个空腔 破肚淋漓鬼 少脏无常浪荡魂 那刽子手 蹬倒大庄 脱师来看 原来是一只白毛角落 慌得那奸展官又来奏道 二国师晦气 正剖腹时 被一只恶鹰 将脏腑肝肠都刀去了 死在那里 原身是个白毛角落也 国王害怕道 怎么是个角落 那杨丽大仙又奏道 我师兄祭死 如何得献受刑 这都是那和尚弄术法 作害我的 疼我与师兄报仇者 国王道 你有什么法力迎他 杨丽道 我与他赌下滚油锅洗澡 国王便叫去一口大锅 满着香油 叫他两个赌去 行者道 多承下顾 小和尚一向不曾洗澡 这两日皮肤造痒 好歹荡荡去 那当家官果安下油锅 架起干柴 燃着烈火 将油烧滚 浇和上仙下去 行者和长道 不知闻喜 无喜 国王道 闻喜如何 无喜如何 行者道 闻喜不脱衣服 似这般插着手 下去打个滚 就起来 不许污坏了衣服 若有一点油腻算输 无喜要取一张衣架 一条手巾 脱了衣服 跳江下去 任意翻筋斗 竖蜻蜓 当耍而喜也 国王对杨丽说 你要与他闻喜 无喜 杨丽道 闻喜恐怕衣服 是要练过的 格油 无喜罢 行者又上前道 竖大胆 屡次战先了 你看他脱了不值多 退了虎皮裙 将身一纵 跳在锅内 翻拨抖浪 就似腹水 一般玩耍 八戒见了 咬着指头 对沙僧道 我们也错看了 这猴子了 凭时间谗言善语 逗他耍子 怎知他有这般 真实本事 他两个鸡鸡 浓浓夸奖不尽 行者望见 心一道 那呆子笑我理 正是乔者 多劳捉者闲 老孙这般武弄 他倒自在 等我做成他捆一绳 看他可怕 正喜悦 打个豚子 脆在油锅底上 便做个枣河滇 再也不起来了 那金展官 进前又揍 万岁 小和尚被滚油 烹死了 国王大喜 焦捞上骨骸来看 刽子手将一把铁罩里 在油锅里捞 原来那罩里演习 行者变得定小 往往来来 从眼孔露下去了 那里捞得着 又揍到 和尚身微骨嫩 巨眨化了 国王叫 拿三个和尚下去 两边校尉 见八戒面凶 先纠番 把背心捆了 慌得三藏高叫 陛下 赦贫僧一事 我那个徒弟 自从归教 历历有功 今日冲撞国师 死在油锅之内 奈何先死者为神 我贫僧怎敢贪生 正是天下官员 也管着天下百姓 陛下若叫臣死 臣岂敢不死 只望宽恩 赐我半斩两江水贩 三张纸马 容到油锅边 烧此一墨纸 也表我师徒一念 那是在领罪也 国王文言道 也是 那中华人多有义气 命取些江贩 黄钱与他 果然取了 帝与唐僧 唐僧交纱和尚同去 行至阶下 有几个校尉 把八戒 揪着耳朵 拉在锅边 三藏对 郭祝月 徒弟孙悟空 自从受戒拜禅林 护我息来恩爱甚 指望同时成大道 何期今日你归音 生前只为求经义 死后还存念佛心 万里英魂须等候 幽冥作鬼上雷音 八戒听见道 师父 不是这般住了 沙和尚 你替我垫浆饭 等我倒 那呆子捆在地下 气呼呼地倒 闯祸的泼猴子 无知地避马温 该死的泼猴子 油烹地避马温 猴的杖 马温断根 孙行者在油锅底上 听得那呆子乱骂 忍不住献了本相 赤淋淋地 站在油锅底道 囊糟的笨货 你骂那个礼 唐僧见了道 徒弟 吓杀我也 沙僧道 大哥干净推养死惯了 慌得那两班文武上 前来奏道 万岁 那和尚不曾死 又打油锅里钻出来了 奸长官恐怕虚狂朝廷 却又揍道 死是死了 只是日期饭兄 小和尚来显魂礼 行者文言大怒 跳出锅来 开了油腻 穿上衣服 撤出棒窝果奸长官 这头一下 打坐了肉团 道 我显什么魂礼 虎得多官连忙解了八戒 跪地哀告 恕罪 恕罪 国王走下龙坐 行者上殿扯住道 陛下不要走 且教你三国师 也下下油锅去 那皇帝战战兢兢道 三国师 你就朕之命 快下锅去 莫叫和尚打我 杨丽下殿 照一行者脱了衣服 跳下油锅 也那般知无喜悦 行者放了国王 浸油锅边 叫烧火的天柴 却伸手探了一把 那滚油都冰冷 心中暗想到 我洗尸滚热 他洗尸却冷 我晓得了 这不知是那个龙王 在此护持他里 急纵身跳在空中 念声 喊字咒语 把那北海龙王换来 我把你这个带脚的蚯蚓 有林的尼丘 你怎么住到是 冷龙护住锅底 叫他险胜迎我 虎得那龙王 懦懦连声道 欧顺不敢相助 大圣原来不知 这个夜处 苦修行了一场 拖的本壳 却只是五雷法 真寿 弃于都 了傍门 难归仙道 这个是他在 小毛山学来的 大开包 那两个已是 大圣破了他法 献了本相 这一个也是他自己练的冷龙 只好哄蛮世俗之人耍子 怎蛮的大圣 小龙如今收了他冷龙 管教他骨碎皮胶 显什么手段 行者道 趁早收了 免打 那龙王画一阵旋风 到油锅边 将冷龙捉下海去不提 行者下来 于三藏 八戒 沙僧立在殿前 见那倒是在滚油锅里打正 爬不出来 滑了一跌 煞时间 骨脱皮 胶肉烂 监长官又来揍道 万岁 三国师闸话了也 那国王满眼垂泪 手扑着玉岸 放声大哭道 人身难得果然难 不欲真传莫炼丹 空有屈神咒水术 却无言受饱生丸 圆明混 怎灭盘 徒用心机命不安 早觉这般轻折错 何如密石稳居山 这正是 典金殿拱成合计 患与呼风总是空 毕竟不知师徒们 怎地维持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是七回 圣僧业祖通天水 金木垂辞就小童 却说那国王 倚着龙床 泪如泉涌 只哭道天晚不住 行者上前高呼道 你怎么这等昏乱 剑放着那道士的尸骸 一个是虎 一个是鹿 那杨丽是一个领养 不信时 捞上骨头来看 那里人有那样枯萝 他本是成精的山寿 同心到此害你 阴剑气数还望 不敢下手 若再过两年 你气数衰败 他就害了你性命 把你江山一果尽属他了 信我等早来 初遥挟救了你命 你还哭肾 哭肾 即打发官文 送我出去 国王闻此 方才醒悟 那文武多官聚奏道 死者果然是白鹿 黄虎 油锅里果是羊骨 圣僧之言 不可不听 国王道 既是这等 感谢圣僧 今日天晚 教太师且请圣僧 至至冤寺 明日早朝 大开东阁 较光露寺 安排肃静炎宴 筹谢 果颂至四里安谢 次日武庚时候 国王涉朝 聚集多官 传旨 快出昭僧榜文 四门各路张挂 一臂乡大牌炎宴 百驾出朝 至至冤寺门外 请了三藏等 供入东阁赋宴 不在话下 却说那托命的和尚 文有朝僧榜 个个欣然 都入城来寻孙大圣 教那毫毛谢恩 这长老散了宴 那国王换了官文 同皇后嫔妃 两班文武 送出朝门 只见那些和尚 跪拜到旁 口称 齐天大圣爷爷 我等是沙滩上 托命僧人 文之爷爷 扫出妖孽 就拔我等 又蒙我王出榜 招僧 特来交那毫毛 扣谢天恩 行者笑道 如等来了几何 僧人道 五百名 半个不少 行者将身一抖 收了毫毛 对君臣僧俗人说道 这些和尚 时事老孙放了 车辆 是老孙运转双冠 穿架挤 琢碎了 那两个妖道 也是老孙打死了 今日灭了妖邪 方知是缠门有道 向后来 再不可胡为乱信 望你把三教归一 也敬僧 也敬道 也养育人才 我保你江山永固 国王一言 感谢不尽 遂送唐僧出城去弃 这一去 只为殷勤经三藏 努力修持光一元 小行业注 可饮鸡餐 不觉得春季下残 又是秋光天气 一日 天色已晚 唐僧勒马道 徒弟 今宵何处安身也 行者道 师父 出家人莫说 那在家人的话 三藏道 在家人怎么 出家人怎么 行者道 在家人 这时候温床暖背 怀中抱子 脚后登漆 自自在在睡觉 我等出家人 那里能够 便是要带月披星 参风宿水 有路且行 无路方筑 那老者方信 是他徒弟 急回头座礼道 老爷 没大事 没大事 才然关了灯 散了花 佛事将收也 八戒道 既是了帐 摆出满散的斋来 我们吃了睡觉 老者叫 掌灯来 掌灯来 家里人听得 大惊小怪道 听上念经 有许多乡竹 如何又教掌灯 几个同仆 出来看时 这个黑洞洞的 即便点火把灯笼 一拥而至 忽抬头见八戒 沙僧 慌得丢了火把 忽抽身关了中门 亡里嚷道 妖怪来了 妖怪来了 行者拿起火把 点上灯烛 扯过一张交椅 请唐僧坐在上面 他兄弟们坐在两旁 那老者坐在前面 正须坐监 只听得里面门开处 又走出一个老者 拄着拐杖 道 是什么邪魔 黑夜里来我扇门之家 前面坐的老者 急起身迎到平门后道 哥哥莫嚷 不是邪魔 乃东土大堂取经的罗汉 徒弟们相貌虽凶 果然是善恶人善 那老者方才放下主杖 与他四位行礼 李毕也坐了面前 叫看茶来 排斋 连叫树生 几个同仆 战战兢兢 不敢笼杖 八戒忍不住问道 老者 你这圣驾两边走怎的 老者道 教他们捧斋来侍奉老爷 八戒道 几个人服侍 老者道 八个人 八戒道 这八个人服侍那个 老者道 服侍你四位 八戒道 那白面师傅 只削一个人 毛脸雷公嘴的 只削两个人 那晦气脸的 要八个人 我得二十个人服侍方购 老者道 这等说 想是你的时长大谢 八戒道 也将就看得过 老者道 有人 有人 七大八小 就叫出有三四十人出来 那和尚与老者 一问一答地讲话 众人方才不怕 却将上面排了一张桌 请唐僧上座 两边摆了三张桌 请他三位坐 前面一张桌 坐了二位老者 先排上素果品菜书 然后是面饭 米饭 咸食 粉汤 排得齐齐整整 唐长老举起注来 先念一卷 起斋经 那呆子一则有些急吞 二来有些饿了 那里等唐僧经完 拿过红七木碗来 把一碗白米饭 扑得丢下口去 救了了 旁边晓得到 这位老爷推梅算计 布龙馒头 怎地把饭聋了 却不无了衣服 八戒笑道 不曾龙 吃了 小的道 你不曾举口 怎么就吃了 八戒道 儿子们便说谎 分明吃了 不信 再吃于你看 那小的们 又端了碗 乘一碗 地语八戒 呆子晃一晃 又丢下口去救了 众同仆见了道 爷爷啊 你是磨砖器的喉咙 着实又光又溜 那唐僧一卷经还未完 他已五六碗过手了 然后却才同举注 一起吃斋 呆子不论米饭面饭 国品贤时 只清一捞乱床 口里还嚷 天饭 天饭 渐渐不见来了 行者叫道 贤弟少吃些吧 也强似在山坞里忍饿 将就够得半饱也好了 八戒道 嘴脸 常言道 摘僧不饱 不如活埋里 行者叫 收了家伙 莫采他 二老者公身道 不满老爷说 白日礼道也不怕 似着大肚子长老 也摘得起百十重 只是晚了 受了残摘 只蒸的一袋面饭 五斗米饭 与几桌素食 邀请几个亲邻 与众僧们散服 不期你列位来 唬得众僧跑了 连亲邻也不曾敢请 尽数都供奉了列位 如不饱 再交争去 八戒道 再争去 再争去 华碧收了家伙捉喜 三藏拱身 谢了斋供 才问 老施主高兴 老者道 姓陈 三藏和长道 这是我贫僧华宗了 老者道 老爷也姓陈 三藏道 是 俗家也姓陈 请问 是财做的什么斋事 八戒笑道 师父问他怎的 岂不知道 必然是清苗斋 平安斋 了场斋罢了 老者道 不是 不是 三藏又问 端帝为何 老者道 是一场御修王斋 八戒笑的打跌道 公公推没眼力 我们是车谎驾桥哄人的大王 你怎么把这谎话哄我 和尚家岂不知斋事 只有个御修忌苦斋 御修田还斋 那里有个御修王斋的 你家人又不曾有死的 作甚王斋 行者文言暗喜 道 这呆子乖了斜野 老公公 你是错说了 怎么叫做御修王斋 那二位欠身道 你等取经 怎么不走正路 却到我这里来 行者道 走的是正路 只见一股水挡住 不能得度 英文古博之声 特来造府借宿 老者道 你们到水边可曾见些甚吗 行者道 只见一面石碑 上书通天和三字 下书进过八百里 更古少人行十字 再无别物 老者道 再往上岸走走 好的离那碑记 只有离许 有一座灵感大王庙 你不曾见 行者道 未见 请公公说说 何为灵感 那两个老者一起垂泪道 老爷喝 那大王 感应一方星庙宇 微灵千里又黎敏 年年庄上师甘露 碎碎村中 骆庆云 行者道 师甘雨 骆庆云 也是好意思 你却这等伤情烦恼 何也 那老者跌脚垂胸 嗔了一声道 老爷喝 虽则恩多还有愿 纵然辞会去伤人 只因要吃童男女 不是招张正直神 行者道 要吃童男女吗 老者道 正是 行者道 想必轮到你家了 老者道 今年正到设下 我们这里 有百家人家居住 此处属车吃国园 会献所管 换作陈家庄 这大盛一年 一次祭赛 要一个童男 一个童女 朱阳生理贡献他 他一顿吃了 保我们风调雨顺 若不祭赛 就来降火生灾 行者道 你府上几位令狼 老者垂胸道 可怜 可怜 说什么令狼 休杀我的 这个是我设帝 名唤陈青 老朱叫做陈诚 我今年六十三岁 他今年五十八岁 儿女上都艰难 我五十岁上还没儿子 亲友们 劝我那的一切 没奈何 寻下一房 生的一女 今年才交八岁 取名换作一乘金 八戒道 好贵名 怎么叫做一乘金 老者道 我因儿女奸男 修桥补路 剑四立塔 不识摘僧 有一本账目 那里使三两 那里使五两 到生女之年 却好用过有三十金黄金 三十金为一乘 所以换作一乘金 行者道 那个的儿子 老者道 设地有个儿子 也是偏出 今年七岁了 取名换作陈关宝 行者问 何取此名 老者道 设下供养官圣爷爷 因在官爷之位下 求得这个儿子 顾名官宝 我兄弟二人 年岁百二 只得这两个人种 不期轮次到我家祭赛 所以不敢不谢 故此父子之情 难搁难舍 先与孩儿 做个超生道场 故曰玉修王斋者 此也 三藏文言 指不住塞边泪下道 这正是古人云 黄眉不落青眉落 老天偏害眉儿人 行者孝道 等我再问他 老公东 你府上有多大家当 二老道 坡有仙 水田有四五十寝 旱田有六七十寝 操场有八九十处 水黄牛有二三百头 驴马有三二十匹 猪羊鸡鹅无数 设下也有吃不着的尘粮 穿不了的衣服 家财产业也进得数 行者道 你这等家业 也亏你省江起来的 老者道 怎见我省 行者道 既有浙加斯 怎么舍得亲生儿女祭赛 拼了五十两银子 可买一个铜男 拼了一百两银子 可买一个铜女 连矫缠不过二百两只树 可就留下自己儿女后代 却不是好 二老滴泪道 老爷 你不知道 那大王甚是灵感 常来我们人家行走 行者道 他来行走 你们看见他是什么嘴脸 有几多长短 二老道 不见其行 只闻得一阵香风 就知是大王爷爷来了 急忙满斗焚香 老少望风下拜 他把我们这人家 持大碗小知识 他都知道 老幼生十年月 他都记得 只要亲生儿女 他方受用 不要说二三百两没处买 就是几千万两 也没处买这般一模一样 同年同月的儿女 行者道 原来这等 也罢 也罢 你且抱你令郎出来 我看看 那陈青急入里面 将官宝抱出厅上 放在灯前 小孩哪知死活 聋着两袖果子 跳跳舞舞的 吃着耍子 行者见了 默默念声咒语 摇身一变 便做那官宝一般模样 两个孩 掺着手 在灯前跳舞 唬得那老者 慌忙跪着唐僧道 老爷 不当人子 不当人子 这位老爷 才然说话 怎么就变做我 一般模样 叫他一声 齐鹰齐草 却舍了我们年少 请献本相 请献本相 行者把脸抹了一把 献了本相 那老者跪在面前道 老爷原来有这样本事 行者笑道 可像你儿子吗 老者道 像 像 像 果然一般嘴脸 一般声音 一般衣服 一般长短 楚道 你还没戏看力 取称来称称 可与他一般轻重 老者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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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重 行者道 似这等可计赛的过吗 老者道 推好 推好 记得过了 行者道 我今替这个孩儿性命 留下你家香烟后代 我去祭赛那大王去也 那沉浸跪地磕头道 老爷果若慈悲剔的 我送白银一千两 与唐老爷做盘战往西天去 行者道 就不谢谢老孙 老者道 你以替记 没了你也 行者道 怎滴地没了 老者道 那大王吃了 行者道 他敢吃我 老者道 不吃你 好到咸兴 行者笑道 认从天命 吃了我 是我的命短 不吃 是我的造化 我与你祭赛去 那陈卿只管 磕头向蟹 又允送银五百两 唯陈诚也不磕头 也不说谢 只是以着那平门痛哭 行者之知 上前扯住道 老大 你这不允我 不谢我 想是舍不得你女儿吗 陈诚才跪下道 是舍不得 敢蒙老爷盛情 就替了我侄子也够了 但只是老捉我 侄子一女 就是我死之后 她也哭得痛切 怎么舍得 行者道 你快去蒸上五斗米的饭 整这些好素菜 与我那长嘴师父吃 教她变作你的女儿 我兄弟同去祭赛 索性行个音质 救你两个儿女性命 如何 那八戒听得此言心中大惊 道 哥哥 你要弄精神 不管我死活 就要攀扯我 行者道 贤弟 常言道 今儿不吃蜈蚣之食 你我进门 赶成圣斋 你还嚷吃不饱里 怎么就不与人家 就些患难 八戒道 哥呀 你便会变化 我却不会理 行者道 你也有三十六般变化 怎么不会 唐僧叫 悟能 你师兄说的罪是 处得甚当 常言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一则感谢后勤 二来当基因得 旷粮业无事 你兄弟耍耍去来 八戒道 你看师父说的话 我只会变山 变树 变石头 变蚕像 变水牛 变大胖汉 还可 若变小女儿 有几分难理 行者道 老大莫信他 报出你另爱来看 那沉沉急入里边 报将一乘金孩 到了厅上 一家子 妻妾大小 不分老幼内外 都出来磕头礼拜 只请救孩性命 那女儿头上戴一个 八宝垂珠的花翠菇 身上穿一件 红闪黄的丝袄 上套着一件 棺绿段子 其盘领的披风 腰间系一条 大红花卷裙 脚下踏一双 瞎码头浅红 四血 腿上系两只 削金西裤 也绣着果子 吃礼 行者道 八戒 这就是女孩 你快变得像她 我们祭赛去 八戒道 哥呀 似这般小巧 俊秀 怎变 行者叫 快些 莫逃打 八戒慌了道 哥哥不要打 等我变了看 这呆子念动咒语 把头摇了几摇 叫变 真个变过头来 就也像女孩面目 只是肚子胖大 狼抗不像 行者笑道 再变变 八戒道 凭你打了吧 变不过来 奈何 行者道 莫逞是丫头的头 和尚的身子 弄得这等不男不女 却怎生是好 你可不起刚来 他就吹她一口仙气 果然及时把身子变过 与那孩一般 便叫 二位老者 带你宝眷与令郎令爱进去 不要错了 一会加 我兄弟夺兰讨乖 走进去转男时任 你将好果子与他吃 不可教他哭叫 恐大王一时知觉 走了风训 等我两人耍子去也 好大圣 吩咐沙僧保护唐僧 他变作陈关宝 八戒变作一成金 二人聚停荡了 却问 怎么攻陷 还是捆了去 是绑了去 争熟了去 是堕碎了去 八戒道 哥哥 莫要弄我 我没这个手段 老者道 不敢 不敢 只是用两个红旗单盘 请二位坐在盘内 放在桌上 这两个后生 抬一张桌子 把你们抬上庙去 行者道 好好 好 拿盘子出来 我们试试 那老者 即取出两个单盘 行者与八戒坐上 四个后生 抬起两张桌子 往天井里走走 又抬回放在堂上 行者欢喜道 八戒 像这班子走走耍耍 我们也是上抬盘的和尚了 八戒道 若是抬了去 还抬回来 两头抬到天明 我也不怕 只是抬到庙里 就要吃礼 这个却不是耍子 行者道 你只看着我 颤着吃我食 你就走了吧 八戒道 知他怎么吃礼 如先吃铜男 我便好跑 如先吃铜女 我却如何 老者道 常年祭赛时 我这里有胆大的 钻在庙后 或在供桌底下 看见他先吃铜男 后吃铜女 八戒道 造化 造化 兄弟正然谈论 只听得锣鼓喧天 灯火照耀 打开前门 叫 抬出铜男铜女来 这老者哭哭啼啼 那四个后生 将他二人抬江出去 端帝不知性命何如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魔弄寒风飘大雪 僧思拜佛 屡层兵 话说陈家庄重信任等 将朱阳生离 将朱阳生离与行者 八戒 喧喧嚷嚷嚷 直抬至灵感庙里 排下 将同男女 设在上手 行者回头 看见那供桌上香花蜡烛 正面一个金字牌位 上写灵感大王之神 更无别的神像 众信百列停荡 一起朝上叩头道 大王爷爷 今年 金月 今日 金时 陈家庄记主 陈诚等重信 年甲不齐 谨遵年利 攻陷同男 一名陈关宝 同女一名陈姨称金 朱阳生离如数 奉上大王享用 保佑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筑坝 烧了纸马 各回本宅不提 那八戒见人散了 对行者道 我们家去罢 行者道 你家在那里 八戒道 往老臣家睡觉去 行者道 呆子又乱谈了 寄予了他 须与他了 这愿心才势力 八戒道 你倒不是呆子 反说我是呆子 只哄他耍耍便罢 怎么就与他祭赛 当起真来 行者道 莫胡说 未人未撤 一定等那大王来吃了 才是个全使全忠 不然又教他降灾遗害 反为不美 郑朔坚 只听得呼呼风响 八戒道 不好了 风响是那话来了 行者指教 莫言语 等我答应 请客间 庙门外来了一个要挟 你看他怎生模样 金甲金盔灿烂心 腰缠宝 带绕红云 眼如晚出明星角 牙似虫牌 巨齿粪 足下烟霞飘荡荡 身边雾外暖熏熏 行时阵阵阴风冷 立处层层煞气温 却似卷帘服驾将 犹如震似大门神 那怪物拦住庙门问道 今年祭祀的是那家 行者笑吟吟地答道 城下问 庄头是陈城 陈青家 那怪文答 心中疑似道 这同难胆大 言谈伶俐 常来供养受用的 问一声不言语 在问声 唬了魂 用手去捉 已是死人 怎么今日这同难 善能应对 怪物不敢来拿 又问 童男女叫甚名字 行者笑道 童男陈关宝 童女一称金 怪物道 这季赛乃少年旧规 如今攻陷我 荡吃你 行者道 不敢抗拒 请自在受用 怪物听说 又不敢动手 拦住门鹤道 你莫顶嘴 我常年先吃童男 今年倒要先吃童女 八戒 八戒慌了道 大王还照就罢 不要吃坏栗子 那怪不容分说 放开手 就捉八戒 呆子扑的跳下来 献了本相 彻定把 劈手一住 那怪物缩了手 往前就走 只听得当的一声响 八戒道 献破甲了 行者也献本相看出 原来是兵盘大小 两个鱼鳞 鹤声赶上 二人跳到空中 那怪物因来附回 不曾带的兵器 空手在云端里问道 你是那方和尚 到此欺人 破了我的香火 坏了我的名声 行者道 这破物原来不知 我等乃东土大唐圣僧 三藏奉亲插西天 取经之徒弟 昨阴夜遇沉家 文有邪魔 假号灵感 年年要同男女祭赛 是我等慈悲 拯救生灵 捉你这破物 趁早失时共来 一年吃两个同男女 你在这里撑了几年大王 吃了多少男女 一个个算还我 饶你死罪 那怪文言就走 被八戒又一钉把 未曾打着 他画一阵狂风 钻入通天河内 行者道 不消感他了 这怪想是河中之物 且待明日设法拿他 送我师父过河 八戒一言 静回庙里 把那朱阳祭礼 连桌面一起搬到陈家 此时唐长老 沙和尚 供陈家兄弟 正在听中后信 呼见他二人 将朱阳等物 都丢在天井里 三藏迎来问道 悟空 济赛之事何如 行者将那称名赶怪 钻入河中之事 说了一遍 二老十分欢喜 急命打扫厢房 安排床铺 请他师徒 就寝不提 却说那怪的命 回归水内 坐在宫中 默默无言 水中大小眷族问道 大王每年想祭 回来欢喜 怎么今日烦恼 那怪道 常年想必 还带些余物 与乳等受用 今日连我也不曾吃的 造化堤 撞着一个对头 几乎伤了性命 中水族问 大王 是那个 那怪道 是一个东土大唐 圣僧的徒弟 往西天拜佛求经者 假辩男女 坐在庙里 我被他献出本相 险仙伤了性命 一项文的人讲 唐三藏乃实实修行好人 但得吃他一块肉 严守长生 不欺他手下有这般徒弟 我被他坏了名声 破了香火 有心要捉唐僧 只怕不得能够 那水族中 闪上一个班医贵婆 对怪物 睽睽拜拜 笑道 大王 要捉唐僧 有何难处 但不知捉住他 可赏我些酒饶 那怪道 你若有谋 合同用力 捉了唐僧 与你拜为兄妹 共喜享之 贵婆拜谢了道 九知大王 有呼风唤雨之神通 脚海翻江之势力 不知可会降雪 那怪道 会降 又道 既会降雪 不知可会做冷劫兵 那怪道 更会 贵婆鼓掌笑道 如此 极易 极易 那怪道 你且将极易之功 讲来我听 贵婆道 今夜有三更天气 大王不必迟疑 趁早做法 起一阵寒风 下一阵大雪 把通天合进皆冻结 卓我等山变化者 便坐几个人行 在于路口 背包持散 单单推车 不住地在冰上行走 那唐僧取经之心甚急 看见如此人行 断然踏冰而渡 大王稳坐河心 带他脚踪响出 蹦裂寒冰 连他那徒弟们 一起坠落水中 一股可得也 那怪文言 满心欢喜道 慎妙 慎妙 急出水浮 踏长空腥风作雪 节冷凝冻成兵不提 却说堂长老师徒四人 歇在陈家 将近天晓 师徒们清寒真冷 八戒可歌打战 睡不得 叫道 师兄 冷啊 行者道 你这呆子推不长俊 出家人寒暑不亲 怎么怕冷 三藏道 徒弟果然冷 你看 就是那 重亲无暖气 袖手似揣冰 此时败叶垂霜蕊 苍松挂洞灵 底烈阴寒慎 持平为水明 渝州不见走 山似怎逢僧 乔子愁柴少 王孙喜探赃 证人须似铁 师客笔如灵 皮袄游贤薄 雕球上恨轻 蒲团江老纳 指账吕魂精 袖被众阴入 浑身战斗铃 师徒们都睡不得 爬起来穿了衣服 开门看出 呀 外面白茫茫的 原来下雪里 行者道 怪到你们骇冷里 却是这般大雪 四人眼瞳观看 好雪 但见哪 铜云密布 惨物重进 铜云密布 朔风林里好空 惨物重进 大雪纷纷盖地 真个是六出 花片片飞穷 千林树珠珠待遇 虚积粉 请客成言 白鹰哥失宿 浩鹤与茅童 平天无储千江水 压倒东南几树梅 却便似 战退玉龙三百万 果然如 拜林残甲满天飞 那里得东过 旅 原安卧 孙康应读 更不见自由州 王工厂 苏武残战 但只是几家村舍如银器 万里江山四鱼团 好雪 柳须漫桥 梨花盖射 柳须漫桥 桥边鱼手挂缩衣 梨花盖射 射下也翁微鼓舵 客子南姑角 仓头苦蜜梅 洒洒消消财蝶翅 飘飘荡荡剪额衣 团团滚滚随风市 叠叠层层道路迷 阵阵寒微穿小木 嗖嗖冷 气头幽微 封年祥瑞从天降 堪赫人间好事已 那长雪 纷纷洒洒 果如简于飞面 师徒们探完多时 只见陈家老者 这两个同仆 扫开道路 又两个送出热汤洗面 须于又送滚茶乳饼 又抬出炭火 聚到厢房 师徒们续作 长老问道 老师主 贵处时令 不知可分春夏秋冬 陈老孝道 此间虽是辟地 但指风俗人物与上国不同 至于朱返古苗牲畜 都是同天共日 其有不分四十之理 三藏道 既分四十 怎么如今就有这般大雪 这般寒冷 陈老道 此时虽是七月 昨日已焦白路 就是八月节了 我这里常年八月间就有霜雪 三藏道 甚比我东土不同 我那里焦东节方有志 正化间 又见同仆来安桌子 请吃粥 粥霸之后 雪比早间又大 须于平地有二尺来身 三藏心骄垂泪 陈老道 老爷放心 莫见雪深忧虑 我设下颇有几担粮食 供养的老爷们半生 三藏道 老施主不知贫僧之苦 我当年蒙圣恩赐了旨意 百大驾亲送出关 唐王御守晴碑奉剑 问道 几时可回 贫僧不知有山川之险 顺口回奏 只消三年 可取经回国 自别后 近已七八个年头 还未见佛面 恐为了亲县 又怕的是妖魔凶狠 所以焦虑 今日有缘的玉坛府 昨夜于徒们略失小会报答 实指望求一船之渡河 不期天降大雪 道路弥漫 不知几时才得功成回故土也 陈老道 老爷放心 正是多的日子过了 那里在这几日 且待天晴 化了兵 老桌倾家废产 必处志送老爷过河 只见遗状又请尽早斋 到厅上吃壁 续不多时 又五斋相继而尽 三藏剑品物丰盛 再四不安道 既蒙剑流 只可以家常相待 陈老道 老爷 赶蒙替祭救命之恩 虽逐日设言奉款 也难愁难谢 此后大雪方柱 就有人行走 陈老健三藏不快 又打扫花园 大盆架火 请去雪洞里 闲耍散闷 八戒笑道 那老儿推没算计 春二三月好赏花园 这等大雪 又冷 赏完何物 行者道 呆子不知事 雪景自然幽静 一则有赏 二来与师父宽怀 陈老道 正事 正事 遂此邀请道远 但见 景之三秋 风光如蜡 苍松皆玉蕊 摔柳挂银花 接下玉台堆粉线 窗前翠竹土穷衙 巧石山头 养于池内 巧石山头 雪雪尖锋排玉笋 养于池内 清清火水做冰盘 临岸芙蓉交色浅 棒牙木紧嫩支锤 秋海唐全然压倒 蜡梅树辽发心智 牡丹亭 海流亭 丹柜亭 亭亭 亭亭见鹅毛堆积 放淮处 款客处 浅兴处 处处皆蝶铺满 两离黄菊御萧金 几树丹风红尖白 无数闲庭冷难道 且观雪冻冷如春 那里边放一个寿免巷足铜火盆 热烘烘炭火财生 那上下有几张虎皮搭山七交椅 软温温纸窗扑射 四壁上挂几轴铭功古画 却是哪 七贤过关 寒江独调 蝶杖层鸾团血井 素五参瞻 折眉逢世 穷林玉树写寒文 说不尽哪 家尽水亭于一买 雪迷山敬酒难辜 真个可堪荣西处 算来何用访彭湖 众人观完良久 就于雪洞里坐下 对临走道取经之事 又捧香茶饮闭 陈老问 列位老爷可饮酒吗 三藏道 贫僧不饮 小徒略饮几杯素酒 陈老大喜 急命 取素果品 炖暖酒 与列位汤寒 那同徒及台桌围炉 与两个临走 各饮了几杯 受了家伙 不觉天色将晚 又仍请到厅上满斋 只听到街上行人都说 好冷天啊 把通天河冻住了 三藏文言道 悟空 冻住河 我们怎生是好 陈老道 乍寒乍冷 想是进河边潜水处冻结 那行人道 把八百里都冻得四镜面一般 路口上有人走里 三藏听说有人走 就要去看 陈老道 老爷莫忙 今日晚了 明日去看 随此别去临走 又晚斋毙 依然歇在厢房 即次日天晓 八戒起来道 师兄 今夜更冷 想必何冻住也 三藏迎着门 朝天礼拜道 众位护教大神 弟子一向息来 潜心拜佛 苦力山川 更无一声抱怨 今至于此 赶得皇天幼柱 节洞河水 弟子空心全谢 带得惊晦 奏上堂皇 结成仇打 礼拜毕 遂教务敬背马 趁兵过河 陈老幼道 莫忙 待几日雪荣兵解 老桌这里 伴传相送 沙僧道 救行也不是话 再住也不是话 口说无凭 耳闻不如眼见 我背了马 且请师父 请去看看 陈老道 言之有理 叫 小的们 快去背我们 六匹马来 且莫背 唐僧老爷马 就有六个 小架跟随 一行人 静往河边来看 真个是 雪姬如山耸 云收破小情 寒宁处赛千丰兽 冰结江湖一片平 朔风凛凛 滑冻 冷冷 吃鱼微蜜枣 野鸟练哭茶 塞外征服 巨坠指 江头烧子乱敲牙 猎蛇腹 断鸟足 果然冰山千百尺 万鹤冷浮银 一川寒进玉 东方自信出江残 北地果然有鼠窟 王翔卧 广五渡 一夜西桥连底过 取找杰棱层 深渊重叠户 通天阔水更无波 绞结冰漫如陆路 三藏与一行人到了河边 勒马观看 真个那路口上有人行走 三藏问道 施主 那些人上兵往那里去 陈老道 和那边乃西凉女国 这起人都是做买卖的 我这边百钱之物 到那边可值万钱 那边百钱之物 到这边亦可值万钱 立众本清 所以人不顾生死而去 常年家有五七人一船 或十数人一船 飘扬而过 见如今河道洞住 故舍命而不行也 三藏道 世间是为名利最重 似他为利的 舍死忘生 我弟子奉旨全中 也只是为名 与他能差几何 教 悟空 快回师主家 收拾行囊 叩杯马匹 趁此层兵 早奔西方去也 行者笑隐隐答应 沙僧道 师父喝 常言道 千日吃了千生米 今已拖来臣府上 且在住几日 待天晴化动 伴传而过 盲中恐有错也 三藏道 悟静 怎么这等于见 若是正二月 一日暖寺一日 可以带得冻结 此时乃八月 一日冷寺一日 如何可变望解冻 却不又误了半载行程 八戒跳下马来 你们且休讲闲口 等老猪试看 有多少厚薄 行者道 呆子 前夜试水 能去抛石 如今冰冻重漫 怎生事的 八戒道 师兄不知 等我举丁把铸太一下 假若铸破 就是冰雹 且不敢行 若铸不动 便是冰厚 如何不行 三藏道 正是 说得有理 那呆子撩一拽步 走上河边 双手举把 尽力一注 只听扑的一声 注了九个白忌 手也震得生疼 呆子笑道 去得 去得 连底都雇注了 三藏文言 十分欢喜 与众同回陈家 只叫收拾走路 那两个老者苦留不住 只得安排些干粮烘炒 做些烧饼 磨磨相送 一家子磕头礼拜 又捧出一盘子散碎金银 跪在面前道 多蒙老爷 活此之恩 了表图中一范之境 三藏白手摇头 只是不受到 贫增出家人 财博何用 就图中也不敢取出 只是以化斋度日为正事 收了干粮足矣 二老又在三阳求 行者用指尖而碾了一小块 约有四五钱个重 地语唐僧道 师父也只当些趁钱 莫叫空腹二老之意 遂此相相而别 静置河边冰上 那马蹄滑了一滑 险些把三藏跌下马来 沙僧道 师父 难行 八戒道 且咒 问陈老官 讨个稻草来我用 行者道 要稻草何用 八戒道 你那里得知 要稻草包着马蹄方才不滑 免叫低下师父来也 陈老在岸上听言 急命人家中取一束稻草 却请唐僧上岸下马 八戒将草包裹马足 然后踏兵而行 别陈老离河边 行有三四里远近 八戒把九环西藏地羽唐僧道 师父 你横此在马上 行者道 这袋子奸诈 西藏原是你条的 如何又叫师父拿着 八戒道 你不曾走过冰陵 不晓得 凡是冰冻之上 必有灵眼 躺货 遮灵眼 脱江下去 若没横担之物 古都的落水 就如一个大锅盖盖住 如何钻得上来 须是如此架住方可 行者暗笑道 这呆子倒是个几年走兵的 果然独一了他 长老横担着西杖 行者横担着铁棒 沙僧横担着降妖宝杖 八戒间挑着行李 腰横着钉拔 师徒们放心前进 这一日行到天晚 吃了些干粮 却又不敢久停 对着星月光滑 硬得冰冻上亮灼灼 白茫茫 只轻奔走 果然是马不停蹄 师徒们莫能合眼 走了一夜 天明又吃些干粮 往昔又静 正行时 只听得冰底下 扑拉拉一声响亮 险仙儿胡倒了白马 三藏大惊道 徒弟呀 怎么这般响亮 八戒道 这和推野洞的街市 得灵响了 或者这半中间 连底通固住了夜 三藏文言 又惊又喜 策马前进 攒刑不提 却说那妖鞋子 从回归水府 引重惊在于冰下 等候多时 只听得马蹄响出 他在底下弄个神通 哗啦地蹦开冰冻 慌得孙大圣跳上空中 早把那白马落于水内 三人进阶脱下 那妖鞋将三藏捉住 引群精进回水府 历声高叫 贵魅何在 老贵婆迎门示礼道 大王 不敢 不敢 要挟道 贤魅何出此言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原说听从辱记 捉了唐僧 与你败为兄妹 今日果成妙计 捉了唐僧 就好魅了前言 叫 小的们 抬过暗桌 磨快刀来 把这和尚剖腹弯心 包皮寡肉 一臂相想动乐器 与贤魅共而食之 严授长生也 贵婆道 大王 且休赤他 恐他徒弟们 寻来吵闹 且宁奈两日 让那丝不来寻 然后剖开 请大王上座 众卷族环练 吹弹歌舞 奉上大王 从容自在享用 却不好演 那怪一眼 把唐僧藏于宫后 使一个六尺长的石下 盖在中间不提 却说八戒 沙僧 在水里捞着行囊 放在白马身上驮了 分开水路 涌浪翻波 覆水而出 只见行者 在半空中看见 问道 师父何在 八戒道 师父姓陈 明到底了 如今没处找寻 且上岸在坐屈处 原来八戒本是天鹏元帅林凡 他当年掌管天河八万水兵大众 沙河上是流沙河内出身 白马本是西海龙孙 故此能知水性 大圣在空中指野 须于回转东崖 晒刷了马匹 掠了衣裳 大圣云头暗落 一同到于陈家庄上 早有人抱于二老道 四个取经的老爷 如今只剩了三个来也 兄弟急忙接出门外 果见衣裳还湿 道 老爷们 我等那般苦流 却不肯住 只要这样方休 怎么不见三藏老爷 八戒道 不叫做三藏了 改名叫做陈到底也 二老垂泪道 可怜 可怜 我说等雪荣被传相送 见之不从 至领丧了性命 行者道 老儿 莫替古人担忧 我师父管他不死长命 老孙知道 绝然是那灵感 大王弄法 算计去了 你且放心 与我们将将衣服 晒晒观纹 取草料 为着白马 等我弟兄寻着那丝 救出师父 所幸捡草除根 替你衣装人除了后患 树极永得安生也 陈老闻言 满心欢喜 急命安排斋供 兄弟三人 饱餐一顿 将马匹 行囊 交与陈家看守 各种兵器 静赴道边 巡视勤怪 正是 乌踏曾兵商本性 大胆脱漏 怎周全 毕竟不知 怎么救得唐僧 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尘水宅 观音救难 陷于兰 却说孙大圣 与八戒 杀僧慈 陈老来至河边 道 兄弟 你两个议定 那一个先下水 八戒道 哥呵 我两个手段 不见怎的 还得你先下水 行者道 不瞒贤弟说 若是山里妖精 全不用你们费力 水中之事 我去不得 就是下海行江 我需要撵着避水绝 或者变化 甚么余泻之行 才去得 若是那般撵绝 却轮不得铁棒 使不得神通 打不得妖怪 我久知 你两个乃灌水之人 所以要你两个下去 沙僧道 哥呵 小弟虽是去得 但不知水底如何 我等大家都去 哥哥变做什么模样 或是我拖着你 分开水道 寻着妖怪的巢穴 你先进去打听打听 若是师父不曾伤损 还在里边 我们好努力争讨 假若不是这怪弄法 或者掩杀师父 或者被妖吃了 我等不需苦求 早早地别寻 道路何如 行者道 贤弟说得有理 你们那个妥我 八戒暗息道 这猴子 不知捉弄了我多少 金帆原来不会水 等老猪驼他 也捉弄他捉弄 呆子笑嘻嘻地叫道 哥哥 我驼你 行者就知有意 却便将计就计道 是 也好 你比无尽还有些履历 八戒就背着他 沙僧剖开水路 弟兄们同入通天河内 向水底下行 有百十里远近 那呆子要捉弄行者 行者随即拔下一根毫毛 便做假身 浮在八戒背上 真身便做一个猪狮子 紧紧地贴在他耳朵里 八戒正行 忽然打个龙肿 得固子把行者往前一贯 扑得跌了一跤 原来那个假身 本是毫毛便的 却就飘起去 无影无形 沙僧道 二哥 你是怎么说 不好生走路 就跌在泥里遍也罢了 却把大哥 不知跌了那里去了 八戒道 那猴子不禁跌 一跌就跌化了 兄弟 莫管他死活 我和你且去寻师父去 沙僧道 不好 还得他来 他虽不知水性 他比我们乖巧 若无他来 我不与你去 行者在八戒耳朵里 忍不住高叫道 武敬 老孙在这里也 沙僧听得笑道 罢了 这呆子是死了 你怎么就敢捉弄他 如今弄得闻声不见面 却怎是好 八戒荒地跪在泥里磕头道 哥哥 是我不是了 带救了师父 上岸陪礼 你在那里作声 就隐杀我也 你请先原身出来 我拖着你 再不敢冲撞你了 行者道 是你还拖着我礼 我不弄你 你快走 快走 那呆子絮絮叨叨 只管念诵着陪礼 爬起来与沙僧右近 行了又有百十里远近 忽抬头望见一座楼台 尚有水源之地四个大字 沙僧道 这相想是妖精住处 我两个不知虚实 怎敢上门所站 行者道 物敬 那门里外可有水吗 沙僧道 无水 行者道 既无水 你再藏饮在左右 带老孙去打听打听 好大圣爬离了八戒耳朵里 却又摇身一变 便坐个长脚虾婆 两三跳跳到门里 睁眼看时 只见那怪坐在上面 众水族百列两边 有个班医贵婆坐于厕首 都上意要吃唐僧 行者留心 两边寻找不见 忽看见一个大肚虾婆走将来 竟往西廊下立定 行者跳到面前称呼道 母母 大王与众商议要吃唐僧 唐僧却在那里 虾婆道 唐僧被大王降雪结冰 昨日拿在宫后石霞中间 只等明日 他徒弟们不来吵闹 就奏乐享用也 行者文言 演了一会 静止寻到宫后 看过有一个石霞 却像人家草坊里的珠草 又似人间一口石棺材这样 亮亮足有六尺长短 却浮在上面 听了一会 只听得三藏在里面 阴阴的哭里 行者不言语 侧耳在听 那师父错得哑响 哽了一声道 自恨将留命有千 生时多少水灾产 出娘胎 富逃波浪 拜佛西天堕渺渊 前欲黑河身有难 金逢兵解命归权 不知徒弟能来否 可得真经反顾缘 行者忍不住教导 师父莫恨水灾 经允 徒乃五行之母 水乃五行之源 无土不生 无水不涨 老孙来了 三藏闻得道 徒弟喝 救我耶 行者道 你且放心 带我们擒住妖精 管教你脱难 三藏道 快些下手 再停一日 足足闷杀我耶 行者道 没事 没事 我去也 急回头 跳江出去 到门外线的原身 叫 靶戒 那呆子与沙僧尽道 哥哥 如何 行者道 正是此怪骗了师父 师父未曾伤损 被怪物盖在石匣之下 你两个快早挑战 让老孙掀出水面 你若勤得他就勤 勤不得 做个杨书 引他出水 等我打他 沙僧道 哥哥放心先去 带小弟们 见帽变色 这行者 撵着避水绝 钻出波中 停列岸边 等候不提 你看那猪 八戒行凶 闯至门前 力声高叫 托物怪物 送我师父出来 慌得那门里 小妖急报 大王 门外有人要师父礼 妖邪道 这定是那坡和尚来了 叫 快去 劈挂兵器来 众小妖 连忙取出 妖邪结束了 执兵器在手 急命开门 走江出来 八戒与沙僧队列左右 剑妖邪 怎声劈挂 好怪物 你看他 头戴金盔黄且灰 身披金甲撤红泥 腰围宝带团珠翠 足踏烟 黄靴样起 笔准高龙如乔耸 天庭广阔若龙矣 眼光闪桌圆海豹 牙齿刚风间又起 短发蓬松飘火焰 长须潇洒挺金锥 口咬一枝清嫩枣 手拿酒瓣赤铜锤 一声一雅门开处 想似三春惊折雷 这等形容人士少 敢称林显大王威 妖邪出的门来 随后有百十个小妖 一个个轮枪五剑 摆开两哨 对八戒道 你是那四里和尚 为甚到此喧嚷 八戒喝道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坡物 你前夜与我顶嘴 近日如何推不知来问我 我本是东土大唐圣僧之徒弟 往西天拜佛求经者 你弄玄虚 假作甚么灵感大王 专在陈家庄 要吃同男同女 我本是陈青家一秤金 你不认得我吗 那妖邪道 你这和尚 甚没道理 你便做一秤金 该一个冒名顶替之罪 我倒不曾吃你 反被你伤了我手臂 以此让了你 你怎么又寻上我的门来 八戒道 你既让我 却怎么又弄冷风 下大雪冻结尖兵 害我师父 快早送我师父出来 万事皆休 牙蹦半个不字 你只看看手中吧 绝不饶你 妖邪闻言 微微冷笑道 这和尚迈此长舌 胡夸大口 果然 是我坐冷下雪冻合 设你师父 你今嚷上门来 思量取讨 只怕这一番 不比那一番了 那时节 我因附会 不曾带的兵器 误重你伤 你如今且休要走 我与你交敌三和 三和敌得我过 还你师父 敌不过 连你一发吃了 八戒道 好乖儿子 正是这等说 仔细看吧 妖邪道 你原来是 半路上出家的和尚 八戒道 我的儿 你真的有些灵感 怎么就晓得 我是半路出家的 妖邪道 你会使把 想是雇在那里种缘 把他定把拐将来也 八戒道 儿子 我这把 不是纳柱地之把 你看 锯齿柱就如龙爪 迅金庄来似蟒行 若逢对敌寒风洒 但与香池火焰声 能与圣僧除怪物 西方路上捉妖精 轮动烟云遮日月 使开霞彩彩 使开霞彩照分明 驻到泰山千虎帕 掀翻大海万龙京 饶你威灵 你以为灵有手段 一注须叫酒窟窿 那个妖邪 那里肯信 举铜锤劈头就打 八戒是钉把架 住道 你这破雾 原来也是半路上 成精的邪魔 那怪道 你怎么认得 我是半路上成精的 八戒道 你会使铜锤 想是雇在 那个银匠家扯炉 被你得了手 偷将出来的 要挟道 这不是打银之锤 你看 酒瓣 全成花孤朵 一干虚恐万年轻 原来不比凡间物 处处还从仙院名 律房子弟姚迟老 素质清香必找生 因我用功团练过 剑如刚锐彻通灵 枪刀剑挤魂难赛 岳辅割毛莫赶精 纵让你把能力刃 趟着吴锤 蹦折钉 沙和尚见他两个攀化 忍不住进前高叫道 那怪物 修得浪言 古人云 口说无凭 做出辩见 不要走 且吃我一丈 妖邪使锤干架住道 你也是半路里出家的和尚 沙僧道 你怎么认得 妖邪道 你这个模样 像一个莫博士出身 沙僧道 如何认得我像个摩博士 妖邪道 你不是摩博士 怎么会是赶面杖 沙僧骂道 你这业障 事也不曾见 这般兵器人坚少 故此难知宝杖名 出自月宫无影处 梭罗先目琢磨成 外边欠宝霞光耀 那里钻金锐气宁 先日也曾培育宴 今朝丙正宝唐僧 西方路上无知识 上界宫中有大明 换作降妖珍宝杖 管教一下随天灵 那妖邪不容分说 三家变脸 这一场 在水底下好杀 同锤宝杖与钉宝 物能物净占妖邪 一个是天鹏林世界 一个是上江江天涯 他两个加工水怪 十威武 这一个独底神僧是可夸 有份有缘成大道 相生相克并横杀 土克水 水干见底 水生木 木往开花 禅法参修归一体 还单炮炼腹三架 土是母 发金雅 金生神水产鹰娃 水为本 润木华 木有辉煌烈火下 传足五行皆别意 固然变脸可争叉 看他那铜锤 酒瓣光明好 宝杖千丝彩绣家 拔案阴阳分酒药 不明解 树乱如马 捐躯器命 殷僧难 舍死忘生为世家 致使铜锤 盲不坠 左遮宝 杖又遮吧 三人在水底下 斗精两个时辰 不分胜败 猪八戒料到不得赢他 对沙僧丢了个眼色 二人诈败杨书 各托兵器回头就走 那怪物叫 小的们 扎住在此 等我赶上这丝 捉将来与如等凑吃啊 你看他如风吹败叶 似于打残花 将他两个赶出水面 那孙大圣在东岸上眼不转睛 只望着河边水势 忽然见波浪翻腾 喊声号号 八戒先跳上岸道 来了 来了 沙僧也到岸边道 来了 来了 那妖邪随后叫 那里走 才出头 背行者喝道 看棍 那妖邪闪身躲过 使铜锤极架向环 一个在河边涌浪 一个在岸上示威 搭上手 未经三合 那妖遮甲不住 打个花 又翠于水里 遂此风亭浪熙 行者回转高崖道 兄弟们 辛苦啊 沙僧道 哥呀 这妖精 他在岸上绝道不济 在水底也尽力害理 我与二哥左右骑躬 只站了个两平 却怎么处置救师父也 行者道 不必遗迟 恐被他伤了师父 八戒道 哥哥 我这一去哄他出来 你莫作声 但只在半空中等候 估着他钻出头来 却使个捣算打 照他顶门上着 这时时一下 纵然打不死他 好到也护腾发晕 却等老朱赶上一把 管教他了账 行者道 正是 正是 这叫做里营外合 方可济世 他两个附入水中不提 却说那妖挟败阵 逃生 回归本宅 中妖接到宫中 贵婆上前问道 大王赶那两个和尚 到那方来 妖挟道 那和尚原来 还有一个帮手 他两个跳上岸去 那帮手轮一条铁棒打我 我闪过与他相持 也不知他那棍子 有多少斤重 我的铜锤 莫想架得他住 战位三合 我却败回来也 贵婆道 大王 可记得那帮手 是圣像吗 妖挟道 是一个毛脸雷弓嘴 插耳朵 折鼻梁 火眼金金和尚 贵婆文说 打了一个寒进道 大王啊 亏了你十郡 逃了性命 若在三合 决然不得全生 那和尚我认得他 要挟道 你认得他是谁 贵婆道 我当年在东洋海内 曾闻的老龙王 说他的名誉 乃是五百年前 大闹天宫 混元仪器上方 太乙金仙美猴王 齐天大圣 如今归依佛教 宝唐僧往西天取经 改名换作孙悟空行者 他的神通广大 变化多端 大王你怎么惹他 今后再莫与他战了 说不了 只见门里小妖来报 大王 那两个和尚 又来门前所站立 妖精道 贤妹所见甚长 再不出去 看他怎么 急传令教 小的们把门关紧了 正是任君门外教 只是不开门 让他禅两日 兴贪了回去时 我们却不自在受用唐僧也 那小妖一骑豆瓣石头 色泥块 把门避沙 八戒与沙僧连教不出 带子新交 就是定把住门 那门以此紧闭牢关 莫想能够 被他七八把 驻破门扇 里面却都是泥土石块 高碟千层 沙僧见了道 二哥 这怪物惧怕之甚 闭门不出 我和你且回上和牙 再与大哥计较去来 八戒一眼 静转东岸 那行者半云半雾 提着铁棒等礼 看见他两个上来 不见妖怪 急暗云头 迎至暗边 问道兄弟 那画怎么不上来 沙僧道 那怪物紧闭宅门 再不出来见面 被二哥打破门扇看时 那里面都使些泥土石块 石石地叠住了 故此不能得战 却来与哥哥记忆 再怎么设法去救师父 行者道 似这般 却也无法可治 你两个只在河岸上巡视着 不可放他往别处走了 带我去 带我去 八戒道 哥哥 你往那里去 行者道 我上普陀岩拜问菩萨 看这妖怪是那里出身 兴慎名水 寻着他的祖居 拿了他的家属 捉了他的寺林 却来此琴怪救师 八戒笑道 哥哥 这等干只是推废事 耽搁了时辰了 行者道 管你不废事 不耽搁 我去就来 好大圣 急纵祥光 躲离河口 静赴南海 那里消半个时辰 早望见洛家山不远 低下云头 静至普陀崖上 只见那二十四路诸天 与守山大神 木叉行者 善财童子 捧诸龙女 一起上前 迎着施礼道 大圣何来 行者道 有事要见菩萨 众神道 菩萨今早出动 不许人随 自入竹林里观完 知大圣今日必来 吩咐我等 在此后接大圣 不可就见 请在次言前 聊作片时 带菩萨出来 自有道理 行者一言 还未坐下 又见那善财童子 上前施礼道 孙大圣 前蒙圣意 性菩萨 不弃收留 早晚不离左右 专世连台之下 甚得善辞 行者知识红孩 笑道 你那时节磨叶迷心 今朝得成正果 才知老孙是好人也 行者久等不见 心交道 列位与我传报传报 但持了恐伤 无师之命 诸天道 不敢报 菩萨吩咐 只等他自处来礼 行者性急 那里等得 急纵身往里便走 一 这个美猴王 性急能确博 诸天留不住 要往里边 拽步入森林 睁眼偷去着 远观旧苦尊 盘坐衬残弱 懒散怕梳妆 容颜多绰约 散碗一窝丝 未曾带阴落 不挂素蓝袍 贴身小傲腹 慢腰竖紧裙 赤了一双脚 披肩绣带舞 精光两臂薄 玉手之钢刀 正把竹皮削 行者见了 忍不住立身高叫道 菩萨 弟子孙悟空 至心朝礼 菩萨叫 外面伺候 行者叩头道 菩萨 我师父有难 特来拜问通天 和妖怪根源 菩萨道 你且出去 带我出来 行者不敢强 只得走出竹林 对众诸天道 菩萨今日又重置家世里 怎么不做连台 不装饰 不喜欢在林里消灭作甚 朱天道 我等却不知 今早出动 未曾装束 就入林中去了 又叫我等在此 接候大圣 必然为大圣有事 行者没奈何 只得等候 不多时 只见菩萨手提一个子竹来出林 道 悟空 我与你就唐僧去来 行者慌忙跪下道 弟子不敢催促 且请菩萨这一等坐 菩萨道 不消这一 就此去也 那菩萨 瞥下诸天 纵祥云 腾空而去 孙大圣 只得相随 请客间 到了通天和见 八戒与沙僧 看见到 师兄姓吉 不知在南海 怎么乱嚷乱叫 把一个未梳妆的菩萨 逼将来也 说不了 道于河岸 二人下拜道 菩萨 我等善甘 有罪 有罪 菩萨 急解下一根 树凹的丝涛 将篮拴定 提着丝涛 半踏云彩 抛在河中 往上溜头扯着 口念颂子道 死得去 活得住 死得去 活得住 念了七遍 提起篮 但见那篮里 亮着着一尾金鱼 还展眼洞林 菩萨叫 悟空 快下水救你师父业 行者道 未曾拿住妖鞋 如何救得师父 菩萨道 这哪里不是 八戒与沙僧拜问道 这鱼儿 怎生有那等手段 菩萨道 它本是我莲花池里 养大的金鱼 每日福头听经 修成手段 那一柄酒瓣铜锤 乃是一只未开的汉弹 被它运炼成兵 不知是那一日 海巢范掌 走到此间 我今早扶兰看花 却不见这丝出败 掐指寻闻 算着他在此成经 害你师父 故此未及梳妆 运神功之个竹篮 而勤他 行者道 菩萨 既然如此 且待骗时 我等叫陈家 庄重信任等 看看菩萨的金面 一则留恩 二来说此收怪之事 好叫凡人信心供养 菩萨道 也罢 你快去叫来 那八戒与沙僧 一起飞跑至庄前 高呼道 都来看活观音菩萨 都来看活观音菩萨 一桩老幼男女 都向河边 也不顾泥水 都跪在里面 磕头礼拜 那中有善图画者 传下影神 这才是于兰观音现身 当时菩萨就归南海 八戒与沙僧 分开水道 竟往那水源之地 找寻师父 原来那里边水怪鱼精 尽皆死烂 却入后宫 揭开石霞 拖着唐僧 出离波金 与众相见 那陈青兄弟 叩头称谢道 老爷不依小人劝留 致令如此受苦 行者道 不消说了 您这里人家 下年再不用祭赛 那大王以此除根 永无伤害 陈老儿 如今才好累你 快寻一只船 送我们过河去也 那陈青道 摇 摇 摇 就交捷板打船 众庄客闻的此言 无不喜设 那个岛 我买为棚 这个岛 我半高奖 有的说 我出绳索 有的说 我顾水手 正都在河边上吵闹 呼听的河中间高叫 孙大圣不要打船 花费人家财物 我送你师徒们过去 众人听说 各个心惊 胆小的走了回家 胆大的战兢兢贪侃 须于 那水里钻出一个怪来 你倒怎生模样 方头神物非凡品 九株灵机号水仙 夜尾能言谦记受 前身净银百川渊 翻波跳浪冲江岸 向日朝风卧海边 阳气寒灵真有道 多年粉盖赖投缘 那老袁又叫 大圣 不要打船 我送你师徒过去 行者轮着铁棒道 我把你这个夜处 若到边前 这一棒就打死你 老袁道 我敢大圣之恩 情愿办好心送你师徒 你怎么反要打我 行者道 与你有甚恩惠 老袁道 大圣 你不知这底下水源之地 乃是我的住宅 自历代以来 祖上传流到我 我因审物本根 养成灵气 在此处修行 被我将祖居翻盖了一遍 立作一个水源之地 那妖邪乃九年前海啸拨翻 他敢朝头来与此处 仗逞凶丸 与我争斗 被他伤了我许多儿女 夺了我许多眷族 我逗他不过 将巢穴白白地被他占了 金蒙大圣至此 大救唐师父 请了观音菩萨扫尽腰分 收去怪物 将地宅还归于我 我如今团圆老小再不须挨土邦尼 得居旧舍 此恩重若秋山 甚如大海 且不但我等盟会 指这一桩上人 免得年年祭赛 全了多少人家儿女 此诚所谓一举而两的之恩也 敢不报答 行者文言心中暗喜 收了铁棒道 你端帝是真实之情吗 老圆道 因大圣恩德鸿身 怎敢虚妙 行者道 既是真情 你朝天赌咒 那老圆张着鸿口 朝天发誓道 我若真情不送唐僧过此通天河 将身化为血水 行者笑道 你上来 你上来 老圆却才附近岸边 将身移送 爬上河崖 众人进前观看 有四丈为圆的一个大白盖 行者道 师父 我们上他身 渡过去也 三藏道 徒弟啊 那层冰厚洞 尚且沾尊 旷此原被 恐不稳变 老圆道 师父放心 我比那层冰厚洞稳的锦里 但歪一歪 不成功果 行者道 师父啊 凡诸众生 会说人话 绝不打狂语 叫 兄弟们 快牵马来 到了河边 陈家庄老幼男女 一起来拜送 行者 交把马 牵在白原盖上 请唐僧 站在马的颈向左边 沙僧站在右边 八戒 站在马后 行者 站在马前 右孔 纳园无礼 解下虎金 涛子 穿在老圆的鼻枝内 扯起来 像一条 缰绳 却使一只脚 踏在盖上 一只脚 蹬在头上 一只手 执着铁棒 一只手 扯着缰绳 叫道 老圆 慢慢走 喝 歪一弯 就照头一下 老圆道 不敢 不敢 他却登开四足 踏水面 如行平地 众人 都在岸上 焚香叩头 都念 纳摩阿弥陀佛 这正是 真罗汉 临凡 活菩萨出现 众人 只败地 望不见 形影 方悔 不提 却说 那师父 驾着白原 那消一日 行过了八百里 通天和界 干手 干脚的 灯案 三藏上牙 何首称谢道 老圆累你 无物可赠 待我取经 回谢你罢 老圆道 不劳师父赐谢 我闻得西天佛祖 无灭无声 能知过去未来之事 我在此间 整修行了一千三百余年 虽然严寿身轻 会说人语 只是难脱本科 万望老师父到西天 与我问佛祖一声 看我几时得脱本科 可得一个人身 三藏祥允道 我问 我问 那老圆才脆水中去了 行者碎服事 唐僧上马 八戒挑着行囊 杀僧跟随左右 师徒们找大路 一直奔西 这的是 圣僧奉旨拜弥陀 水远山摇灾难多 一只新城不惧死 白猿驼渡过天河 毕竟不知此后 还有多少路程 还有什么凶急 且停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情论性从依爱欲 神魂心动于魔头 事曰 心地贫贫扫 陈情细细除 莫交坑欠 险皮炉 本体长清静 方可论原初 性逐须挑剔 曹西任西乎 勿令远马 气生粗 昼夜绵绵兮 方显是功夫 这一首词 排名南科子 单道着唐僧 脱雀通天和寒兵之灾 踏白猿赴登彼岸 四重奔西 正欲严东之景 但见那灵光默默 烟中淡 山谷冷冷水外清 师徒们正当刑处 忽然又遇一山 路窄崖高 十多岭郡 人马难尽 三藏在马上都将 叫声徒弟 时有孙行者引八戒 沙僧进前势力道 师父 有何吩咐 三藏道 你看那前面山高 直空虎狼作怪 妖兽伤人 今番是必仔细 行者道 师父放心莫虑 我等兄弟三人 兴何一何 归正求真 使出荡怪降妖之法 怕甚么虎狼妖兽 三藏文言 只得放怀前进 道于谷口 灯牙抬头观看 好山 错额处处 链消微微 错额处处冲消汗 链消微微爱比空 怪石乱堆如坐虎 苍松斜挂似飞龙 领上鸟蹄交运美 牙前 梅放已香浓 见水缠缘流出冷 颠云暗淡过来凶 又见那飘飘雪 淋淋风 咆哮恶湖猴山中 寒鸭简树无七处 野路寻窝梅定踪 可探行人难进步 皱眉愁脸把头蒙 师徒四众 冒雪冲寒 战司司行过那巅峰峻岭 远望剑山凹中 有楼台高耸 房舍清幽 唐僧马上欣然道 徒弟喝 这一日又饥又寒 幸得那山凹里 有楼台房舍 断壶使装壶人家 安关寺院 且去化些斋饭 吃了再走 行者闻言 急征经看 只见那壁香凶云隐隐 恶气纷纷 回首对唐僧道 师父 那香不是好处 三藏道 见有楼台亭雨 如何不是好处 行者笑道 师父喝 你那里知道 西方路上 多有妖怪邪魔 善能点化庄宅 不拘甚么楼台房舍 管阁亭雨 巨能指化了哄人 你知道龙声九种 内有一种名慎 慎气放出 就如楼阁浅吃 若欲大江昏迷 慎陷此事 躺有鸟却飞腾 定来歇斥 那怕你上万论千 尽被他一气吞之 此意害人最重 那壁香气色凶恶 断不可入 三藏道 既不可人 我却这时机了 行者道 师父果机 且请下马 就在这平除坐下 带我别处化谢 摘来你吃 三藏一言下马 八戒踩定缰绳 沙僧放下行李 急去解开包裹 取出波鱼 递与行者 行者接波鱼在手 吩咐沙僧道 贤弟却不可前进 好生保护师父 稳坐于此 带我化斋回来 再往西去 沙僧领诺 行者又向三藏道 师父 这去处少极多凶 切莫要动身别往 老孙话摘去也 唐僧道 不必多言 但要你快去快来 我在这里等你 行者转身欲行 却又回来道 师父 我知你没甚作性 我与你个安身法 急取金箍棒 晃了一晃 将那平地下周围 画了一道圈子 请唐僧坐在中间 这八戒 沙僧势力左右 把马语行礼 都放在近身 对唐僧和长道 老孙话的这圈 强似那铜墙铁壁 凭他甚么虎抱狼虫 妖魔鬼怪 巨魔感尽 但只不许你们走出圈外 只在中间稳坐 保你无余 但若出了圈定遭毒手 千万千万 智主 智主 三藏一眼 师徒聚端然坐下 行者踩起云头 寻装画斋 一知难行 忽见那古树参天 乃一村装设 按下云头 仔细观看 但只见 雪漆摔柳 冰结方唐 书书修竹摇清 玉玉乔松宁翠 几间茅屋半庄银 一座小桥 邪气凡 离边微土水仙花 眼下长垂冰冻住 萨萨寒风送一箱 雪漫不见没开出 行者随步观看庄景 只听戴亚的一声 柴飞响出 走出一个老者 手托离杖 头顶羊球 身穿破纳 足踏谱鞋 主着帐 养身朝天道 西北风起 明日晴了 说不了 后边跑出一个哈巴狗来 望着行者汪汪的乱吠 老者却才转过头来 看见行者 捧着波鱼 打个问讯道 老施主 我和尚是东土大唐 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者 事路过宝方 我师父腹中积内 特造尊府木化一斋 老者闻言 点头顿仗道 长老 你且修化斋 你走错路了 行者道 不错 老者道 往西天大路 在那直北下 此间到那里 有千里之遥 还不去找大路而行 行者笑道 正是直北下 我师父现在大路上端坐 等我化斋里 那老者道 这和尚胡说了 你师父在大路上等你化斋 似着千里之遥 就会走路 也须得六七日 走回去又要六七日 却不饿坏他也 行者笑道 不满老施主说 我才然离了师府 还不上一盏热茶之石 却就走到此处 如今化了斋 还要趁去做五斋里 老者见说 心中害怕道 这和尚是鬼 是鬼 急抽身往里就走 行者一把扯住道 施主那里去 有斋快化仙 老者道 不方便 不方便 别转一家而罢 行者道 你这施主 好不会是 你说我离此 有千里之遥 若再转一家 却不又有千里 真是扼杀我师父也 那老者道 实不瞒你说 我家老小六七口 才逃了三生米下锅 还未曾煮熟 你且到别处去 转转再来 行者道 古人云 走三家 不如坐一家 我贫僧再次等一等罢 那老者见馋得紧 恼了 举离仗就打 行者公然不惧 被他照光头上 打了七八下 只当与他抚养 那老者道 这是个撞头的和尚 行者笑道 老官 凭你怎么打 只要记得杖术明白 一杖一生米 慢慢凉来 那老者闻言 急丢了离仗 跑进去把门关了 直嚷 有鬼 有鬼 慌得那一家战战兢兢 把前后门具关上 行者见他关了门 心中暗想 这老贼才说逃米下锅 不知是虚事实 常言道 道话贤良 事话于 且等老孙进去看看 好大圣 碾着诀 使个隐身顿法 竟走入厨中看处 果然那锅里气腾腾地 煮了半锅干饭 就把波鱼往里一压 满满地压了一波鱼 急驾云回转不提 却说 唐僧坐在圈子里 等待多时 不见行者回来 欠身畅忘道 这猴子往那里化斋去了 八戒在旁笑道 知他往那里耍子去了 化什么斋 却教我们在此坐牢 三藏道 怎么为之坐牢 八戒道 师父 你原来不知 古人化地为牢 他将棍子划个圈 强似铁壁铜墙 假如有虎狼妖兽来时 如何挡得他住 只好白白地送予他赤罢了 三藏道 物能凭你怎么处置 八戒道 此间又不藏风 又不避冷 若依老朱 只该顺着路往西且行 师兄化了斋 架了云 必然来快 让他赶来 如有斋吃了再走 如今坐了这一会 老大脚冷 三藏文子言 就是晦气星进宫 碎衣呆子 一起出了圈外 沙僧签了马 八戒担了担 那掌老顺路 步行前进 不一时 到了那楼阁之所 原来是坐北向南之家 门外八字粉墙 有一座倒锤 连升斗门楼 都是五色庄的 那门半开半眼 八戒就把马拴在门枕尸骨上 沙僧歇了担子 三藏未封 坐于门线之上 八戒道 师父 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 乡府之家 前门外无人 想必都在里面轰火 你们坐着 让我进去看看 唐僧道 仔细也 莫要冲撞了人家 呆子道 我晓得 自从归正禅门 这一向也学了些礼数 不比那村莽之夫也 那呆子把钉把撒在腰里 整一整清紧之多 丝丝纹纹走入门里 只见是三间大厅 连龙高空 静悄悄 全无人计 也无捉以家伙 转平门往里又走 乃是一座川堂 堂后有一座大楼 楼上窗阁半开 隐隐见一顶黄鸣障满 呆子道 想是有人怕冷 还睡里 他也不分内外 拽步走上楼来 用手掀开看时 把呆子唬了一个龙肿 原来那丈里像牙床上 白痴痴的一堆骸骨 骷髅有八斗大 腿挺骨有四五尺长 呆子定了性 止不住塞边泪落 对骷髅点头探云 你不知是 那带那朝元帅体 何邦何国大将军 当时豪杰争强盛 今日七粮鹿骨金 不见妻儿来侍奉 那冯氏族把相翻 慢官这等真堪叹 可惜兴亡霸业人 八戒正才感叹 只见那丈慢后 有火光一晃 呆子道 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 在后面里 急转步过丈观看 却是穿楼的窗扇透光 那币箱有一张彩漆的桌子 桌子上乱搭着 几件锦绣棉衣 呆子提起来看时 却是三件那锦背信 他也不管好歹 拿下楼来 出厅房进到门外道 师父 这里全没人烟 是一所亡灵之宅 老朱走进里面 直至高楼之上 黄灵帐内 有一堆骸骨 串楼旁 有三件纳紧的背信 被我拿来了 也是我们一成而造化 此时天气寒冷 正当用处 师父 且脱了扁衫 把他且穿在底下 受用受用 免得吃冷 三藏道 不可 不可 吕云 公去窃取皆为道 躺货有人知觉 赶上我们 到了当官 断然是一个窃道之罪 还不送进去 与他搭在原处 我们在此避风坐一坐 等悟空来时走路 出家人 不要这等爱晓 八戒道 四顾无人 虽鸡犬 亦不知之 但只我们知道 谁人告我 有何正见 就如十道的一般 那理论 甚么恭取 窃取也 三藏道 你胡作啊 虽是人不知之 天何盖焰 玄帝垂讯云 暗示亏心 神木如殿 趁早送去还他 莫爱非礼之物 那呆子莫想肯听 对唐僧笑道 师父喝 我自为人 也穿了几件背心 不曾见这等纳紧的 你不穿 且带老朱穿一穿 试试心 悟悟几倍 等师兄来 拖了还他走路 沙僧道 既如此说 我也穿一件 两个旗 脱了上盖直多 将背心套上 踩紧带子 不知怎么立战不稳 扑得一跌 原来这背心 塞过绑腹手 煞时间把他两个 被减手 贴心捆了 慌得个三藏 跌足抱怨 急忙上前来解 那里便解得开 三个人在那里 吆喝之声不绝 却早惊动了魔头也 话说那座楼房 果是妖精点化的 终日在此拿人 他在洞里正坐 忽闻的怨恨之声 急出门来看 果见捆住几个人了 妖魔急唤小妖 同道纳乡 收了楼台房屋之行 把唐僧掺住 牵了白马 挑了行李 将八戒 沙僧一起捉到洞里 老妖魔登台高坐 众小妖把唐僧 推进台边 跪附于地 妖魔问道 你是那方和尚 怎么这般胆大 白日里偷到我的衣服 三藏地泪告约 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 往西天取经的 因腹中积内 着大徒弟去化斋未回 不曾依得他的言语 误撞先庭必封 不欺我这两个徒弟爱小 拿出这遗物 贫僧绝不敢坏心 当教送还本处 他不听无言 要穿此物几倍 不料中了大王机会 把贫僧拿来 万望此敏 留我残生 求取真经 永祝大王恩情 回东土千古传扬也 那妖魔笑道 我这里常听的人言 有人吃了唐僧一块肉 发白还黑 齿落更生 幸今日不请自来 还指望饶你理 你那大徒弟 叫做什么名字 往何方画债 八戒文言 即开口称杨道 我师兄乃五百年前 大闹天宫 齐天大圣孙悟空也 那妖魔 听说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老大有些耸惧 口内不言 心中暗想道 久闻那斯神通广大 如今不期而会 教 小的们 把唐僧捆了 将那两个解下宝贝 换两条绳子 也捆了 且抬在后边 待我拿住他大徒弟 一发刷喜 却好凑笼争斥 众小妖答应一声 把三人一起捆了 抬在后边 将白马拴在槽头 行李挑在屋里 众妖都磨兵器 准备擒拿行者不提 却说孙行者 自南庄人家 设了一波鱼斋饭 驾云回返旧路 竟至山坡平除 按下云头 早已不见唐僧 不知何往 棍华的圈子还在 只是人马都不见了 回看那楼台处所 一句无疑 唯见山根怪事 行者心惊道 不消说了 他们定是遭那独守也 急一路看着马蹄 向西而赶 行游五六里 正在七创之际 只闻的北坡外 有人言语 看时 哪一个老翁 沾衣山体 暖帽蒙头 足下踏一双 半新半旧的游靴 手持着一根龙头拐棒 后边跟一个年幼的同仆 折一只辣梅花 自坡前念歌而走 行者放下波鱼 敌面道个问讯 叫老公公 贫僧问讯了 那老翁即便回礼道 长老那里来的 行者道 我们东土来的 往西天拜佛求经 一行师徒四众 我因师父激了 特去画斋 教他三众 坐在那山坡平除乡后 急回来不见 不知往那条路上去了 动问公公 可曾看见 老者闻言 赫赫冷笑道 你那三众 可有一个长嘴大耳的吗 行者道 摇 摇 摇 又有一个晦气色脸的 牵着一匹白马 领着一个白脸的胖和尚吗 行者道 是 是 是 老翁道 他们走错路了 你修寻他 个人顾命去也 行者道 那白脸者是我师父 那怪样者是我师弟 我与他共发前心 要往西天取经 如何不寻他去 老翁道 我才然从此过时 看见他错走了路径 闯入妖魔口里去了 行者道 樊公公公指教指教 是个什么妖魔 居于何方 我好上门取索他等 往西天去也 老翁道 这座山 叫座金 山 山前有个金 洞 那洞中有个独角四大王 那大王神通广大 威武高强 那三众此回断没命了 你若去寻 只怕连你也难保 不如不去之为御也 我也不敢阻你 也不敢留你 只凭你心中度量 行者在拜称谢道 多蒙公公指教 我岂有不寻之理 把这斋饭道与他 将这空波鱼自家收拾 那老翁放下拐棒 接了波鱼 地与同仆 献出本相 双双跪下叩头叫 大圣小神不敢隐瞒 我们两个就是此山山神 土地在此后接大圣 这斋饭连波鱼 小神收下 让大圣神亲好施法力 待救唐僧出难 将此斋还奉唐僧 方显得大圣至功至效 行者喝道 你这毛鬼讨打 既知我道 何不早赢 却有这般藏头鹿尾 视甚道理 土地道 大圣性极 小神不敢造次 恐犯威严 故此隐向告知 行者息怒道 你且计打 好生于我收着波鱼 带我拿那妖精去来 土地 山神尊领 这大圣 却才树一树虎金韬 拽起虎皮裙 执着金箍棒 竟奔山前找寻妖洞 转过山崖 只见那乱石林林 翠崖边有两扇石门 门外有许多小妖 在那里轮枪舞剑 真个事 烟云凝锐 苔显堆青 灵层怪石裂 齐驱取倒影 原校屋提风警力 鸾飞凤舞落彭影 向阳几树没出放 弄暖千干竹子青 斗崖之下 身见之中 斗崖之下雪堆粉 身见之中水结冰 两林松百千年秀 几粟山茶一样红 这大圣典看不尽 拽开布京至门前 吏声高叫道 那小妖 你快进去与你那栋主说 我本是唐朝圣僧徒弟 齐天大圣孙悟空 快叫他送我师父出来 免叫你等丧了性命 那伙小妖急入洞里报道 大王 前面有一个毛脸勾嘴的和尚 乘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来要他师父里 那魔王闻得此言 满心欢喜道 正要他来里 我自离了本宫 下降臣氏 更不曾事事无意 今日他来 必是个对手 急命小的们取出兵器 那洞中大小群魔 一个个精神抖擞 急忙抬出一根杖二长的点钢枪 递于老怪 老怪传令叫 小的们各要整齐 进前折赏 退后者捉 中妖得令 随着老怪 腾出门来教导 那个是孙悟空 行者在旁闪过 见那魔王声的好不凶丑 独角参丝 双眸晃亮 顶上粗皮秃 耳根黑肉光 舌长视脚鼻 口阔板牙黄 毛皮青四垫 金鸾硬如钢 比西南照水 相骨不耕荒 全无揣越离云用 倒有七天阵的墙 两只胶金兰电手 雄威直挺点钢枪 细看这等凶模样 不枉名称四大王 孙大圣上前道 你孙外公在这里也 快早还我师父 两无毁伤 若到半个不字 我教你死无葬身之地 那摩赫道 我把你这个大胆泼猴精 你有些什么手段 赶出这般大眼 行者道 你这泼物 是也不曾 见我老孙的手段 那妖魔道 你师父偷到我的衣服 石是我拿住了 如今戴要争斥 你是个这么好汉 就赶上我的门来取讨 行者道 我师父乃忠良正直之僧 岂有偷你什么妖物之力 妖魔道 我在山路边点画一座仙庄 你师父潜入里面 心爱情欲 将我三菱大锦棉装背心 偷穿在身 见有脏症 故此我才拿它 你经过有手段 给予我比试 假若三合敌的我 饶了你师之命 如敌不顾我 教你一路归因 行者孝道 破误 不须讲考 但说比试 正合老孙之意 走上来吃无知棒 那怪物 哪怕什么堵斗 挺钢腔劈面迎来 这一场好煞 你看哪 金箍棒举 长杆枪营 金箍棒举 亮霍霍四殿撤金蛇 长杆枪营 明晃晃如龙骊黑海 那门前小妖雷鼓 排开阵势助威风 这必相大胜施功 使出纵横成本事 他那里一杆枪 精神抖擞 我这里一条棒 武艺高强 正是英雄相遇英雄汉 果然对手裁缝对手人 那魔王口喷子气盘烟雾 这大胜眼放光滑结绣云 只为大唐僧有难 两家无意苦争论 他两个战经三十和 不分胜负 那魔王见 孙悟空棍法齐整 一往一来 全无些破绽 喜得他连声喝彩道 好好 真是那闹天宫的本事 这大圣也爱他枪法不乱 有遮阻挡 甚有解数 也叫道 好妖精 好妖精 果然是一个偷单的魔头 二人又斗了一二十和 那魔王把枪尖点地 贺令小妖起来 那些破怪 一个个拿刀弄杖 直剑轮枪 把个孙大圣围在中间 公然行者不惧 只叫 来得好 来得好 正和无意 是一条金箍棒 前迎后驾 东挡西出 那火群妖默想肯退 行者忍不住焦躁 把金箍棒丢将起去 鹤声变 即变作千百条铁棒 好变似飞蛇走蟒 迎空里乱落下来 那火妖精见了 一个个破散魂飞 抱头缩紧 尽往洞中逃命 老魔王嬉戏冷笑道 那猴不要无理 看手段 急忙袖中 取出一个亮灼灼 白森森的圈子来 望空抛起 叫声着 呼喇一下 把金箍棒收作一条 套将去了 弄得孙大圣 赤手空拳 翻金斗逃了性命 那妖魔得胜回归动 行者朦胧失主张 这正是 道高义齿磨高涨 性乱情昏错人家 可恨法身无作为 当时行动念头差 毕竟不知 这番怎么结果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新元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练魔 话说齐天大圣 空着手败了阵 来坐鱼金 山后 扑嗦嗦两眼低泪 叫道 师父贺 指望和你 佛恩有德有何容 同幼同胜 亦莫穷 同住同修 同解脱 同辞同 面显灵工 同圆 同向心真气 同见同之道 转通 其料如今无主杖 空拳赤脚 怎兴兴隆 大圣 凄惨多时 心中暗想到 那妖精认得我 我记得他在镇上夸奖道 真个是闹天宫之类 这等喝 绝不是凡间怪物 定然是天上雄星 想因斯凡下界 又不知是那里 降下来魔头 且需上界去查看查看 行者这才是以心问心 自张自主 即翻身纵起祥云 直至南天门外 忽抬头见广木天王 当面迎着长衣道 大圣何往 行者道 有事要见玉帝 你在此何干 广木道 今日轮该巡视南天门 说未了 又见纳玛 赵 温 官司大元帅坐礼道 大圣 石营 请待茶 行者道 有事礼 遂辞了广木 并似元帅 进入南天门里 直至灵霄殿外 果又见张道陵 葛先翁 许京阳 秋红几次天师 并南斗六思 北斗七元 都在殿前迎着行者 一起起手道 大圣如何到此 又问 保唐僧之功 晚否 行者道 早礼 早礼 入遥魔广 才有一半之功 见如今 祖筑在金 山金 洞 有一个四怪 把唐师傅拿于洞里 是老孙寻上门 与他交战一场 纳斯的神通广大 把老孙的金箍棒 抢去了 因此难赴魔王 一是上界那个凶星 四凡下界 又不知是那里 降来的魔头 老孙因此来寻寻玉地 问他个前述不言 许京阳笑道 这猴头 还是如此放雕 行者道 不是放雕 我老孙一生是这口锦蝎 才寻的这个头 张道陵道 不消多说 只与他传报遍了 行者道 多谢 多谢 当时四天师传奏灵霄 隐见玉璧 行者朝上唱个大诺道 老官 累你 累你 我老孙保护唐僧 往西天取经 一路凶多吉少 也不消说 于今来在今 山巾 洞 有一四怪 把唐僧拿在洞里 不知是要争 要煮 要煞 是老孙寻上他们 与他交战 那怪却就 有些认得老孙 着实神通广大 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 因此难赴妖魔 一是上天凶星 四凡下界 为此老孙特来起奏 扶起天尊 锤词洞见 降旨查看凶星 发兵收缴妖魔 老孙不胜 战力兵营之志 却又打个身公道 以闻 旁有葛先翁笑道 猴子适合前居后宫 行者道 不敢 不敢 不是慎前居后宫 老孙 于今是没棒弄了 彼时玉皇天尊文奏 急忙 将旨可寒思之道 既如悟空所奏 可随查诸天星斗 各宿神王 有无私凡下界 随即复奏施行 以闻 可寒丈人 真君领旨 当时急同大胜去查 先查了四天门门上神王官吏 次查了三位园园中大小群真 又查了雷霆关将陶 张 心 邓 狗 碧 庞 刘 最后才查三十三天 天天自在 又查二十八秀 东其小 脚 抗 低 防 参 围 急 吸气秀 斗 刘 女 须 围 是 碧 南七宿 北大宿 宿宿安宁 又查了太阳 太阴 水 火 木 金 土七正 罗吼 几毒 气 北四月 满天星斗 并无私凡下界 行者道 既是如此 我老孙 我老孙也不销上那灵霄宝殿 打搅玉皇大帝 甚为不变 你自回旨去罢 我只在此等你回话变了 那可寒丈人真君一命 孙行者等候良久 作诗 祭星月 风经云 祭乐生平 神经兴 明显 瑞珍 和汉 安宁 天地 太 武方 八级 眼 歌 那可寒似丈人真君 历历查看 回奏玉帝道 满天星宿不少 各方神将皆存 并无私凡下界者 玉帝文奏 这孙悟空 挑选几元天将 下界 秦摩去也 四大天师奉旨意 集出灵霄宝殿 对行者道 大圣喝 玉帝宽恩 严天公 无神私凡 这你挑选几元天将 秦摩去里 行者低头暗想道 天上将不如老孙者多 圣似老孙者少 想我闹天公时 玉帝潜十万天兵 不天罗帝王 更不曾有一将 敢与我匕首 向后来 调了小身二郎 方是我的对手 如今那怪物手段 又强似老孙 却怎么的能够取胜 许经扬道 此一时 彼时 大不同也 常言道 一物降一物里 你好为了旨意 但凭高见 选用天将 勿得迟疑务事 行者道 既然如此 深感尚恩 果是不好为止 一则老孙又不可空走这遭 樊京阳转奏玉帝 只交托塔里天王与哪吒太子 他还有几件想要兵器 且下界与那怪贱一仗 以看如何 果若能勤的他 是老孙之姓 若不能那时再作屈处 真格纳天师起奏了玉帝 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 率领众部天兵 与行者助力 那天王即奉旨来会行者 行者又对天师道 蒙玉帝浅插天王 谢谢不见 还有一事 在反转达 但得两个雷弓使用 等天王战斗之时 叫雷弓在云端里下个雷 罩顶门上定死那妖魔 甚为梁记也 天师笑道 好好好 天师又揍玉帝 传指交九天府下点邓化 张帆二雷弓 与天王合力赴妖救难 遂与天王 孙大圣静下南天门外 请客而道 行者道 此山便是金 山 山中间乃是金 洞 列位商议 却教那个先去所站 天王停下云头 扎住天兵 在于山南坡下 道 大圣素之小儿哪吒 曾将九十六洞妖魔 善能变化 随身有降妖兵器 需教他先去出阵 行者道 既如此 等老孙引太子去来 那太子抖走雄威 与大圣跳在高山 静置洞口 但见那洞门紧闭 崖下无惊 行者上前高叫 泼魔 快开门 还我师父来也 那洞里把门的小妖看见 急报道 大王 孙行者领着一个小童男 在门前叫站里 那魔王道 这猴子铁棒被我夺了 空手难争 想是请得救兵来也 叫 取兵器 魔王绰枪在手 走到门外观看 那小童男生的相貌 清奇 十分精壮 真个事 玉面交融如满月 朱唇方口露银芽 眼光彻电金珠豹 额阔宁霞发脊壮 袖带五风飞彩燕 锦袍映日放金花 环涛灼灼潘心静 保甲灰灰塵战穴 身小身红多壮丽 三天互叫恶哪吒 魔王笑道 你是李天王第三个孩 名唤作哪吒太子 却如何到我这门前呼吓 太子道 因你这泼魔作乱 困害东土圣僧 凤玉帝金旨 特来拿你 魔王大怒道 你想是孙悟空请来的 我就是那圣僧的魔头李 梁你这小儿草有何武艺 赶出浪言 不要走 吃无一枪 这太子施展妖剑 劈手相迎 他两个搭上手 却才赌斗 那大圣急转山坡 叫雷公何在 快早去 这妖魔下个雷 祝太子降服来也 瞪 张二公急踏云光 正欲下手 只见那太子使出法来 将身一变 变作三头六臂 手持六斑兵器 望妖魔砍来 那魔王也变作三头六臂 三柄长枪笔柱 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 将六斑兵器抛将起去 是那六斑兵器 却是砍妖剑 斩妖刀 副妖锁 降魔杵 绣球 火轮 大叫一声 变 一变时 十变百 百变千 千变万 都是一般兵器 如骤雨冰雹 纷纷密密 望妖魔打将去 那魔王公然不惧 一只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来 望空抛起 叫声着 忽喇的一下 把六斑兵器套将下来 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 魔王得胜而回 等 张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 早是我先看头是不曾放了雷谢 假若被他套将去 却怎么回见天尊 二公暗落云头 与太子来山南坡下 对李天王道 妖魔果神通广大 悟空在旁笑道 那思神通也只如此 争奈那个圈子厉害 不知是什么宝贝 丢起来善讨诸物 哪吒恨道 这大圣甚不成人 我等折兵败阵 十分烦恼都只为你 你烦喜笑何也 行者道 你说烦恼 忠然我老孙不烦恼 我如今没记奈何 哭不得 所以只得笑也 天王道 似此怎生结果 行者道 凭你等再怎计较 只是圈子套不去的 就可拿住他了 天王道 套不去者 为水火最利 常言道 水火无情 行者闻言道 说得有理 你且稳坐在此 带老孙在上天走走来 邓 张二公道 又去坐甚的 行者道 老孙这去 不消起奏御地 只到南天门里 上童华宫 请迎货 火得星君来此放火 烧那怪物一场 或者连那圈子 稍作灰烬 捉住妖魔 一则取兵器 还如等归天 二则可解脱 无师之难 太子文言甚喜 道 不必迟疑 请大圣早去早来 我等旨在此拱号 行者纵起降光 又至南天门外 那广木与四将迎道 大圣如何又来 行者道 李天王这太子出师 只一阵 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捞了去了 我如今 要到同华宫 请火得星君助阵里 四将不敢久留 让他进去 至同华宫 只见那火不众神 急人报道 孙悟空遇见主公 那南方三器 火得星君 整一出门 迎进道 昨日可寒思茶点小宫 更无一人私反 行者道 已知 但李天王与太子拜阵 使了兵器 特来请你救援救援 星君道 那哪吒乃三坛海会大神 他出身时 曾将九十六栋妖魔神通广大 若他不能 小神又怎敢忘也 行者道 因于李天王记忆 天地兼致力者 为谁火也 那怪物有一个圈子 善能套人的物件 不知是什么宝贝 故此说 火能灭诸物 特请星君灵火部 到下方纵火烧那妖魔 救我师父遗难 火得星君文言 极点本部神兵 同行者道金 山南坡下 与天王 雷公等相见了 天王道 孙大圣 你还去叫纳斯出来 等我与他交战 待他拿动圈子 我却闪过 叫火得帅众烧他 行者笑道 正是我和你去来 火得供太子 邓 张二公立于高峰之上 与他挑战 这大圣到了今 洞口 叫声 开门 快早还我师父 那小妖又急通报道 孙悟空又来了 那魔帅众出动 见了行者道 你这泼侯 又请了什么兵来耶 这必想转上 托塔天王 喝道 泼魔头 认得我吗 魔王笑道 李天王 想是要与你令狼报仇 遇讨兵器吗 天王道 一则报仇要兵器 二来是拿你就唐僧 不要走 吃无一刀 那怪物侧身躲过 挺长枪随手相迎 他这两个在洞前这场好杀 你看呐 天王刀砍 妖怪枪迎 刀砍双光喷烈火 枪迎锐气蹦仇云 一个是金 山生成的恶怪 一个是灵霄殿拆下的天神 那一个因凄禅性施威武 这一个位救师灾斩大轮 天王使法飞杀时 魔怪争强波土臣 波土能交天地暗 飞杀善着海江魂 两家努力争功绩 建为唐僧拜世尊 那孙大圣 见他两个交战 急转身跳上高峰 对火德星君道 三气用心者 你看那个妖魔 与天王争斗到好处 却又取出圈子来 天王看见 急波降光败阵而走 这高峰上火德星君 盲传号令 叫众部火神 一起放火 这一场真个厉害 好火 晶云 南方折火之晶也 虽星星之火 能烧万寝之田 乃三气之威 能变百端之火 今有火枪 火刀 火弓 火箭 各不神奇 所用不一 但见那半空中火压飞灶 满山头火马奔腾 双双赤鼠 对对火龙 双双赤鼠喷烈焰 万里通红 对对火龙土浓烟 千方贡黑 火车而推出 火葫芦洒开 火旗摇动一天下 火棒绞形赢得了 说什么 宁七鞭牛 圣强似周郎赤壁 这个是天火非凡 真厉害 轰轰 火风红 那妖魔剑火来时 全无恐惧 将圈子望空抛起 呼喇一声 把这火龙 火马 火鸭 火鼠 火枪 火刀 火弓 火箭 一圈子又套江下去 转回本洞 得胜收兵 这火德星君 手执着一杆空旗 召回众将 会合天王等 坐于山南坡下 对行者道 大圣赫 这个凶魔 真是罕见 我金蛇了火炬 怎生是好 行者笑道 不须抱怨 列位且请宽坐坐 带老孙再去 去来 天王道 你又往那里去 行者道 那怪物 极不怕火 断燃怕水 常言道 水能克火 等老孙去 北天门里 请水德星君 师部水士 往他洞里一贯 把魔王严死 取物件还你们 天王道 此祭虽妙 但恐连你师父 都演杀也 行者道 没事 严死我师 我自有个法 叫他活来 如今鸡翅列位 甚是不当 获得道 既如此 且请行 请行 好大圣 又驾金斗云 进到北天门外 呼抬头 见多闻天王 向前施礼道 孙大圣何往 行者道 有一事 要入五号弓箭 水德星君 你在此作甚 多闻道 今日轮该寻世 正说出 又见那旁 刘 狗 必四大天将 尽力腰叉 行者道 不老 不老 我是吉 遂别阙门神 直至乌号宫 者水部众神 及时通报 众神报道 齐天大圣 孙悟空来了 水德星君文言 即将查点 四海五湖 八河四渡 三江九派 并各处龙王 居遣退 整官数代 接出宫门 迎进宫内道 昨日可寒思 查看小宫 恐有本部之神 思凡作怪 正在此点 查江海 河独之神 尚未完也 行者道 那魔王 不是江河之神 此乃广大之精 先蒙玉帝 差礼天王父子 并两个雷公 下界擒拿 被他弄个圈子 将六剑神兵套去 老孙无奈 又上同华宫 请火德星君 率火部 众神放火 又将火龙 火马等物 一圈子泡去 我想 此物既不怕火 必然怕水 特来告请兴君 施水事与我捉纳妖精 去兵器 归还天降 无师之难 亦可救也 水德文言 即令黄河水波神王 随大圣去主攻 水波自衣袖中 取出一个白玉鱼儿道 我由此物盛水 行者道 看这鱼儿能成几河 妖魔如何掩得 水波道 不瞒大圣说 我这一鱼 乃是黄河之水 半鱼就是半河 一鱼就是一河 行者喜道 只消半鱼足矣 遂词别水德 与黄河神级离天阙 那水波将鱼儿望黄河 咬了半鱼 跟大圣至今 山向南坡下 见了天王 太子 雷公 获得 巨岩前世 行者道 不必细讲 且叫水波跟我去 待我叫开他门 不要等他出来 就将水往门里一到 那怪物一窝子可都淹死 我却去捞师父的尸首 再救活不迟 那水波一命 紧随行者 转山坡 静置洞口 叫声妖怪开门 那把门的小妖 听的是孙大圣的声音 急又去报道 孙悟空又来 那摩文说 带了宝贝 绰枪就走 响一声 开了石门 这水波将白玉鱼 巷里一清 那妖剑式水来 撒了长枪 急忙取出圈子 撑住二门 只见那股水谷兜兜的 都往外泛江出来 慌得孙大圣 急纵金斗 与水波跳在高岸 那天王同众都驾云 停于高岸之前观看 那水波涛范掌 着实狂澜 好水 真个是 一勺之多 果然不测 盖为神功运化 立万物而流掌百川 只听得那缠缠声震骨 又见那滔滔时漫天 雄威响若雷奔走 蒙涌波如雪卷颠 千丈波高慢路道 万层涛鸡返山岩 冷冷如树域 滚滚四名弦 触石苍苍喷碎玉 回湍苗渺悬悬窝园 滴滴凹凹随流荡 满溅平沟上下连 行者见了心慌道 不好喝 水漫四野 演了明田 未曾灌在他的洞里 增奈之河 换水波急忙收水 水波道 小神只会放水 却不会收水 常言道 泼水难收 疑 那座山却也高峻 这长水只奔滴流 须余间四散而归剑鹤 又只见那洞外 跳出几个小妖 在外边夭夭呵呵 身拳罗袖 弄绑粘枪 依旧喜喜欢欢耍子 天王道 这水原来不曾灌入洞内 枉费一场之功也 行者忍不住心中怒发 双手轮拳 闯至妖魔门道 贺道 那里走 看打 虎得那几个小妖 丢了枪棒 跑入洞里 战兢兢地报道 大王 打将来了 魔王挺长枪 迎出门前道 这泼猴老大辈 你几番家敌不过我 纵水火 亦不能进 怎么又种将来送命 行者道 这儿子反说了理 不知是我送命 是你送命 走过来 赤老外公一拳 那妖魔笑道 这和儿强免缠障 我到使枪 他却使拳 那般一个金 紫拳头 只好有个核桃大小 怎么撑得个锤子起也 爸 爸 爸 我借把枪放下 与你走一路拳看看 行者笑道 说的是 走上来 那妖妖衣进步 丢了个架手 举起两个拳来 真似打油的铁锤模样 这大圣斩足挪身 摆开械树 在那洞门前 与那魔王递走 权势 这场好打 一 拽开大四平 踢起双飞脚 掏鞋披胸 弯心 斋胆着 仙人指路 老子齐贺 恶虎扑石 最伤人 蛟龙细水 能凶恶 魔王使个莽翻身 大圣 却尸入截脚 翘根脆地龙 扭万拿天驼 青石张口来 鲤鱼跌几月 盖顶洒花 绕腰灌锁 迎风贴扇 急雨催花落 妖精便使官阴长 行者就对罗汉脚 长拳开阔自然松 怎比短拳多锦销 两个相持数十回 一般本事无强弱 他两个在纳东门前撕打 只见这高风头 喜得个李天王历声喝彩 火得兴鼓掌夸称 那两个雷公与哪吒太子 率众神跳到跟前 都要来相助 这碧香群夭摇齐白骨 五剑轮刀一起户 孙大圣见势不斜 将毫毛拔下一把 望空洒起 狡辩 即便坐三五十个小猴 一拥上前 把那腰缠住 抱腿的抱腿 扯腰的扯腰 抓眼的抓眼 咸毛的咸毛 那怪物慌了 即把圈子拿将出来 大圣与天王等 见他弄出圈套 拨转云头 走上高峰逃阵 那腰把圈子往上抛起 呼喇的一声 把那三五十个 毫毛辩的小猴 收为本相 套入洞中 得了圣 领兵闭门 贺喜而去 这太子道 孙大圣还是个好汉 这一路拳 走得似锦上添花 十分身法 正是人前显贵 行者笑道 列位在此远观 那怪的本事 比老孙如何 离天王道 他拳松脚慢 不如大圣的紧急 他见我们去时 也就着忙 又见你使出分身法来 他就急了 所以大弄个圈套 行者道 魔王好智 只是圈子难降 火得于水波道 若还取胜 除非得了 他那宝贝 然后可擒 行者道 他那宝贝如何可得 只除事偷取来 瞪 张二公笑道 若要行偷礼 除大圣在无能者 想当年大闹天宫时 偷玉酒 偷盘桃 偷龙肝 奉随 及老君之丹 那是何等手段 今日正该拿此处用也 行者道 好说 好说 既如此 你们且坐 等老孙打听去来 好大圣 跳下风头 撕至洞口 摇身一变 便做个麻苍蝇 真个秀溜 你看他 灵翅薄如竹膜 身躯小似花心 手足比毛更壮 兴兴眼哭明明 擅自闻香竹气 飞食迅速乘风 成来刚压定盘星 可爱些些有用 轻轻地飞在门上 爬到门缝边钻进去 只见那大小裙腰 舞的舞 唱的唱 排列两旁 老魔王高座台上 面前摆着些蛇肉 陆斧 雄掌 驼峰 山树果撇 有一把青丝酒壶 香喷喷的阳涝 阳老 大婉家 宽怀 唱业 行者落于小妖丛里 又便做一个欢头鲸 慢慢地掩进台边 看够多时 全部见宝贝放在何方 急抽身转至台后 又见那后厅上高调着火龙银啸 火马好似 忽抬头 见他的金箍棒靠在东壁 洗得他信仰难抓 忘记了更容变相 走上前拿了铁棒 现原身丢开解树 一路棒打江出去 慌得那群妖胆战心惊 老魔王措手不及 却被他推倒三个 放倒两个 打开一条血路 镜子出了洞门 这才是 魔头骄傲无防备 主仗还归于本人 毕竟不知吉凶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第52回 悟空大闹金 洞如来暗示主人公 话说孙大圣得了金箍棒 打出门前 跳上高峰 对众神满心欢喜 李天王道 你这场如何 行者道 老孙变化进他洞去 那怪物越发唱唱舞舞的 吃得圣酒里 更不曾打听的他的宝贝在那里 我转他后面 胡听的马叫龙吟 知是火不知物 东壁乡靠着我的金箍棒 是老孙拿在手中 一路打将出来也 众神道 你的宝贝得了 我们的宝贝何时到手 行者道 不难 不难 我有了这根铁棒 不管怎地 也要打倒它 取宝贝还你 郑江楚 只听的那山坡下 锣鼓齐鸣 喊声阵地 原来是四大王率众精灵来赶行者 行者见了 叫道 好好 好 郑和无意 列位请坐 带老孙再去捉他 好大圣 举铁棒 披面迎来 喝到 泼摩那里走 看棍 那怪使枪支柱骂道 贼猴头 着实无礼 你怎么白昼捷舞物件 行者道 我把你这个不知死的夜处 你倒弄圈套白昼 抢夺我物 那架是你的 不要走 吃老爷一棍 那怪物轮枪阁架 这一场好战 大圣施威猛 妖魔不顺柔 两家齐斗勇 那个肯甘休 这一个铁棒如龙尾 那一个长枪似蟒头 这一个棒来 解数如风响 那一个枪架 雄威似水流 只见那彩雾蒙蒙山岭岸 祥云树林愁 满空飞鸟皆停斥 四野狼虫尽缩头 那镇上小妖呐喊 这必相行者抖擞 一条铁棒无人敌 打遍西方万里游 那敢长枪针对手 勇震金 撑上仇 相遇这场无好散 不见高低是不休 那魔王与孙大圣战经三个时辰 不分胜败 早又见天色将晚 妖魔支着长枪道 悟空 你住了 天昏地暗 不是个赌斗之石 且个歇息歇息 明朝在与你比邦 行者骂道 颇处休闲 老孙的兴头猜来 管什么天晚 势必与你定个输赢 那怪物喝一声 虚晃一枪 逃了性命 率群腰收转干戈 入洞中将门紧紧闭了 这大圣拽棍方回 天神在暗头贺喜 都道 是有能有力的大齐天 无量无边的真本事 行者笑道 乘过奖 乘过奖 李天王进前道 此言实非褒奖 真是一条好汉子 这一阵 也不亚当时 蛮地网照天罗也 行者道 且休提速化 那妖魔被老孙 打了这一场 必然疲倦 我也说不得辛苦 你们都放怀作作 等我再进洞去 打听他的圈子 误要偷了他的 捉住那怪 寻取兵器 凤海如等归天 太子道 仅已天晚 不若安眠一宿 明早去罢 行者笑道 这小狼不知事事 那剑作贼的好白日里下手 似这等掏摸的 必须夜去夜来 不知不觉 才是买卖里 火德与雷公道 三太子修言 这件事我们不知 大圣是个冠家熟套 须教他趁此时候 一则魔头困倦 二来夜黑无房 就请快去 快去 郝大圣 笑嘻嘻地将铁棒葬了 跳下高峰 幼稚洞口 摇身一变 变作一个醋汁 真个 嘴硬须掌皮黑 眼明着脚压岔 风轻月鸣叫强崖 夜静如同人画 气露凄凉景色 声音断续看跨 客窗屡思怕闻他 偏在空街床下 蹬开大腿 三五跳跳到门边 自门缝里钻江进去 蹲在那壁根下 迎着里面灯光 仔细观看 只见那大小裙腰 一个个狼餐虎咽 正都吃东西里 行者叠叠垂垂的叫了一遍 少时间收了家伙 又都去安排窝铺 各个安身 约莫有意更十分 行者才到他后边房里 只听那老魔传令叫 个门上小的醒睡 孔孙悟空又变甚嘛 似人家偷盗 又有些该班作业的 笛笛拖拖帮领 奇想 这大圣越好行事 钻入房门 建有一架石床 左右列几个 抹粉茶烟的山精竖轨 斩铺盖服饰老魔 脱脚的脱脚 解衣的解衣 只见那魔王宽了衣服 左胳膊上 白森森地套着那个圈子 原来像一个连珠 灼头模样 你看他更不取下 转网上抹了两抹 紧紧地勒在胳膊上方 才睡下 行者见了 江神又变 变作一个黄皮个躁 跳上石床 钻入背里 爬在那怪的胳膊上 着实一口 盯得那怪翻身骂道 这些少打的奴才 背也不抖 床也不浮 不知什么东西 咬了我这一下 他却把圈子又捋上 两缕 依然睡下 行者爬上那圈子 又咬一口 那怪睡不得 又翻过身来道 刺闹杀我也 行者见他官房的紧 宝贝又随身不肯除下 撂偷他的不得 跳下床来 还便坐醋枝 出了房门静置后面 又听的龙银马斯 原来那层门紧锁 火龙 火马 都吊在里面 行者陷了圆身 走进门前使个解锁法 念动咒语用手一抹 鼓叉一声 那所双 拒久拖略 推开门闯将进去观看 原来那里面被火气照得明晃晃的 如白日一般 忽见东西两边斜靠着几件兵器 都是太子的砍妖刀等物 并拿火德的火功 火箭等物 行者硬火光 周围看了一遍 又见那门背后 一张石桌子上有一个灭丝盘 放着一把蚝毛 大圣满心欢喜 将蚝毛拿起来 喝了两口热气 叫声 便 即便做三五十个小猴 叫他都拿了刀 剑 锁 球 轮急弓 剑 枪 车 胡萝 火鸭 火鼠 火马 一鹰套去之物 跨了火龙 纵起火势 从里边往外烧来 只听得轰轰 扑扑轰 好便似炸雷连炮之声 慌得那些大小妖精 梦梦喳喳喳的 抱着背 蒙着头 喊得喊 哭得哭 一个个走投无路 被这火烧死大半 美猴王得胜回来 只好有三更时候 却说那高峰上 李天王众位呼见火光 晃亮 一拥前来 剑行者骑着龙 赫赫糊糊纵着小猴 敬上风头 历声高叫道 来收兵器 来收兵器 火得与哪吒 答应一声 这行者将身一抖 那把毫毛附上身来 哪吒太子收了他六件兵器 火得兴君这重火部 收了火龙等物 都笑吟吟赞贺行者不提 却说那今 洞里火焰纷纷 虎得个四大王魂不附体 急欠身开了房门 双手拿着圈子 东推东火灭 西推西火销 满空中冒烟突火 执着宝贝跑了一遍 四下里烟火聚息 急忙收救群妖 以此烧杀大半 男男女女 收不上百师余丁 又查看藏兵之内 各见皆无 又去后面看处 见八戒 沙僧与长老 还捆住未解 白龙马还在槽上 行李丹一在屋里 妖魔遂恨道 不知是那个小妖 不仔细施了火 至令如此 朋友近视地告道 大王 这伙不干本家之事 多是个偷营结债之贼 放了那火不知物 倒了神兵去也 老魔方然醒悟道 没有别人 断呼是孙悟空那贼 怪到我临睡时不得安稳 想是那贼猴变化进来 在我这胳膊盯了两口 一定是要偷我的宝贝 见我抹勒得紧 不能下手 故此倒了兵器 纵着火龙 放肆狠毒之心 一语烧杀我也 贼猴啊 你王室机关 不知我的本事 我但带了这件宝贝 就是人大海而不能溺 附火池而不能焚礼 这番若拿住那贼 只把刮了点舵 方衬我心 说着话 懊恼多时 不觉得鸡鸣天晓 那高峰上太子 得了六件兵器 对行者道 大圣天色已明 不须怠慢 我们趁那妖魔错了锐气 与火不等扶住你 再去栗战 树姬这次可擒拿眼 行者笑道 说得有理 我们齐了心 耍字去夜 一个个抖走微风 喜怒武艺 静置洞口 行者叫道 泼魔出来 于老孙打者 原来那里两扇石门 被火器化成灰烬 门里边有几个小妖 正然扫地搓灰 忽见众盛起来 慌得丢了扫帚 撇下灰坝 跑入里面 又报道 孙悟空领着许多天神 又在门外骂战里 那四怪文豹大惊 气蹦蹦 钢牙咬响 低溜溜 还眼睁元 挺着长枪 带了宝贝 走出门来 破口乱骂道 我把你这个偷鹰放火的贼猴 你有多大手段 敢这等藐视我也 行者笑脸骂道 颇怪物 你要知我的手段 且上前来 我说与你听 自小生来手段强 乾坤万里有名扬 当时引物修仙道 昔日传来不老方 立志拜投方寸地 潜心参见圣人香 学成变化无量法 宇宙长空认我狂 闲在山前将虎符 闷来海内把龙翔 祖居花果称王位 水帘洞里逞刚强 几番有意图天界 数次无知夺上方 欲刺其天明大圣 赤风又赠美猴王 只因燕射盘陶会 五简相邀我姓刚 暗闯瑶池偷玉叶 撕行宝阁穷江 龙肝凤髓曾偷吃 百味真修我怯长 千载盘陶随受用 万年丹药任冲长 天功义武斑斑取 胜负其真剑剑藏 玉帝防我有手段 激发天兵百战场 九要恶星遭我贬 五方凶宿被无伤 普天神将皆无敌 十万雄士不敢当 威逼玉皇传旨意 灌将小胜把兵羊 相持七十丹二变 各弄精神各个强 南海观音来助战 竟凭杨流也相帮 老君又使金刚套 把我琴拿到上方 绑剑玉皇张大帝 曹官考教最该当 急插大力开刀斩 刀砍头皮火焰光 百计千方弄不死 将无压赴老君堂 六丁神火炉中炼 炼得浑身硬死钢 七七数玩开顶看 我身跳出有凶章 诸神庇护无遮挡 众胜商量把佛秧 其实如来多法力 果然智慧广无量 手中堵塞翻筋斗 将山压我不能抢 玉皇才设安天会 西域方称吉月场 压困老孙五百载 一些茶饭不曾尝 当时金禅章老林凡事 东土拆他拜佛乡 欲取真经回上国 大唐帝主渡先王 观音劝我归一善 丙教加持不放狂 解脱高山根下南 如今西去取经章 泼魔修弄张胡志 唤我唐僧拜法王 那怪文言指着行者道 你原来是个偷天的大贼 不要走 吃无一枪 这大圣使棒来迎 两个正字相持 这碧香哪吒太子声称 火得兴君发狠 即将那六剑神兵 火不等物 往妖魔身上抛来 孙大圣更加雄士 一边诱雷弓使 天王举刀 不分上下 一拥起来 那魔头微微冷笑 袖子中暗暗将宝贝取出 撒手抛起空中 脚伸着 忽喇的一下 把六剑神兵 火不等物 雷弓 天王刀 行者棒 尽情诱都捞去 众神灵依然赤手 孙大圣仍是空拳 妖魔得胜回身 叫小的们 搬拾弃门 动土修造 从心整理防狼 待其贝勒 杀唐僧三众来泄土 大家散服受用 众小妖领命 维持不提 却说那里天王 率众回上高峰 火得愿 哪吒性急 雷弓怪天王放雕 为水波在旁无语 行者见他们面不思赌 心有盈思 没奈何怀恨强欢 对众笑道 列位不须烦恼 自古道 胜败兵家之常 我和他论武艺 也只如此 但只是他多了这个圈子 所以为害 把我等兵器又讨将去了 你且放心 带老孙再去查查他的角色来也 太子道 你前启奏御帝 查看满天世界 更无一点踪迹 如今却又何处去查 行者道 我想起来 佛法无边 如今且上天去问我佛如来 教他这慧眼 观看大地四不周 看这怪事那方生长 何处相惯住居 圈子是见什么宝贝 不管怎的 一定要拿他 与列位出气 还如等欢喜归天 众神道 既有此意 不须久停 快去 快去 好行者 说声去 就纵金抖云 早至灵山 落下降光 四方观看 好去处 陵峰书节 蝶杖倾家 仙月顶颠摩避汉 西天瞻巨阵 行事压中华 元气流通天地远 微风飞彻满台话 诗文中庆音长 每听惊声明朗 又见那清宗之下 幽颇奖 翠柏之间 罗汉行 白鹤有情来旧领 青鸾着意 驻贤亭 玄侯对对清 仙果 寿鹿双双 献子鹰 幽鸟声 贫如素语 其花色炫 不知名 回鸾盘绕 重重固 古道弯 环处处平 正是清须灵秀地 庄严大觉 佛家风 那行者 正然点看山景 忽听得有人叫道 孙悟空 从那里来 往何处去 急回头看 原来是比丘尼尊者 大声做礼道 正有一事 欲见如来 比丘尼道 你这个顽皮 既然要见如来 怎么不等宝岔 且在这里看山 行者道 出来跪地 故此大胆 比丘尼道 你快跟我来也 这行者紧随至雷音寺山门下 又见那八大金刚 熊啾啾的两边挡住 比丘尼道 悟空 暂后片石 等我与你揍上去来 行者 只得助力门外 那比丘尼 至佛前和掌道 孙悟空有事 要见如来 如来 传指令入 金刚才闪路 放行 行者低头 礼拜 毕 如来问道 悟空 前文德观音尊者 解脱乳身 皈依视角 保唐僧来此求经 你怎么独自到此 有何事故 行者顿手道 上告我佛 弟子自禀加持 与唐朝师父息来 行至今 山金 洞 遇着一个恶魔头 名幻似大王 神通广大 把师父与师弟等 摄入洞中 弟子向一求取 没好意 两家笔笨 被他将一个 白森森的圈子 抢了我的铁棒 我恐他是天降私凡 急上戒查看不出 蒙玉帝差遣 李天王父子住员 又被他抢了 太子的六班兵器 急请火德星君 放火烧他 又被他将火炬抢去 又请水德星君 放水掩他 一毫又掩他不找 弟子费若干 精神气力 将那铁棒等物偷出 附去所占 又被他将钱物 依然套去 无法收响 因此特告我佛 望垂此与弟子看看 果然是何物出身 我好去拿他家属四邻 钦此魔头 救我师父 合共前程 败求正果 如来听说 将慧眼摇关 早已知识 对行者道 那怪物我虽知之 但不可与你说 你这猴口场 一传道是我说他 他就不与你斗 定要攘上灵山 反一祸于我也 我这里这法力 助你擒他去罢 行者在拜称谢道 如来助我甚么法力 如来吉令十八尊罗汉 开宝库 取十八利金丹沙 与悟空助力 行者道 金丹沙却如何 如来道 你去洞外 叫那妖魔鄙视 言他出来 却教罗汉放沙 献住他 使他动不得身 拔不得脚 凭你就打遍了 行者笑道 妙妙妙 趁早去来 那罗汉不敢迟言 急取金丹沙出门 行者又谢了如来 一路查看 只有十六尊罗汉 行者嚷道 这是那个去处 却卖放人 众罗汉道 那个卖放 行者道 原差十八尊 金怎么只得十六尊 说不了 里边走出降龙 拂虎二尊 上前道 悟空 怎么就这等放雕 我两个在后听如来 吩咐话的 行者道 推卖法 推卖法 财字若攘 吃了仙 你敢就不出来了 众罗汉笑呵呵 驾起祥云 不多时 到了金 山界 那里天王见了 率众相迎 被言前世 罗汉道 不必续凡 快去叫他出来 这大声撵着拳头 来于洞口骂道 图婆怪物 快出来与你孙外公 见个上下 那小妖又飞跑去报 魔王怒道 这贼猴又不知请谁来猖獗也 小妖道 更无甚将 指他一人 魔王道 那根棒子已被我收来 怎么却又一人到此 敢是又要走拳 随带了宝贝 撤枪在手 叫小妖搬开石块 跳出门来骂道 贼猴 你几番家不得便宜 就该回避 如何又来吆喝 行者道 这泼魔不识好歹 若要你外公不来 除非你服了降 赔了礼 送出我师父 师弟 我就饶你 那怪道 你那三个和尚 已被我洗净了 不久便要宰杀 你还不识祈祷 去了吧 行者听说宰杀二字 气灯灯塞边火发 按不住心头之怒 丢了架手 轮着拳 袭行拘步 望妖魔使个挂面 那怪缠长枪 劈手相迎 行者左跳右跳 哄那妖魔 妖魔不知事迹 敢离洞口难来 行者急招呼罗汉 把金丹杀望妖魔 一起抛下 贡献神通 好杀 正是呢 似乎如烟出散漫 纷纷挨挨下天涯 白茫茫到处迷人眼 昏默默飞逝找路差 打柴的桥子试了半 采药的仙童不见价 细细轻飘如麦面 粗粗翻覆四只马 世界朦胧山顶岸 长空迷眉太阳遮 不比萧尘随骏马 难言轻软衬相撤 此杀本是无情物 盖地遮天把怪拿 只为妖魔亲政道 阿罗凤法逞豪华 手中就有明珠线 等时刮得眼生花 那妖魔剑飞沙迷目 把头低了一低 足下就有三尺余身 慌得他将身一纵 跳在扶上一层 未曾立得稳 须于又有二尺余身 那怪急了 拔出脚来 急忙取圈子 往上一撇 脚伸着 忽喇的一下 把十八粒金丹沙 又进套去 拽回不进规本洞 那罗汉一个个空手停云 行者进前问道 中罗汉 怎么不下沙了 罗汉道 是才响了一声 金丹沙就不建议 行者笑道 又是那话套江去了 天王等中道 这般难服啊 却怎么做得他 何日归天 何言见地也 旁有祥龙 俯虎二罗汉对行者道 悟空 你晓得我两个出门 持至何也 行者道 老孙只怪你躲避不来 却不知有甚话说 罗汉道 如来吩咐我两个说 那妖魔神通广大 如是了金丹沙 就交孙悟空上离恨天都率攻太上老君处寻他的踪迹 树姬可一鼓而勤也 行者闻言道 可恨 可恨 如来却也闪转老孙 当时就该对我说了 却不免较如等远舍 李天王道 既是如来有此名事 大胜就当早起 好行者 说声去 就纵一道金斗云 直入南天门里 时有四大元帅 秦拳拱手道 秦怪事如何 行者且行且达道 为礼 为礼 如今有楚寻根去也 四江不顾留祖 让他进了天门 不上灵萧殿 不入斗牛宫 竟至三十三天之外 离恨天兜率宫前 见两仙童势力 他也不通性命 一直静走 慌得两童扯住道 你是何人 待往何处去 行者才说 我是齐天大圣 欲寻李老君里 仙童道 你怎这样粗鲁 且住下 让我们通报 行者那荣芬说 喝了一声 往里静走 忽见老君自内而出 撞个满怀 行者躬身唱个诺道 老官 一向少看 老君笑道 这猴不去取经 却来我处何干 行者道 取经取经 昼夜无停 有些阻碍 到此行行 老君道 西天路祖 与我何干 行者道 西天西天 你且修严 寻着踪迹 与你缠缠 老君道 我这里乃是 无上仙宫 有甚踪迹可寻 行者入礼 眼不转睛 东张西看 走遍几层浪雨 忽见那牛栏边 一个铜儿短睡 轻牛不在栏中 行者道 老官 走了牛也 走了牛也 老君大惊道 这夜处几时走了 正嚷间 那铜儿方醒 跪于当面道 爷爷 弟子睡着 不知是几时走的 老君骂道 你这次如何短睡 铜儿叩头道 弟子在单房里 试得一粒单 当时吃了 就在此睡着 老君道 想是前日练的 七凡火丹 掉了一粒 备着四十吃了 那丹吃一粒 该睡七日里 那夜处因你睡着 无人看管 遂乘机走下戒去 今亦是七日已 急查可曾偷甚宝贝 行者道 无甚宝贝 只见他有一个圈子 甚是厉害 老君急查看时 朱般俱在 只不见了金刚镯 老君道 是这夜处偷了我金刚镯去了 行者道 原来是这件宝贝 当时打着老孙的是他 如今在下界张狂 不知套了我等多少物件 老君道 这夜处在甚地方 行者道 献柱金 山金 洞 他捉了我唐僧进去 抢了我金箍棒 请天兵相助 又抢了太子的神兵 急请火德星君 又抢了他的火炬 尾水伯虽不能掩死他 倒还不曾抢他物件 致请如来着罗汉下沙 又将金丹沙抢去 似你这老官 纵放怪物 抢夺商人 该当何罪 老君道 我那金刚镯 乃是我国寒光化湖之气 自有炼城之宝 凭你什么兵器 水火 居莫能尽他 若偷去我的芭蕉扇 连我也不能奈他何以 大圣才欢欢喜喜 随着老君 老君执了芭蕉扇 驾着祥云同行 出了仙宫 南天门外低下云头 静至金 山界 见了十八尊罗汉 雷公 水伯 火德 李天王父子 备言前世一变 老君道 苏空还去诱他出来 我好收他 这行者跳下风头 又高声骂道 突破夜处 趁早出来受死 那小妖又去报之 老魔道 这贼猴又不知请谁来也 急挫枪带宝 迎出门来 行着骂道 你这泼魔 今番坐定是死了 不要走 吃无一掌 急纵身跳个满怀 劈脸打了一个耳阔子 回头就跑 那魔轮枪就赶 只听得高风上叫道 那牛还不归家 更待何日 那魔抬头 看见是太上老君 就唬得心惊胆战道 这贼猴 真个是个地理鬼 却怎么就仿得我的主公来也 老君念个咒语 将扇子扇了一下 那怪将圈子丢来 被老君一把接住 又一扇 那怪物立软金马 献了本相 原来是一只青牛 老君将金刚镯 吹口仙气 穿了那怪的鼻子 解下乐袍带 寄于镯上 牵在手中 至今留下个拴牛鼻的绝儿 又名槟郎 执此之位 老君辞了众神 跨上青牛背上 架踩云镜 龟兜率院 赴妖怪高声离恨天 孙大圣才同天王等众 打入洞里 把那百十个小妖 进阶打死 各取兵器 谢了 天王父子回天 雷弓入府 火得归弓 水波回河 罗汉向西 然后才解放唐僧 八戒 沙僧 拿了铁棒 他三人又谢了行者 收拾马匹行装 师徒们离洞 找大路方走 正走间 只听得路旁叫 唐圣僧 吃了斋饭去 那长老心惊 不知是什么人叫唤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禅主吞餐怀鬼运 皇婆运水解邪胎 德行要修八百 阴功虚击三千 君平误我与亲渊 始合西天本院 摩四刀兵不切 空老水火无千 老君降服却朝天 笑把青牛迁转 话说那大路旁 叫唤者谁 乃今 山山神 土地 捧着紫金 钵鱼教导 圣僧啊 这波鱼饭是孙大圣 向好处画来的 因你等不听良言 误入妖魔之手 致令大圣劳苦万端 今日方就得出 且来吃了饭 再去走路 莫辜负孙大圣 一片功效之心也 三藏道 徒地 万分亏你 言谢不见 早知不出圈痕 那由此杀身之害 行者道 不瞒师父说 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 却教你受别人的圈子 多少苦楚 可叹 可叹 八戒道 怎么又有个圈子 行者道 都是你这夜嘴夜舌的笨货 弄师父遭此一场大难 周老孙翻天覆地 请天兵水火 与佛祖丹沙 尽被他使一个白森森的圈子套去 如来暗示了罗汉 对老孙说出那妖的根源 才请老君来收服 却是个轻牛作怪 三藏文言 感激不尽道 贤徒 今番今次 下次定然听你吩咐 遂此四人分吃那饭 那饭热气腾腾的 行者道 这饭多时了 却怎么还热 土地跪下道 是小神之大圣公丸 才自热来伺候 须饭必 收拾了波鱼 辞了土地 山神 那师父才攀安上马 过了高山 正是狄律喜心归正绝 参风速水向西行 行够多时 又只早春天气 听了些 紫燕尼南 黄梨 缓 紫燕尼南 香嘴困 黄梨 环巧音频 满地落红如不锦 便山发脆似堆音 岭上青梅节斗 牙前古柏流云 野润烟光淡 沙轩日色熏 挤出园林花放蕊 扬回大地柳崖心 正行处 呼吁一道小河 盛盛清水 盛盛寒波 唐长老乐过马观看 远近河那边有柳音垂壁 微露着毛巫几船 行者摇指纳香道 那里人家一定是百度的 三藏道 我见纳香也似这般 却不见船只 未敢开眼 八戒悬下行礼 力声高叫道 百度的 撑船过来 连叫几遍 只见那柳音里面 咿咿压压地撑出一只船 不多时相近这案 师徒们仔细看了那船 真个是 短照分波 轻饶泛浪 糖油七彩 黄板满平仓 船头上铁缆盘窝 船后边堕楼明亮 虽然是一尾之行 也不亚饭壶浮海 纵无锦缆牙墙 是有松装贵迹 故不如万里神舟 真可渡一河之隔 往来只在两崖边 出入不离谷渡口 那船须于顶岸 有梢子叫云 过河的 这里去 三藏纵马进前看出 那梢子怎生模样 头过锦荣帕 足踏造私邪 身穿百纳绵当老 妖数千真群不善 手腕皮粗筋利硬 眼花眉皱面溶衰 声音交细如鹰传 静观乃是老裙差 行者近于船边道 你是百度的 那妇人道 是 行者道 烧工如何不在 却这烧婆撑船 妇人微笑不打 用手托上跳板 沙和尚将行李挑上去 行者扶着师傅上跳 然后顺过船来 八戒牵上白马 收了跳板 那妇人撑开船 摇洞奖 请客间过了河 深灯西岸 长老娇沙僧蟹开包 取几门钱超于他 妇人更不争多寡 将懒栓在 磅水的庄上 笑嘻嘻 进入庄屋里去了 三藏见那水清 一时口渴 便着八戒 取鳄鱼 咬些水来我吃 那呆子道 我也正咬仙吃礼 急取鳄鱼 咬了一波地鱼师傅 师傅吃了有一少半 还剩了多半 呆子接来一气饮干 却服侍三藏伤马 师徒们找路西行 不上半个时辰 那长老在马上呻吟道 腹痛 八戒随后道 我也有些腹痛 沙僧道 想是吃冷水了 说未必 师傅声唤道 疼得紧 八戒也道 疼得紧 他两个疼痛难尽 渐渐肚子大了 用手摸时 似有血团肉块 不住的骨蕿 骨蕿乱动 三藏正不稳便 忽然间那路旁 有一村舍 树梢头挑着两个草把 行者道 师傅 好了 那乡是个卖酒的人家 我们且去化他些热汤与你吃 就问可有卖药的 讨贴药与你置之腹痛 三藏文言甚喜 却打白马 不一时到了村舍门口下马 但只见那门外有一个老婆婆 端坐在草墩上寄马 行者上前 打个问讯道 婆婆 贫僧是东土大唐来的 我师父乃唐朝御地 因为过河吃了河水 绝度负疼痛 那婆婆喜哈哈地道 你们在那边河里吃水来 行者道 是在此东边清水河吃的 那婆婆欣欣地笑道 好耍子 好耍子 你都进来 我与你说 行者急掺唐僧 沙僧急服八戒 两人生生幻幻 舔着肚子 一个个止疼的面黄霉皱 入草舍坐下 行者只叫 婆婆 是必烧些热汤与我师父 我们谢你 那婆婆且不烧汤 笑嘻嘻跑走后边 叫道 你们来看 你们来看 那里面 普 普踏的 又走出两三个半老不老的妇人 都来望着唐僧撒笑 行者大怒 喝了一声 把牙一接 虎的那一家子跌跌 往后就走 行者上前扯住那老婆子道 快早烧汤 我饶了你 那婆子战兢兢地道 爷爷啊 我烧汤也不计事 也治不得他两个肚疼 你放了我 等我说 行者放了他 他说 我这里乃是西凉女国 我们这一国尽是女人 更无男子 故此见了你们欢喜 你师父吃的 那水不好了 那条河换做子母河 我那国王城外 还有一座营养馆 一门外有一个兆胎拳 我这里人 但得年等二十岁以上 方敢去吃那喝里水 吃水之后 便觉腹痛有胎 至三日之后 到那营养馆照胎水边照去 若照得有了双影 便就降生孩 你师吃了子母河水 以此成了胎气 也不日要生孩子 热汤怎么治的 三藏文言 大惊失色道 徒弟喝 似此散了 八戒扭腰撒胯地哼道 爷爷呀 要生孩子 我们却是男生 那里开的铲门 如何拖得出来 行者笑道 古人云 瓜熟自落 若到那个时节 一定从斜下 裂个窟窿 钻出来也 八戒剑说 战兢兢忍不得疼痛道 罢了 罢了 死了 死了 沙僧笑道 二哥 墨牛 墨牛 只怕错了养而长 弄作个胎前病 那呆子越发慌了 眼中琴泪 扯着行者道 哥哥 你问这婆婆 看那里有手轻的吻婆 欲先寻下几个 这半会一阵阵地动荡的紧 像是催阵疼 快了 快了 沙僧又笑道 二哥 既知催阵疼 不要扭动 只恐挤破江炮耳 三藏哼着道 婆婆喝 你这里可有一家 教我徒弟 去买一贴堕胎药吃了 打下胎来吧 那婆子道 就有药也不济事 只是我们这正南街上 有一座解阳山 山中有一个破儿洞 洞里有一眼落胎拳 须得那泉里水吃一口 方才解了胎气 却如今取不得水了 向年来了一个道人 称名如意真仙 把那破儿洞改作聚鲜鞍 护住落胎泉水 不肯擅次于人 但欲求水者 需要花红表里 洋酒果盘 制成奉献 只拜求的他一瓦儿水里 你们这行绞僧 怎么的许多钱才买办 但只可挨命 代食而生产罢了 行者闻得此言 满心欢喜道 婆婆 你这里到那解阳山 有几多路程 婆婆道 有三十里 行者道 好了 好了 师父放心 带老孙取些水来你吃 好大圣 吩咐沙僧道 你好仔细看着师父 若这家子无礼 庆哄师父 你拿出救食手段来 装 糊糊他 等我取水去 沙僧依命 只见那婆子端出一个大瓦波来 地语行者道 拿这波头去 是必多取些来 与我们留着用集 行者真个接了瓦波 出草舍 纵云而去 那婆子才往空里拜道 爷爷呀 这和尚会驾云 才进去叫出那几个妇人来 对唐僧磕头礼拜 都称为罗汉菩萨 一臂香烧汤办饭 供奉唐僧不提 却说那孙大圣金斗云起 少请监建一座山头 阻住云角 极暗云光 正经看出 好山 但见那 幽花白锦 野草扑篮 见水香连落 西云一样显 重重古鹤藤罗蜜 远远风鸾树母帆 鸟蹄咽过 鹿饮圆盘 翠带如屏障 青崖四季还 尘埃滚滚真难道 群石涓涓不厌看 美剑仙童采药去 长逢乔子复心还 果然不亚天台景 胜似三丰西华山 这大圣正然点 看那山不见 又只见背阴处有一所庄院 忽闻的犬吠之声 大圣下山 静置庄所 却也好个去处 看那 小桥通火水 茅舍以青山 村犬汪离落 幽人自网还 不时来之门首 见一个老道人 盘坐在绿鹰之上 大圣放下瓦波 进前道问训 那道人欠身还礼道 那方来者 至小安有何够当 行者道 贫僧乃东土大唐钦差西天取经者 因我师父误引了子母喝之水 如今腹腾肿胀难尽 问及土人 说是结成胎气 无方可治 访得解阳山破儿洞有落胎权 可以消得胎气 故此特来拜见如意真仙 求些泉水搭救师父 为凡老道 指引指引 那道人笑道 此间旧事破儿洞 今改为巨献安了 我却不是别人 即是如意真仙老爷的大徒弟 你叫做什么名字 待我好与你通报 行者道 我是唐三藏法师的大徒弟 建名孙悟空 那道人问曰 你的花红 酒礼都在那里 行者道 我是个过路的挂达僧 不曾伴得来 道人笑道 你好吃呀 我老师父互助山泉 并不曾白送于人 你回去半江里来 我好通报 不然请回 默想 默想 行者道 人情大肆圣旨 你去说我老孙的名字 他必然做个人情 或者连井都送我也 那道人闻此言 只得进去通报 却见那真仙抚琴 指代他琴忠 方才说道 师父 外面有个和尚 口称是唐三藏大徒弟孙悟空 欲求落胎泉水 救他师父 那真仙不听说便罢 一听地说个悟空名字 却就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鞭声 急起身 下了禽床 脱了素服 换上道义 取一把如意钩子 跳出安门 叫道 孙悟空何在 行者转头 关键的真仙打扮 头戴星官非彩艳 身穿金驴法衣红 足下云鞋堆锦绣 腰间宝带绕玲珑 衣装那锦铃波袜 半露裙 闪袖绒 手拿如一金钩子 力感肠若莽龙 凤眼光明眉地树 钢牙尖利口翻红 额下然飘如烈火 遍遍赤发短蓬松 形容恶似温元帅 正奈衣冠不亦同 行者见了 和掌作礼道 贫僧便是孙悟空 那先生笑道 你真个是孙悟空 却是假名托姓者 行者道 你看先生说话 常言道 君子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我便是悟空 岂有假托之理 先生道 你可认得我吗 行者道 我因归正式门 秉承僧教 这一向登山涉水 把我那幼师的朋友 也都疏失 未及拜访 少失尊严 世间问道 子母何西乡人家 言及先生 乃如意真仙 故此之志 那先生道 你走你的路 我修我的真 你来访我怎的 行者道 因我师父误引了 子母河水 富腾成胎 特来仙府 拜求一碗落胎泉水 就解师难也 那先生怒目道 你师父可是 唐三藏吗 行者道 正式 正式 先生咬牙恨道 你们可曾 会这一个圣鹰大王吗 行者道 他是浩山枯松 见火云洞 红孩妖怪的绰号 真仙问他怎的 先生道 是我知舍职 我乃牛魔王的兄弟 前者家兄处 有信来报我 称说唐三藏的 大徒弟孙悟空辈 将他害了 我这里正没处 寻你报仇 你到来寻我 还要什么水里 行者陪笑道 先生差了 你令兄也曾与我做朋友 幼年间也曾拜七弟兄 但只是不知先生遵服 有失败忘 如今令职得了好处 现随着观音菩萨 做了善财童子 我等尚且不如 怎么反怪我也 先生喝道 这泼狐孙 还弄巧舌 我设职 还是自在为王好 还是与人为奴好 不得无礼 吃我这一高 大圣使铁棒架主党 先生莫说打的话 且与些泉水去也 那先生骂道 泼狐孙 不知死活 如若三河敌的我 与你水去 敌不过 只把你剁为肉酱 放与我侄子报仇 大圣骂道 我把你不识祈祷的业障 既要打 起开来看棍 那先生如一钩 匹首相环 二人再聚仙安好杀 圣僧勿食成胎水 行者来寻如一仙 那小真仙原是怪 以强护助落胎拳 即至相逢讲仇戏 争持绝不遂如染 言来语去成禅诏 一恶情兄要报冤 这一个因失伤命来求水 那一个未职王身不与权 如一钩强如歇毒 金箍棒狠似龙颠 当凶乱刺尸威猛 着脚斜钩斩妙玄 因手棍丢伤处众 过肩钩起尽头边 索要一棍应持雀 压顶三沟郎补缠 往往来来争胜败 反反复复两回还 勾篮棒打无前后 不见输赢在那边 那先生与大圣战经 十数和 敌不得大圣 这大圣越加猛烈 一条棒似滚滚流星 褶头乱打 先生败了金力 倒拖着如意钩往山上走了 大圣不去赶他 却来安内寻水 那个道人早把安门关了 大圣拿着瓦波赶至门前 尽力气一脚 踢破安门闯将进去 见那道人扶在井栏上 被大圣喝了一声 举棒要打 那道人往后跑了 却才寻出吊桶来 正子打水 又被那先生赶到前边 使如意钩子 把大圣勾着脚一跌 跌了个嘴引地 大圣爬起来 使铁棒就打 他却闪在旁边 执着钩子道 看你可取得我的水去 大圣骂道 你上来 你上来 我把你这个业障 只打杀你 那先生也不上前据敌 只是进住了 不许大圣打水 大圣见他不动 却使左手轮着铁棒 右手使吊桶 将锁子才突鲁鲁地放下 他又来使钩 大圣一只手撑吃不得 又被他一勾勾着脚 扯了个龙肿 连井锁通跌下井去了 大圣道 这丝确实无礼 爬起来 双手轮棒 没头没脸地打僵上去 那先生依然走了 不敢迎地 大圣又要去取水 奈何没有吊筒 又恐怕来勾扯 心中暗暗想到 且去叫个帮手来 好大圣 拨转云头 敬至村舍门首 叫一声 杀和尚 那里边三藏忍痛身吟 诸八戒哼声不绝 听得叫唤 二人欢喜道 沙僧啊 悟空来也 沙僧连忙出门 接着道 大哥 取水来了 大圣进门 对唐僧背言前世 三藏滴泪道 徒弟喝 四瓷怎了 大圣道 我来叫沙兄弟 与我同去 到那安边 等老孙和那斯迪窦 叫沙僧成便取水来救你 三藏道 你两个没病的都去了 丢下我两个有病的 交谁服侍 那个老婆婆在旁道 老罗汉只管放心 不需要你徒弟 我家自然看顾服侍你 你们早见到时 我等实有爱怜之意 却才见这位菩萨云来勿去 方知你是罗汉菩萨 我家绝不敢附害你 行者多的一声道 如等女流之辈 赶伤那个老婆子笑道 爷爷啊 还是你们有造化来到我家 若到第二家 你们也不得胡伦了 八戒哼哼地道 不得胡伦是怎么的 婆婆道 我一家四五口 都是有几岁年纪的 把那封月氏进阶修了 故此不肯伤你 若还到第二家 老小众大 那年小之人 那个肯放过你去 就要与你交合 假如不从 就要害你性命 把你们身上肉 都割了去做香袋里 八戒道 若这等 我绝无伤 他们都是香喷喷的 好做香袋 我是个骚猪 就割了肉去 也是骚的 故此可以无伤 行者笑道 你不要说嘴 省些力气 好生产也 那婆婆道 不必迟疑 快求水去 行者道 你家可有吊筒 借个食食 那婆子急往后边 取出一个吊筒 又窝了一条锁子 递与沙僧 沙僧道 带两条锁子去 孔义时 谨慎要用 沙僧接了铜锁 急随大圣出了村舍 一同驾云而去 那消半个时辰 却到解阳山界 按下云头 静止安外 大圣吩咐沙僧道 你将铜锁拿了 且在一边躲着 等老孙出头所站 你带我两人 交战正农之时 你乘机进去 取水就走 沙僧谨一言命 孙大圣撤了铁棒 进门高叫 开门 开门 那守门的看剑 急入里通报道 师父 那孙悟空又来了也 那先生心中大怒道 这泼侯老大无状 一向闻他有些手段 果然今日方知 他那条棒真是难敌 道人道 师父 他的手段虽高 你一不亚与他 正是个对手 先生道 前面两回被他赢了 道人道 前两回虽赢 不过是一猛之幸 后面两次打水之时 被师父勾他两跌 却不是相比奸业 先继无奈而去 今又复来 必然是三藏胎成身重 埋怨得紧 不得已而来也 绝有慢他师之心 管取我师 绝胜无矣 真仙闻言 喜滋滋满怀春意 笑盈盈 以震微风 挺如一钩子 走出门来喝道 泼狐孙 你又来做甚 大圣道 我来只是取水 真仙道 泉水乃无家之井 平是帝王宰相 也须表李扬九来求 方才谨语歇唏 况你又是我的仇人 善敢白首来取 大圣道 真个不语 真仙道 不语 不语 大圣骂道 泼业掌 记不于水 看棍 丢一个架手 抢个满怀 不容说着头便打 那真仙侧身躲过 使钩子极价向环 这场比钱更胜 好杀 金箍棒 如一钩 二人愤怒个怀仇 飞杀走实乾坤暗 拨土阳 晨日月仇 大圣旧师来取水 腰先为直不容求 两家齐努力 一处赌安休 咬牙争胜负 切齿定刚柔 天机见 月抖擞 喷云矮物鬼神仇 朴朴冰冰冰勾棒响 喊声笑吼震山丘 狂风滚滚 催林木 杀气纷纷过斗牛 大圣欲争欲喜悦 针仙越打越绸矛 有心有意相征战 不定存亡不罢休 他两个在安门外交手 跳跳舞舞的 抖到山坡之下 恨苦相持不提 却说那沙和尚提着吊筒 闯进门去 只见那道人在井边挡住道 你是圣人 赶来取水 沙僧放下吊筒 取出降妖宝杖 不对话 折头便打 那道人躲闪不及 把左臂搏打折 道人倒在地下证明 沙僧骂道 我要打杀你这夜处 怎奈你是个人参 我还怜你 饶你去罢 让我打水 那道人叫天叫地地 爬到后面去了 沙僧却才将吊筒 向井中满满地 打了一吊筒水 走出安门 架起云雾 望着行者喊道 大哥 我已取了水去也 饶他罢 饶他罢 大圣听的 方才是铁棒支柱勾子道 你听老孙说 我本带斩尽杀绝 争奈你不曾犯法 二来看你令兄牛魔王的情上 先头来 我被勾了两下 未得水去 财然来 我是个吊虎离山记 哄你出来征战 却着我 失地取水去了 老孙若肯拿出本事来打你 莫说 你是一个 这么如意真仙 就是再有几个也打死了 正是打死不如放生 且饶你 教你活几年儿 以后再有取水者 切不可乐啃他 那妖仙不识好歹 眼一眼 就来勾脚 被大圣闪过勾头 赶上前 赫声修走 那妖仙措手不及 推了一个普拉 挣扎不起 大圣夺过如意勾来 折为两段 总拿着又一绝 绝作四段 置之于地道 泼叶处 再敢无礼嘛 那妖仙战战兢兢 忍辱无言 这大圣笑呵呵 驾云而起 有师为证 誓约 真谦若炼须真水 真水调和真拱干 真拱真谦无母气 灵沙灵药是先丹 婴儿往结成胎像 土母施功不费难 推倒旁门宗正教 新军得意笑容还 大圣纵着祥光 赶上沙僧 得了真水 喜喜欢欢 回于本处 按下云头 敬来村舍 只见猪八戒舔着肚子 已在门方上亨礼 行者悄悄上前道 袋子 几时绽放的 袋子慌了道 哥哥莫取笑 可曾有水来吗 行者还要耍他 沙僧随后就到 笑道 水来了 水来了 三藏忍痛欠身道 徒弟啊 累了你们也 那婆婆却也欢喜 几口都出礼拜道 菩萨啊 却是难得 难得 急忙取个花瓷盏子 咬了半盏 地语三藏道 老师父细细地吃 只削一口 就解了胎气 八戒道 我不用盏子 连吊筒等我喝了罢 那婆子道 老爷爷 吓杀人罢了 若吃了这吊筒水 好到连肠子肚子都化尽了 吓得呆子不敢胡为 也只吃了半盏 那里有顿饭之时 他两个腹中脚痛 只听鼓噜鼓噜 三五阵长明 长明之后 那呆子忍不住 大小便齐流 唐僧也忍不住 要往净处接手 行者道 师父啊 切磨出封地里去 怕人子 一时冒了风 弄作个产后之急 那婆婆 那婆婆汲取两个镜筒来 教他两个方便 须与间 各行了几遍 才绝住了疼痛 渐渐地消了肿胀 化了那血团肉块 那婆婆家 又煎些百米粥 与他补须 八戒道 婆婆 我的身子实落 不用补须 且烧些汤水 与我洗个澡 却好吃粥 沙僧道 哥哥 洗不得澡 坐月子的人 弄了水浆治病 八戒道 我又不曾大声 左右只是个小铲 怕他怎呆 洗洗干净 真个那婆子烧些汤 与他两个 静了手脚 唐僧才吃 两盏儿粥汤 八戒就吃了 十数碗 还只要添 行者笑道 笨货 少吃些 磨弄做个沙包肚 不像模样 八戒道 没事 没事 我又不是母猪 怕他坐肾 那家子 真个又去收拾煮饭 老婆婆对唐僧道 老师父 把这水赐了我爸 行者道 呆子 不吃水了 八戒道 我的肚腹也不疼了 胎气想是已行散了 洒然无事 又吃水何为 行者道 即使他两个都好了 将水送你家吧 那婆婆谢了行者 将余胜之水 装于瓦罐之中 埋在后边地下 对众老小道 这罐水 够我的棺材本也 众老小无不欢喜 整顿斋饭 吊开桌凳 唐僧们吃了斋 萧萧停停 江西了一宿 次日天明 师徒们谢了婆婆家 处理村舍 唐三藏攀安上马 沙河上挑着行囊 孙大圣前边引路 猪八戒拢了江绳 这里才是 洗净口夜深干净 消化繁胎体自然 毕竟不知道国界中 还有什么理会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法姓西来逢女国 心缘定计托烟花 话说三藏师徒 别了村舍人家 一鲁西进 不上三四十里 早到西凉国界 唐僧在马上指道 悟空 前面城池相近 市井上人羽喧哗 像是西凉女国 如等需要仔细 谨慎规矩 切羞放荡情怀 紊乱法门教旨 三人闻言 谨遵言命 言未尽 却至东关乡接口 那里人都是长裙短袄 粉面油头 不分老少 尽是妇女 正在两街上 做买做卖 忽见他四众来时 一起都鼓掌呵呵 整容欢笑道 人种来了 人种来了 慌得那三藏勒马难行 续一间就塞满街道 维闻笑语 八戒口里乱嚷道 我是个小猪 我是个小猪 行者道 呆子 莫胡谈 拿出就嘴脸便是 八戒真个把头摇上两摇 竖起一双菩萨耳 扭动脸蓬掉搭唇 发一声喊 把那些妇女们唬得爹爹爹 有诗为证 誓约 圣僧拜佛到西凉 国内尊阴氏少阳 农士工商皆女辈 于乔耕木进红庄 娇蛾满路呼人种 幼妇迎接皆粉狼 不是物能师丑相 烟花围困苦难当 遂此重皆恐惧 不敢上前 一个个都粘手搓腰 摇头摇指 战战兢兢 排色街棒路下 都看唐僧 孙大圣却也弄出丑相开路 杀僧野装 虎为耻 八戒踩着马 拘着嘴 摆着耳朵 一行前进 又见那市井上房屋齐整 铺面喧昂 一般有卖盐卖米 九四茶房 鼓角楼台通货纸 齐亭后馆挂连笼 师徒们转弯抹角 忽见 有一女官 势力接下 高声教导 远来的时刻 不可善入城门 请头管 易柱名上部 代下官 执名奏架 燕饮放行 三藏文言 下马观看 那衙门上有一扁 上书 营阳以三字 长老道 悟空 那村舍人家传言事实 古有营阳之意 沙僧笑道 二哥 你却去照胎 全边照照 看可有双影 八戒道 莫弄我 我自吃了那盏落胎泉水 以此打下胎来了 还照他怎的 三藏回头吩咐道 物能 锦言 锦言 遂上前 与那女官做礼 女官引路 请她们都进 宜内 正厅坐下 急唤看茶 又见那手下人 近视三柳梳头 两截穿衣之类 你看他拿茶的也笑 少请茶吧 女官欠身问曰 时刻何来 行者道 我等乃东土大唐王 驾下钦 差上西天 拜佛求经者 我师父便是 唐王御帝 浩曰唐三藏 我乃他大徒弟 孙悟空 这两个是我师弟 诸物能 杀物静 一行连马五口 随身有通关文碟 岂为赵燕放行 那女官直笔血罢 下来叩头道 老爷恕罪 下官乃营阳一成 时不知上帮老爷 知当远接 拜佛起身 吉令管事的安排引传 道 爷爷们宽坐一时 带下官进城起奏我王 导唤官文 打发灵给 送老爷们西进 三藏欣然而坐不提 且说那一城整了衣冠 进入城中五缝楼前 对黄门官道 我是营阳馆一城 有事见价 黄门及时起奏 降旨传宣致殿 问曰 一城有何事来奏 一城道 微臣在意 接得东土大唐王御帝唐三藏 有三个徒弟 明焕孙悟空 朱悟能 沙悟静 连马五口 遇上西天拜佛取经 特来启奏主公 可许他导唤官文放行 女王文奏 满心欢喜 对中文武道 寡人夜来梦见金瓶声彩艳 玉境展光明 乃是今日之喜照也 众女官拥拜丹迟道 主公 怎见得是今日之喜照 女王道 东土男人 乃唐朝御帝 我国中自混沌开辟之时 累带帝王 更不曾见个男人至此 性今唐王御帝下降 像是天赐来的 寡人以异国之父 愿昭玉帝为王 我愿为后 与他阴阳配合 生子生孙 永传帝业 却不是今日之喜照也 众女官拜武称阳 无不欢悦 义承又奏道 主公之论 乃万代传家之好 但只是玉帝三徒凶恶 不成相貌 女王道 轻见玉帝怎生模样 他徒弟怎生凶丑 义承道 玉帝相貌堂堂 风姿英俊 成是天朝上国之男儿 南善中华之人物 那三徒却是形容宁恶 相貌如惊 女王道 既如此 把他徒弟与他领给 捣唤官文 打发他往西天 只留下玉帝 有何不可 众官拜奏道 主公之言即当 臣等亲此亲尊 但只是匹配之事 无眉不可 自古道 姻缘配合平红叶 月老夫妻 即赤绳 女王道 依卿所奏 就着当嫁太师作媒 营阳一城主婚 先去义中与玉帝求亲 待他许可 寡人却百嫁 出城迎戒 那太师 一城 灵旨出巢 却说三藏师徒们 在一厅上正想斋饭 只见外面人报 当嫁太师 与我们本官老母来了 三藏道 太师来却是何意 八戒道 怕是女王请我们也 行者道 不是相请 就是说亲 三藏道 悟空 假如不放 抢逼成亲 却怎么是好 行者道 师父只管允他 老孙自有处置 说不了 二女官早智 对长老下拜 长老一一还离道 贫僧出家人 有何德能 敢劳大人下拜 那太师见长老 相貌宣昂 心中暗息道 我国忠实有造化 这个男子 却也做得我王之夫 二官拜毙起来 势力左右道 玉帝爷爷 万千之喜了 三藏道 我出家人 喜从何来 太师公申道 此处乃西凉女国 国中自来 没个男子 金姓玉帝爷爷降临 臣奉我王旨意 特来求亲 三藏道 善哉 善哉 我贫僧之身来到贵地 又无儿女相随 只有顽图三个 不知大人求的是 那个亲事 一成道 下官才进朝起奏 我王十分欢喜道 夜来得一级梦 梦见金平生彩艳 玉境展光明 知玉帝乃中华上国男儿 我王愿以一国之父 招赘玉帝爷爷为夫 作难免称姑 我王愿为帝后 传指着太师作媒 下官主婚 故此特来求这亲事也 三藏文言 低头不语 太师道 大丈夫玉石不可错过 似此昭贵之事 天下虽有 托国之父 世上时息 请玉帝夙远 恕好回奏 长老月家吃牙 八戒在旁 拘着对挺嘴 叫道 太师 你去上父国王 我师父乃久 修得道的罗汉 绝不爱你托国之父 也不爱你倾国之荣 快仙捣唤官文 打发他往西去 留我在此昭贼 如何 太师文说 胆战心惊 不敢回话 一成道 你虽是个男身 但只形容丑陋 不忠我王之意 八戒笑道 你甚不通辩 常言道 粗柳搏几细柳斗 世上谁见男儿丑 行者道 呆子 悟得胡谈 认师父遵义 可行则行 可止则止 莫要耽搁了 没说功夫 三藏道 悟空 凭你怎么说好 行者道 易老孙说 你在这里也好 自古道千里 因缘四限千里 那里再有这般相应处 三藏道 徒弟 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 谁却去西天取经 那不忘坏了我大唐之地主也 太师道 玉帝在上 微臣不敢引言 我王旨意 原旨教求玉帝为亲 教你三位徒弟赴了会亲严宴 官府领给 导唤官文 往西天取经去理 行者道 太师说得有理 我等不必作难 情愿留下师父 与你主为夫 快换官文 打发我们西去 带取经回来 好到此拜爷娘 讨盘缠回大唐也 那太师与 易成对行者作礼道 多谢老师 玉成之恩 八戒道 太师 切莫要口里摆菜碟 既然我们许诺 且教你主先 安排一席 与我们吃中啃酒 如何 太师道 有 有 有 就叫百师炎炎来也 那易成与太师 欢天喜地 回奏女王不提 却说唐长老一把 扯住行者 骂道 你这猴头 弄杀我也 怎么说出这般话来 叫我在此招婚 你们西天拜佛 我就死也不敢如此 行者道 师父放心 老孙岂不知 你性情 但只是到此地 遇此人 不得不将计就计 三藏道 怎么叫做将计就计 行者道 你若使住法不允他 他便不肯捣唤官文 不放我们走路 躺货意恶心毒 喝令多人 割了你肉 做什么香带喝 我等岂有善报 一定要使出 降魔荡怪的神通 你知我们的手脚又重 气血又凶 但动动手 这一国的人 尽打杀了 他虽然阻挡我等 却不是怪物妖精 还是异国人身 你又平素 是个好善慈悲的人 在路上一灵不损 若打杀无限的平人 你心何人 成为不善了也 三藏听说道 悟空此论最善 但孔女主召我进去 要行夫妇之礼 我怎肯丧原阳 败坏了佛家德行 走真经 坠落了本教人身 行者道 今日准了亲事 他一定以皇帝里 百嫁出城接你 你更不要推死 就坐他奉免龙车 登堡店面男坐下 问女王取出玉宝印信来 宣我们兄弟进巢 把通关文碟用了印 再请女王写个手字花鸭 牵牙了交付与我们 一臂相交百炎燕 就当与女王会喜 就与我们送行 待炎燕已臂 再叫牌架 只说送我们三人出城 回来与女王配合 哄得他君臣欢悦 更无阻挡之心 亦不起毒恶之念 却待送出城外 你下了龙车凤年 叫沙僧伺候左右 服侍你骑上白马 老孙却使个定身法 叫他君臣人等皆不能动 我们顺大路 只管西行 行得一昼夜 我却念个咒 解了术法 还叫他君臣们苏醒回城 一则不伤了他的性命 二来不损了你的元神 这叫做假亲脱网之计 岂非一举两全之美也 三藏闻言 如醉方醒 四梦出绝 乐以忘忧 称谢不尽 道 深感贤途高见 四众同心合意 正字商量不提 却说那太师与一成 不等宣照 直入朝门白玉街前 奏道 主公家梦最准 雨水之欢就矣 女王闻奏 卷珠帘 下龙床 起英唇 录银齿 笑银银交声问约 贤轻见玉帝 怎么说来 太师道 臣等道义 拜见玉帝必 即备言求亲之事 玉帝还有推托之词 幸亏他大徒弟 凯然见云 愿留他师父 与我王为夫 勉难称帝 执教先导唤观文 打发他三人西去 取得惊悔 好到此拜任爷娘 讨盘费回大唐也 女王笑道 玉帝再有何说 太师奏道 玉帝不言 愿陪我主 只是他那二徒弟 先要吃喜恳酒 女王闻言 即传旨 交光路四排宴 一臂相排大驾 出城迎接夫君 众女官即亲尊亡命 打扫宫殿 铺设停台 一般百艳的火速安排 一般百驾的流行整备 你看那西凉国 虽是妇女之邦 那鸾鱼不亚中华之盛 但见六龙喷彩 双凤生祥 六龙喷彩夫车出 双凤生祥嫁年来 富裕异相矮 阴雅锐气开 金鱼玉佩多观庸 宝季云还众女牌 鸳鸯掌善遮鸾架 翡翠珠连影凤差 生歌阴美 闲管生邪 一片欢情冲碧汉 无边喜气出灵台 三颜罗盖遥天雨 五色惊奇应语界 此地自来无何谨 女王今日配男才 不多时 大驾出城 早到营养管役 胡有人报三藏师徒道 驾到了 三藏文言 给予三徒整衣 初厅迎驾 女王卷连下撵道 那一位是唐朝御帝 太师迟道 那一门外乡岸前 穿蓝衣者便是 女王闪凤母 醋额眉 仔细观看 果然意表非凡 你看他 风姿英伟 相貌宣昂 齿白如银器 唇红口四方 顶平额阔天苍满 目秀眉清的歌唱 两儿有伦真结识 一身不俗是才狼 好个妙龄 聪俊风流子 堪配西凉窈窕娘 女王看到那心欢意美之处 不觉银情极极 爱欲自自 斩放樱桃小口 呼道 大唐玉帝 还不来战奉成鸾也 三藏闻言 耳红面赤 修达达不敢抬头 猪八戒在旁 鞠着嘴 行眼观看那女王 却也 那 真个 眉如翠雨 鸡似扬枝 脸衬桃花瓣 还堆金凤丝 秋波战战妖娆太 春笋 仙仙娇媚姿 鞋 红霄飘彩艳 高三珠翠 显光辉 说什么招君美貌 果然是赛果稀释 柳妖 微斩名金佩 莲部 轻易一动欲之 月里嫦娥难道此 九天仙子 怎如斯 宫装巧样 飞凡泪 诚然 王母 降摇池 那呆子 看到好处 忍不住口嘴流弦 心头壮碌 一时间 骨软金马 好便似 雪 狮子 像火 不绝的 都化去也 直接那女王 走进前来 一把扯住 三藏 翘雨 娇声 叫道 玉帝哥哥 请上龙车 和我 同上金鸾宝殿 匹配夫妇 这张老战 晶晶力战不住 似嘴如痴 行者再次叫道 师父不必太迁 请供师娘上年 快快捣唤观文 等我们取经去罢 长老不敢回言 把行者抹了两抹 止不住落下泪来 行者道 师父切莫烦恼 这般富贵 不受用 还带怎么理 三藏没急奈何 只得依从 开了眼泪 强整欢容 一步进前 与女主 同携素手 共坐龙车 那女主喜滋滋 玉佩夫妻 这长老幽 惶惶 只思拜佛 一个要动房花竹 交渊旅 一个要西语 灵山县世尊 女帝真情 圣僧假义 女帝真情 指望和邪童到老 圣僧假义 劳藏情 一养元神 一个喜剑男身 恨不得白昼 并投携 抗力 一个怕逢女色 致思量 及时拖网上雷音 二人和惠童登年 其料唐僧各有心 那些文武官 建主公与长老 同登奉年 并肩而坐 一个个梅花眼笑 拨转一丛 妇辱成中 孙大圣才教沙僧 挑着行李 牵着白马 随大家后面同行 猪八剑往前乱跑 先到五凤楼前 嚷道 好自在 好现成呀 这个弄不成 这个弄不成 吃了喜酒 尽亲才是 虎的些质疑 从引导的女官 都不敢前进 一个个回至架边道 主公 那一个长嘴大耳的 在五凤楼前 嚷道 要喜酒吃礼 女主闻奏 与长老已相间 微病逃塞 开坛口 翘声叫道 玉帝哥哥 长嘴大耳的 是你那个高徒 三藏道 是我第二个徒弟 他生的时长宽大 一生要徒口肥 须是先安排些 酒食与他吃了 方可行事 女主急问 光露寺安排 炎炎完否 女官奏道 已完设了荤素两样 在东阁上里 女王又问 怎么两样 女官奏道 陈孔唐朝玉帝与高徒等 平素吃斋 故有荤素两样 女王却又笑吟吟 引着长老的香塞道 玉帝哥哥 你吃荤吃素 三藏道 贫僧吃素 但是未曾戒酒 需得几杯素酒 与我二徒弟吃谢 说未了 太师起奏 请赴东阁会宴 今宵即日凉晨 就可与玉帝爷爷成亲 明日天开黄道 请玉帝爷爷登宝殿面南 改年号即位 女王大喜 急与长老携手相掺 下了龙车 供入端门里 但见那 风飘先乐下楼台 昌河中间催眠来 凤雀大开光矮矮 皇宫不必紧排排 麒麟殿内卢烟鸟 孔雀平边善隐回 亭阁争容如上国 玉堂金马更奇灾 既至东阁之下 又闻得一派声歌声韵美 又见两行红粉冒娇扰 正中堂排摄两班盛宴 左边上手是素颜 右边上手是婚颜 下两路尽是单喜 那女王脸刨袖 食指尖尖 奉着玉杯便来安息 行者进前道 我师徒都是吃素 先请师父做了 左手素席 转下三席 分左右 我兄弟们好做 太师喜道 正事正事 师徒及父子也 不可并肩 众女官连忙掉了席面 女王一一传杯 安了他弟兄三位 行者又与唐僧丢个眼色 叫师父回礼 三葬下来 却也情欲悲 与女王安息 那些文武官朝上败谢了黄恩 各一品从分座两边 才注了音乐请酒 那八戒那管好歹 放开肚子 只情吃起 也不管什么 玉蟹米饭 蒸饼 糖糕 蘑菇 香醇 笋牙 木耳 黄花菜 石花菜 紫菜 蛮精 芋头 螺服 山药 黄金 一股辣 闯了个庆见 喝了五七杯酒 口里嚷道 看天换来 拿大功来 再吃几功 个人干事去 沙僧问道 好言习不吃 还要干甚事 呆子笑道 古人云 造工的造工 造剑的造剑 我们如今招的招 架的架 取经的还去取经 走路的还去走路 莫只管贪杯 务事 筷子尔打发官文 正是将军不下马 各自奔前程 女王文说 急命取大杯来 晋士官连忙取几个鹦鹉杯 炉瓷勺 金婆罗 银凿落 玻璃盏 水晶盆 蓬来碗 琥珀中 满针玉叶 连柱穹江 果然都各隐一循 三藏欠身而起 对女王和长道 陛下 多蒙圣社 久已够了 请登宝殿 捣唤关门 赶天早 送他三人出城吧 女王一言 携着长老 散了炎炎 上金鸾宝殿 即让长老即位 三藏道 不可 不可 事态师言过 明日天开黄道 贫僧才敢即位称姑 今日急印关门 打发他去也 女王一言 仍坐了龙床 集取金交椅一张 放在龙床左手 请唐僧坐了 叫徒弟们 拿上通关门碟来 大圣便交沙僧解开包袱 取出关门 大圣将关门双手捧上 那女王细看一番 上有大唐皇帝 宝印九颗 下游宝像国印 乌鸡国印 车吃国印 女王看罢 交滴滴笑语道 玉帝哥哥又姓陈 三藏道 俗家姓陈 法名玄藏 因我唐王圣恩认为玉帝 次姓我为唐也 女王道 官文上如何没有高徒之名 三藏道 三个顽图 不是我唐朝人物 女王道 既不是你唐朝人物 为何肯随你来 三藏道 大的个徒弟 祖冠东盛神州奥来国人士 第二个乃犀牛贺州乌斯庄人士 第三个乃流沙盒人士 他三人都因罪犯天条 南海观世音菩萨解脱他苦 秉善归依 将功折罪 情愿保护我上西天取经 皆是图中收的 故此为助法名再谍 女王道 我与你天助法名 好吗 三藏道 但凭陛下遵义 女王既令取笔焰来 浓魔相悍 宝刃相毫 谍文之后 写上孙悟空 诸悟能 杀悟静三人明慧 却才取出玉印 端端正正印了 又画个手字花鸭 传江下去 孙大圣接了 叫沙僧包裹亭的 那女王又赐出 碎金碎银一盘 下龙床地语 行者道 你三人将此权为路费 早上西天 待儒等取经回来 寡人还有重谢 行者道 我们出家人 不受金银 途中自有企化之处 女王见他不受 又取出灵锦石匹 对行者道 如等行色匆匆 才智不及 将此路上 作件衣服遮寒 行者道 出家人 穿不得灵锦 自有护体不衣 女王见他不受 交 取玉米三生 再路全为一范 八戒听说个范子 便就接了 烧在包袱之间 行者道 兄弟 行李见金沉重 且道有气力挑米 八戒笑道 你那里知道 你好的是各日销货 只销一顿饭 救了账也 遂此合掌谢安 三藏道 感凡陛下相同贫僧 送他三人出城 待我嘱咐他们几句 叫他好生息去 我却回来 与陛下永受荣华 无挂无牵 方可会鸾交凤有也 女王不知世纪 便传之百嫁 与三藏并已相间 同登奉年 出西城而去 满城中都展天净水 炉匠真香 一则看女王鸾驾 二来看玉帝男身 美老美小 尽是粉荣浇灭 绿殡云环之辈 不多时 大驾出城 到西关之外 行者 八戒 沙僧 同行合议 结束整齐 竟迎着鸾鱼 吏声高叫道 那女王不必远送 我等就此败别 长老慢下龙车 对女王拱手道 陛下请回 让贫僧取经去也 女王闻言 大惊失色 扯住唐僧道 玉帝哥哥 我愿将一国之父 招你为夫 明日高登保卫 即位称君 我愿卫君之后 喜严通街吃了 如何却又变卦 八戒听说 发起个疯来 把嘴乱扭 耳朵乱摇 闯之架前 嚷道 我们和尚家 和你这粉骷髅 坐慎夫妻 放我师父走路 那女王 见他那等撒婆弄丑 唬得魂飞魄散 跌入碾架之中 沙僧 沙僧却把三藏 抢出人从 服侍上马 只见那路旁 闪出一个女子 喝道 唐玉帝 那里走 我和你耍风月儿 去来 沙僧骂道 贼被无知 撤保障 劈头就打 那女子 弄阵旋风 呜的一声 把唐僧舍将去了 无影无踪 不知下落何处 一 正是 拖得烟花网 又欲风月魔 毕竟不知那女子 是人是怪 老师父的性命的死的声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色邪银系唐三藏 性正羞耻不坏身 却说孙大圣与猪八戒 正要使法定那些妇女 忽闻的风响处 杀僧嚷闹 即回头使 不见了唐僧 行者道 是圣人来抢师父去 沙僧道 是一个女子 弄阵旋风 把师父射了去也 行者闻言 呼哨跳在云端里 用手搭凉棚 四下里观看 只见一阵灰尘 风滚滚往西北上去了 即回头叫道 兄弟们 快嫁云童 我赶师父去来 八戒与沙僧 几把行囊烧在马上 响一声都跳在半空里去 慌得那西凉国君臣女辈 跪在尘埃 都道 是白日飞升的罗汉 我主不必惊议 唐玉帝也是个有道的禅僧 我们都有眼无珠 错认了中华男子 枉费了这场神思 请主公上碾回朝野 女王自觉惭愧 多官都一起回国不提 却说孙大圣兄弟三人 腾空踏悟 望着那阵旋风 一直赶来 前置一座高山 只见灰尘昔静 风头散了 更不知怪象何放 兄弟们暗落云雾 找路寻访 忽见一臂香 轻视光明 却似个屏风模样 三人牵着马转过石瓶 石瓶后有两扇石门 门上有六个大字 乃是独笛山琵琶洞 八戒无知 上前就是钉把柱门 行者急止柱道 兄弟莫忙 我们随旋风赶遍 赶到这里 寻了这会 方玉此门 又不知深浅如何 躺不是这个门 却不惹他见怪 你两个且牵了马 还转时平前利等骗时 带老孙进去打听打听 查个有无虚实 却好行事 沙僧听说 大喜道 好好好 正是粗中有戏 果然极处从宽 他二人牵马回头 孙大圣显个神通 撵着绝念个咒语 摇身一变 变作蜜蜂 真个轻巧 你看他 赤膊随风软 腰轻硬日鲜 嘴田曾蜜蜜 唯利善详产 酿蜜公何浅 头牙里自迁 如今是巧技 飞舞入门眼 行者自门峡处 钻将进去 飞过二层门里 只见正当中花亭子上 端坐着一个女怪 左右列几个彩衣绣服 压迹两揪的女童 都欢天喜地 正不知讲论什么 这行者轻轻地飞上去 钉在那花亭格子上 侧耳裁厅 又见两个总角 蓬头女子 蓬两盘热腾腾的面食 上厅来道 奶奶 一盘是人肉县的 荤摩摩 一盘是邓沙县的 素摩摩 那女怪笑道 小的们 颤出唐玉帝来 几个彩衣绣服的女童 走向后房 把唐僧扶出 那师傅面黄 唇白 眼红泪滴 行者在暗中皆探道 师父中毒了 那怪走下庭 陆春聪 食指鲜鲜 扯住长老道 玉帝宽心 我这里虽不是西凉女国的宫殿 不比富贵奢华 其实却也清闲自在 正好念佛看经 我与你做个道伴 真个是百岁和谐也 三藏不语 那怪道 且休烦恼 我知你在女国中赴宴之时 不曾尽的饮食 这里昏宿面犯两盘 凭你受用心压惊 三藏沉思莫想道 我代不说话 不吃东西 此怪比那女王不同 女王还是人身 行动以礼 此怪乃是妖神 恐为加害 奈何 我三个徒弟 不知我困陷在于这里 躺活加害 却不枉丢性命 以心问心 无计所耐 只得强打精神 开口道 昏得何如 素得何如 女怪道 昏得是人肉腺磨磨 素得是邓沙腺磨磨 三藏道 贫增吃素 那怪笑道 女童 看热茶来 与你家长爷爷 吃素磨磨 一女童 锅捧着香茶一盏 放在长老面前 那怪将一个 素磨磨磨批破 地与三藏 三藏将个婚磨磨 胡伦地与女怪 女怪笑道 玉帝 你怎么不批破于我 三藏河长道 我出家人 不敢破婚 那女怪道 你出家人不敢破婚 怎么前日在子母河边 吃水糕 今日又好吃成沙县 三藏道 水糕传聚集 沙县马行尺 行者在格子眼 听着两个言语相攀 恐怕师父乱了真性 忍不住现了本相 彻铁棒喝倒 夜处无礼 那女怪见了 口喷一道烟光 把花亭子罩住 叫 小的门 受了欲定 他却拿一柄三股钢叉 跳出亭门 骂道 破猴呗 怎么敢私人无家 偷窥我容貌 不要走 吃老娘一叉 这大圣使铁棒架住 且战且退 二人打出洞外 那八戒 那八戒 沙僧正在十平前等候 忽见他两个争持 慌得八戒将白马牵过道 沙僧 你只管看手行李 马匹 等老猪去帮打帮打 好呆子 双手举把 赶上前叫道 师兄靠后 让我打着破剑 那怪剑八戒来 他又使个手段 呼了一声 鼻中出火 口内生烟 把身子抖了一抖 三股叉飞舞充盈 那女怪也不知有几只手 没头没脸的滚将来 这行者与八戒 两边攻注 那怪道 孙悟空 你好不识进退 我便认得你 你是不认得我 你那雷音寺里佛如来 也还怕我理 两你这两个毛人 到的那里 都上来 一个个仔细看打 这一场 怎见得好战 女怪微风长 侯王气盖兴 天鹏元帅争功绩 乱举定把要显能 那一个手多叉 锦烟光绕 这两个性疾兵 强勿气疼 女怪只因求配偶 男僧怎肯谢元经 阴阳不对相持斗 各成雄才恨苦争 阴静养龙丝洞洞 杨收兮慰爱清清 致令两处无和睦 插把铁棒赌输赢 这个棒有力 把更能 女怪刚插丁对丁 独敌山前三不让 琵琶洞外两无情 那一个喜得 唐僧邪凤吕 这两个必随长老取真经 惊天动地来巷战 只杀得日月 无光星斗更 三个斗罢多时 不分胜负 那女怪将身一纵 使出个倒马毒装 不觉得把大圣头皮上 扎了一下 行者叫声苦啊 忍耐不得 父同败阵而走 八戒见势不斜 拖着把撤身而退 那怪的了圣 受了钢叉 行者抱头 皱眉苦面 叫声 厉害 厉害 八戒到跟前问道 哥哥 你怎么正站到好处 却就叫苦连天地走了 行者抱着头 只叫 疼 疼 疼 这我头上扎了一下 就这般头疼难尽 故此败了阵来 八戒笑道 只这等净楚长夸口 说你的头是修炼过的 却怎么就不禁这一下 行者道 正是 我这头自从修炼成真 倒使了盘桃鲜酒 老子金丹 大闹天宫时 又被玉帝拆大刀鬼王 二十八秀 压赴斗牛宫外出斩 那些神将使刀斧锤剑 雷打火烧 几老子把我安于八卦炉 锻炼四十九日 巨为伤损 今日不知这妇人用的是什么兵器 把老孙头弄伤也 沙僧道 你放了手 等我看看 莫破了 行者道 不破 不破 八戒道 我去西凉国讨个膏药 你贴贴 行者道 又不肿不破 怎么贴得高药 八戒笑道 哥呵 我的胎前产后病倒不曾有 你倒弄了个脑门庸了 沙僧道 二哥且休取笑 如今天色晚矣 大哥伤了头 师父又不知死活 怎的是好 行者哼道 师父没事 我进去时 便坐蜜蜂 飞入里面 见那妇人坐在花亭子上 少请 两个丫鬟 捧两盘 垄摩摩 一盘是人肉馅 荤的 一盘是邓沙馅 素的 又这两个女童 扶师父出来 吃一个鸭惊 又要与师父 做什么倒饱 师父使出 不与那夫人答话 也不吃摩摩 后见她甜言美语 不知怎么 就开口说话 却说吃素的 那夫人 就将一个素的 劈开地与师父 师父将个胡伦昏的地与那妇人 妇人道 怎不劈破 师父道 出家人不敢破婚 那妇人道 既不破婚 前日怎么在子母河边饮水高 今日又好吃成沙县 师父不解其意 打她两句道 水高传去急 沙县马行驰 我在格子上听见 恐怕师父乱姓 便就陷了原身 撤棒就打 他也使神通 喷出烟雾 叫收了玉地 就轮钢叉 与老孙打出洞来也 沙僧听说 妖指道 这颇见 也不知从那里 就随将我们来 把上相使都知道了 八戒道 这等说 便我们安歇不成 莫管什么黄昏夜半 且去他门上所站 嚷嚷闹闹 叫他个不睡 莫叫他捉弄了我师父 行者道 头疼 去不得 沙僧道 不须所站 一则师兄头痛 二来我师父是个真僧 绝不以色空乱性 且就在山坡下壁风处 做这一夜 养养精神 待天明在做理会 随此 三个弟兄 拴牢白马 守护行囊 就在坡下安歇不提 却说那女怪放下凶恶之心 重整欢愉之色 叫小的们把前后门都关紧了 又使两个织羹 防守行者 但听门响 及时通报 却又教 女童将卧房收拾起整 掌筑坟香 请唐玉帝来 我与他交欢 遂把长老从后边掺出 那女怪弄出十分娇媚之态 协定唐僧道 常言黄金未为贵 安乐之前多 且和你做会夫妻儿 耍子去也 这长老咬定牙关 声也不透 欲带不去 恐他生心害命 只得战兢兢 跟着他步入相防 却如痴如雅 那里抬头举目 更不曾看他房里 是肾床铺慢炸 也不知有肾香笼梳妆 那女怪说出的羽衣云情 亦漠然无听 好和尚 真是哪 目不是恶色 耳不听吟声 他把这锦绣 交融如粪土 金珠美貌若灰尘 一生只爱参禅 半步不离佛地 那里会西域连香 只晓得修真养性 那女怪 活泼泼 春意无边 这长老 死丁丁 禅机有在 一个似软玉温香 一个如死灰稿木 那一个 展渊 轻吟星浓浓 这一个 树扁山 丹心耿耿 那个要贴胸 胶骨和鸾缝 这个要面壁 龟山坊达磨 女怪解一 卖弄他 鸡香腐腻 唐僧脸刃紧藏了 糙肉粗皮 女怪道 我枕胜亲贤 合不睡 唐僧道 我头光服 一怎相陪 那个道 我愿坐前 潮柳脆脆 这个道 贫僧 不是月舍离 女怪道 我美若西施还 那 唐僧道 我月亡因此 久埋事 女怪道 玉帝 你记得宁叫花下死 做鬼也风流 唐僧道 我的真阳为至宝 怎肯倾与你这粉骷髅 他两个散言碎语的 直斗道更深 唐长老全不动念 那女怪扯扯拉拉的不放 这师父只是姥姥成成的不堪 直缠到有半夜时候 把那怪弄得恼了 叫 小的们 拿绳来 可怜将一个心爱的人 一条神捆地像个挠尸模样 又叫拖在房廊下去 却吹灭银灯 隔归寝处 一夜无辞 不觉地鸡声三唱 那山坡下孙大圣欠身道 我这头疼了一会 到如今也不疼不麻 只是有些坐养 八戒笑道 养便再教他扎一下和如 行者催了一口道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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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戒又笑道 放 放 放 我师父这一夜道浪 浪 浪 沙僧道 且莫斗口 天亮了 快赶早捉腰怪去 行者道 兄弟 你只管在此守马 休得动身 猪八戒跟我去 那呆子抖走精神 树一树造紧 直都向随行者 各带了兵器 跳上山崖 静置石瓶之下 行者道 你且立住 只怕这怪物 夜里伤了师父 先等我进去打听打听 倘若被他哄了 丧了原阳 真个亏了德行 却就大家散伙 若不乱性情 缠心未动 却好努力相持 打死精怪 就食西去 八戒道 你好吃呀 常言道 甘于可好与猫做枕头 就不如此 就不如此 也要抓你几把事 行者道 模糊一乱说 带我看去 好大圣 转时评别了八戒 摇身还变个蜜蜂 飞入门里 见那门里有两个丫鬟 头枕着帮铃 正然睡里 却到花亭子观看 那妖精原来弄了半夜 都辛苦了 一个个都不知天晓 还睡着里 行者飞来后面 隐隐地只听见 唐僧声唤 呼抬头 见那布朗夏 四马全体捆着师父 行者轻轻地 定在唐僧头上 叫师父 唐僧认的声音 道悟空来了 快救我命 行者道 夜来好事如何 三藏咬牙道 我宁死也不肯如此 行者道 昨日我见他 有相怜相爱之意 却怎么今日 把你这般挫折 三藏道 他把我缠了半夜 我衣不解带 身为沾床 他见我不肯相从 才捆我在此 你千万救我 取经去也 他师徒们 证然问答 早惊醒了 那个妖精 妖精虽是下痕 却还有流连不舍之意 一脚翻身 只听见 取经去也一句 他就滚下床来 厉声高叫道 好夫妻不做 却取什么精去 行者慌了 撇却师父 急斩赤 飞降出去 献了本相 脚神八戒 那呆子转过石平道 那话成了否 行者笑道 不曾 不曾 老师父被他磨弄不从 恼了 捆在那里 正与我诉说前情 那怪惊醒了 我慌得出来也 八戒道 师父曾说甚来 行者道 他只说 衣不解带 身为沾床 八戒笑道 好 好 好 还是个真和尚 我们救他去 呆子粗鲁 布隆芬说 举定把望他那石头门上尽力气一把 呼啦啦 助作几块 唬得那几个枕帮零睡的丫鬟 跑至二层门外 叫声 开门 前门被昨日那两个丑男人打破了 那女怪正出房门 只见四五个丫鬟跑进去报道 奶奶 昨日那两个丑男人又来 把前门已打碎 那怪文言 急忙叫 小的闷 快烧汤洗面梳妆 叫 把玉帝连绳台在后房收了 等我打他去 那妖精走出来 举着三股叉 骂道 泼喉 也知 老大无知 你怎敢打破我们 八戒骂道 烂银见货 你倒困陷我师父 反敢硬嘴 我师父是你哄将来做老公的 快快送出饶你 敢再说半个不字 老朱一顿吧 连山也助导你的 那妖精那容分说 抖走身躯 衣钱弄法 鼻口内喷烟冒火 举钢叉就刺八戒 八戒侧身躲过 这把救助 孙大圣使铁棒 并力相帮 那怪又弄神通 也不知是几只手 左右遮拦 交锋三五个回合 不知是渗兵器 把八戒嘴唇上 也又扎了一下 那呆子拖着把 捂着嘴 腹捅逃生 行者却也有些猝他 须丢一棒 败阵而走 那妖精得胜而回 叫小的们搬十块 累跌的前门不提 却说那沙和尚正在 坡前放马 只听得那里猪亨 忽抬头 见八戒捂着嘴亨将来 沙僧道 怎地说 袋子亨道 了不得 了不得 疼 疼 疼 说不了 行者也到跟前 笑道 好呆子 呵 昨日咒我是脑门庸 今日却也弄作个 肿嘴弯了 八戒亨道 男人 男人 疼得紧 厉害 厉害 三人正然难处 只见一个老妈妈 左手提着一个青竹篮 自南山路上挑菜而来 沙僧道 大哥 那妈妈来得近了 等我问他个信 看这个是慎妖精 是慎兵器 这般商人 行者道 你且住 等老孙问他去来 行者急正经看 只见头直上有祥云盖顶 左右有香五龙身 行者认得 急叫 兄弟们还不来叩头 那妈妈是菩萨来演 慌得猪八戒人腾下拜 沙和尚牵马攻身 孙大圣和掌柜下 叫声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灵感 观世音菩萨 那菩萨见他们认得圆光 急踏降云 岂在半空 显了真相 原来是于兰之相 行者赶到空中 拜高道 菩萨 数弟子失营之罪 我等努力救失 不知菩萨下降 金欲摩难难收 万望菩萨搭救搭救 菩萨道 这妖精十分厉害 他那三股叉是生成的两只前脚 扎人痛者 是尾上一个钩子 换作倒马毒 本身是个歇子精 他前者在雷音寺听佛谈经 如来见了 不合用手推他一把 他就转过钩子 把如来左手中 拇指上扎了一下 如来也疼难尽 急着金刚拿他 他却在这里 若要救得唐僧 除是别告一位方好 我也是尽他不得 行者在拜道 望菩萨指示指示 别告那位去好 弟子急去请他也 菩萨道 你去冬天门里光明宫 告求某日星官 方能降福 言罢 遂化作一道金光 静回南海 孙大圣才按云头 对八戒 沙僧道 兄弟放心 师父有救星了 沙僧道 是那里救星 行者道 才然菩萨指示 教我告请某日星官 老孙去来 八戒捂着嘴哼道 哥呀 就问行官 讨些止疼的药而来 行者笑道 不需用药 只似昨日疼过夜就好了 沙僧道 不必烦恕 快早去罢 好行者 急忙驾金斗云 须于到冬天门外 忽见曾长天王当面做礼道 大圣何往 行者道 因保唐僧西方取经 陆遇魔障缠身 要到光明弓箭 卯日星官走走 忽悠见陶 张 新 邓四大元帅 也问何往 行者道 要寻卯日星官 去降妖救师 四元帅道 星官今早奉御帝旨意 上观星台寻闸去了 行者道 可有这话 星天军道 小将等与他同下斗牛宫 岂敢说假 陶天军道 今已许久 火将回已 大圣还先去光明弓 如未回 再去观星台可也 大圣遂喜 即别他们 至光明弓门守 果是无人 父抽身就走 只见那碧香 有一行兵士百列 后面星官来了 那星官还穿的是 败甲朝一 一身金履 但见他 官簪五月金光彩 护之山河 玉瑟琼 袍挂七星云 待 腰围八级宝还名 叮当配响如敲韵 迅速风声四百零 翠雨善开来卯素 天香飘袭满门亭 前行的兵士 看见行者立于光明宫外 急转身报道 主公 孙大圣在这里也 那星官脸云雾 整树朝一 停直是分开左右 上前做礼道 大圣何来 行者道 专来拜凡就师父以难 行者道 河南 在何地方 行者道 在西凉国独 狄山琵琶洞 行者道 那山洞有甚妖怪 却来呼唤小神 行者道 观音菩萨 是才显化 说是一个歇子经 特举先生方能智德 因此来请 新官道 本欲回奏玉帝 奈大圣至此 又敢菩萨举荐 恐持物事 小神不敢请献茶 且和你去祥妖精 却再来回旨罢 大圣文言 即同出东天门 直至西凉国 望见独笛山不远 行者指道 此山便是 新官按下云头 同行者 至十平前山坡之下 沙僧见了道 二哥起来 大哥请的新官来了 那呆子还捂着嘴道 恕罪 恕罪 有病在身 不能行礼 新官道 你是修行之人 何并之友 八戒道 早间与那妖精交战 被他着我唇上扎了一下 至今还疼呀 新官道 你上来 我与你一致一致 袋子才放了手 口里哼哼 道 千万致致 戴好了 谢你 那新官用手 把嘴唇上摸了一摸 吹一口气 就不疼了 袋子欢喜下拜道 妙啊 妙啊 行者笑道 樊新官也把我头上摸摸 行官道 你为遭毒 摸他何为 行者道 昨日也曾遭过 只是过了夜才不疼 如今还有些麻痒 只恐发天音 也樊致致 行官真个也把头上摸了一摸 吹口气 也就解了余毒 不麻不痒了 八戒发狠道 哥哥 去打那泼剑去 行官道 正是 正是 你两个叫他出来 等我好想他 行者与八戒 跳上山坡 幼稚十平之后 呆子口里乱骂 手似捞钩 一顿钉把 把那洞门外 垒叠的石块爬开 闯至一层门 又一定把 将二门铸得粉碎 慌得那门里 小妖飞爆 奶奶 那两个丑男人 又把二层门也打破了 那怪正教解放唐僧 讨宿茶饭 与他吃礼 听见打破二门 即便跳出花亭子 轮叉来刺八戒 八戒使丁把赢架 行者在旁 又使铁棒来打 那怪赶至身边要下毒手 他两个识的方法 回头就走 那怪赶过尸平之后 行者叫声卯素何在 只见那新冠立于山坡上 便出本相 原来是一只双冠子 大公鸡 昂起头来 约有六七尺高 对着妖精叫一声 那怪及时 就献了本相 是个琵琶来大小的蝎子精 新冠再叫一声 那怪浑身酥软 死在泼前 有诗为证 是 灵妖哼哼 赖哼哼唧唧 约 花冠绣锦若团英 找应句长目 经 踊跃雄威全武德 征荣壮士显三名 岂如反鸟提茅屋 本是天星显圣名 读写网修人道行 还原反本见真行 八戒上前 一只脚 助那怪的胸 道 夜处 金帆使不得倒马毒了 那怪动也不动 被呆子一顿钉拔 导作一团烂将 那星官复聚金光 驾云而去 行者与八戒 沙僧朝天拱蟹道 有泪 有泪 改日复工拜仇 三人泻致 却才收拾行李 马匹 都进洞里 见那大小丫鬟 两边跪下 拜道 爷爷 我们不是妖邪 都是西凉国女人 前者被这妖精射来的 你师父在后边厢房里 坐着哭里 行者闻言 仔细观看 果然不见妖气 遂人后边叫道 师父 那唐僧见重起来 十分欢喜道 贤徒 累积你们了 那妇人何如也 八戒道 那思源是个大母蝎子 性德观因菩萨指示 大哥去天宫里 请的那某日星官下降 把那丝收服 才被老朱铸做个迷了 方敢深入于此 得见师父之面 唐僧谢之不见 又寻些素米 素面 安排了饮食 吃了一顿 把那些涉将来的女子赶下山 只与回家之路 点上一把火 把几间房羽 烧毁庆尽 请唐僧上马 找寻大鲁西行 正是 割断陈缘黎色相 推干金海物缠心 毕竟不知几年上 才得成真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神狂诸草寇 道美放心缘 事曰 灵台无物为之清 祭祭全无一念生 人马劳收羞放荡 精神谨慎莫争容 除六贼 物三成 万元都霸子分明 色邪涌灭超真界 坐享西方极乐城 话说唐三藏咬钉脚铁 以死命留得一个不坏之身 赶蒙行者等打死些紫荆 救出琵琶洞 一路无辞 又早是诸明师节 但见那 熏风时送野兰香 卓雨才情新竹良 爱夜满山无刻彩 蒲花迎见 自争方 海流娇艳游风喜 溪柳阴浓 黄雀狂 长露那能包脚鼠 龙舟鹰吊米罗江 他师徒们 行赏端阳之景 虚度中天之节 忽又见 一座高山祖路 长老勒马回头叫道 悟空 前面有山 孔又生妖怪 是必紧防 行者等到 师父放心 我等归命投诚 怕甚妖怪 长老闻言甚喜 夹边崔骏马 放沛攒蛟龙 须鱼上了山崖 举头观看 真个是 顶颠松柏街云青 石壁惊针挂野藤 万丈崔薇千层悬肖 万丈崔薇风领郡 千层悬肖鹤衙 苍台避险扑音时 古贵高怀节大林 临身处 听幽琴 巧声 缓是堪饮 剑内水流如泄玉 路旁花落似堆金 山是恶 不堪行 石不全 无半不平 狐狸迷路成双玉 白鹿悬圆做对营 胡闻虎啸惊人胆 喝明震耳透天庭 黄梅红杏 看宫时 野草贤花不实名 四众进山缓行 两久过了山头 下西坡乃是一段平阳之地 猪八戒卖弄精神 交纱和尚挑着担子 他双手举把 上前赶马 那马更不拒他 凭那呆子搭痴痴地赶 只是缓行不紧 行者道 兄弟 你赶他怎的 让他慢慢走吧了 八戒道 天色将晚 自上山行了这一日 肚里饿了 大家走动些 寻个人家化些斋斥 行者文言道 既如此 等我叫他快走 把金箍棒晃一晃 喝了一声 那马溜了江 如飞四溅 顺平路往前去了 你说 马不怕八戒 只怕行者何也 行者五百年前 曾受玉帝封在大罗天御马间养马 官名毕马温 故此传流至今 是马街巨猴子 那长老挽不住江口 只搬紧着安桥 让他放了一路配头 有二十里向开田地 方才缓步而行 正走出 呼听的一棒罗声 路两边闪出三十多人 一个个枪刀棍棒 挡住路口道 和尚 那里走 虎得个唐僧 站兢兢坐不稳 跌下马来 蹲在路旁草棵里 只叫 大王饶命 大王饶命 那围头的两个大汉道 不打你 只是有盘缠留下 方才醒悟 知他是火墙人 却欠身抬头观看 但见他 一个青脸獠牙七太岁 一个暴京圈掩塞丧门 并边红发如飘火 旱下黄须死插针 他两个头带虎皮花磕脑 妖际雕球踩战群 一个手中执着狼牙棒 一个肩上横担骨踏腾 果然不亚八山虎 真个犹如出水龙 三藏见他这般凶恶 只得走起来 何掌当凶道 大王 贫僧是东土 唐王插往西天取经者 自别了长安 年生日久 就有些盘缠也使尽了 出家人专以企划为由 那得个财博 万望大王方便方便 让贫僧过去吧 那两个贼率众向前道 我们在这里起一片虎心 截住要路 专要些财博 什么方便方便 你果无财博 快早脱下衣服 留下白马 放你过去 三藏道 阿弥陀佛 贫僧这件衣服 是东家画布 西家画针 零零碎碎画来的 你若包去 可不害杀我也 只是这世里做的好汉 那世里便畜生里 那贼文言大怒 撤大棍上前就打 这长老口内不言 心中暗想道 可怜 你只说你的棍子 还不止我徒弟的棍子里 那贼那荣芬说 举着棒没头没脸的打来 长老一声不会说谎 遇着这急难处 没奈何 只得打个狂语道 二位大王 且莫动手 我有个小徒弟 在后面就到 他身上有几两银子 把于你罢 那贼道 这和尚是也吃不得亏 且捆起来 钟楼楼一起下手 把一条绳捆了 高高吊在树上 却说三个撞祸精 随后赶来 八戒呵呵大笑道 师父去得好快 不知在那里等我们里 忽见长老在树上 他又说 你看师父 等便罢了 却又有这般心肠 爬上树去 扯着腾儿打秋千耍子里 行者见了道 呆子 莫乱谈 师父掉在那里不是 你两个慢来 等我去看看 郝大圣 急登高颇细看 认的是火强人 心中暗息道 造化 造化 买卖上门了 急转步摇身一变 便做个干干净净的小和尚 穿衣领滋衣 年纪只有二八 肩上背着一个蓝布包袱 拽开不来到前边 叫道 师父 这是怎么说话 这都是些什么歹人 三藏道 徒弟啊 还不救我一救 还问慎的 行者道 是干慎够当的 三藏道 这一伙拦路的 把我拦住 要买路前 因身边无误 最把我吊在这里 只等你来计较计较 不然 把这匹马送与他爸 行者闻言笑道 师父不计 天下也有和尚 似你这样 疲松的却少 唐太宗拆你往西天见佛 谁叫你把这龙马送人 三藏道 徒弟啊 似这等吊起来打着药 怎生是好 行者道 你怎么与他说来 三藏道 他打得我急了 没奈何 把你供出来也 行者道 师父 你好没大萨 你供我怎得 三藏道 我说你身边有些盘缠 且叫到莫打我 是一时救难的话 行者道 好好 成你抬举 正是这样供 若肯一个月供得七八十遭 老孙越有买卖 那火贼 剑行者与他师父讲话 撒开是围江上来道 小和尚 你师父 说你腰里有盘缠 趁早拿出来 饶你们性命 若到半个不字 就都送了你的残生 行者放下包袱道 列位长官 不要让 盘缠有些在此包袱 不多 只有马蹄戒二十来定 粉面银二三十定 散碎的未曾剑术 钥匙就连班拿去 切莫打我师父 古书云 得者 本也 财者 莫也 此时莫是 我等出家人 自有话处 若遇这个摘僧的长者 趁钱也有 衣服也有 能用几何 指望放下我师父来 我就一并奉承 那火贼文言 都深欢喜道 这老和尚牵练 这小和尚倒还慷慨 叫 放下来 那长老得了性命 跳上马 顾不得行者 操着边 一直跑回旧路 行者忙叫道 走错路了 提着包袱 就要追去 那火贼拦住道 那里走 将盘缠留下 免得动刑 行者笑道 说开盘缠须三分分支 那贼头道 这小和尚推乖 就要瞒着他师父留起仙 也罢 拿出来看 若多时 也分些于你被地里买果子吃 行者道 哥呀 不是这等说 我那里有甚盘缠 说你两个打劫别人的金银 是必分些于我 那贼文言大怒 骂道 这和尚不知死活 你倒不肯与我 反问我要 不要走 看打 轮起一条骨踏腾棍 照行者光头上打了七八下 行者只当不知 且满面陪笑道 哥呀 若是这等打 就打到来年打罢春 也是不当真的 那贼大惊道 这和尚好硬头 行者笑道 不敢不敢 成过奖了 也将就看得过 那贼那容分说 两三个一起乱打 行者道 列位息怒 等我拿出来 好大圣 耳中摸一摸 拔出一个绣花 他真儿道 列位 我出家人 果然不曾带的盘缠 指这个真儿送你爸 那贼道 晦气呀 把一个富贵和尚放了 却拿住这个穷秃驴 你好到会做财放 我要真做圣诞 行者听说不要 就粘在手中 晃了一晃 便做晚来粗细的一条棍子 那贼害怕道 这和尚生得小 倒会弄竖法 行者将棍子插在地下道 列位拿得动 就送你爸 两个贼上前抢夺 可怜就如蜻蜓和石柱 莫想弄动半分毫 这条棍本是如一金箍棒 天称称的 一万三千五百斤重 那火贼怎么知的 大圣走上前 轻轻地拿起 丢一个蟒 翻身熬不适 指着强人道 你都造化低 遇着我老孙了 那贼上前来 又打了五六十下 行者笑道 你也打得手困了 且让老孙打一半 却休当真 你看他展开棍子 晃一晃 有锦篮粗细 七八掌长短 荡的一棍 把一个打倒在地 嘴唇 吐 再不作声 那一个开言骂道 这秃死老大无礼 盘缠没有 转伤我一个人 行者笑道 且消停 且消停 带我一个个打来 一发教你断了根吧 荡的又一棍 把第二个又打死了 虎的那种楼落 撇枪气棍 四路逃生而走 却说 唐僧骑着马 往东正跑 八戒 杀僧拦住道 师父往那里去 错走路了 长老兜马道 徒弟喝 趁早去与你师兄说 叫他棍下留情 莫要打杀那些强盗 八戒道 师父住下 等我去来 呆子一路跑到前边 力声高叫道 哥哥 师父教你莫打人理 行者道 兄弟 那曾打人 八戒道 那强盗往那里去了 行者道 别个都散了 只是两个头在这里睡觉里 八戒笑道 你两个遭温的 好到是熬了夜 这般辛苦 不往别处睡 却睡在此处 呆子行到身边 看看道 道与我是一起的 干净张着口睡 躺出些沾咸来了 行者道 是老孙一棍子打出豆腐来了 八戒道 人头上又有豆腐 行者道 打出脑子来了 八戒听说打出脑子来 慌忙跑转去 对唐僧道 散了火也 三藏道 善哉 善哉 往那条路上去了 八戒道 打也打得直了脚 又会往那里上走力 三藏道 你怎么说散火 八戒道 打杀了 不是散火是肾的 三藏问 打得怎么模样 八戒道 头上打了两个大窟窿 三藏叫 解开包 取脊纹趁钱 快去那里淘两个膏药 与它两个贴贴 八戒笑道 师父好没正经 膏药只好贴得活人的窗中 那里好贴得死人的窟窿 三藏道 真打死了 就挠起来 口里不住的叙叙叨叨 胡孙长 猴子短 都转马与沙僧 八戒至死人前 见那邪淋淋的倒卧山坡之下 这张老甚不忍见 急着八戒 快使钉吧 住个坑子埋了 我与他念卷倒头经 八戒道 师父左使了人也 行者打杀人 还该叫他去烧埋 怎么教老猪做土工 行者被师父骂脑了 喝着八戒道 泼懒笨货 趁早去埋 持了仙就是一棍 呆子慌了 往山坡下筑了有三尺身 下面都是十脚十根 杠住拔尺 呆子丢了把 便把嘴拱 拱到软处 一嘴有二尺五 两嘴有五尺身 把两个贼尸埋了 盘作一个坟堆 三藏叫 悟空 取乡主来 带我捣住 好念经 行者拂着嘴道 好不知去 这半山之中 前不八村 后不着殿 那讨乡主 就有钱也无处去买 三藏恨恨地道 猴头过去 等我搓土坟香祷告 这是三藏离安 碑也种 圣僧善念 祝荒坟 祝云 拜为好汉 听到原因 念我弟子 东土唐人 奉太宗皇帝旨意 上西方求取经文 是来此地 逢耳多人 不知是何府 何州 何县 都在此山内 结党成群 我一好话 哀告殷勤 而等不听 反善声称 却遭行者 棍下伤身 切念诗还暴露 无随掩土盘分 折青竹为光竹 无光彩 有心情 取完诗做诗时 无滋味 有成真 你到森罗殿下 姓慈 道树寻根 他姓孙 我姓陈 各局异性 冤有头 债有主 切莫告我取经僧人 八戒笑道 师父推了干净 他打诗 却也没有我们两个 三藏真各又搓土祷告道 好汉告状 只告行者 也不干八戒 杀僧之事 大圣文言 忍不住笑道 师父 你老人家 忒没情意 为你取经 我费了多少殷勤劳苦 如今打死这两个毛贼 你倒教他去告老孙 虽是我动手打 却也只是为你 你不往西天取经 我不与你做徒弟 怎么会来这里 会打杀人 索性等我住他一住 攥着铁棒 往那坟上倒了三下 道 遭温的强盗 你听着 我被你前七八棍 后七八棍 打得我不疼不痒的 触恼了性子 一插二五 将你打死了 尽你到那里去告 我老孙时时不怕 玉帝认得我 天王随得我 二十八秀聚我 九要新官怕我 浮现成皇贵我 冬月天祈步我 十代炎君曾与我为仆从 五路昌神曾与我当后生 不论三界五司 十方诸宰 都与我情深面熟 随你那里去告 三藏剑说出这般恶话 却又心惊道 徒弟啊 我这导注是 教你体好生之德 为良善之人 你怎么就认真起来 行者道 师父 这不是好耍子的勾当 且和你赶早寻速去 那长老只得怀衬上马 孙大圣有不目之心 八戒 沙僧亦有极度之意 师徒都面试北非 一大路向西正走 忽见陆北下有一座庄院 三藏用鞭纸钉道 我们到那里借速去 八戒道 正是 碎形至庄射边下马 看时 却也好个驻场 但见 野花迎镜 杂树遮飞 远岸流山水 平其种麦魁 尖家路润青欧素 杨柳风威 眷鸟妻 青薄间松征翠碧 鸿鹏硬了斗芳飞 村犬肺 晚鸡体 牛羊石宝 木同归 篡烟 节物黄粮熟 正是山家入墓时 长老向前 呼见那村舍门里 走出一个老者 急与相见 到了问讯 那老者问道 僧家从那里来 三藏道 贫僧乃东土大唐 钦差 往西天求经者 适路过宝方 天色将晚 特来坛府 告诉一宵 老者笑道 你跪出到我这里 成途调地 怎么涉水登山 独自到此 三藏道 贫僧还有三个徒弟同来 老者问 高徒何在 三藏用手指道 那大路旁立的便是 老者猛抬头 看见他们面貌丑陋 急回身亡里就走 被三藏扯住道 老师主 千万慈悲 告诫一宿 老者战兢兢 浅口难言 摇着头 摆着手道 不 不 不像人模样 是 是 是几个妖精 三藏陪笑道 师主 切羞恐惧 我徒弟生的 是这等相貌 不是妖精 老者道 爷爷啊 一个夜叉 一个马面 一个雷公 行者闻言 历声高叫道 雷公是我孙子 夜叉是我崇孙 马面是我玄孙李 那老者听见 破散魂飞 面容失色 只要进去 三藏掺住他 同道草堂 陪笑道 老师主 不要怕他 他都是这等粗鲁 不会说话 证券解除 只见后面走出一个婆婆 斜着五六岁的一个小孩 道 爷爷 为何这般惊恐 老者才叫 妈妈 看茶来 那婆婆真个丢了孩 入里面捧出二中茶来 茶吧 三藏却转下来 对婆婆做礼道 贫僧是东土大唐 拆往西天取经的 才到贵处 拜求尊府借宿 因是我三个徒弟冒丑 老家长 见了虚精也 婆婆道 见冒丑的 就这等虚精 若见了老虎豺狼 却怎么好 老者道 妈妈呀 人面丑陋还渴 只是言语一发吓人 我说他像夜叉 马面 雷公 他吆喝道 雷公是他孙子 夜叉是他重孙 马面是他玄孙 我听此言固然耸惧 唐僧道 不是 不是 像雷公的 是我大徒孙悟空 像马面的 是我二徒诸悟能 像夜叉的 是我三徒沙悟静 他们虽是丑陋 却也禀较沙门 皈依善果 不是什么恶魔独怪 怕他怎么 公婆两个 闻说他名号 归正沙门之言 却才定性回京 叫 请来 请来 长老出门叫来 又吩咐道 是才这老者 甚无你等 今进去相见 切勿抗礼 各要尊重些 八戒道 我俊秀 我斯文 不比师兄撒泼 行者笑道 不是嘴长 耳大 脸丑 便也是一个好男子 沙僧道 莫争讲 这里不是那 抓乖弄翘之处 且进去 且进去 遂次把行囊 马匹 兜到草堂上 其同唱了个诺 做定 那妈妈儿贤惠 即便携转小 吩咐煮饭 安排一顿素斋 他师徒吃了 渐渐晚了 又拿起灯来 都在草堂上贤叙 长老才问 施主高兴 老者道 姓杨 又问年纪 老者道 七十四岁 又问 几位令郎 老者道 指的一个 是才妈妈 邪的是小孙 长老 请令郎相 见拜仪 老者道 纳斯不忠拜 老捉命苦 养不着他 如今不在家了 三藏道 何方生理 老者点头而叹 可怜 可怜 若肯何方生理 是无知性也 纳斯专生恶念 不误本等 专好打家截道 杀人放火 相交的 都是些狐群狗党 自五日之前出去 至今未回 三藏文说 不敢言传 心中暗想道 或者悟空打杀的 就是也 长老神思不安 欠身道 善哉 善哉 如此贤父母 何生恶念 行者尽前道 老官 似这等不良不孝 见到邪淫之子 连累父母 要他何用 等我替你寻他来打杀了吧 老者道 我代也要送了他 奈何再无以次人丁 纵是不才 一定还留他与老汉沿途 沙僧与八戒笑道 师兄 莫管闲事 你我不是官府 他家不孝 与我何干 且告施主 剑刺一束草 在那乡打铺睡觉 天鸣走路 老者急起身 卓沙僧到后园里 拿两个稻草 教他们在园中 草团瓢内安歇 行者牵了马 八戒调了行李 同长老聚到团瓢内 安歇不提 却说那火贼内国 有老杨的儿子 自天早在山前 被行者打死两个贼手 他们都四散逃生 约摸到四更事后 又杰作一伙 在门前打门 老者听得门响 急批一道 妈妈 那死门来也 妈妈道 既来 你去开门 放他来家 老者方才开门 只见那一伙贼都嚷道 饿了 饿了 这老杨的儿子 盲人里面 叫起他妻来 打米煮饭 却除下无柴 往后园里拿柴 到厨房里问七道 后园里白马是那里的 其七道 是东途取经的和尚 昨晚至此借宿 公公婆婆管带他一顿晚斋 叫他在草团瓢内睡里 纳斯文言 走出草堂 拍手打掌笑道 兄弟们 造话 造话 冤家在我家里也 众贼道 那个冤家 纳斯道 却是打死我们头的和尚 来我家借宿 献睡在草团瓢里 众贼道 却好 却好 拿住这些秃驴 一个个剁成肉酱 一则得那行囊 白马 二来与我们头报仇 纳斯道 且莫忙 你们且去磨刀 等我煮饭熟了 大家吃饱些 一起下手 真个那些贼磨刀的磨刀 磨枪的磨枪 那老儿听的此言 悄悄地走到后园 叫起唐僧四位道 那司领众来了 知得如等在此 一语涂害 我老捉念你远来 不忍伤害 快早收拾行李 我送你往后门出去罢 三藏听说 战兢兢的叩头 谢了老者 急换八戒牵马 杀僧挑担 行者拿了九环西杖 老者开后门放他去了 依旧悄悄地来前睡下 却说纳斯们磨快了刀枪 吃饱了饭食 十一五更天气 一起来到园中看处 却不见了 急忙点灯着火 寻够多时 似无踪迹 但见后门开着 都道 从后门走了 走了 发一声喊 赶将上拿来 一个个如飞似箭 只赶到东方日出 却才望见唐僧 那掌老胡听的喊声 回头观看 后面有二三十人 枪刀猝猝而来 便叫 徒弟喝 贼兵追至 怎生奈何 行者道 放心 放心 老孙了他 他去来 三藏乐马道 悟空 切莫伤人 指下退他便罢 行者那肯听信 急撤棒回首相迎道 列位那里去 众贼骂道 突私无礼 还我大王的命来 纳斯们圈子阵 把行者围在中间 举枪刀乱砍乱朔 这大圣把金箍棒晃一晃 挽来粗细 把那火贼打得腥落云散 蹚着的救死 挽着的救亡 磕着的骨折 擦着的皮伤 乖些的跑脱几个 吃些的都见阎王 三藏在马上 剑打倒许多人 慌得放马奔西 猪八戒与沙和尚 紧随边凳而去 行者问那不死带伤的贼人道 那个是那杨老儿的儿子 那贼哼哼地告道 爷爷 那川黄的事 行者上前 夺过刀来 把个川黄的割下头来 血淋淋提在手中 收了铁棒 拽开云布 赶到唐僧马前 提着头道 师父 这是杨老儿的逆子 被老孙取将首级来也 三藏见了 大惊失色 慌得跌下马来 骂道 这泼湖孙虎杀我也 快拿过 快拿过 八戒上前 将人头一脚踢下路旁 使钉把住些土盖了 沙僧放下担子 掺着唐僧道 师父请起 那长老在地下正了性 口中念起 紧箍咒来 把个行者勒得耳红面赤 眼障头昏 在地下打滚 只叫默念 默念 那长老念够有十余便 还不住口 行者翻筋斗 树倾廷 疼痛难尽 只叫 师父饶我醉吧 有话便说 默念 默念 三藏却才住口道 没话说 我不要你跟了 你回去吧 行者忍疼磕头道 师父 怎地就赶我去耶 三藏道 你这泼猴凶恶太甚 不是个取经之人 昨日在山坡下 打死那两个贼头 我已怪你不仁 急晚了到老者之家 蒙他赐斋戒宿 又蒙他开后门 放我等逃了性命 虽然他的儿子不孝 与我无干 也不该就削他手 况又杀死多人 坏了多少生命 伤了天地多少和气 屡次劝你 更无一毫善念 要你何为 快走 快走 免得又念真言 行者害怕 只叫默念 默念 我去耶 说声去 一路金斗云 无影无踪 遂不见了 一 这正是 心有凶狂丹不熟 神无定位到南城 毕竟不知那大圣 投向何方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真行者落家山诉苦 贾侯王水帘洞藤门 却说孙大圣 恼恼闷闷闷起在空中 玉带回花果山水连洞 孔本洞小妖见笑 笑我出乎而反乎而 不是个大丈夫之气 玉带要投奔天宫 又恐天宫内不容久住 玉带要投海岛 却又修建那三岛诸仙 玉带要奔龙宫 又不服气求告龙王 真个是无依无矣 苦自存量道 爸 爸 爸 我还去见我师父 还是郑国 岁岸下云头 竟至三藏马前势力道 师父 树弟子这遭 向后再不敢行凶 一一受师父教诲 千万还得我保你西天去也 唐僧见了 更不答应 都祝马及念 紧箍咒 颠来倒去 又念有二十余遍 把大圣咒到在地 孤陷在肉里 有一寸来深浅 方才住口道 你不回去 又来缠我怎的 行者只叫 默念 默念 我是有处过日子的 只怕你无我去不得西天 三藏发怒道 你这狐孙杀生害命 连累了我多少 如今时不要你了 我去的去不得 不干你事 快走 快走 吃了心 我又念真言 这番绝不住口 把你脑浆都勒出来里 大圣疼痛难忍 见师父更不回心 没奈何 只得又驾金斗云 起在空中 忽然醒悟道 这和尚负了我心 我且向普陀牙 告诉观音菩萨去来 好大圣 拨回金斗 那消一个时辰 早至南洋大海 驻下降光 直至洛家山上 撞入紫竹林中 呼见木叉行者迎面 做礼道 大圣何往 行者道 要见菩萨 木叉急引行者 至朝阴洞口 又见善财童子 做礼道 大圣何来 行者道 有事要告菩萨 善财听见一个告字 笑道 好雕嘴好 还像当时我拿住唐僧 被你欺礼 我菩萨是个大慈大悲 大愿大成 救苦救难 无边无量的圣善菩萨 有甚不适处 你要告他 行者满怀闷气 一闻此言 心中怒发 多得一声 把善财童子喝了个倒退 道 这个被遗忘恩的小畜生 着实于卤 你那时节作怪成经 我请菩萨收了你 归正加持 如今得这等极乐长生 自在逍遥 与天同寿 还不败谢老孙 转导这般武漫 我是有事来告求菩萨 却怎么说我刁嘴要告菩萨 善财陪笑道 还是个急猴子 我与你作笑耍子 你怎么就变脸了 郑江楚 只见白银歌飞来飞去 知识菩萨呼唤 目差与善财 遂向前引导至宝连台下 行者望见菩萨 倒身下拜 止不住泪如泉涌 放声大哭 菩萨教目差与善财浮起道 悟空 有甚伤感之事 明明说来 莫哭 莫哭 我与你救苦消灾也 行者垂泪在拜道 当年弟子为人 曾受那个气来 自蒙菩萨解脱天灾 禀教沙门 保护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精 我弟子舍身拼命 救解他的魔杖 就如老虎口里夺翠骨 蛟龙背上皆生灵 只指望归真正果 喜业出邪 怎知那长老背意忘恩 直迷了一片善缘 更不查造白之苦 菩萨道 且说那造白原因来我听 行者即将那打杀草寇 前后始终 细缠了一遍 却说唐僧因他打死多人 心生怨恨 不分造白 碎念 紧箍咒 赶他几次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特来告诉菩萨 菩萨道 唐三藏奉旨投息 一心要秉善为僧 绝不清伤性命 似你有无量神通 何苦打死许多草寇 草寇虽是不良 到底是个人身 不该打死 比那妖精怪兽 鬼魅精魔不同 那个打死 是你的功绩 这人身打死 还是你的不忍 但驱退散 自然救了你师父 据我公论 还是你的不善 行者秦泪叩头道 纵是弟子不善 也当将功折罪 不该这般煮我 万望菩萨设大慈悲 将松姑咒念念 吞下金姑 交还于你 放我仍往水帘洞 逃生去罢 菩萨笑道 锦姑咒 本是如来传我的 当年差我上东土 寻取惊人 赐我三件宝贝 乃是锦兰袈裟 九环西杖 金 金 金三个孤 逆寿宇咒语三篇 却无什么松姑咒 行者道 既如此 我告辞菩萨去也 菩萨道 你辞我往那里去 行者道 我上西天拜告如来 求念松姑咒去也 菩萨道 你且住 我与你看看 祥会如何 行者道 不消看 只这样不祥也够了 菩萨道 我不看你 看唐僧的祥会 好菩萨 端坐连台 运心三界 慧眼摇关 遍周宇宙 煞时间开口道 悟空 你那师父 请客之际就有伤身之难 不久便来寻你 你只在此处 待我与唐僧说 叫他还同你去取经 了成正果 孙大圣只得皈依 不敢造次 势力于宝连台下不提 却说唐长老自赶回行者 叫八戒银马 杀僧条弹 连马四口 奔西走不上五十里远近 三藏乐马道 徒弟自五更拾出了村舍 又被那笔马温着了气脑 这半日鸡又鸡 可又渴 那个去化些 斋来我吃 八戒道 师父且请下马 等我看可有临近的庄村 化斋去也 三藏文言滚下马来 呆子纵起云头 半空中仔细观看 一望尽是山岭 莫想有个人家 八戒暗下云来 对三藏道 却是没处化斋 一望之间 全无装设 三藏道 既无化斋之处 且得些水来 皆可也可 八戒道 等我去南山剑下 取些水来 沙僧汲取波鱼 地语八戒 八戒拖着波鱼 架起云雾而去 那长老坐在路旁 等够多时 不见回来 可怜口干舌苦难熬 有失为证 是曰 宝神养气未知经 情性原来一禀行 心乱神昏珠并坐 行衰惊败道原青 三花不就空劳碌 四大萧条网费征 土木无公斤水绝 法身疏懒几十成 沙僧在旁见三藏 饥渴难忍 八戒又取水不来 只得吻了行囊 拴牢了白马道 师父 你自在着 等我去催水来 长老含泪无言 但点头相打 沙僧极驾云光 也向南山而去 那师父独恋自拗 可知太甚 正在创皇之际 呼听得一声响亮 虎得长老 欠身看出 原来是孙行者 跪在路旁 双手捧着一个慈悲道 师父 没有老孙 你连水也不能够理 这一杯好凉水 你且吃口水解渴 待我再去化斋 长老道 我不吃你的水 立地可死 我当任命 不要你了 你去吧 行者道 吾我你去不得西天野 三藏道 去的去不得 不干你事 泼狐尊 只管来缠我坐肾 那行者变了脸 发怒声称 贺骂长老道 你这个狠心的泼徒 十分贱我 文铁棒 丢了慈悲 望长老几倍上压了一下 那长老昏晕在地 不能言语 被他把两个青瞻包袱 提在手中 驾金斗云 不知去向 却说八戒拖着波鱼 只奔山南坡下 忽见山凹之间 有一座草舍人家 原来在先看时 被山高遮住 未曾见得 近来到边前 方知是个人家 呆子暗想到 我若是这等愁嘴脸 决然怕我 往劳神思 断然化不得斋饭 虚事变好 虚事变好 好呆子 撵着诀念个咒 把身摇了七八摇 便做一个 十劳病黄胖和尚 口里哼哼的 挨进门前叫道 施主 出众有圣范 路上有鸡人 贫僧是东土来 往西天取经的 我师父再路饥渴了 家中有锅巴冷饭 千万化鲜而就口 原来那家子男人不在 都去插秧肿骨去了 只有两个女人在家 正才煮了午饭 盛起两盆 却收拾送下田 锅里还有些饭与锅巴 未曾盛了 那女人见她这等病容 却又说东土往西天去的话 只恐她是病昏了胡说 又怕跌倒 死在门手 只得哄哄嘻嘻 将些剩饭锅巴 满满地雨了一波 呆子拿转来 献了本相 静回旧路 正走间 听得有人叫八戒 八戒抬头看时 却是沙僧站在山崖上喊道 这里来 这里来 急下崖 迎之面前道 这剑里好清水不咬 你往那里去的 八戒笑道 我到这里 剑山凹子有个人家 我去画了这一波干饭来了 沙僧道 饭也用着 只是师父咳得紧了 怎得水去 八戒道 要水也容易 你将衣襟来斗着这饭 等我使鳄鱼去摇水 二人欢欢喜喜 回至路上 只见三藏面磕地 倒在尘埃 白马撒江 在路旁长丝跑跳 行李单不见踪影 荒得八戒跌脚垂胸 大呼小叫道 不消奖 不消奖 这还是孙行者赶走的余党 来刺打杀师父 抢了行李去了 沙僧道 且去把马拴住 只叫 怎么好 怎么好 这成所谓 半途而废 忠道而直也 叫一声 师父 满眼抛珠 伤心痛哭 八戒道 兄弟 且休哭 如今事已到此 取经之事 且莫说了 你看着师父的失灵 等我把马骑到那个辅州县乡村殿集卖几两银子 埋口棺木 把师父埋了 我两个各寻道路散伙 沙僧实不忍舍将唐僧扳转身体 以脸温脸哭一声苦命的师父 只见那掌老口鼻中吐出热气胸前温暖 连教 八戒 你来 师父为伤命理 那呆子才尽前扶起 长老苏醒 声音一会 骂道 好婆 胡孙 打杀我也 沙僧 八戒问道 是那个 胡孙 长老不言 只是叹息 却逃水吃了几口才说 徒弟 你们刚去 那悟空更来缠我 是我兼职不收 他虽将我打了一棒 轻瞻包袱都抢去了 八戒听说 遥想口中牙 发起心头火道 婆奈这破猴子 怎敢这般无礼 叫沙僧道 你服侍师父 等我到他家讨包袱去 沙僧道 你且休发怒 我们服侍师父到那山蛙人家 化些热茶汤 将鲜化的饭热热 调理师父 再去寻他 八戒一言 把师父扶上马 拿着钵鱼 兜着冷饭 直至那家门手 只见那家旨 有个老婆子在家 胡见他们 慌忙躲过 沙僧和长道 老母亲 我等是东土唐朝 拆往西天去者 师父有些不快 特拜府上 化口热茶汤 与他吃饭 那么阿玛道 是才有个食劳病和尚 说是东土差来的 以化斋去了 又有个什么东土的 我没人在家 请别转转 长老文言 扶着八戒 下马攻身道 老婆婆 我弟子有三个徒弟 何以同心 保护我上天 诸国大雷音 拜佛求精 只因我大徒弟 幻孙悟空 一生凶恶 不遵善道 是我竹回 不期他暗暗走来 这我背上打了一棒 将我航囊一波抢去 如今要着一个徒弟 寻他取讨 因在那空路上 不是座处 特来老婆婆府上全 安息一时 带讨将行礼来就行 绝不敢久住 那妈妈道 刚才一个时劳病 黄胖和尚 他化斋去了 也说是东土往西天去的 怎么又有一起 八戒忍不住笑道 就是我 因我生得嘴长而大 恐你家害怕 不肯与斋 故变作那等模样 你不信 我兄弟一斗里 不是你家锅八饭 那妈妈认得 果是他与的饭 虽不拒他留他们做了 却烧了一罐热茶 递与沙僧泡饭 沙僧即将冷饭泡了 递与师父 师父吃了几口 定性多时道 那个去讨行李 八戒道 我前年因师父赶他回去 我曾寻他一次 认得他花果山水连洞 等我去 等我去 长老道 你去不得 那胡孙元与你不合 你又说话粗鲁 或一言两句之间 有些插齿 他就要打你 着悟静去罢 沙僧应承道 我去 我去 长老又吩咐沙僧道 你到那里 须看个头事 他若肯与你包袱 你就假谢谢拿来 若不肯 切莫与他争敬 静致南海菩萨处 将此情告诉 请菩萨去问他要 沙僧依依听从 向八戒道 我今寻他去 你千万莫禅咒 好生供养师父 这人家亦不可撒泼 恐他不肯共犯 我去就回 八戒点头道 我理会得 但你去 讨得讨不得 赐早回来 不要弄作 尖丹丹柴两头拖延 沙僧遂免了绝 驾起云光 直奔东盛神州而去 真个是 身在神非不守舍 有如无火怎烧丹 皇婆别主求金老 慕母严师奈并言 此去不知何日返 这回南梁几十环 武行生客情无顺 只待新元父警官 那沙僧在半空里 行经三昼夜 方到了东阳大海 胡闻波浪之声 低头观看 真个是 黑雾掌天阴气盛 苍鸣闲日小光寒 他也无心观完 望仙山渡过盈州 向东方直抵 花过山界 陈海风 踏水势 又多时 却望见高峰排挤 俊比悬平 极致风头 暗云找路下山 寻水连动 不进前 只听得一派喧声 见那山中无数猴经 滔滔乱嚷 沙僧又进前 仔细再看 原来是孙行者 高坐石台之上 双手扯着一张纸 朗朗地念叨 东土大唐王皇帝里 驾前赤命御帝圣僧 陈玄庄法师 上西方天竺国梭 婆灵山大为阴寺 专拜如来佛祖求经 朕因促并亲身 浑游地府 幸有杨树珍长 赶明君放送回生 广尘善会 修建渡王道场 圣蒙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今身出现 只是西方有佛有经 可渡诱王超脱 特着法师玄奘 远离千山 寻求经济 倘过西邦诸国 不灭善缘 赵碟施行 大唐贞官 一十三年秋集日遇前文碟 自别大国以来 京都诸邦 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 二徒弟诸悟能八戒 三徒弟杀物净和尚 念了从头又念 沙僧听的是通关文碟 止不住进前立声高叫 师兄 师父的官文 你念他怎的 那行者文言及抬头 不认的是沙僧 叫拿来 拿来 众侯一旗围绕 把沙僧拖拖扯扯 拿进前来 贺道 你是何人 善敢尽无先动 沙僧见他变了脸 不肯相认 只得朝上行礼道 上告师兄 前者实施师父性报 错怪了师兄 把师兄皱了几遍 主赶回家 一则弟等未曾劝解 二来又为师父饥渴 去寻水化斋 不义师兄好意赴来 又怪师父执法不留 遂把师父打倒 昏晕在地 将行礼抢去 后就转师父 特来拜兄 若不恨师父 还念昔日解脱之恩 同小弟将行礼回见师父 供赏西天了此正果 躺怨恨之身 不肯同去 千万把包袱次帝 凶在深山 乐丧于晚景 一成两全其美也 行者闻言 呵呵冷笑道 贤弟 此论甚不合我意 我打唐僧 抢行礼 不因我不上西方 亦不因我爱居此地 我今熟读了蝶文 我自己上西方 拜佛求经 送上东土 我读成功 叫那南善不周人 立我为祖 万代传明也 沙僧笑道 师兄言之欠荡 自来没个孙行者 取经之说 我佛如来造下三藏真经 援着观音菩萨 向东土寻取经人求经 要我们苦力千山 寻求诸国 保护那取经人 菩萨曾言 取经人乃如来门声 浩约金禅长老 只因他不听佛祖谈经 贬下灵山 转生东土 教他果正西方 辅修大道 御路上该有这般魔障 解脱我等三人 与他作护法 凶弱不得唐僧去 那个佛祖肯 传经于你 却不是空牢一场神思也 那行者道 贤弟 你原来懵懂 但知其一 不知其二 量你说 你有唐僧 同我保护 我就没有唐僧 我这里另选个 有道的真僧在此 老僧独立扶持 有何不可 已选明日大走 起身去矣 你不信 带我请来你看 叫 小的们 快请老师傅出来 国跑进去 牵出一匹白马 请出一个唐三藏 跟着一个八戒 跳着行礼 一个沙僧 拿着西杖 这沙僧见了大怒道 我老沙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那里又有一个沙和尚 不要无礼 吃我一杖 好沙僧 双手举向腰杖 把一个假沙僧 劈头一下打死 原来这是一个猴精 那行者恼了 轮精孤棒 率众猴 把沙僧围了 沙僧东冲西撞 打出路口 纵云雾逃生道 这泼猴如此辈 我告菩萨去来 那行者 见沙僧打死一个猴精 把沙和尚逼得走了 他也不来追他 回动娇小的们 把打死的妖师 拖在一边 包了皮 取肉煎炒 将椰子酒 葡萄酒 同种猴都吃了 另选一个会变化的妖猴 还变一个沙和尚 从新教导 要上西方不提 沙僧一驾云离了东海 行径一昼夜到了南海 正行时 早见落家山不远 急至前低停云雾观看 好去处 果然是 包干之傲 阔坤之躯 会百川而玉日掏兴 归众流而生风样月 朝发腾陵大空话 拨翻浩荡聚遨游 水通西北海 浪河正东洋 四海相连同地脉 先方周到各仙宫 修延满地蓬来 且看普陀云洞 好景致 山头霞彩壮元晶 阎夏祥风样月晶 紫竹林中飞孔雀 绿阳之上羽灵鹰 齐花摇草年年秀 宝树金连岁岁生 白鹤几番朝顶上 宿鸾数次到山亭 由于野姐修真性 月浪川波亭讲经 沙僧徐步落家山 顽看仙境 只见木叉行者 当面相迎道 沙悟静 你不保唐僧取经 却来此何干 沙僧做礼弊 道 有一事特来朝见菩萨 凡为隐见隐见 木叉行之士 寻行者更不提起 即先进去对菩萨道 外有唐僧的小徒弟 沙悟静朝拜 孙行者在台下听见 笑道 这定是唐僧有难 沙僧来请菩萨的 菩萨即命木叉门外叫劲 这沙僧倒身下拜 拜吧 抬头正欲告诉前世 忽见孙行者站在旁边 等不得说话 就撤降腰杖望行者 劈脸变大 这行者更不回首 彻身躲过 沙僧口里乱骂道 我把你个饭食恶造反的坡猴 你又来隐瞒菩萨里 菩萨喝道 悟静不要动手 有甚事先与我说 沙僧收了宝障 在拜台下 气冲冲地对菩萨道 这猴一路行凶 不可竖几 前日在山坡下 打杀两个简路的强人 师父怪他 不期晚间 就宿在贼窝主家里 又把一伙贼人尽情打死 又血淋淋蹄一个人 投来与师父看 师父虎得跌下马来 骂了他几句 赶他回来 分别之后 师父饥渴太甚 教八戒去寻水 久等不来 又教我去寻他 不期孙行者 见我二人不在 父回来把师父打一铁棍 将两个青毡包袱抢去 我等回来 将师父救醒 特来他水连洞 寻他讨包袱 不想他变了脸 不肯认我 将师父观文念了又念 我问他念了作甚 他说不保唐僧 他要自上西天取经 送上东土 算他的功果 立他为祖 万古传扬 我又说 没唐僧 那肯传经于你 他说 他选了一个有道的真僧 急请出 果是一匹白马 一个唐僧 后跟着八戒 杀僧 我道 我便是沙和尚 那里又有个沙和尚 是我赶上前 打了他一宝杖 原来是个侯精 他就率重拿我 是我特来告请菩萨 不知他会使金斗云 欲先到此处 又不知他将甚巧语花言 隐瞒菩萨也 菩萨道 悟静 不要赖人 悟空到此 今已四日 我更不曾放他回去 他那里有另请唐僧 自去取经之意 沙僧道 见如今水帘洞 有一个孙行者 怎敢欺狂 菩萨道 既如此 你修发及 交悟空与你 同去花果山看看 是真难灭 是假一除 到那里自现分晓 这大圣文言 即与沙僧辞了菩萨 这一去 到那 花果山前分灶白 水连洞口便真邪 毕竟不知如何分辨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二心搅乱大乾坤 一体难修真祭灭 这行者与沙僧拜辞了菩萨 纵起两道降光 离了南海 原来行者金斗云快 沙和尚先云绝齿 行者就要先行 沙僧扯住道 大哥不必这等藏头鹿尾 先去安根 带小弟与你一同走 大圣本是良心 沙僧却有一意 真各二人同驾云而去 不多时 果见花果山 按下云头 二人洞外细看 果见一个行者 高坐师台之上 与裙侯饮酒作乐 模样与大圣无异 也是黄发金箍 金睛火眼 身穿也是棉布直多 妖际虎皮裙 手中也拿一条金箍铁棒 足下也踏一双挤皮靴 也是这等毛脸雷弓嘴 朔塞别土星 插耳额卢阔 疗牙向外生 这大圣怒发 一撒手 撇了沙和尚 撤铁棒上前骂道 你是何等要挟 敢变我的相貌 敢占我的儿孙 善举无先动 善作者为福 那行者见了 公然不达 也使铁棒来迎 二行者在一处 果是不分真假 好打啊 两条棒 二侯经 这场相敌是非清 都要护吃唐玉帝 可施功继立英明 真侯实寿杀门叫 甲怪虚称佛子情 盖为神通多变化 无真无假两相平 一个是混元一气其天圣 一个是酒恋千灵缩地经 这个是如意经孤棒 那个是随心铁干兵 阁架遮拦无胜败 称吃底笛没输赢 先前交手在洞外 少请争吃起半空 他两个各踏云光 跳斗上酒消云内 沙僧在旁 不敢下手 见他每战此一场 诚然难认真假 欲带拔刀相助 又恐伤了真的 忍耐良久 且纵身跳下山崖 使祥妖宝杖 打进水帘洞外 惊散群妖 掀翻十凳 把饮酒食肉的器皿 尽情打碎 寻他的青瞻包袱 四下里全然不见 原来他水帘洞本是一股瀑布飞泉 遮挂洞门 远看似一条白布连 近看乃是一股水脉 故曰水帘洞 沙僧不知进步来历 故此难寻 即便纵云赶他 九霄云里 轮着宝杖 又不好下手 大圣道 沙僧 你记住不得力 且回复师父 说我等这般这般 等老孙与此妖打上南海洛家山菩萨前 变个真假 道罢 那行者也如此说 沙僧见两个相貌 声音更无一号差别 皂白难分 只得一言 拨转云头 回复唐僧不提 你看那两个行者 且行且斗 直嚷到南海 静置落家山 打打骂骂 喊声不绝 早经洞护法诸天 急抱入朝音洞里道 菩萨 果然两个 孙悟空打将来也 那菩萨与木叉行者 善财童子 龙女祥连台出门喝道 那夜处那里走 这两个地相就住道 菩萨 这丝果然像弟子模样 才自水连洞打起 战斗多时 不分胜负 沙悟竟肉眼于蒙 不能分食 有力难住 是弟子 叫他回西路去回复师父 我与这丝打到宝山 借菩萨慧眼 与弟子认个真假 辩明邪正 道罢 那行者也如此说一遍 众诸天与菩萨都看良久 莫想能认 菩萨道 且放了手 两边站下 等我再看 果然撒手 两边站定 这边说 我是真的 那边说 他是假的 菩萨幻木叉与善财上前 悄悄吩咐 你一个帮助一个 等我暗念 紧箍咒 看那个害疼的便是真 不疼的便是假 他二人果个邦个 菩萨暗念真言 两个一起喊疼 都抱着头 地下打滚 只叫默念 默念 菩萨不念 他两个又一起揪住 照就攘斗 菩萨无忌奈何 吉令诸天 木叉 上前助力 众神恐伤真的 亦不敢下手 菩萨叫声 孙悟空 两个一起答应 菩萨道 你当年官拜毕马温 大闹天宫时 神将接任的你 你且上界去分辨回话 这大圣谢恩 那行者也谢恩 二人扯扯拉拉 口里不住的嚷斗 静置南天门外 慌得那广木天王帅马 赵 温 官四大天将 几把门大小众神 各使兵器挡住的 那里走 此间可是争斗之处 大圣道 我因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 在路上打杀贼徒 那三藏赶我回去 我进到普陀牙 见观音菩萨速告 不想这妖精 几时就变做我的模样 打倒唐僧 抢去包袱 由沙僧至花果山寻讨 只见这妖精 占了我的巢穴 后到普陀牙告警菩萨 又见我势力台下 沙僧狂说是我驾金斗云 又先在菩萨处遮事 菩萨却是个证明 不听沙僧之言 命我同他到花果山看眼 原来这妖精果像老孙模样 才自水帘洞 打到普陀山见菩萨 菩萨也难时任 故打至此间 凡诸天眼力 与我认个真假 道罢 那行者也似这般这般说了一遍 众天神看够多时 也不能变 他两个吆喝道 你们既不能认 让开路 等我们去见玉帝 众神躺抵不住 放开天门 真挚灵霄宝殿 马元帅同章 葛 许 秋四天师奏道 下界有一班两个孙悟空 打进天门 口称贱王 说不了 两个纸嚷将进来 虎德纳玉帝 即将力宝殿 问曰 你两个因甚是善闹天宫 嚷至阵前寻死 大圣口称 万岁万岁 沉金归命 禀叫沙门 再不敢欺行狂上 只因这个妖精 变做臣的模样 如此如比 把前情被沉了一遍 指望与臣变个真假 那行者也如此沉了一遍 玉帝即传旨 宣托塔里天王 叫 把照妖镜 来照这丝谁真谁假 教他假灭真存 天王即取镜照住 请玉帝同众神观看 镜中乃是两个孙悟空的影子 金箍 衣服 毫发不差 玉帝一变不出 赶出殿外 这大声呵呵冷笑 那行者也哈哈欢喜 揪头磨井 腹打出天门 坠落西方路上 道 我和你见师父去 我和你见师父去 却说那沙僧自花果山赐他两个 又行了三昼夜 回至本庄 把前世对唐僧说了一遍 唐僧自家悔恨道 当时只说是 孙悟空打我一棍 抢去包袱 岂之却是妖精假变的行者 沙僧又告道 这妖又假变一个长老 一匹白马 又有一个八戒挑着我们包袱 又有一个变作是我 我忍不住恼怒 一仗打死 原是一个侯精 因此精散 又到菩萨处诉告 菩萨着我与师兄又同去时任 那妖果与师兄一般模样 我男助力 顾先来回复师父 三藏文言 大惊失色 八戒哈哈大笑道 好好好 应了这诗主家婆婆之言了 他说 有极其取经的 这却不又是一起 那家子姥姥小小的 都来问沙僧 你这几日往何处讨盘缠去的 沙僧笑道 我往东圣神州花果山寻大师兄取讨行礼 又到南海普陀山拜见观音菩萨 却又到花果山 方才转回至此 那老者又问 王樊有多少路程 沙僧道 约有二十余万里 老者道 爷爷啊 似这几日就走了这许多路 只除是驾云 方能够得到 八戒道 不是驾云如何过海 沙僧道 我们纳算的走路 若是我大师兄 只消一二日 可往回也 那家子听言都说是神仙 八戒道 我们虽不是神仙 神仙还是我们的晚辈里 正嚷间 只听半空中喧哗人嚷 慌得都出来看 却是两个行者打将来 八戒见了 忍不住手养道 等我去认认看 极告菩萨 与行者复制洞口 他两个打在空中 是我去掀翻他的石凳 打散他的小妖 只见一股瀑布泉水流 竟不知洞门开在何处 寻不着行李 所以空手回复失命也 八戒道 你原来不晓得 我前年请他去时 先在洞门外相见 后背我说犯了他 他就跳下去洞里换衣来时 我看见他将身往水里一钻 那一股瀑布水流 就是洞门 想必那怪将我们包袱 收在那里面也 三藏道 你既知此门 你可趁他都不在家 可先到他洞里取出包袱 我们往西天去罢 他就来 我也不用他了 八戒道 我去 沙僧说 二哥 他那洞前有千树小猴 你一人恐弄他 不过 反为不美 八戒笑道 不怕 不怕 急出门 纵着云雾 静上花果山 寻取 行李不提 却说那两个行者 又打攘到 阴山背后 唬得那满山鬼 战战兢兢 藏藏夺夺 有先跑的 撞入阴寺门里 抱上森罗宝殿堂 大王 被阴山上 有两个齐天大圣 打得来也 荒得那第一殿 秦广王传报 与二殿楚江王 三殿宋帝王 四殿汴城王 五殿阎罗王 六殿平等王 七殿泰山王 八殿都市王 九殿五官王 十殿转伦王 一殿转一殿 煞世间 石王晦起 诱着人非暴 与地藏王 近在森罗殿上 点具阴兵 等秦真假 只听得那 强风滚滚 惨雾漫漫 二行者一翻一滚的 打至森罗殿下 阴君近前挡住道 大圣有何事 闹我幽名 这大圣道 我因保唐僧 西天取经 路过西凉国 至一山 有强贼解解我师 是老孙打死几个 师父怪我 把我逐回 我随到南海菩萨处诉告 不知那妖精 怎么就戳着口气 假辨做我的模样 在半路上打倒师父 抢夺了行李 有地沙僧 向我本山取讨前剑 这妖甲力失明 要往西天取经 沙僧逃顿至南海 见菩萨 我正在测 他背说原因 菩萨又命我同他 至花果山观看 果被这丝占了我巢穴 我与他争辩到菩萨处 其实相貌 言语等句一般 菩萨也难辨真假 又与这丝打上天堂 众神异果难辨 因见我师 我师念 锦箍咒 试验 与我一般疼痛 故此闹致幽名 望殷君与我查看生死部 看假行者适合出身 快早追他魂魄 免叫二心顿乱 那怪异如此说一遍 殷君闻言 集幻馆部判官 一一从头查看 更无个假行者之名 再看毛虫文部 那猴子一百三十条 已是孙大圣又年得到之时 大闹殷斯 笑死名 一笔勾知 自后来凡是猴鼠 尽无名号 查看壁 当殿回报 殷君个职户 对行者道 大圣 幽名处既无名号可查 你还到阳间去蛇便 正说处 只听得地藏王菩萨道 且住 且住 等我这地听 与你听个真假 原来那地听是 地藏菩萨 经案下福的一个寿命 他若伏在地下 一煞时 将四大步舟山川社稷 动天伏地之间 裸虫 灵虫 毛虫 羽虫 昆虫 天仙 地仙 神仙 人仙 鬼仙 可以照见善恶 查听咸鱼 那受奉的藏君旨 就于森罗庭院之中 伏伏在地 须于抬起头来 对地藏道 怪名虽有 但不可当面说破 又不能助力擒他 地藏道 当面说出便怎么 地听道 当面说出 恐妖精误发 骚扰宝殿 致令阴府不安 又问 何谓不能助力擒拿 地听道 妖精神通与孙大圣无二 幽灵之神 能有多少法力 故此不能擒拿 地藏道 似这般怎生驱除 地听言 佛法无边 地藏早已醒悟 集对行者道 你两个形容如一 神通无二 若要辩明 虚到雷音四世家如来那里 方得明白 两个一起嚷道 说的是 说的是 我和你西天佛祖之前 舍遍去 那十殿阴君送出 谢了地藏 回上翠云宫 着鬼使避了幽名 观爱不提 看那两个行者 飞云奔雾 打上西天 有诗为证 誓曰 人有二心生祸灾 天涯海角至一菜 玉丝宝马三宫位 右翼金鸾翼品牌 南征北讨 吴修蝎 东荡西厨 未定灾 缠门须学 吴新诀 静养婴儿 结胜胎 他两个在那半空里 且行且斗 只让之大西天灵 就仙山雷印宝沙之外 早见那四大菩萨 八大金刚 五百阿罗 三千皆地 比丘尼 比丘僧 幽婆赛 幽婆遗珠大圣众 都到七宝连台之下 各听如来说法 那如来正讲到这 不有中有 不无中无 不色中色 不空中空 非有为有 非色为色 非空为空 空即是空 色即是色 色无定色 色即是空 空无定空 空即是色 知空不空 知色不色 名为赵了 史达妙音 盖中棋手归一 流通颂读之计 如来降天花 普散缤纷 吉里宝座 对大众道 如等聚是一心 且看二心 敬斗而来也 大众举目看之 果是两个行者 邀天喝地 打至雷音圣静 荒得那八大经 刚上前挡住道 如等欲往那里去 这大圣道 妖精变做我的模样 欲至宝连台下 凡如来为我 变个虚实也 中金刚抵挡不住 直仰至台下 跪于佛祖之前 拜告道 弟子保护唐僧来造宝山 求取真经 一路上练魔富怪 不知费了多少精神 前置中途 偶遇强途节鲁 尾是弟子二次打伤几人 师父怪我赶回 不容同败如来今生 弟子无奈 只得投奔南海 剑官因素苦 不欺这个妖精 假辨弟子声音 相貌 将师父打倒 把行李抢去 师弟悟静寻至我山 背着腰甲捏巧言 说有真僧取经之故 悟静脱身至南海 背说详细 官因之之 遂令弟子同悟静 再至我山 因此 两人比并真假 打至南海 又打到天宫 又曾打见唐僧 打见明府 居莫能辨认 故此大胆轻躁 牵起大开方便之门 广垂慈敏之念 与弟子辨明邪政 恕好保护唐僧 亲拜金身 取经回东土 咏扬大叫 大众听他两张口一样声 据说一遍 众以莫辩 唯如来则通知之 正欲道破 呼见南下彩云之间 来了观音 参拜我佛 我佛和长道 观音尊者 你看那两个行者 谁是真假 菩萨道 前日在弟子荒境 唯不能辨 他又至天宫 地府 一居难认 特来拜告如来 千万与他辩明辩明 如来笑道 如等法力广大 只能谱悦周天之事 不能辨识周天之物 亦不能广惠周天之种类也 菩萨又请示周天种类 如来才道 周天之内有五仙 乃天 地 神 人 鬼 有五虫 乃裸 林 毛 雨 坤 这四非天 非地 非神 非人 非鬼 亦非裸 非林 非毛 非雨 非坤 又有四猴混世 不入十类之种 菩萨道 敢问是那四猴 如来道 第一是灵明时猴 通变化 十天时 知地利 宜兴幻斗 第二是赤鲠马猴 小阴阳 惠人是 善出入 必死言生 第三是通闭猿猴 拿日月 缩千山 便修旧 乾坤魔弄 第四是六尔弥猴 善灵阴 能查理 知前后 万物皆明 此四猴者 不入十类之种 不达两间之明 我观假悟空 乃六尔弥猴也 此猴若立一处 能知千里外之事 凡人说话 亦能知知 故此善灵因 能查理 知前后 万物皆明 与真悟空 同相同音者 六尔弥猴也 那弥猴闻得如来 说出他的本相 胆战心惊 急纵身 跳起来就走 如来见他走时 急令大众下手 早有四菩萨 八金刚 五百阿罗 三千皆地 比丘僧 比丘尼 幽婆赛 幽婆乙 观音 木叉 一起围绕 孙大圣也要上前 如来道 悟空修动手 待我与你擒踏 那弥猴毛骨悚然 撂着南拖 急忙摇身一变 便做个密封 往上变飞 如来将金 波鱼撇起去 正盖着那封 落下来 大众不知 以为走了 如来笑云 大众修言 妖精未走 见在我这波鱼之下 大众一发上前 把波鱼接起 果然见了本相 是一个六尔弥猴 孙大圣忍不住 轮起铁棒 劈头一下打死 至今绝此一种 如来不忍 道生 善哉 善哉 大圣道 如来不该辞敏他 他打伤我师父 抢夺我包袱 一律问他个的财商人 白昼抢夺 也该个斩罪礼 如来道 你自快去保护唐僧 来此求精吧 大圣叩头谢道 上告如来得知 那师父定是不要我 我此去 若不收留 却不又劳一番神思 望如来方便 把松姑咒念一念 吞下这个金姑 交还如来 放我还俗去罢 如来道 你休乱想 切莫放雕 我教观音送你去 不怕他不收 好生保护他去 那时功成归极乐 如意做连台 那观音在旁听说 集合掌泻了圣恩 令悟空 折驾云而去 随后目叉行者 白昼歌 一同赶上 不多时 到了中途草舍人家 沙和尚看见 急请师父 拜门迎接 菩萨道 唐僧 前日打你的 乃假行者 六耳迷猴也 幸如来之事 已被悟空打死 你今须是收留悟空 一路上魔障未消 必得他保护你 才得到灵山 见佛取经 再修称怪 三藏叩头道 谨遵教旨 正拜谢时 只听得正东上 狂风滚滚 众目视之 乃诸八戒 背着两个包袱 驾风而至 呆子见了菩萨 倒身下拜倒 弟子前日别了师父 知花果山水 连洞寻的包袱 果见一个假唐僧 假八戒 都被弟子打死 原是两个侯身 却入礼 方寻着包袱 当时查点 遗物不少 却驾风转此 更不知两行者 下落如何 菩萨 把如来识怪之事 说了一遍 那呆子十分欢喜 称谢不尽 师徒们拜谢了 菩萨回海 却都照旧何一同心 喜愿解怒 又谢了那村舍人家 整树行囊 马匹 找大路而息 正是 中道分离乱五行 想要聚会何元明 神规心舍禅方定 六十区降丹自成 毕竟这曲 不知三藏 几时得面佛求精 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唐三藏路足火燕山 孙行者一条芭蕉扇 若甘种性本来同 海纳无穷 千丝万绿中成望 斑斑色色和荣 有日功丸行满 圆明法性高龙 修教差别走西东 紧锁牢笼 收来安放丹炉内 练得金屋一样红 朗朗灰灰娇艳 任教初入成龙 化了三藏尊菩萨教旨 受了行者 与八戒 沙僧简断二心 索 圆满 同心陆立 赶奔西天 说不尽光阴四箭 日月如梭 历过了下月延天 却又执三秋霜景 但见那 薄云断绝西风景 赫明远绣霜临景 光景正苍凉 山长水更长 征洪来北赛 玄鸟归南墨 克路切孤单 纳伊荣一寒 师徒四众进前行楚 剑绝热气争人 三藏乐马道 如今正是秋天 却怎凡有热气 八戒道 原来不知 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 乃日落之处 俗乎为天尽头 若到身有时 国王差人上城 肋骨吹脚 混杂海沸之声 日乃太阳真火 落于西海之间 如火脆水 皆生滚沸 若无骨脚之声混儿 即震杀城中小儿 此地热气争人 想必到日落之处也 大圣听说 忍不住笑道 带子莫乱谈 若论斯哈里国 正好早理 四师傅朝三末二的 这等单格 就从小至老 老了又小 老小三生 也还不到 八戒道 哥呀 据你说不是日落之处 为何这等酷热 沙僧道 想是天时不正 秋行下灵固也 他三个正都正讲 只见那路旁有座庄院 乃是红瓦盖的房舍 红砖器的圆墙 红油门扇 红漆板榻 一片都是红的 三藏下马道 悟空 你去那人家问个消息 看那炎热之故何也 大圣收了金箍棒 整肃衣裳 扭捏做个斯文气象 戳下大路 静止门前观看 那门里忽然走出一个老者 但见他 穿一领黄布黄 红布红的隔布深衣 戴一顶轻不轻 造不造的灭似良貌 手中煮一根弯不弯 执不执 暴劫逐杖 足下踏一双心不心 就不救 撒 邪 面似红彤 虚如白练 两道兽眉遮蔽眼 一张嗨口入金牙 那老者猛抬头 看见行者 吃了一惊 主着逐杖喝道 你是那里来的怪人 在我这门手和干 行者打理道 老施主 休怕我 我不是什么怪人 天僧是东土大唐 钦差上西方囚经者 师徒四人 势至宝方 见天气蒸热 一则不解其故 二来不知地名 特败问 只叫一二 那老者却才放心 孝云 长老无罪 我老汉一时眼花 不识尊严 行者道 不敢 老者又问 令师在那条路上 行者道 那难守大路上立的不是 老者叫 请来 请来 行者欢喜 把手一招 三藏 吉同八戒 沙僧 千百马 挑行力尽前 都对老者作礼 老者见三藏 风姿标志 八戒 沙僧相貌其息 又惊又喜 只得请入礼座 教小的们看茶 一臂相办饭 三藏文言 其身称谢道 敢问公公 贵处欲求 何反言热 老者道 必地换作火焰山 无春无秋 四季皆热 三藏道 火焰山却在那边 可祖西去之路 老者道 西方却去不得 那山离此有六十里远 正是西方必游之路 却有八百里火焰 四周围寸草不生 若过德山 就是铜脑盖 铁身躯 也要化成之理 三藏文言 大惊失色 不敢再问 只见门外 一个少年男子 推一辆红车 住在门旁 叫声麦高 大圣拔根毫毛 变个铜钱 问那人买高 那人接了钱 不论好歹 揭开车儿上衣果 热气腾腾 拿出一块高地语行者 行者拖在手中 好似火盆里的灼炭 煤炉内的红钉 你看他左手倒在右手 右手换在左手 直到热 热 热 难吃 难吃 那男子笑道 怕热磨来这里 这里是这等热 行者道 你这汉子好不明理 常言道 不冷不热 五骨不结 他这等热得很 你这高粉 自合而来 那人道 若枝高粉米 竟求铁扇仙 行者道 铁扇仙怎的 那人道 铁扇仙油饼 八交膳 求得来 一膳熄火 二膳生风 三膳下雨 我们就不种 及时收割 顾得五骨养生 不然 成寸草 不能生业 行者闻言 即抽身走入里面 将高地语三藏道 师父放心 且末隔年教着 吃了高 我与你说 长老接高在手 向本宅老者道 公公请高 老者道 我家的茶饭未凤 敢吃你高 行者笑道 老人家 茶饭倒不必赐 我问你 铁扇仙在那里住 老者道 你问他怎的 行者道 是财难卖高人说 此仙油饼八交膳 求将来 一扇熄火 二扇生风 三扇下雨 你这方不种收割 才得五骨养生 我欲寻他 讨来扇熄火焰山过去 且使这方衣食收种 得安生也 老者道 故有此说 你们却无礼物 恐那圣贤不肯来也 三藏道 他要慎礼物 老者道 我这里人家 十年拜求一度 四株四扬 花红表里 一香食果 鸡鹅美酒 沐浴前程 拜到那仙山 请他出动至此 施围 行者道 那山坐落何处 换圣地名 有几多黎属 等我问他 要扇子去 老者道 那山在西南方 明焕翠云山 山中有一仙洞 明焕八交洞 我这里中心人 等去拜仙山 往回要走一月 既有一千四百五六十里 行者笑道 不打紧 就去就来 那老者道 且住 吃些茶饭 拌些干粮 须得两人作伴 那路上没有人家 有多狼虎 非一日可到 莫当耍子 行者笑道 不用 不用 我去也 说一声 忽然不见 那老者慌张道 爷爷啊 原来是腾云驾雾的神人也 且不说这家子 供奉唐僧家辈 却说那行者 煞时静到翠云山 暗住祥光 正字找寻洞口 忽然闻得丁丁之声 乃是山林内一个 侨夫伐木 行者急躯不至前 又闻得他道 云姬一刃就临 断崖荒草路难寻 西山望见朝来雨 难见龟石杜出身 行者进前坐里道 乔哥 问讯了 那乔子撇了科府 搭理道 长老何往 行者道 敢问乔哥 这可是翠云山 乔子道 正是 行者道 有个铁扇仙的芭蕉洞 在何处 乔子笑道 这芭蕉洞虽有 却无个铁扇仙 只有个铁扇公主 又名罗刹女 行者道 人言他有一柄芭蕉扇 能吸的火焰衫 敢是他们 乔子道 正是 正是 这圣贤有这件宝贝 善能熄火 保护那方人家 故此称为铁扇仙 我这里人家用不着他 只知他叫做罗刹女 乃大力牛魔王七也 行者文言大惊失色 心中暗想到 又是冤家了 当年扶了红孩 说是这私养的 钱在那解阳山坡而动 遇他梳子 尚且不肯雨水 要做报仇之意 今又遇他父母 怎生借的这扇子爷 乔子见行者 沉思墨虑 皆叹不已 便笑道 长老 你出家人 有何优异 这条小路向东去 不上五六里 就是八交洞 修的新交 行者道 不瞒乔哥说 我是东土唐朝 拆网西天囚经的 唐僧大徒弟 前年在火云洞 曾与罗刹 知死红孩 有些言语 但孔罗刹 怀仇不语 故声忧矣 乔子道 大丈夫 剑貌变色 只以求善为名 默认网十只搜话 管情戒得 行者闻言 深深唱歌大诺道 谢乔哥教诲 我去也 遂别了乔夫 竟至芭蕉洞口 但见那两扇门 紧闭牢关 洞外风光秀丽 好缺措 正是那 山以石为谷 石做土之经 烟霞寒素润 苔显诛心清 挫娥市耸七彭岛 幽静花香若海盈 吉树桥松七野鹤 树诸衰柳 与山鹰 诚然是千年古迹 万载先宗 碧无名彩凤 活水引苍龙 取境碧罗锤挂 石梯藤葛攀龙 元孝翠颜新月上 鸟提高树系晴空 两林竹阴凉如雨 一镜花浓眉秀容 石剑白云来远秀 略无定体满随风 行者上前叫 牛大哥 开门 开门 呀的一声 洞门开了 里边走出一个毛儿女 手中提着花篮 肩上担着厨子 真个是一身蓝绿无装饰 满面精神有道心 行者上前迎着 和长道 女童 泪你转抱公主一声 我本是取经的和尚 在西方路上 难过火焰山 特来拜解芭蕉扇一用 那毛女道 你是纳斯里和尚 叫甚名字 我好与你通报 行者道 我是东土来的 叫做孙悟空和尚 那毛女即便回身转于洞内 对罗刹跪下道 奶奶 洞门外有个东土来的孙悟空和尚 要见奶奶 拜求芭蕉扇 过火焰山一用 那罗刹听见孙悟空三字 便死搓炎入火 火上浇油 鼓兜兜红声脸上 恶狠狠怒发心头 口中骂道 这泼猴 今日来了 叫 丫鬟 取披挂 拿兵器来 随即取了披挂 拿两口清风宝剑 整树出来 行者在洞外闪过 偷看怎生打扮 只见他 投过团花手帕 身穿纳紧云袍 腰间双束虎金韬 微露绣裙偏销 凤嘴弓鞋三寸 龙须惜苦金销 手提宝剑怒声高 胸比乐婆容貌 那罗刹出门高叫道 孙悟空何在 行者上前 躬身施礼道 扫扫 老孙在此奉一 罗刹多的一声道 谁是你的扫扫 那个要你奉一 行者道 尊府牛魔王 当初曾与老孙结义 乃七兄弟之亲 金文公主是牛大哥令证 安德不以扫扫称之 罗刹道 你这颇好 既有兄弟之亲 如何坑献我子 行者扬问道 令狼是谁 罗刹道 我儿是浩山枯松 见火云洞 圣鹰大王红孩 被你轻了 我们正没处 许你报仇 你金上门纳命 我肯饶你 行者满脸陪笑道 早早原来不查理 错怪了老孙 你令狼因是捉了师父 要征药主 幸亏了观音菩萨收他去 救出我事 他如今现在菩萨处 做善财童子 识受了菩萨正果 不生不灭 不够不敬 与天地同寿 日月同耕 你道不谢老孙 保命之恩 反怪老孙 是何道理 罗刹道 你这个憔嘴的泼猴 我那儿虽不伤命 在怎生得到我的跟前 几时能见一面 行者笑道 早早要见令狼 有何难处 你且把扇子借我 山熄了火 送我师父过去 我就到南海菩萨处 请他来见你 就送扇子还你 有何不可 那时节 你看他可曾损伤一毫 如有些虚知伤 你也怪得有理 如比旧事标志 还当谢我 罗刹道 颇好 少要饶舌 伸过头来 等我砍上几箭 若受得疼痛 就借扇子于你 若忍耐不得 教你早见严君 行者插手向前笑道 早早切莫多言 老孙伸着光头 认尊一砍上多少 但没气力便罢 是必借扇子用 那罗刹不容分说 双手轮剑 照行者头上乒乒乓乓 砍有十数下 这行者全不认真 罗刹害怕 回头要走 行者道 嫂嫂 那里去 快借我试试 那罗刹道 我的宝贝 圆不清见 行者道 既不肯借 吃你老书一棒 好猴王 一只手扯住 一只手去耳内 撤出棒来 晃一晃 由碗来粗息 那罗刹正脱手 举剑来迎 行者随右轮棒便打 两个在翠云山前 不论亲情 却只讲仇戏 这一场好杀 群差本是修成怪 为此怀仇恨泼侯 行者虽然生狠怒 因失路阻让鹅流 先言败借芭蕉善 不斩枭雄耐性柔 罗刹无知轮剑侃 侯王有意说亲友 女流怎与男儿斗 到底难刚压女流 这个金箍铁棒多凶猛 那个双刃清风甚锦仇 披面打 照头丢 恨苦相吃不罢休 左党又遮失武艺 前迎后架成奇谋 却才斗到尘寒处 不觉西方坠日头 罗刹芒将针扇子 一扇挥动鬼神仇 那罗刹女与行者相吃到晚 见行者傍重 却又解数周密 撂斗她不过 即便取出芭蕉扇 晃一晃 一扇阴风 把行者扇得无影无形 莫想收留得住 这罗刹得胜回归 那大圣飘飘荡荡 左臣不能落地 又坠不得存身 就如旋风翻拜叶 流水躺残花 滚了一夜 直至天明 方才落在一座山上 双手抱住一块风石 定性良久 仔细观看 却才认得是小须弥山 大圣长叹一声道 好厉害妇人 怎么就把老孙送到这里来了 我当年曾记得 在此处告求灵极菩萨 向黄蜂怪救我师父 那黄蜂岭至此 直南上有三千余里 今在西路转来 乃东南方余 不知有几万里 等我下去问灵极菩萨一个消息 好回旧路 正愁处间 又听得钟声响亮 急下山坡 静止禅怨 那门前道人认得行者的形容 急入里面报道 前年来请菩萨 去降黄蜂怪的那个毛脸 大圣又来了 菩萨知识悟空 连忙下宝座相迎 入内施礼道 恭喜 取经来业 悟空答道 正好未到 早礼 早礼 灵极道 即未曾得到雷音 何以回谷荒山 行者道 自上年蒙盛 晴将了黄蜂怪 一路上不知历过多少苦楚 金道火焰山不能前进 询问土人 说有个铁扇仙 芭蕉扇山的火灭 老孙特去寻访 原来那仙是牛魔王的妻 红孩的母 他说 我把他儿子做了观音菩萨的童子 不得常见 跟我未仇 不肯戒善 与我争斗 他见我的傍重男称 虽将扇子把我一扇 扇得我悠悠荡荡 直至于此放财蜡烛 故此清造禅院 问个归路 此出道火焰山 不知有多少离属 灵极笑道 那妇人唤名罗刹女 又叫铁扇公主 她的那芭蕉扇 本是昆仑山后 自混沌开辟以来 天地产成的一个灵宝 乃太阴之精业 故能灭火器 假若山者人 要飘八万四千里 方夕阴风 我这山道火焰山 只有五万余里 此还是大盛有流云之能 故止住了 若是凡人 正好不得住也 行者道 厉害 厉害 我师父却怎生地度那方 灵极道 大声放心 此一来 也是唐僧的原法 合教大声成功 行者道 怎见成功 灵极道 我当年寿如来教旨 赐我一粒定风丹 一柄飞龙杖 飞龙杖已降了风魔 这定风丹上未曾建用 如今送了大圣 管教那丝山你不动 你却要了扇子山西伙 却不就立此功也 行者低头做礼 感谢不尽 那菩萨急于衣袖中 取出一个锦袋 将那一粒定风丹 与行者安在衣领里边 将针线紧紧缝了 送行者出门道 不及留款 往西北上去 就是罗刹的山长也 行者辞了灵极 驾金抖云 竟反翠云山 请客而至 使铁棒打着洞门叫道 开门 开门 老子来借扇子使使礼 慌得那门里 女童急忙来报 奶奶 借扇子的又来了 罗刹文言 心中耸聚道 这泼猴真有本事 我的宝贝 扇着人 要去八万四千里 方能停止 他怎么才吹去救回来也 这番等我一连扇他两三扇 叫他找不着归路 急纵身结束整齐 双手提剑 走出门来道 孙行者 你不怕我 又来寻死 行者笑道 扫扫物的签令 是必借我时时 保得唐僧过山 就送还你 我是个至诚有余的君子 不是那借物不还的小人 罗刹又骂道 泼狐孙 好没道理 没分晓 多子之仇 尚未报得 借善之意 起得如心 你不要走 吃我老娘一剑 大圣公然不惧 使铁棒 劈手相迎 他两个往往来来 战经武器回合 罗刹女手软男伦 孙行者身强善敌 他见事事不斜 挤取扇子 望行者扇了一扇 行者威然不动 行者收了铁棒 笑吟吟地道 这番不比那番 任你怎么扇来 老孙若动一动 就不算汉子 那罗刹又扇两扇 果然不动 罗刹慌了 急收宝贝 转回走人洞里 将门紧紧关上 行者见他闭了门 却就弄个手段 拆开衣领 把定风丹 擒在口中 摇身一变 变作一个交流床 从他门细处钻进 只见罗刹叫道 渴了 渴了 快拿茶来 近视女童 即将香茶一壶 沙沙的满针一碗 冲起茶墨草草 行者见了欢喜 应得一翅 飞在茶墨之下 那罗刹可及 借过茶两三气都喝了 行者已到他肚腹之内 现袁申力声高叫道 扫扫 借扇子我试试 罗刹大惊失色 叫小的们 关了前门否 去说 关了 他又说 既关了门 孙行者如何在家里叫欢 女童道 在你身上叫礼 罗刹道 孙行者 你在那里弄树里 行者道 老孙一生不会弄树 都是些真手段 使本事 已在尊扫尊妇之内耍子 以见其废甘意 我知你也饥渴了 我先送你个做碗解渴 却就把脚往下一蹬 那罗刹小腹之中 疼痛难尽 坐于地下叫苦 行者道 扫扫 修的推辞 我再送你的点心冲击 又把头往上一顶 那罗刹心痛难尽 只在地上打滚 疼得他面黄 唇白 只叫孙叔叔饶命 行者却才收了手脚到 你才认得叔叔吗 我看牛大哥情上 且饶你性命 快将扇子拿来我试试 罗刹道 叔叔 有扇 有扇 你出来拿了去 行者道 拿扇子我看了出来 罗刹急叫女童 拿一柄芭蕉扇 直在旁边 行者探到喉咙之上 见了道 嫂嫂 我记扰你性命 不在腰泪之下 说想窟窿出来 还自口出 你把口张三张 那罗刹果张开口 行者还坐个娇撩虫 先飞出来 钉在芭蕉扇上 那罗刹不知 连张三次 叫叔叔出来吧 行者画阳身 拿了扇子 叫道 我在此间不适 谢戒了 谢戒了 拽开步 往前便走 小的们连忙开了门 放他出洞 这大圣拨转云头 竟回东路 沙氏暗落云头 立在红砖陛下 八戒见了欢喜道 师父 师兄来了 来了 三藏急于本庄老者 同沙僧出门接着 同置设内 把芭蕉扇 靠在旁边道 老官 可是这个扇子 老者道 正是 正是 唐僧喜道 贤徒有莫大之功 求此宝贝 甚劳苦了 行者道 老苦倒也不说 那铁扇仙 你倒是谁 那斯原来是牛魔王的妻 红孩的母 名唤罗刹女 又唤铁扇公主 我寻到洞外戒扇 他就与我讲起仇戏 把我砍了几件 是我使棒下他 他就把扇子扇了我一下 飘飘荡荡 直刮到小须弥山 兴见灵吉菩萨 送了我一粒订丰丹 指与龟路 复制翠云山 又见罗刹女 罗刹女又使扇子 扇我不动 他就回动 是老孙变作一个娇疗虫 飞入洞去 那似正讨茶吃 是我又钻在茶墨之下 到他肚里 做其手脚 他疼痛难尽 不住口地叫我做叔叔饶命 情愿将善戒于我 我却饶了他 拿江山来 待过了火焰山 仍送还他 三藏文言 感谢不尽 师徒们拒拜此老者 一路西来 约行有四十里远近 渐渐酷热争人 沙僧之叫 脚底落得慌 八戒又倒 爪子烫得痛 马比寻常又快 只因地热难停 十分难尽 行者道 师父且请下马 兄弟们莫走 等我山熄了火 待风雨之后 地土冷些 再过山去 行者国举山径至火边 尽力一扇 那山上火光轰轰腾起 再一扇 更着百倍 又一扇 那火足有千丈之高 渐渐烧着身体 行者几回 已将两股毫毛烧尽 竟跑至唐僧面前叫 快回去 快回去 火来了 火来了 那师父爬上马 与八戒 沙僧 傅东来有二十余里 方才歇下道 悟空 如何了 行者丢下扇子道 不停荡 不停荡 被那撕哄了 三藏听说 愁促眉间 闷天欣赏 止不住两肋交流 直到 怎生是好 八戒道 哥哥 你急急忙忙 叫回去是怎么说 行者道 我将扇子扇了一下 火光轰轰 第二扇 火气欲胜 第三扇 火头费有千丈之高 若是跑得不快 把毫毛都烧尽已 八戒笑道 你常说雷打不伤 火烧不损 如今何又怕火 行者道 你这带子 全部之势 那时节用心防备 故此不伤 今日只为善惜火光 不曾碾毙火绝 又为使户身法 所以把两股毫毛烧了 沙僧道 似这般火盛 无路通西 怎生是好 八戒道 只见无火处走便罢 三藏道 那方无火 八戒道 东方 南方 北方 聚无火 又问 那方有精 八戒道 西方有精 三藏道 我只欲往有精处去理 沙僧道 有精处有火 无火处无精 城市进退两难 师徒们正自胡谈乱讲 只听得有人教导 大圣不需烦恼 且来吃些斋饭在意 四众回看时 见一老人 身披飘风场 头顶掩月官 手持龙头杖 足踏铁药靴 后带着一个刁嘴鱼腮鬼 鬼头上顶着一个铜盆 盆内有些蒸饼糕米 黄粮米饭在于西路下宫深道 我本是火焰山土地 知大圣保护圣僧 不能前进 特陷一斋 行者道 吃斋小可 这火光几时灭的 让我师父过去 土地道 要灭火光 需求罗刹女 借芭蕉扇 行者去路旁 拾起扇子道 这不是 那火光跃山跃着 河野 土地看了 笑道 此扇不是真的 被他哄了 行者道 如何方的真的 那土地又控北宫深 微微笑道 若还要借真交扇 须是寻求大力王 毕竟不知大力王有甚缘故 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牛魔王霸战复华岩 孙行者二条八交扇 土地说 大力王及牛魔王也 行者道 这山本是牛魔王放的火 假名火焰山 土地道 不是 不是 大圣若肯涉小神之罪 方敢直言 行者道 你有何罪 直说无妨 土地道 这火源是大圣放的 行者怒道 我在那里 你这等乱谈 我可是放火之辈 土地道 是你也认不得我了 此间原无这座山 因大圣五百年前 大闹天宫时 被显圣勤了 押赴老君 将大圣安于八卦炉内 锻炼之后开顶 被你登岛丹炉 落了几个砖来 内有余火 到此处化为火焰山 我本是都率工守炉的道人 当被老君怪我失手 降下此间 就做了火焰山土地也 猪八戒文言恨道 怪道你这等打扮 原来是道士变的土地 行者半信不信道 你且说 早寻大力王何故 土地道 大力王乃罗沙女丈夫 他这想撇了罗刹 现在积雷山摩云洞 有个万岁狐王 那狐王死了 一下一个女儿 叫做玉冕公主 那公主有百万家私 无人掌管 二年前 仿着牛魔王神通广大 情愿到培加斯 招坠为夫 那牛王弃了罗刹 就不回顾 若大圣寻着牛王 拜求来此 方界的真善 一则善息火焰 可保师父前进 二来涌出火焰 可保此地生灵 三者设我归天 回缴老君法旨 行者道 积雷山坐落何处 道比有多少成徒 土地道 在正南方 此间道比 有三千余里 行者文言 即吩咐沙僧 八戒保护师父 又交土地 陪伴误回 随即呼的一声 渺然不见 那里消半个时辰 早见一座高山灵汉 暗落云头 亭立巅峰之上观看 真是好山 高不高顶魔避汉 大不大根扎黄泉 山前日暖 岭后风寒 山间日暖 有三冬草木无枝 岭后风寒 见九下冰霜不化 龙潭接见水长流 虎穴衣衙花放枣 水流千派似飞穷 花放一心如不解 弯环岭上弯环树 古叉时外古叉松 真个是高的山 郡的岭 斗的崖 身的剑 香的花 美的果 红的藤 紫的竹 青的松 脆的柳 巴结寺诗言不改 千年万古色如龙 大圣看够多时 布下尖锋 入深山找寻路径 郑子没个消息 忽见松阴下 有一女子 手折了一只香蓝 鸟鸟挪挪而来 大圣闪在怪石之旁 定睛观看 那女子怎生模样 娇娇清国色 缓缓不宜脸 貌若王强 言如厨女 如花结语 似玉生香 高级堆青 笔亚 双精战略横秋水 香裙半路 宫邪小 翠秀 微书粉万常 说什么目语朝云 真个是诸唇好齿 仅将华逆峨眉秀 赛国文君与薛涛 那女子渐渐走进石边 大圣公然失礼 缓缓而言曰 女菩萨何往 那女子未曾观看 听得叫问 却自抬头 忽见大圣的相貌丑陋 老大心惊 欲退难退 欲行难行 只得战兢兢勉强答道 你是何方来者 敢在此间问谁 大圣沉思道 我若说出取经求善之事 恐这丝与牛王有亲 且只以假亲脱役 来请魔王之言而答方可 那女子见她不语 变了颜色 怒声喝道 你是何人敢来问我 大圣躬身陪笑道 我是翠云山来的 出道贵处 不知路径 敢问菩萨 此间可是积雷山 那女子道 正是 大圣道 有个魔云洞 坐落何处 那女子道 你寻大洞坐肾 大圣道 我是翠云山芭蕉洞 铁扇公主 央来请牛魔王的 那女子一听铁扇公主 请牛魔王之言 心中大怒 彻耳根子通红 泼口骂道 这件壁 着实无知 牛王自到我家 未及二载 也不知送了他多少 朱翠金银 零罗断匹 年公柴 月公米 字字在在受用 还不失修 又来请他怎的 大圣闻言 情知是玉面公主 故意自撤出 铁棒大鹤一声道 你这坡贱 将家私买住牛王 诚然是赔钱嫁汉 你倒不休 却敢骂谁 那女子见了 唬得破散魂飞 美好不乱 金脸 战兢兢回头便走 这大圣夭夭和喝 随后相跟 原来穿过松阴 就是摩云洞口 女子跑进去 扑得把门关了 大圣却收了铁棒 骇骇停不看时 好所在 树林森密 牙霄俊争 碧罗音冉冉 蓝惠为欣欣 刘全树玉穿修竹 巧识之机带罗音 烟霞龙远秀 日月赵云平 龙音虎啸 鹤立英明 一片清幽真可爱 齐花摇草景长明 不亚天台仙动 盛如海上鹏营 且不言行者 这里点看景致 却说那女子跑得粉汗淋淋 虎得蓝心兮兮 进入书房里面 原来牛魔王正在那里 敬完单书 这女子美好祈祷在怀里 抓耳挠腮 放声大哭 牛王满面陪笑道 美人羞得烦恼 有甚话说 那女子跳天锁地 口中骂道 泼魔害杀我也 牛王笑道 你为甚是骂我 女子道 我因父母无依 招你护身养命 江湖中说 你是条好汉 你原来是个巨内的庸夫 牛王闻说 将女子抱住道 美人 我有那些不适处 你且慢慢说来 我与你赔礼 女子道 是才我在洞外 闲捕花音 折蓝彩绘 忽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猛地前来势力 把我吓了个呆正 急定性问是何人 她说是铁扇公主 秧她来请牛魔王的 被我说了两句 她倒骂了我一场 将一根棍子赶着我打 若不是走得快些 几乎被她打死 这不是招你为货 害杀我也 牛王闻言 却与她整容陪礼 温存良久 女子方才稀气 魔王却发狠道 美人在上 不敢相瞒 那芭蕉洞虽是僻静 却清幽自在 我山妻自幼羞耻 也是个得道的女仙 却是家门严谨 内无一尺之铜 咽得有雷公嘴的男子殃来 这想是那里来的怪妖 或者甲畜名声 致此访我 等我出去看看 好魔王拽开不出了书房 上大厅取了披挂 结束了 拿了一条混铁棍 出门高叫道 是谁人在我这里无状 行者在旁 见他那模样 与五百年前又大不同 只见 头上戴一顶水墨银亮书铁盔 身上灌一副戎穿锦绣黄金甲 足下踏一双卷尖粉底戟皮靴 腰间竖一条 蠢丝三股丝满带 一双眼光如明镜 两道霉艳丝红泥 口若血盘 尺牌铜板 吼声响震山神怕 行动威风恶鬼慌 四海有名称混世 西方大力好魔王 这大圣整衣上前 深深地唱个大诺道 长兄还认得小弟吗 牛王大礼道 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吗 大圣道 正是正是一向久别未败 是才到此问一女子 方德剑凶 风采果盛长 真可鹤也 牛王鹤道 且休巧舌 我闻你闹了天宫 被佛祖降压在五行山下 尽解脱天灾 保护唐僧西天剑佛求精 怎么在浩山枯松剑火云洞 把我小儿牛圣鹰害了 正在这里恼你 你却怎么又来寻我 大圣做礼道 长兄悟的悟怪小弟 当时令郎捉住无师 要拾其肉 小弟尽他不得 性观因菩萨欲救我师 劝他归账 现今做了善财童子 比兄长还高 像极乐之门堂 受逍遥之勇兽 有何不可 反怪我耶 牛王骂道 这个乖嘴的狐孙 害子知情被你说过 你才欺我爱妾 打上我门河也 大圣笑道 我因拜业长兄不见 向那女子拜问 不知就是二嫂嫂 因他骂了我几句 是小弟一时粗鲁 惊得嫂嫂 望长兄宽恕宽恕 牛王道 既如此说 我看顾旧之情 饶你去罢 大圣道 既蒙宽恩 感谢不尽 但尚有一事奉毒 万望周计周计 牛王骂道 这狐孙不识祈祷 饶了你 倒还不走 反来惨我 什么周计周计 大圣道 食不满长兄 小弟殷宝 唐僧西晋 路足火焰山 不能前进 询问土人 知尊扫罗刹女 有一柄芭蕉扇 欲求一用 左道旧府奉拜扫扫 扫扫兼 兼之不戒 是以特求长兄 望兄长开天地之心 同小弟到大扫出一行 千万戒扇扇灭火焰 保得唐僧过山 及时完毕 牛王文言 心如火发 遥想钢牙骂道 你说你不无理 你原来是戒扇之故 一定先欺我山欺 山欺想是不肯 故来寻我 且又敢我爱妾 常言道 朋友欺不可欺 朋友欺不可灭 你既欺我欺 又灭我欺 多大无力 上来吃我一贯 大圣道 歌要说打 地也不拒 但求宝贝 使我真心 万起借我实实 牛王道 你若三合敌的我 我这山欺见你 如敌不过 打死你 与我血恨 大圣道 歌说的是 小弟这一向疏懒 不曾与兄相会 不知这几年 武艺比昔日如何 我兄弟们请掩掩棍看 这牛王那荣芬说 撤混铁棍劈头就打 这大圣 吃金箍棒 随手相迎 两个这场好道 金箍棒 浑铁棍 变脸不以朋友论 那个说 正怪你这 胡孙害子情 这个说 你令郎 已得道秀嗔恨 那个说 你无知 怎赶上我门 这个说 我有因特地来相问 一个要求 扇子保唐僧 一个不借 芭蕉推比列 与屈言来施旧情 举家无意皆生分 牛王棍起赛交融 大圣棒 迎神鬼盾 初时争斗在山前 后来其驾降云静 半空之内显神通 五彩光中失庙韵 两条棍享阵天官 不见输赢皆棒寸 这大圣与那牛王斗精 百师回合 不分胜负 正在难解难分之际 只听的山峰上 有人叫道 牛爷爷 我大王多多拜上 兴赐早临 好安作业 牛王文说 是混铁棍支柱 金箍棒 叫道 胡孙 你且住了 等我去一个朋友家 附会来者 严毙 按下云头 静置洞里 对玉面公主道 美人 才那雷公嘴的男子 乃孙悟空 胡孙 被我一顿棍打走了 再不敢来 你放心傻子 我到一个朋友处 赤酒去也 他才卸了盔甲 穿一领 压青俭容凹子 走出门 跨上屁水金金兽 这小的们 看守门庭 半云半雾 一直向西北方而去 大圣在高峰上看着 心中暗想到 这老牛 不知又结识了什么朋友 往那里去附会 等老孙跟他走走 好行者 将身晃一晃 便坐一阵清风赶上 随着捅走 不多时到了一座山中 那牛王既然不见 大圣聚了原身 入山寻看 那山中有一面清水深潭 潭边有一座石节 节上有六个大字 乃乱石山碧波潭 大圣暗想到 老牛断然下水去了 水底之经 若不是交经 必是龙经 鱼经 或是龟别原陀之经 等老孙也下去看看 好大圣 碾着诀念个咒语 摇身一变 变作一个螃蟹 不大不小的 有三十六斤重 扑得跳在水中 净尘潭底 忽见一座 玲珑剔透的牌楼 楼下拴着 那个屁水金金兽 进牌楼里面 却就没水 大圣爬进去 仔细看时 只见那 必相一派 音乐之声 淡剑 朱公被缺 语事不输 黄金为乌瓦 白玉座门书 平开带帽甲 剑气珊瑚珠 祥云瑞矮灰连座 上街三光下八曲 飞逝天宫并海藏 果然此处在澎湖 高堂设宴罗宾主 大小官员冠勉珠 芒湖玉女捧牙盘 催换鲜鹅调绿 长经鸣巨蟹舞 别吹声 驼鸡鼓 离汉之珠 赵尊祖 鸟转之文列翠平 须之连挂狼舞 八音叠奏杂仙勺 工商响彻厄云霄 青头卢记府摇瑟 红颜马郎铁玉霄 贵婆顶线香张府 龙女头簪金凤鞘 吃的是 天除八宝珍修味 引的是子府穷江熟运老 那上面坐的是牛魔王 左右有三四个交经 前面坐着一个老龙经 两边乃龙子 龙孙 龙婆 龙女 正在那里功仇交错之际 孙大圣一直走江上去 被老龙看见 急命拿下那个野蟹来 龙子 龙孙一拥上前 把大圣拿住 大圣呼作人言 只叫 饶命 饶命 老龙道 你是那里来的野蟹 怎么赶上厅堂 在尊客之前横行乱走 快早供来 免如死罪 好大圣 假捏虚言 对众供道 生自湖中为活 棒牙坐枯全居 盖阴日久的身书 观寿横行届事 踏草托尼落索 从来为习行仪 不知法度冒王威 服望尊此恕罪 坐上众经文言 都拱身对老龙做礼道 谢介事出入遥宫 不知往里 望尊功扰他去罢 老龙称谢了 众经急交 放了纳斯 且寄打 外面伺候 大圣应了一声 往外逃命 静置牌楼之下 心中暗想到 这牛王再次贪悲 那里等得他散 就是散了 也不肯借善于我 不如偷了他的金晶兽 变作牛魔王 去哄那罗刹女 骗他扇子 送我师父过山为妙 好大圣 极限本相 将金晶兽解了缰绳 扑一把胯上雕鞍 静置骑出水底 到于坛外 江身变作牛王模样 打着兽 纵着云 不多时 已至翠云山芭蕉洞口 叫声开门 那洞门里有两个女童 闻的声音开了门 看见是牛魔王嘴脸 急入报 奶奶 爷爷来家了 那罗刹听言 芒整云环 急一连步 出门迎接 这大圣下 雕鞍 牵进金晶兽 弄大胆 骗女家人 罗刹女肉眼 任她不出 急携手而入 着丫鬟 设奏看茶 一家子 见识主公 无不敬仅 续一间 续集寒温 牛王道 夫人九阔 罗刹道 大王万福 又云 大王宠幸新婚 抛撇奴家 今日是那阵风吹你来的 大圣孝道 非敢抛撇 只因玉面公主招后 家是繁荣 朋友多顾 是以激流在外 却也幼稚的一个家当了 又道 禁闻悟空纳斯 保唐僧将近火焰山界 恐他来向你借扇子 我恨纳斯 害子知仇未报 但来时可差人报我 等我拿他 分尸万段 以学我夫妻之恨 罗刹文言 低泪高道 大王 常言说 男儿无父才无主 女子无夫身无主 我的性命 险些不着这胡孙害了 大圣的顾子发怒骂道 那坡后几时过去了 罗刹道 还未去 昨日到我这里借扇子 我因他害孩之故 披挂了 轮宝剑出门 就砍那胡孙 他忍着疼 叫我做扫扫 说大王曾与他结议 大圣道 是 五百年前曾拜为七兄弟 罗刹道 被我骂也不敢回言 砍也不敢动手 后被我一扇子扇去 不知在那里寻得个定风法 今早又在门外叫唤 是我又使山山 默想得动 吉伦剑砍时 他就不让我了 我怕他傍重 就走入洞里 紧关上门 不知他又从何处 钻在我杜副之内 险被他害了性命 是我叫他几生叔叔 江山与他去也 大圣又假意垂胸道 可惜 可惜 夫人错了 怎么就把这宝贝与那狐孙 脑杀我也 罗刹笑道 大王息怒 与他的事假善 但哄他去了 大圣问 真善在于何处 罗刹道 放心 放心 我收着礼 叫丫鬟整酒 接风贺喜 遂情杯奉上道 大王 燕耳新婚 千万莫忘结发 且吃一杯香中之水 大圣不敢不接 只得笑吟吟 举伤在首道 夫人先饮 我因徒之外产 久别夫人 早晚蒙护守家门 全为酬谢 罗刹父皆被珍起 帝与大王道 自古道 妻者 其也 夫乃养身之父 讲什么些 两人千千讲讲 方才坐下寻酒 大圣不敢破婚 只吃几个果子 与他言言于语 酒之硕寻 罗刹觉有半憨 色情微动 就和孙大圣挨挨挨 大大念念 斜着手翘语温存 并着尖低声辅救 将一杯酒 你喝一口 我喝一口 却又不果 大圣假意虚情 相陪相笑 没奈何 也与他相依相威 果然是 吊尸钩 扫愁肘 破除万事 无过酒 男儿力竭放金怀 女子望情开笑口 面赤似腰桃 身摇如嫩柳 絮絮叨叨 话语多 年年恰恰风情有 十剑掠云环 右剑轮肩手 几番长把脚敲 数次每将衣袖斗 粉项自然低 满腰剑绝鸟 何欢言语不曾丢 苏兄半路松金鸟 最来真个玉山腿 行眼摩索即弄丑 大圣见他这等憨然 暗自留心 挑逗道 夫人 真扇子 你收在那里 早晚仔细 但恐孙行者变化多端 却又来骗取 罗刹笑嘻嘻地 口中吐出 只有一个杏意大小 地语大圣道 这个不是宝贝 大圣揭在手中 却又不信 暗想道 这些仙 怎生山的火灭 怕又是假的 罗刹见他看着宝贝沉思 忍不住上前 将粉面运在行者脸上 叫道 亲亲 你收了宝贝吃酒吧 只管出神想什么礼 大圣就趁脚而敲 问他一句道 这般小小之物 如何扇得八百里火焰 罗刹九 桃真 兴无忌惮 就说出方法道 大王 与你别了二载 你想是昼夜贪荒 被那玉面公主 弄伤了神思 怎么自家的宝贝事情 也都忘了 只将左手大指头 撵着那柄上 第七缕红丝 念一声戏嘘喝嘻嘻吹呼 极长一丈二尺长短 这宝贝变化无穷 哪怕他八万里火焰 可一善而消也 大圣文言 窃窃记在心上 却把山儿也禽在口里 把脸抹一抹 显了本相 历声高叫道 罗刹女 你看看我可是你亲老公 就把我缠了 这许多丑够大 不休 不休 那女子一见是孙行者 慌得推倒桌旗 跌落尘埃 羞愧无比 只叫 弃杀我也 弃杀我也 这大圣 不管他死活 摔脱手 拽大不敬 出了芭蕉洞 正是无心贪美色 得意笑颜回 江山一纵 踏降云 跳上高山 将扇子吐出来 掩掩方法 将左手大指头 撵着那柄上 第七缕红丝 念了一声 细嘘喝细嘻吹呼 果然长了 有一丈二尺长短 拿在手中 仔细看了又看 比前翻甲的 果实不同 只见祥光晃晃 锐气纷纷 上有三十六缕红丝 穿经堵落 表里相连 原来行者 只讨了个长的方法 不曾讨他个小的口诀 左右只是那等长短 没奈何 只得牵在肩上 找旧路而回 不提 却说那牛魔王 在碧波坛底 与众经散了沿袭 出的门来 不见了 屁水金金兽 老龙王 聚众经问道 是谁偷放牛爷的 金金兽也 众经跪下道 没人敢偷 我等聚在 言前供酒捧盘 共唱奏乐 更无一人在前 老龙道 家乱断乎不敢 可曾有甚生人进来 龙子 龙孙道 是才安坐之时 有个谢经道次 那个便是生人 牛王文说 顿然醒悟道 不消奖了 早间显有这人 邀我时 有个孙悟空 宝唐僧取经 陆域火焰山难过 曾向我求解 芭蕉扇 我不曾与他 他和我赌斗一场 未分胜负 我却丢了他 敬服胜贿 那猴子千般伶俐 万仰机关 断壶时 那丝便作谢经 来此打探消息 偷了我兽 去山七 触骗了那一把 芭蕉扇也 众经见说 一个个胆战心惊 问道 可是那大闹天宫的 孙悟空吗 牛王道 正是 猎公若在西天路上 有不适处 切要躲避他先 老龙道 似这般说 大王的俊齐 却如之河 牛王笑道 不妨 不妨 猎公各散 等我赶他去了 岁儿分开水路 跳出潭底 驾黄云静至 翠云山 芭蕉洞 只听得 罗刹女跌脚垂胸 大呼小叫 推开门 又见 屁水金金兽 拴在下边 牛王高叫 夫人 孙悟空那乡去了 众女童 看见牛魔 一起跪下道 爷爷来了 罗刹女扯住牛王 磕头撞到 口里骂道 泼老天杀的 怎样这般不谨慎 这那狐孙偷了金金兽 变做你的模样 到此骗我 牛王怯迟到 狐孙那乡去了 罗刹垂着胸膛骂道 那泼猴赚了我的宝贝 献出原身走了 气杀我也 牛王道 夫人保重 雾的心骄 等我赶上 狐孙 夺了宝贝 包了他皮 磋碎他骨 摆出他的心肝 与你出气 叫 拿兵器来 女童道 爷爷的兵器 不在这里 牛王道 拿你奶奶的兵器来吧 势必将两把 清风宝剑捧出 牛王拖了那 赋燕的鸭青绒 竖一竖贴身的小衣 双手戳剑 走出芭蕉洞 竟奔火燕山上赶来 正是呢 汪安汉骗了痴心腹 烈性魔来 禁目插人 毕竟不知此去 吉凶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